这个人正在给香蕉做手术 因为只要把他完美缝合 就可以成为顶级的外科医生 秀在前不久 凌然眼前突然蹦出了系统面板 作为一名医学生 他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得病 于是来到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但结果显示却是一切正常 他这才相信 眼前的系统居然是真的 他咽了咽吐沫 打开了新手大礼包 突然一道机械音从他的脑海响起 恭喜你 获得大师级对接缝合法 但凌然有点不满意 就一个缝合法而已 是不是有点吝啬了 但系统却机械地表示 这个缝合法一共包含六种 而技术分级从低到高分为 入门 专精 大师和完美 大师是其中的第三级 但凌然依旧不满 即使种类再多 也只是最基本的缝合法而已 你就不能给我点其他的 系统说不能 听着系统按部就班机械式地回答 凌然决定试试这个大师级的缝合法 于是从包里拿出一根香蕉 小心翼翼地划开 便开始了缝合 手术似乎比以往更丝滑 针头与香蕉表皮触碰的瞬间 脑海中会刷过无数信息 并不需要特别考虑 手腕只需轻轻一旋 针就轻松穿过去了 并且无比丝滑 缝合结束 两针之间的间距完全相等 缝合也都偏向一边 经过的时间也是理想的完美时间 看来这大师级的缝合术有点东西 那么在这之上的完美级别又是什么样呢 转眼到了去云华医院实习的日子 他们在上手术台之前 需要完成一项测试 那就是给小白鼠进行 尾部血管缝合手术 康九亮上来就是一个下马威 表示这种手术非常难 就算是成熟的外科医生也未见能做到 台下的同学们感觉他是在瞧不起来 康九亮看他们不服气的样子 开口说道 你们要是不服气的话 可以上来打我的脸 同学们举手跃跃欲试 最终一个麻子脸上了台 不过这位同学好像不太行 还没开始手就一直哆嗦 刚刚下手就把血管给戳破 同学们见了就像双打的前 只有凌然一人昂首挺胸 康九亮以为凌然依然不服气 便让他也上来试试 凌然戴上口罩和手套 表示自己准备好了 在康九亮简单的示范之后 凌然便开始了缝合 在大师级对接缝合法的加持下 针线没有任何的阻碍感 针与镊子的配合也是天衣无缝 仅仅是一会儿的功夫就完成了手术 康九亮见了呆呆的愣在原地 这手术干净利落 节奏完美并且井然有序 他不想承认却不得不承认 凌然缝得比自己还好 但是如果没有高人指导和充沛的手术 绝不可能练出这种水平 于是他试探地问凌然 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实习 凌然却表示 只是在自家开的诊所帮过忙而已 这个老鼠的尾巴被残忍地切成了六十段 而医学生们要做的就是将其完美缝合 并保证血流通过率达到95%以上 但这样高难度的实验 只有凌然一人可以做到 主人问他想去哪个科室 凌然先是沉思了一下 眼前突然出现了系统面板 新手任务 凌然缝合伤口 奖励是间断垂直入室缝合专精 凌然思考了一下 这个缝合法很不错 并且很常用 但是能让实习生快速参与病人治疗的地方 也只有急诊科 于是他依然选择去了急诊科 主任听了十分惊讶 这还真是来了个不简单的家伙呀 室友也劝他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这急诊科可是一个苦差事 凌然表示已经想清楚了 因为这任务要求限时十天 只有在急诊科才有可能完成任务 到急诊科的第一天 凌然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病人 是一名四五十岁的病患 摔倒后被树枝戳穿了手掌 主导医生是周医生 而他则作为助手 帮助周医生打下手 凌然看周医生好像很好说话的样子 便问周医生 可不可以缝合手术让他来完成 周医生想着年轻人不容易 能帮一把试一把 而且这种小手术 只要做好了轻创 然后按部就班的操作 一般出不了什么岔子 于是答应了凌然的请求 自己则趁机迷眼休息一会儿 可还没过两分钟 就被凌然给叫醒了 说已经缝合好了 周医生险些将舌头给下去了 小伙子 你可别为了嗅速度乱缝啊 但当他查看伤口的时候 瞬间呆住了 这手术做得简直太完美了 他在急诊室这么多年 见过外科快手也不少 但那样的外科胜手 绝不会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周医生再次看向凌然 瞬间感觉他光芒万丈 难道他是某个地方医院的高手 来云华镀金交流的吗 就在刚刚 医院里突然来了一个花壁大哥 扬言自己的脑袋被人砍了 要求医生立刻给他缝合 身后还跟着一群凶神恶煞的小弟 看来要是缝不好 整个医院就得遭殃 周医生哪见过这阵仗 吓得流出了冷汗 但凌然却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周医生刚拿起镊子 手就开始发抖 勉强做完青创后 已经满头大汗了 他突然转身问凌然 要不你来缝合 周医生有自己的小九九 既然外院高手要来炫技 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他心里一阵感动 这周医生果然是个好人 但花壁大哥却不乐意了 晃得愣头青蓝是几个意思 老子去过的医院多了 要是缝不好你们都得遭殃 就在花壁大哥滔滔不绝时 突然注意到一旁的周医生的脸色 好像不对 更加不满地说道 你那是什么表情 周医生用手指了指凌然 结结巴巴地说 你的伤口缝好了 只见凌然帅气地收起气血 掰着花壁大哥的脑袋转了两圈 还用手擦了擦增亮的后脑勺 随即满意地说道 不错 挺完美的 然后递给花壁大哥一面镜子 让他自己也看看 花壁大哥看着后脑勺完美的缝合线 不禁夸赞道 真是缝得比砍得都快 缝得也好 对的也齐 随即放下镜子 然后眼冒猩猩朝凌然要起了明天 表示以后被砍了都来找他 凌然赶紧让他坐下 还没有包扎呢 花壁大哥却站起来表示 缝得那么好 还包什么扎 我受伤的时候会再来找你的 然后对小弟们说道 兄弟们 跟我砍回去 然后这花壁大哥就带着一帮小弟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 一旁的周医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在患者说话时就完成了伤口缝合 而且患者没有丝毫察觉 这种骚操作 他还是第一次见 因此这位大哥点名要凌然来缝合 胳膊上的伤口 他面色羞红地想让凌然保住 他的熊鹿纹身 凌然满脸问号 这哪里是熊鹿 分明是一只彩虹小马 大哥挠了挠头解释道 以前这里的鹿角 被一个白痴医生给逢天了 只能洗成彩虹小马了 凌然仔细瞧了瞧 发现现在伤口比较大 肌肉组织都翻起来了 如果不注意 纹身很可能又会变形 大哥听了一脸沮丧 他实在是不想去洗纹身了 而且现在已经习惯了彩虹小马 至少女孩们会喜欢 凌然说知道了 然后就开始了缝合 此时赶来的吴住院突然啊了一声 他不是实习生吗 花壁大哥愤怒问他嚷嚷什么 没看到林医生正在做手术吗 被花壁大哥这么一喊 吴住院立马闭上了嘴 此时缝合已经结束 彩虹马大哥忍不住夸道 林医生果然名不虚传 这根本看不出缝过 这下纹身保住了 但吴住院却一脸不屑 心想这些人是不是眼瞎了 真是夸张的不行 况且他还只是个实习生而已 但当他看到缝好的伤口时 立马惊掉了下巴 我靠 这是画上去的吧 吴住院一改先前不屑的模样 用美声赞美道 林医生 你缝得真好 你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 林然因为太过入神 一时没反应过来 随口说了一句 新手礼包送的 吴住院愣了一下 然后苦笑道 林医生真幽默 咱们之前见过 我还以为你是实习生呢 没想到你是医院的医生 林然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叹了一口气说道 叫我林然 我是实习生 不幽默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忙碌 林然终于完成了新手任务 获得了间断垂直入室缝合专精 这种缝合法主要用来缝合松弛的皮肤切口 一般泌尿科用的比较多 他回到自己家的下沟诊所 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新技能 杨老板在消灭的时候不小心割破了手 而且伤口非常深 整个手掌仿佛都要断了 下沟诊所的熊医生认为伤势太重 必须立马转移到大医院才行 一边的林然听了不由地干咳了两声 心想我堂堂下沟诊所 遇到意外割伤的病人 第一时间想的竟然是转院 真是非常下沟诊所了 他穿好白大褂 想上去帮忙 在他做出决定的瞬间 系统的提示也出现了 新手任务 医治杨老板的手并获得满意的疗效 任务奖励 获得新手宝箱一支 林然对于突兀的系统早已习惯 若无其事地继续着 但熊医生却不指望他能帮上忙 心想他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能有什么本事 不过杨老板一直流血也不是办法 还是得先简单地处理一下 于是叫出了诊所里唯一的护士卷子 让他准备好消毒所用到的药物 而林然则看向一旁齐全的手术器械 心想这些足够完成让病人满意的手术了 于是便开始洗手 准备给杨老板做缝合手术 熊医生健壮急忙说道 他的伤口比较深 很可能已经伤到肌腱了 最好还是去大医院看看 此时林然已经戴好了手套 表示只是手掌割伤 并没有斩断 伤情还不算太重 熊医生还是坚持以稳妥为主 但不等他说完 林然已经拿起镊子操作了起来 他让娟子配合着准备好所需要的药物 熊医生还想阻止 但他看到林然的手术非常快 在他犹豫的时候已经缝了十几针 在大师级缝合法的加持下 林然很快将伤口给缝好了 此时旁边的熊医生已经看傻了眼 就他所知 就算在医院练习两年的医生 都不一定能独立完成这样的缝合 林然的爸爸林杰周兴奋地拍着手 以林然这样的手术水平 够资格来自家的诊所做诊了 此时杨老板的儿子杨虎冲了进来 他焦急地责备杨老板 为什么要来这个小诊所来缝合 虽然杨老板极力劝说 但杨虎依旧对林然不满 我爸就靠着双手吃饭的 要是恢复不了正常功能 你们就养我爸一辈子吧 说完头也不回 带着老爹去大医院做复查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林然发现系统面板没什么变化 看来需要等他们做完了检查 才算完成了任务 此时一个骑摩托的靓女来到了诊所 手里还拿着一条非常大的鱼 第一句话就问林然在不在这里 林爸看着眼前的美女两眼曝光 心想儿子做医生才几天 居然就有人送你 不愧是我的儿子 此时林然也从屋里走了出来 在得知美女是替他哥来的之后 便问他哥是谁 而美女第一次见到帅气的林然 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了红韵 我是卢精灵 我哥叫卢海山 身上纹了之路 前几天你帮他缝过伤口 林然瞬间就明白了 原来是那个彩虹马大哥 卢精灵本打算送完鱼就离开 但此刻却有些拔不动腿 忍不住问道 你们平时吃三文鱼吗 我来帮你们处理吧 说完也不等林家父子回答 便自顾自地走进了厨房 只见他手腕翻飞 不大一会儿 一盘三文鱼肉片便端上了餐桌 一家三口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 味道也是相当的哇塞 如今林健壮非常骄傲地说道 云华的三文鱼 都在我们几家手里 就连外地的窜货都没我们的新鲜 然后话锋一转 突然问林妈 我做您的儿媳妇怎么样 林妈听了扑的一声 差点把嘴里的三文鱼给吐出来 林爸也被吓到了 这江湖儿女也太草率了吧 看到众人的反应 如今林立马把话收了回来 开个玩笑 我还没准备好嫁人呢 几个小时过后 杨家父子去医院复查归来 林爸和林妈走上前去 问复查结果怎么样 杨老板不好意思地说 云华医院的医生说 我的手能恢复成这样 多亏林然缝得好 骨子之前闹腾得有点厉害 我给你们赔个不是 下面写着金灿灿四个大字 妙手回春 第一次有人送儿子锦旗 林爸瞬间乐开了花 以后谁要是觉得林然年轻没本事 就给他看这个 但林妈却想着 不能让儿子平白无故受到污蔑 杨家人不能默默地来 更不能悄悄地走 随后便让林爸去超市买两挂鞭炮来 不大一会儿 诊所门前便响起了霹里啪啦的鞭炮声 这时林然的系统面板也出现了 新手任务完成 获得初级宝箱一支 随后林然面前便出现了一个泛着蓝色光芒的箱子 林然碰触宝箱的瞬间 箱子便自己开了锁 一根试管一样的物品 带着光晕缓缓上浮 上面还写着两行字 精力药剂 可以恢复你的精力 林然拿起药剂 心里震撼不已 没想到这个系统竟能出现真实的物品 医院是个很邪门的地方 只要一说闲 那指定会忙起来 林然几人前脚说今天闲的蛋糖 后脚护士王家就火急火燎 让大家都去急诊室 每完成十次治疗 就会奖励出几宝箱一支 急诊室的侧门外 急诊科副主任或从军一脸严肃 成交工厂的锅炉发生爆炸 现在多名伤者已经在路上了 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 林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 显得有些紧张 周医生见了便让林然和她一起 她虽然对林然的缝合技术有信心 但病人的问题却千奇百怪 如果没有相应的经验 很容易就会搞砸 不大一会儿 几辆救护车停在了门口 随即洞开的后门便送出一具具血肉模糊的人体 医生们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白大褂瞬间染血 周医生也带着林然走上前去 他把缝合的工作交给了林然 一旁的王家提醒林然 要留一点力气 后面还可能来救护车的 不过对于拥有大师缝合技术的林然来说 这些都是小问题 他现在想的是如何完成更多的任务 只见林然平淡地说道 那就好 王家没想到林然会是这种反应 心想林医生果然和那些装模作样的男人不一样 随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送来 急诊室已经人满为患 要是再继续送来的话 医生们肯定会忙不过来 但既然病人送来了 总不能让他们转院吧 但林然却突然问道 我处理好分配给我们的病人后 是不是可以去帮助别人 周医生问了一下 心想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去休息难道不好吗 但出于鼓励实习生的目的 周医生开口说道 你要是帮忙做事 肯定没人拦着你 旁边的住院一听了也像打了鸡血一样 和林然一起喊道 那我们就加快速度 但随即就被周医生泼了一盆冷水 我说的是林然 不包括你 你得乖乖跟着我 而林然的下一个病人对她来说 却是一向挑战 整条腿连续十几个伤口 而且深浅不移 林然仔细观察了一下 决定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处理 较长的伤口用单纯间断缝合 前表性伤口用单纯连续缝合 而张力大的伤口则用十字缝合 虽然有着大师级缝合法的加持 但林然也耗费了大量精力 一旁的周医生看得更是胆战心惊 不得不感叹林然不但技术丰富 而且选择正确 病人看到周医生的表情不免有些担忧 害怕林然做的手术有问题 周医生听了先是顿了一下 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表示手术十分成功 听周医生这么一说 病人顿时放下心来 而林然这边已经又缝合了一个病人 她转身问周医生 是不是可以去随便缝其他人了 但周医生却让林然做着别动 反而让王家去叫病人 如果医生们直接去人群中挑人 这样反而会影响治疗病人的速度 而林然为了完成更多的任务 让王家尽量找一些 只需单纯缝合的轻症病人 因为林然有着大师级的缝合法 再加上处理的病人全是轻症患者 林然很快便完成了第一个任务 而这次任务的奖励 依然是可以恢复精力的药剂 她走到一边 悄悄地把药剂拿出来 此时周医生正好完成一个新病人的清创 见林然又把活干完了 立即乐呵呵地给她让位 还好心安慰病人 林然可是我们科的缝合小能手 比我做的都好 你就放心享受吧 病人有些不悦 咱能享受个别的吗 还有这位医生这么年轻 是不是真的能行 林然并不在意病人的态度 表示不管是脑袋还是档下 只要是缝合 我都行 再次治疗完十个病人 林然发现任务奖励可以重复拿 这让林然欣喜不已 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 不仅可以拿到更多的系统奖励 还可以积攒自己的手术量 毕竟平时的急诊科 根本没有这么多病人 为了拿到更多的系统奖励 林然决定找人来帮忙 她提议周医生来做清创 或主任来包扎 而自己负责缝合 这样配合会大大加快缝合的速度 周主任听了给她一个眼神 你小子居然想让我帮你做清创 林然随即改口说道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找我的社友也可以 周医生表示可以 但得提前向带队医生说明 得到消息的陈万豪和王壮勇欣喜落空 没想到自己居然也有直接上手的机会 林然说现在需要一个清创和一个包扎 你们自己选 在分配完自己的任务之后 手术缝合流水线也就此运行了起来 王家也过来帮忙 带来了大量的清症病人 在他们的配合下 林然几人将清症病人一扫而光 但林然丝毫没有休息的意思 系统任务条差两个就到四十个了 她可不甘心就这样回去 但现在已经没有清症病人了 那可怎么办 此时林然的电话响起 对面响起如精灵的声音 林然首先想到的就是 闻着彩虹小马的社会大哥 以及内砍伤翻起的皮肉 她又想到自己还差两个人就满四十的任务数 她振奋地问道 你大哥又受伤了吗 我大哥没受伤 那是你哥砍伤人了 也没有 那么是你受伤了 卢精灵听到这里满脸娇羞 急忙说到我们这有人受伤了 稍后再联系你 挂完电话后 他和二臭就来到了夜场门口 听说今天会有人到这里砸场子 应该会有人受伤 果然不大一会儿 从里面传来了噼里啪啦打架的声音 紧接着一帮人捂着伤口跌跌撞撞走了出来 卢精灵立马吩咐二臭 将那些受伤轻的全部拉走 云华医院内 卢精灵找到凌然 说给她带来了一车病人 还问她 够不够 不够的话可以再拉一车过来 随后二臭又拉了两车过来 并表示受伤轻的都被拉来了 就这样凌然又连续奋战了几个小时 而一旁的同事早已经进入梦乡 而凌然之所以依然精力旺盛 是因为提前喝了精力药剂 现在完全是睡了个好觉在早起的状态 这个实习生在急诊室里奋战了一天一夜 但她却感觉不到丝毫劳累 此时她已经至少逢了50个病人 或从军知道后大为恼怒 外科医生最忌讳的就是贪多贪快 认为凌然是把医治病人当作了儿戏 随后便用挑剔和审视的目光看向凌然 但她发现凌然的动作依然标准 而且就算自己如此近距离地施加压力 凌然依然可以心无旁骛 将节奏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那么关键的各个环节应对得怎么样呢 菊麻位置正确 窗口周围清理得很干净 皮园对齐也做得不错 标准的间断缝和也无可挑剔 没想到凌然连续缝了50多个病人 仍然能缝和得如此标准 霍从军一颗挑刺的心似乎也被缝和了 爱才之心也如火山般涌了出来 这时凌然才发现霍从军在自己身后 她随后挨了一声 问霍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霍从军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小子还是如此精神 然后让周医生好好检查一下凌然的手术纪律 和接下来几天病人的情况 接着转身对凌然说道 明天早点来 让你跟一天手术 其他人听了一脸震惊 我靠 实习生都能上手术台了 这和中奖有什么区别 凌然也很诧异 没想到霍主任会如此照顾她 与此同时凌然达成了连续缝和50次的新成就 奖励终极宝箱一支 晚上回到家便打开了刚刚获得的终极宝箱 银白色的宝箱中 蹦出来的却是一本闪闪发亮的书 这是一级技能书 可以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等级 凌然本想将大师级缝合数升级到完美级别 想看一下完美级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很快就被否决了 与其将大师级的缝合数升级到完美级 倒不如提升别的技术到完美级 于是她打开技能书 上面给了两个选项 基础外科和基础内科 但基础内科却是灰色的 看来只能选择基础外科 随即又看到了六个闪烁的选项 都是一些外科的基本操作 而凌然则选择了目前最需要的止穴技能 接着又出现了四个关于止穴的项目 凌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徒手止穴 因为在急诊科 能立即用得上的就是这个 凌然躺在床上 伸出手想象着将病人的肾脏控制在掌心 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便邀请凌然一起查房 或主任拿起病例本 让凌然介绍一下她的病人 凌然拿起病例本回忆道 患者为19岁的女性 本次因从楼梯摔下来造成肘部撕裂 而进行轻创缝合 因为伤口撕裂面积偏大 不用粗线的话可能会留下疤痕 所以选择直径0.15毫米的零耗线 但或主任却认为用零耗线的话 伤口很容易崩裂 而且产生伤疤的原因有很多 与病人的体质和伤口情况有关 从这个角度出发 零耗线并不可取 病人的妈妈听见一下就急了 以为手术出了问题 或主任连忙安慰 让凌然说出当时具体的想法 凌然说此病患的缝合也是间断缝合 打劫的部位在缝合后成隆起的状态 这样在伤疤形成前就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创源后的位置浅竞争 创源脖的位置深竞争 而且患者有皮肤缺损的情况 打劫不能太紧 否则伤口周围的血循环会变差 导致愈合延迟 之后注意拆线 应该就能最大程度上减少疤痕组织的出现 众人听完随即鼓起了掌 纷纷表示学到了 但霍主任却叫他们不许学 掩饰伤疤的方法很多 但是作为医生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救治病人 凌然的那些道理与考虑 是因为一高人胆大 其他水平不够的就别多想了 先把伤口给我缝好 听到这话 年轻医生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原本高昂的脑袋瞬间就搭拉了下来 霍主任转头对凌然说道 这次算你过关 帮病人换药吧 换药的时候 病人脸色微红地问 凌医生 我能不能找你来拆线 你不当班也没关系 我可以等 凌然的语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拆线可不能等 即时拆线能减少疤痕组织再生 可以略微提前 但不能延迟 而且任何一家正规的医院或诊所都可以拆线 没必要非得找我 此时小姑娘已经犯起了花痴 完全没听进去 旁边的妈妈赶紧说道 我们明白了 一定会按时拆线的 凌然跟着货主任查房 突然送来一个车祸病人 病人腹部有着20厘米的开放性伤口 部分肠管和大网膜也已经外露 鲜血滴滴答答流了一地 霍主任检查一番后 发现病人的左侧肋骨已经错位 而且出血严重 必须进行输血操作 他随后找到病人家属 在了解情况之后 让他们在知情同意书和抢救同意书上签了字 这是为了保护医生 也是为了保护病人 但此时却传来不好的消息 病人的血已经止不住了 霍主任连忙用手电筒罩了照病人的同胞 果断决定立马打开腹腔探查 主治医生有些迟疑 现在还不能确认出血点是否在腹中 若是开错了怎么办 可他话音刚落 就传来病人休克的消息 要知道病人在急救过程中休克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凌然听到后转身离开到隔间开始洗手 另一名医生好心提醒 一般的操作用酒精凝胶擦手就好了 不然像你这样洗手很容易掉皮 凌然头也不抬地回道 我准备上手术 那人差一万分 什么手术 心想不会是那台吧 那种抢救手术跑跑腿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上得了手术台 就算霍主任看中你 也不会让你在病危病人的身上释手 但是下一秒直接惊掉了他的下巴 只见凌然竟然将一只手伸到了病人的伤口内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这可是在没有树野的情况下直接徒手操作 霍主任也不敢伸手阻止 那样会对病人造成二次创伤 只能命令凌然立马松手 但凌然的一句话 就解释了自己在做什么 以及自己进行的工作 然后四指虚握固定住了病人的肝脏 再用小拇指压迫到出血点 成功地将血止住 他告诉众人 患者肝胞膜下出血 而且位置不好很难缝合 得快点将其止住 霍主任一脸不可相信 他随后看向监视器 发现血真的止住了 这下他的内心震动更甚 他知道凌然用的是徒手止血法 但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就算军队医院里都极其少见 他一个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实习生 是如何做到的 时间不等人 病人的状况更是分分钟可能发生变化 现在容不得霍主任多想 他让凌然保持姿势 别碰到其他脏器 然后吩咐主治医生 和他一起拿下这台手术 就这样凌然充当了 一个多小时的人工止血前 等他解放出来 整个手臂都是麻的 不过近距离地观察了 主任他们的手术 这种经验也是相当宝贵了 待患者生命指针平稳下来后 霍主任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问凌然 你是如何知道出血点在肝胞膜的 患者出血量大 腹部基本暴露又没有血胸等问题 于是注意观察到了血泳的情况 凌然对这个答案也很意外 没想到获得完美级徒手止血法 由此增加的不仅是肌肉技艺 还有相应的知识储备 而霍主任更加欣赏这个实习生了 无论是手法 知识储备 还有应变能力 都已经达到了顶级医生的水平 之前只是觉得凌然这家伙不错 没想到竟然是个天才 于是霍主任回头问道 你这个是从哪里学的 凌然不想让别人知道系统的存在 便说是自家诊所里的座堂医生教的 对于这个回答霍主任自然不会相信 但既然凌然不说霍主任也不好多问 除此之外霍主任还有一点不明 一般来说用手捏肝脏很容易把肝脏伤到 一不小心就会搞出肝胆科的并发症 但凌然的手法却很讲究 血运挺通畅 用的是什么手法 凌然解释道 由于手伸进去的时候位置不好 用的是小拇指第二节的指腹内侧 然后再用指节虚握主 防止气脏偏移 降低对脏气的二次伤害 霍主任听完不免叹了一口气 虚握确实能解决脏气偏移的问题 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二次伤害 而小拇指的灵活与否 是过去百年困扰外科医生的大问题 霍主任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这手法恐怕这辈子都学不会 想到这里 霍主任便让凌然和他一同官复 这小子既然是个人才 不妨就再多焦点 在护士清点完器械和纱布后 霍主任便让凌然开始操作 凌然接过护士递来的持针前 首先需要缝合的是最底层的覆膜 这个很简单 也不用考虑美观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腹直肌前翘 这一步一般人缝合的时候会拿捏布 但凌然不会 最后就是缝合皮下和皮肤 这对凌然来说更不是问题 主治医生赵乐意没有离开 而是在旁边看着凌然的操作 他不相信凌然第一次官复 就一点瑕疵也没有 毕竟大家都是从错误中过来的 在手术室里挨骂才能成长 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赵乐意就觉得思维呆滞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官复手法 他不免叹了一口气 真是有开挂的人啊 霍主任听不懂这句网络用语 问赵乐意说的啥 赵乐意连忙改口 我说小林做的挺好的 霍主任也觉得不错 只不过凌然的经验还是少了点 便想让赵乐意有空多代代 赵乐意虽然口头答应了 但心里觉得霍主任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哪是欠点经验的年轻人 这是从小解剖尸体长大的吧 等等 赵乐意和霍主任同时想到 这台手术是无数野徒手指写 用的还是小拇指内侧第二节指幅 应该去写一篇论文投SCR 于是霍主任回头问凌然会不会写论文 在凌然愣住的时候 系统也出了新任务 完成一篇论文 奖励终极宝箱一支 上个终极宝箱一开就是完美级徒手指写数 比起只能开出精力药剂的初级宝箱 终极宝箱显然更有意思 想到这里凌然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霍主任摘下口罩笑道 是问你会不会 不是问你写不写 不过这回答我懂啊 不过我可没时间教你 然后便把这件事交给了周医生 毕竟周医生才是凌然的代教老师 周医生在得知此事后 那是一阵羡慕 要知道霍主任不但是云华是急诊学的头牌 还是急诊医学界的红人 他让凌然写论文 八成就已经发出去了 但凌然却没听明白周医生的意思 只知道周医生说霍主任是头牌 但第二天凌然走进墙就是时 所有人都对他态度冷漠 虽然不得不承认凌然有两把刷子 但现在更多的是害怕 万一失败了 说的好听一点是医疗事故 不好听的就是草菅人命 所以在凌然改掉 食材傲务不懂规矩之前 他们决定和凌然划清界限 霍主任走进来问 今天谁来带凌然 所有人好像没听见一样 只顾忙着自己手里的工作 霍主任无奈地说 看来他们都没有空 今天你就继续跟着我吧 晚上下班的时候 凌然发现她无数也徒手止血的视频 已经在网上大肆传播 视频很模糊 显然是病人家属拍的 她打开评论一看 里面大多数都是赞美的声音 但一个名为齐震海的医学博士 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说这是她见过最鲁莽的事件之一 在没有树野的情况下 徒手止血虽然有可能 但那需要丰富的经验 跟超着的理论知识相结合 全国能做到的外科医生屈之可数 敢做的外科医生 恐怕一个都没有 视频里的年轻医生 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冒着何种风险形势 如果我是该医院的负责人 我会第一时间将该医生停职 并进行严格的调查 凌然把这条评论看了一遍又一遍 她突然意识到 霍主任让她发表一篇SCR论文 并不仅仅是想要训练她 更多的是让她学会拿起武器 在医学共同体中 论文是介绍自己解释自己 攻击他人并防御的有力武器 简单的来说 论文就是外科医生的武器 看来现在这篇论文是刻不容缓了 她起身来到医院的图书馆 熬了一夜终于写出了论文的大纲 第二天霍主任见到论文甚为惊讶 这大纲里居然有关于 无数野下的出血点判断的内容 而且还是独立的一节 霍主任满意地说道 写得不错而且考虑得很周全 她把大纲还给凌然 叫她抓紧时间把论文写出来 随后便带着凌然等人去查房 医生摸了摸病人的腰 问她有没有感觉 病人说没感觉 医生又在旁边压了两下 现在呢也没有感觉 霍主任点了点头 她对凌然的手术很满意 腰部受伤在菊麻之后 会有腰部无力腰肢酸软的情况出现 没有感觉说明清创和冯和做得比较好 患者家属激动地握着霍主任的手 向她表示感谢 与此同时 凌然也听到了熟悉的系统提示音 新成就 病人的感谢达成 奖励出击宝箱一支 这是凌然第二次获得衷心感谢的成就 由于系统和宝箱只有凌然自己能看到 所以她直接打开了宝箱 反正精力药剂再多也无妨 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次居然是一本荧光闪闪的技能书 汤缝合法大师级 看着满满一页的文字介绍 凌然不禁问道 这是专门用来缝合基建的技术吗 是的 凌然心里暗息 基建是手部诸多组织之一 但她的损伤恢复却是最难的 须基建的缝合在手外科的手术中 也是最困难的一种 加上之前的技能 看来系统是在逼着她去手外科呀 就在她分神的时候 霍主任将她给叫醒了 并让她跟周医生进抢救时 她叮嘱周医生 不太严重的病人都可以交给凌然 但不能再让她像上次那样私自行动了 两天后凌然将论文交到了霍主任的手里 霍主任饶有兴致地摸了摸下巴 比之前的论文大纲更有意思 杜副主任听到这话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问霍主任是看到好文章了吗 霍主任一边将论文递给她一边说道 你可是咱们科室的论文小能手 你来帮小林把把关 杜医生拿起论文一看 行文不但粗笔 连英文摘要也不符合期刊的规范 不过里面的干货却是不少 霍主任听了便让凌然立马去修改论文 然后转身一脸不悦地告诉杜医生 过几天的院外会诊 一定要把省立医院的齐振海给加进来 现在网上到处在评论凌然徒手止血的事情 他们存在质疑也情有可原 但这个齐振海就离谱 就属他骂得最凶 咱们这次可得好好算算账 杜医生听了留下冷汗 看来要有好戏看了 今天是云华医院的院外会诊日 能来开会的都是医学界的翘楚 其中包括省立医院的医学博士齐振海 也就是在网上大骂特骂凌然的人 但他针对的并不是凌然 而是当时的主刀医生霍主任 所以这次霍主任也打算 好好地和他算一笔账 会议上霍主任直接将 凌然徒手止血的视频放了出来 陆军总院的刘主任的表情从疑惑 倒有点意思 最后变成了震惊 他望着越来越远的画面突然急了 哎呀 怎么就没了 好好的素材怎么拍得稀碎 霍主任表示这是病房里患者拿手机拍的 想要素材以后可以再拍 徒手止血又不是巫术 我还准备好好推广一下呢 然后让凌然将论文的复印件分发给大家 然而齐振海看到凌然 突然有些警醒了 这网红脸没错了 就是我当时在网上批的那个网红医生 凭什么一个冒失的医生可以做网红 就凭脸吗 齐振海拿到论文第一时间就开始寻找漏洞 他不信一个实习生的论文 能写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东西 然而霍主任却突然说话 齐医生 你不是想知道在无数野的情况下 徒手止血可不可能吗 今天这篇论文有没有给你解释清楚 齐振海笑了笑 霍主任 你什么意思 霍主任直接把齐振海当时的评论 放在了大屏幕上 现在你倒是告诉我一下 可能不可能 齐振海呵呵一笑 原来你是想给实习生出头啊 霍主任见齐振海还在挑衅 直接就爆发了 我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乱冤枉人的 凌然虽是实习生 但你这个在止血树上 没有任何造诣的家伙根本没有资格指责他 霍主任越说越激动 挥起拳头就要给他帮帮两拳 还好刘主任在这时劝住了他 齐振海非但不害怕 反而继续挑衅道 我没说过徒手止血不行 但让一个实习生做徒手止血 说轻一点是医疗事故 说中了你们可是在草菅人命 这话一说完 两人顿时剑把弩张了起来 刘主任实在看不下去了 连忙叫他俩别吵 让论文作者说一下嘛 齐振海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 当你决定徒手止血的时候有几层把握 第二 你有没有考虑失败后的后果 凌然直接略过第一个问题说道 如果失败的话可能导致病人死亡 或者引发严重的术中或术后出血 齐振海听完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 既然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你还冒失得上去徒手止血 凌然淡定回答是的 齐振海听完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凌然这么容易就上套了 你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吗 这等于承认你有医疗事故 凌然依然淡定地说 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这回答震惊了场上的所有人 就连齐振海也没想到凌然这个小辈会顶嘴 或从军发出呵呵的笑声 说得好 明明就没有事故发生 齐振海心想绝不能被这两个人带着走 于是换个思路继续问道 凌然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失败 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大好前途 还是说有人命令你非做不肯呢 听到这个问题 刘主任不免有些惊讶 他这是想把霍主任拉下来烫这趟浑水 凌然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给病人做徒手止血是收益最大的 这是基本的医疗判断 齐振海没想到自己会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刘主任却是哈哈笑出了声 可以可以 现在的年轻人 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吗 若是为了医疗程序合规 反而放弃了最佳的治疗方案 那就是本末到这了 齐振海见刘主任也在为凌然说话 心中的火气更大了 他指着凌然大声吼道 你罔顾医疗程序 连医生都做不长 一次医疗事故就能终结你的职业生涯 但凌然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他看来医生就像人体的细胞 他应该尽可能地发挥作用 如果细胞为了长久地生存下去 而丧失了原本的功能 就会变成害群的癌细胞 齐振海听了差点口吐活脆 凌然的回答显然是在影射他 霍主任也在附和道 老而不死是为贼 想做不倒翁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是光想得怎么往上爬 不如早点去做行政 霍主任赤鹤般的发言 以及刘主任有意无意地排挤 让齐振海的心里隐隐作痛 他咬牙切齿地说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下午还有会要开 说完就要转身离去 霍主任却是笑着 让他把那些评论全部都给删干净 待齐振海离开后 霍主任得意地表示 要是没啥其他的问题就散会了 但是他的眼神却看向了一旁的凌然 所有的医生都不想值夜班 但凌然却是个例外 他对第一次夜班充满了期待 有凌然一起上夜班 周医生也感觉轻松不少 晚上或许还能睡个好觉 因为帅气的颜值 凌然立马变成了护士站的团丑 就连结过婚的护士长 也上来和他打招呼 说凌然不用守在这里 有病人的话会有护士过去通知的 并问凌然对哪些症状感兴趣 出现了可以给他留着 凌然想了想 说手不击见损伤的病人可以留给他 正好可以试试汤缝合法 护士长问还有别的吗 凌然突然灵光一闪 想起自己在得到间断垂直入室专精后还未用过 于是一脸正惊地说道 如果有淡淡破裂的记得一定要叫醒我 那些小护士听了脸色微红 没想到凌医生还有如此怪癖 不 丑人的爱好才叫怪癖 凌医生这叫特立独行 回到休息室后 凌然担心夜里会有突发事件 所以必须得抓紧时间休息 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还发现桌子上放了一套新牙具和一张纸条 凌然拿起纸条看了看 原来昨晚没有突发事件 他叹了一口气 没有任何挑战 我的第一次夜班算是白期待了 回到自家诊所后 卢精灵突然打来电话 问他怎么没在医院 我刚买了一辆救护车 带了一车病人给你送去 你竟然不在 一旁的凌节周竖起了耳朵 听到一车病人后两眼放光 一把抢过凌然的电话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不如送到咱家诊所 卢精灵也是瞬间醒悟 并表示这些病人都是外伤 有凌然在肯定没问题 不大一会儿一个救护车便开到诊所门口 从那里面下来各式各样的外伤病人 而且有的病人要求很奇葩 有的要求一定要用5-0号线的 生怕自己留下疤痕 有的要求要把伤口缝得宽一点 让自己看起来勇猛刚强一些 不过在凌然眼里那都不是事 把他们的要求统统满足 病人们纷纷对他表示了感谢 因此凌然又获得了系统的一个出击宝箱 一旁的凌节周心里乐开了花 这下我们下沟诊所离发财不远了 就在今天早上 一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 病人的情况十分紧急 救援的直升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由于今天是周末 上班的除了值班医生 就只剩下几个住院医和凌然了 但对于严重到需要直升机来救援的患者来说 这几个住院医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赵医生虽然平时看不惯凌然这小子 但现在却是没法挑剔 毕竟就在眼前 只要看好了应该就不会出什么乱度 赵医生迅速做出决定 让凌然来做医住 凌然虽然有些吃惊 但她还是答应了下来 很快病人就被送了过来 手术也随之开始 赵医生在确认好一切就绪后 便打算剪开病人腿部的止血带 还特意提醒凌然一下 但凌然只是闻了一声 头也没抬一下 凌然现在想的却是患者的情况虽然复杂 但如果单纯看每一处伤口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完美级徒手止血术应该能把血止住 就在她走神的时候 赵医生已经将止血带剪开 血液就像喷泉一样涌不出来 赵医生见凌然没有反应 大喊一声才将凌然的思绪拉了回来 与此同时凌然的手闪电般地越过伤口 一把按在了病人大腿的上部 刚才还滋滋冒血的伤口 瞬间就被止住了 赵医生现在才反应过来 忘了这小子是会徒手止血术的 纱布压迫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但她还是要提醒凌然一句 即使技术再好 也不能在手术中开小差 有着凌然的配合 赵医生的缝合速度很快 病人血压心跳也很稳定 手术做得顺利到极点 赵医生于是决定奖励一下凌然 给她一个练习的机会 将整条胳膊交给她来缝 凌然一如既往的冷静 点了点头说好 凌然一边操作一边 让护士递来相应的工具 镊子 纱布 血管前 当凌然喊到显微眼睛的时候 赵医生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在他眼皮底下惹麻烦 赵医生随后转身问道 凌然 你用显微眼睛做什么 只见凌然摆正了患者的手 针线已经忙碌了起来 我让你缝合的是胳膊 没让你缝合肌剑 缝合肌剑是手外科的事情 他这样做已经超出急诊科分内的事 气得赵医生大喊 你给我住手 谁让你缝肌剑了 凌然停顿了一下 可赵医生你刚才说 整条胳膊都交给我来缝 我说的胳膊不包括手 我是让你对几个窗口做出了 不是让你做手部肌剑缝合 赶紧给我停了 但凌然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并表示会尽快缝好 不会耽搁时间的 赵医生背弃地说不出话来 他是怕耽误时间吗 他是害怕凌然搞出医疗事故 胳膊上的伤风的好坏都没多大关系 但手部肌剑缝合就不一样了 搞不好病人就会丧失手部功能 那样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赵医生以命令的口吻道 凌然 我命令你现在立即停止操作 但凌然这次却说 现在正在用汤缝合法缝合 如果停下来的话 病人的肌剑损伤就彻底不可避免了 这充满鄙视的话 让赵医生再次蓄满了怒火 他扯着嗓子嚷道 谁允许你用汤缝合法了 凌然认为患者是二区肌剑锻炼 正好是用汤缝合法的好球区 人手部的肌剑分为五个区 而二区则是最复杂的区域 又名无人区 意思是几乎没有人能在这个部位上 给患者做手术 直到江苏南通大学汤锦郭教授 开创出汤缝合法 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而且在练功房的自我测试中 凌然用专精的汤缝合法 都能达到80%的优良率 更何况是大师级的汤缝合法 凌然自信简短地回答 让赵医生说不出话来 虽然他是主刀医生 但他在肌剑缝合上没有任何造谣 更没有办法接手凌然的操作 也就是说 他已经失去了这台手术的控制权 现在的主刀医生并不是赵医生 而是凌然 这时赵医生彻底绷不住了 决定找大佬来救场 有头吩咐一名护士 让他快去请霍主任到手术室来 霍主任知道后立马来到手术室 质问凌然是不是未经允许超范围操作 凌然一边操作一边说是 你既然知道违规 为什么还要进行手术 凌然认真思考了一下 随后抬起头说道 我在进行肌剑缝合之前 并不知道这是违规的 这时他们才想起 凌然这家伙还只是个实习生而已 根本不懂这些 但赵医生却觉得他是在鬼店 希望霍主任给他处分 霍主任严肃地说道 在手术室主刀医生是最权威的 所有的操作必须得到主刀医生的允许 你以后知道怎么办了吗 凌然又一次认真思考一下 那以后我来做主刀医生吧 听到这话 护士的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凌医生你这回答是认真的吗 但笑归笑 现在最重要的是 凌然的手术到底做得怎样 霍主任便戴上了显微眼镜 仔细打量病人的手指 边缘对得很整齐 缝合也很牢固 周围的损伤也都不大 霍主任取下显微眼镜 长舒了一口气 最起码自己没挑出毛病 然后吩咐凌然继续做手术吧 但赵医生却急了 霍主任 你还让他做 等他做完这条基建 就把病人送去守外科吧 霍主任却冷冷地哼了一声 我的人能做 为什么要让他们来做 赵医生瞬间就打了一个激励 这才想起霍主任是 国内最先鼓吹大急诊的人 就是急诊科得规模化和专业化 在以前也要养医的年代 外科部门做手术没有钱赚 急诊科还能抢点手术来做 在省理医改后 手术费提高了数十倍 导致外科医生们都抢得上手术 急诊科再想做好点的手术 就没那么容易 现在急诊科出现了 可以掌握汤逢合法 这种高难度术式的医生 霍主任不可能放弃这次机会 此时霍主任 示意麻醉事先出去 随后便给急诊科的人 开了一下小会 他先是批评了一下凌然 说他私自行动 广顾纪律 并给了他一个惩罚 延长他在医院的实习时间 凌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个惩罚也算比较轻的 接着霍主任说了第二件事 咱们急诊科每三天 都会有一例去基建受损的病人 他问凌然想不想再做汤逢合法 对此凌然当然是想的 霍主任继续说道 如果这个手术做得好 在有主治医生授权的情况下 就可以做 需基建损伤的手术可大可小 做一段时间的话 应该可以能积累出不少的病名 赵医生此事恍然大悟 若是霍主任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急诊科每个月 可以做实例汤逢合法 在全院看来也是很高级的手术 那到年底总结的时候 年终奖也会少不了 想到这里他对凌然的态度也变了 这事能不能成就全靠凌然的技术 为了知道凌然的汤逢合法做得如何 霍主任找到手外科的副主任王海洋 来到病房后 霍主任便让凌然说一说逢合的步骤 凌然一边指着患者的手背 一边说起了手术的步骤和想法 王海洋听完瞬间不淡定了 他以前看过汤井拨汤法的现场操作 虽然这种手术的效果很好 但医生增加的负担可远不止一两倍 但听他这么说下来 并没感觉到什么负担 反倒显得更易懂了些 过了不久王海洋幡然醒悟 我是来找茬的 不是来听讲座的 他于是戴起手套打算给病人做个手功能评定 他让病人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一轮测试下来病人完成得很好 但王海洋却是越来越惊讶 手部基建缝合的御后 最麻烦的就是基建粘连和基建锻炼 这凌然操作的汤缝合的御后显然做得很好 他随后看向凌然 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实习生居然能把手术做成这样 但这个实习生的实力究竟恐怖到何种程度呢 他于是拿来一些手功能评测表发给大家 要来一场现场评测 但做下来之后所有人都惊了 这个分数已经达到了术后三周到四周的水平 王海洋满脸疑惑 为什么会恢复得这么快 难道在缝合的时候做了修复吗 凌然点了点头说是的 我对基建进行了切削 这样就可以刺激基建生长 增强它的恢复能力 说话间王海洋自然而然地用上了林医生这个词 虽然他俩都没注意 但旁边的住院医们都惊到了 这就说明凌然已经得到了王海洋的认可 与此同时 凌然的脑海里传来系统的提示 获得成就赞许 红行的赞许是对医生最大的褒奖 奖励出几宝箱一支 他打开宝箱 里面依然是精力要紧 目前总共获得了八瓶 用了一瓶还剩七瓶 对于一个月能熬夜十次的医生职业来说 七瓶精力要紧堪称珍惜了 凌然悄然收起别人看不到的小绿瓶 又对着系统问道 谁是云华汤法缝合最强的人 系统回答是你 两个月的时间凌然的头发变长了 也变得更帅气了 期间他也做了不少驱击件的缝合 但因为凌然没有主刀的资格 所以手术记录上是霍主任主刀 凌然做助手 等到操作的时候凌然就主刀操作 不过霍主任的事物繁忙 让他一直当助手是很不现实的事 想到这里他自言自语起来 为了方便起见还是需要再多一名二主 霍主任正好来道 你不说我也要给你安排的 安排吕文斌给你吧 他刚刚管陪结束 让他跟你好好学学 吕文斌两眼茫然不可置信问道 主任 你真要让我给实习生打下手吗 霍主任却说不以文凭论英雄 凌然虽是个实习生 但他的能耐比你强 你就应该好好跟人家学学 不等吕文斌吕清思绪 霍主任已经离开去寻找病人了 凌然看着这个二主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 不过也没有关系 只需要在手术中拉个勾而已 下午的时候几人来到了练功房 推开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排排猪脚 这是他们用来做去肌腱缝合的实验材料 凌然已经将猪脚失指关节位置的 伸肌腱水平切断了 这基本相当于长指关节的二驱去肌腱损伤 凌然打算给吕文斌示范一下 毕竟带一名完全不懂汤法缝合的助手 还是有些困难 说话间凌然已经开始了操作 肌腱横穿以后 就在对侧竞争 正好纵向穿回肌腱端打劫 吕文斌看着凌然的操作 终于明白为什么主任会让他给凌然做出手了 因为凌然有这个资格 这手法已经溜到眉边了 凌然继续操作着 打完劫之后要注意了 第二个套圈在掌测中央 锁入第一个套圈的节在纵穿肌腱 吕文斌越看越激动 已经开始模仿起凌然的操作 心想这就是传说中的汤缝合法吗 那我如果学会之后 急诊科又是怎样的光景 既然想抢手外科的声音 就不可能只靠凌然一个 他打响了第一枪 主任肯定还会想办法补充新力量 那我也有无数多的机会 想到这吕文斌也不觉得 给实习生打下手是件丢人的事情 甚至还战尽满满了起来 这是凌然第一次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因为病人的伤口实在太小了 不足以暴露出足够的断口 必须得再切一个口子才行 但凌然只擅长缝合和止血 对于切开那是一窍不通 起初他还以为是典型的二区基建损伤 没想到会这么麻烦 凌然拿起手术刀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接着缓缓地滑了下去 几分钟后也只是滑开了一个小口子 麻醉师看到也是一阵无语 四五分钟还没切开 远弱于外科医生的平均水平 也不知道这个小子是怎么当上主刀的 又过了几分钟终于切开了 与此同时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新手任务治疗病人 任务内容为病人缝合去基建 奖励切开持工事专精 真是要傻来傻 切开的专精技能正是他现在不熟练的 但是想完成任务 必须得做到滴水不漏才行 此时他发现刚才的切口 判断的并不是很准确 要做汤法缝合还得多暴露一点视野才行 于是他决定将刚刚的切口再切大一点 货主任看了差点口吐莲花 这种简单的切口居然开了两次 说出去岂不是被别人笑掉大牙 然而凌然并没有这样的认知 依旧在想着如何把手术做得完美 现在患者基建断裂已经接近20个小时 基建损伤基本不可避免 为了提高成功率和优良率 必须继续扩大口子 于是他对切口进行了第三次的切开 然后用钳子扯住翻开的皮层 递给吕文斌让他把皮层往两边撑 这下基建就彻底暴露了出来 凌然随即叫王家帝来所需要的气息 在他举起持针前的时候仿佛变了一个人 大师及汤法缝合更是运用的行云流水 吕文斌看着凌然丝滑的操作浑身颤抖不已 现在这样才是林医生真正的工作状态吧 比下午在仓库时可又厉害了好几个档次 只是短短几分钟 吕文斌就感受到了深重的压力 他死死地盯着凌然的操作 希望能够记下更多的细节 而霍主任看凌然终于认真了 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才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凌然该有的水平 也得是这样才值得霍主任亲自去外地拉来病人 随着手术线剪断的声音 手术也终于迎来了尾声 随后霍主任走出手术室 告诉病人家属手术成功的好消息 而吕文斌兴奋得不行 感觉今天跟着凌然收获了不少 他满怀期待地问凌然 咱们接下来做什么 比如再做他的三百例汤法缝合 或者你还有什么招数随便传点 凌然转过头笑着说 现在你来教我怎么写病例的 吕文斌听了差点惊掉了下巴 没想到凌医生做了这么多手术 居然连病例都不会写 医院里来了一个阴囊破裂的病人 等凌然来到处置室的时候 探见病人正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凌然也着实被病人的伤口吓了一跳 这是一旁的资深住院医正培 带着考教的意思问凌然 根据你的观察能够得到什么问题 凌然认真打量起患者血呼拉叉的伤口 回答道 右侧阴囊撕裂高弯外露 阴囊表面还有软组之内 能见到明显的灰尘和细的碎势 窗面到了翘膜 但翘膜应当是完整的 凌然每说一句话 病人就颤抖一下 担心自己的下半生的幸福 可能就要没了 正培接着让凌然好好检查一下 并将检查的结果一项项说明出来 凌然随后戴上手套 走上前去仔细检查了起来 没见到合并伤 是非线性的窗口 有一定的污染 不像是在公路上受的伤 正培黑黑笑了两声说道 我在外面的时候问过了 他想踩着滑板 从公园的铁扶手上滑下来 结果整个人起铁扶手上了 而且那扶手还不是圆的 凌然接过正培的话说道 所以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 给他用破伤风抗毒素 病人出血情况不太严重 经锁的话 此时凌然犹豫起来 经锁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给凌然一只完整的男性囊带 一刀下去还是能区分正常形态与变态的 但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 不是太熟悉的解剖结构不能断然做出结论 正培也没检查到这一步 听凌然这么一说也仔细观察了起来 同时喃喃自语道 不正常的话首先得考虑经锁扭转了 一旁的病人听到这儿终于躺不住了 什么经锁小燕子的 我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们还有空聊20年前的电视剧 正培见病人急了 便让凌然给患者解释解释 凌然像背书一样给患者解释了起来 经锁是固定膏丸并输送营养的结构 包含经脉 输筋管 淋巴管还有神经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的经锁是否正常 这里如果出了问题 比如经锁扭转 那就要做手术恢复 当然也有可能要切除膏丸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缝盒也就没有必要了 病人听完瑟瑟发抖 感觉自己的幸福已经飞走了 此时正培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膏丸只是有点略微下降 还没到需要切除的地步 随后便让凌然给病人做缝盒 注意轻创的时候别分离过度 这时病人用力拉了拉凌然的一脚 表示自己的未来就交给他了 凌然表示没问题 随后便开始了缝盒 专精级的间断垂直入室 缝盒也终于发挥了作用 正培没见过如此行云流水的手法 着实被凌然吓了一条 而病人则死死咬住嘴唇 眼睛都不敢睁一下 默默祈求自己的宝贝没事 几分钟后手术完成 系统也发出了提示 完成治疗病人的任务 获得切开持工室专精 病人只在观察室躺了一天便出院了 正培好奇地问凌然 为什么缝得这么好 以前是不是缝过 对于这个问题凌然已经懒得长借口 便回到是在自家诊所缝过 下沟诊所是吧 林医生家学渊源 不过你们下沟有那么多囊坡的病人吗 凌然回到 不是非要囊坡才能练习垂直入室 给老人缝肚子也可以练的 你们诊所还开刀 日积月累 正培原本就在闲问 此时察觉到凌然的态度 就像笑不说话了 凌然也起身离开去和吕文斌一起查访 吕文斌一边走一边介绍病人的情况 五号病人恢复得很好 水肿已经完全消了 只是斑痕稍微有点多 哎呀 先不说这个了 这几天都没怎么跟林医生练习 手都快伸了 今天有没有空 要不再一起练练手 但凌然却说不需要 明天还有手术得养好精神 虽然有大师及汤法峰核树在身 但凌然不会因此而有所放松 吕文斌看着凌然离开的背影 却是暗暗摇头 心想林医生还是太傲了 有这个时间休息养精神 不如多练几次切开 明天上手术的时候 至少不会像上次那样丢人 他转念一想 莫不是林医生已经放弃了练切开 他要是真的不做切开交给我也不错 到时候林医生也要向我讨教切开的问题 想到这里 吕文斌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第二天就打了吕文斌的脸 换着食指和中指的躯肌腱断裂 其中中指的深浅躯肌腱全部断裂 情况比较复杂 莫主任知道这场手术对凌然是一场挑战 但他今天能找到的就只有这样的病例了 由于人手部的无人区内肌腱分布的过于密集 深浅肌腱都被束缚在狭小的剑翘中 所以术后粘廉严重 恢复功能不理想 而深浅肌腱同时受伤 意味着他们各自的活性都增强了 年龄的概率就更大了 但这些对凌然来说都不是问题 在大师级汤法缝合中 同时处理深浅肌腱只是基本 凌然在检查一番后 便准备开始肌腱缝合手术 莫主任知道凌然对开刀一窍不通 本来想说由她来开刀 但也就是想想而已 最后把话强行给憋了回去 总不能每次都帮凌然开刀吧 到最后还不是得她自己练出来 想到这里她看向一旁的吕文斌 上一次手术吕文斌表现得不错 要不让吕文斌来开刀 吕文斌感受到莫主任的目光 心里一阵惊喜 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有机会操刀了 但她最期待的是凌然主动放弃 开刀的工作交给自己 或者主任帮着说句话 那就更是拿久稳了 突然凌然的一声拉紧 将吕文斌的思绪叫了回来 这时吕文斌才发现 凌然已经将线给划好了 而且位置选择得非常不错 紧接着凌然接过手术刀 用持弓的手法 对病人的手进行开刀 这手法非常基础 没有多少花里胡哨 但却非常实用 只是一两分钟的功夫 凌然已经将想要的术也暴露了出来 吕文斌看了满脸惊讶 这种刀口可是高级医生的开刀水平啊 前两天还要切两遍的凌医生 怎么转瞬间成了开刀高手啊 莫主任更显震惊 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凌 凌然你最近练开刀了 凌然点了点头说是 听到凌然的回答 莫主任默然无语 他觉得自己见识的够多了 没想到还是不够看 那之前凌然的开刀是怎么回事 莫非是发挥失常 而一旁的吕文斌只觉得胸膛憋得慌 想到昨天和刚才竟然还要操心人家 甚至还想代替他开刀 真是羞愧啊 吕文斌抬起头肝笑道 林医生 你这个速度 外行人都会当你开了挂了 莫主任在旁边哼了一声 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 现在咱们急诊科需要的 就是像凌然这样的人才 他突然话风一转问凌然 我听说你经常自己买猪蹄练手 凌然表示有买过 莫主任想到凌然现在还只是实习生而已 一个月几百块的补助都不够买猪蹄的 况且练习材料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 但是报销猪蹄又不好听 于是提议把手术费从自己的塔里转到凌然那 凌然也没准备推辞 回了一声是就继续做起了手术 一旁的吕文斌听了却是有些羡慕了 心想这趟缝合法我决定了 随着剪断缝合线的声音响起 手术也随之结束 这时莫主任才发现凌然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就完成了手术 医院的实习生居然自费买猪蹄来磨练自己的手术技术 凌然本来实习补助就很少 都不够他用来买猪蹄的 莫主任知道后便提议将手术费给凌然一部分 还专门找周医生来给凌然讲解 周医生在那巴拉巴拉一大堆 凌然只听进去了一句话 那就是做三台手术就可以有五百块的收入 要是每天能保证能做三台 那一个月下来就是一万五千块 每个月完成十次汤法缝合 可获得初级宝箱一支 这任务来的可真是时候 这下在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能把钱给赚了 而凌然的汤法缝合更是为云华医院打响了名头 各种肌腱损伤的病人也被陆续送了过来 凌然看了看病例 表示今天先做五个 莫主任愣了一下 你就是在牛皮也不能一天做五个 于是便让凌然先做两个 如果状态好的话可以继续 可还没到两个小时 凌然就完美地完成第一台手术 第二台手术甚至比第一台还要快 吕文斌跟着凌然也是不断突破极限挑战自我 但是到了第三台就有点吃不消了 将近七个小时水里未尽 甚至连个厕所都没上过 但凌然却是一点都不累的样子 等到手术完成后 吕文斌已经累得半死 王家虽然看上去不累 但她也是强撑着 莫主任告诉凌然今天没有病人了 想做的话得明天 凌然直接伸出五个手指 表示明天要做五台 吕文斌和王家听到后下的浑身一机灵 明天要是跟着林医生做五台的话 那估计得提前准备点东西了 此时突然进来的两人打断吕文斌的思考 一个是归陪一马彦林 另一个是实习护士郑宇涵 两个人特意给凌然带了土特产 并表示想做凌然的助手 参加汤法缝合手术 马彦林还说吕文斌都快累死了 应该让他多休息休息 吕文斌听到这忍不了了 居然有人要抢自己的饭吗 这下他可不能再沉默了 直接从角落里跳出来大喊 我吕文斌不累 马彦林你这个家伙 在我累死之前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为了跟上凌然的手术 吕文斌今天连成人纸尿裤都给穿上了 这下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给省下了 就这样第一台手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时间飞逝 第三台手术也已经结束 但这时王家却有点撑不住了 他已经连续跟了好几天手术 昨天一口气做了三台 今天到现在又是三台 他问凌然下一台可以转给别人跟吗 凌然很理解王家 虽然护士的工作压力没有主到医生大 但工作量还是不小 尤其王家是器械护士 全神贯注起来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 想到这儿便同意了王家的请求 临走的时候王家叮嘱凌然 接班的护士对汤法没有那么熟悉 你做得要慢一点 不能像跟我一组的时候那么快 凌然表示知道了 开始的时候会做慢一些的 王家走后凌然想起 好像半天没有听到吕文斌的声音了 他抬头一看 吕文斌已经站着睡着了 凌然起身扶住吕文斌将他叫醒 并让他先去休息一会儿 吕文斌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 连忙说我不累 也不用休息 今天必须和林医生一起干完舞台手术 凌然看他的状态根本做不了手术 便提议吕文斌趁下一个病人还没送到 先去休息一下 调好闹钟估好时间再回来 吕文斌想到以前读书的时候 只要深度睡眠十分钟就能精神一下午 于是他火速设置好闹钟就出去休息了 等他被闹铃叫醒 再次回到手术室的时候就有些傻眼了 第五台都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而一旁的马彦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吕文斌看着接替自己的马彦林心里狂吼 我只是睡过了一小会儿 林医生你在外面居然有了别人 但他既然来了 哪怕工作只有收尾 也不能错过林大佬的经验和养分 随着手术的完成 系统面板也出现了 任务完成获得初级宝箱一支 但这次却不是精力要紧 而是诊断学技能 体格检查专精 所谓的体格检查 就是医生在体检时候的操作 是通过用处 扣 听 嗅等方式获得病人的信息 这样就能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病 及流行规律 对制定预防措施有很好的帮助 哪怕是天天待在手术室里的医生 也需要一些诊断技巧 而林燃的技能 还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升等级 此时林燃坐在出租车上 对着自己的身体就是一阵乱摸 前面的司机留下阵阵冷汗 这位客人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到了下沟的巷子口 司机望着巷子里黑灯瞎火的样子 说什么也不肯再往里开了 生怕这个怪客人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连忙谎称邮箱没有了 让客人下车自己走几路 可客人下了车 依然在自己的身上摸来摸去 此时司机已经确定了 这个客人就是个变态 被吓得连钱都不要了 一脚油门就飞速逃离 林燃手里拿着钱 看到这一幕也是一脸猛逼 心想这个司机真是奇怪的很 第二天早上林燃接到电话 说由于今天床位紧张 手术全部顺延到明天 林燃心想今天不上班正好 可以帮帮自家诊所的病人 早上九点诊所就开门营业 苗医生也过来了 身后还跟着几个女病人 原来这个苗医生是林燃不在室 专门请来的兼职医生 不但会做缝合还会打美容针 熊医生见苗医生来了说道 今天林燃来做检查 苗医生你来缝合打针就好 林燃抬头望去 今天的病人还不少 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体检的新技能 但还没开始所有的女病人 全都站在了林燃这一边 等检查完之后 病人便来到苗医生这边打针开药 此时林燃问系统 自己的体格检查技能排名有没有上升 系统显示刚才完成了18例体格检查 上升至云华市第1127名 林燃感到十分惊喜 没想到检查了18例病人排名就上升了 一旁的两个妹子深深被林燃的颜值吸引 表示也想做个体检 不过苗医生这时却突然跑到林燃面前 想接替林燃给病人做体检 那两个妹子一看要换人 连忙说出门太着急忘关水龙头了 说完趁机就跑开了 第二天上班林燃还是没过瘾 天还没亮就把病人叫起来做体检 她在病人的身体上摸了摸 再结合病人的病名 就知道病人由于长期服案工作 现在有严重的慢性胃炎 腹部和头颈都有一些轻微的问题 同行的王家忍不住问道 林医生你昨天就休息了一天 今天又来得这么早 你不用陪女朋友吗 林燃扭过头说自己还没有女朋友 现在的精力只会用来做手术 王家一听林燃没有女朋友 脸刷的一下就红了 后半句也被她自动给忽略了 今天一大早 马燕林就将一本医学杂志交给了林燃 说上面有她的名字 林燃接过来打开一看 是自己之前写的 有关无数野徒手止血的论文 与此同时系统刷新了提示 发表一篇论文的任务完成 奖励终极宝箱一支 紧接着一本银白色的技能书缓缓出现 上面写着上支三千次解剖经验书 这是什么东东 林燃好奇地点了上去 这是一幕幕的解剖过程 在她的脑海里刷过 这些单调 重复 了无声趣的解剖 给她带来的却是充裕的解剖知识 三千次上支解剖的经验 获得难度应当与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相当 都属于一名医生穷极医生 全身心投入一辈子才能获得的知识 她竖起自己的双手默默打凉了起来 跳入脑海的信息 却是完整的手部解剖图 王家看见林燃在看自己的掌头 还以为她是在看手下 便伸出手来也想让林燃给看一看 林燃正好想找他人的手掌比较一下 毕竟自己的手掌信息太单一了 于是接过王家的手开始仔细看了起来 被帅气的林燃抓着手 王家的脸上微微放风 完脑子都是牵手了牵手了 但林燃仔细观察后 发现王家的手没有畸形 也不特殊 没什么好研究的 她将王家的手放下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王家回过神来 问她叹什么气 林燃有些遗憾地说道 以前发现你的小拇指比较短 白衣有终结短小 可刚才摸完还没达到标准 王家听到这针想上去 狠狠地咬林燃一口 信不信我把你咬成终结短小 此时吕文斌走了过来 说手术已经安排好了 第一台是单手撕裂伤 手术室内 在手术刀触到病人皮肤的瞬间 林燃脑海中就浮现出各种信息 人手掌一侧的皮肤更坚韧 在鱼记处会变薄 掌心和小鱼记处又会变厚 落刀要只想割破皮肤 需要根据下刀的位置灵活调整 林燃也没想到那三千例的经验 在手术中竟有这种效果 就连下刀也犹如神助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这时手术室的门突然被打开 是霍主任带着保健院的白主任 来考察他们汤法的开展情况 霍主任示意林燃他们自己做自己的 不要分心 白主任带着挑衅的目光瞅了过去 我看你霍从军吹的牛到底有几斤几两 什么不用两个小时就能做一粒汤法缝合手术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想到这几人便凑了过去 然而他们看林燃的手术却直接入人流 手法行云流水 下针稳如泰山 正当他们看得起劲的时候 林燃的声音将他们的思绪给拉了回来 吕文斌 简线 手术完成了 众人直接愣住了 这就完成了 这也太快了吧 霍主任见白主任意犹未尽的样子 便问林燃下一场手术安排在什么时候 林燃看了看表 下一个病人是单指撕裂伤 现在就做了 不过估计也就三十分钟左右 可以提前把下一个给安排好 在场的几人互相看了看 他们根本不相信三十分钟内 能有人完成难度这么高的手术 白主任别有深意地笑了起来 霍主任 您可是准备了一场大戏啊 霍主任听了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开口说道 作为我们的外援 您几位肯定要多看几场吗 彻底了解我们急诊科的实力之后 才能好办事 转眼间他们来到了二号手术室 林燃正在飞速地进行缝合 一旁的白主任都觉得他们咬巴了 但他们依然不相信林燃能在三十分钟内 完成单指撕裂手术 毕竟汤法缝合与普通的基建吻合数不同 普通的吻合数是一根线穿入一端的基建 同时再穿入另一端的基建 然后互相拉紧从而将基建连在一起 但汤法缝合是三股线 而且为了不过度损伤基建 三股线的迁拉还有其他讲究 其汤法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至少是普通法的三倍以上 如果不是无人驱 确实有人能在三十分钟完成 但这是无人驱 而且用的还是汤法 林燃根本不可能做到 但接下来林燃就打了众人的脸 这场手术林燃只用了二十一分钟就做完了 但白主任依旧嘴硬 认为林燃和病人都是霍主任请来的演员 霍主任听了张开血盆大口 冤枉地大叫了起来 我要是演戏 我就把手术台上的东西全吃了 白主任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实习生 能有这样的水平 便想让林燃再做几台手术 他认为一次快不代表次次快 这一次或许是个巧合 此时霍主任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问林燃还有没有精力继续做 咱们去三号手术室 于是乎林燃又做了几台手术来证明自己 只见林燃揪出一根基建 时针前一下子就戳了进去 白主任看了倒吸一口凉气 正常的医生为了得到服从性更好的基建 都会做足二三十分钟的前夕 这林燃怎么想都不想 就直接开戳 但接下来就惊掉了白主任的下巴 林燃居然在拿到那根基建的同时 就将基建摆好了位置 并使之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仅此一点大多数外科医生就难以做到 白主任又抬头一看 发现手术已经临近尾声 用时却只用了十七分钟 看到这里白主任彻底绷不住了 直接爆出了粗口 等他冷静下来后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转身对霍主任说道 老霍 叫这个林医生来参会吧 听到这话 霍主任的眼睛都已经笑眉了 他打趣地问白主任 林燃还有点不够资格吧 白主任气得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这技术要是没资格 那咱们这几个老家伙就更没资格了 而且这么优秀这么帅的医生 你不能整天把他关在手术室里 林燃刚刚完成手术 听到这话也是一脸猛逼 此时霍主任开口说道 既然老白你也这么说的话 那咱们就带他上的新舞台吧 一直到凌晨四点 林燃几人依旧在忙碌 借着今天霍主任带人考察 病人的数量非常充足 几人借着这个机会 积累了大量的手术经验 等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系统面板也随之出现 系统显示历练汤法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五次 这次的奖励依旧是精力要紧 马燃凌见兮兮地告诉林燃 说获主任让她睡个好觉 起来好好打扮一番 中午前去温德姆酒店等她 温德姆酒店内 一张大幅的海报一场显眼 上面写着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 而下面则是一些在医学界 赫赫有名的大佬的照片 但这次在海报的最左侧 却有一个陌生的年轻医生 她刚来到论坛 便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还没过多久 林燃就被许多女孩子团团为主 就连审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毛焕秋 也想让林燃做自己的成龙快许 而这一幕被楼上的医学大佬 看得一清二楚 其中有人愤愤不平指责 霍从军是不正当竞争 居然找个小白脸来拉票 霍从军对她的话却是笑而不语 与此同时的云华医院守外科内 守外科主任潘华突然从日本回来 还带回了一个日本医生 表面上说是一起交流 实际上是回来找急诊科的麻烦 毕竟急诊科可是抢了不少手外科的病人 乔本四郎也不含糊 上来就想见识一下林燃的汤逢合法 警主任听完之后脸上的笑容立马就消失了 看来这是要在霍二炮太岁头上动土啊 他缓缓地说道 乔本医生您如果想看急诊科的手术的话 我可以代为安排 但乔本四郎却想看作过手术的患者 毕竟手术的结果最能说明手术的过程 警主任立马拒绝 急诊科与手外科互不相通 手外科不能决定急诊科的工作 却提议可以去请几个病人过来 在手外科给他们做检查 听到这话警主任的脸拉了下来 他警告攀华不要搞事 但攀华却是哼了一声 我听说有的病人复健是在我们科室做的 这不符合规矩 要是搞事也是他急诊科先搞事 既然霍从军他要搞 那我攀华也不是吃醋的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乔本四郎突然开口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争执什么 但你们这样做是在败坏无人区基建缝合的名声 王海洋很反感地皱起了眉 随后继续说道 手部无人区的基建缝合是非常耗费医疗资源的 在我们国家 决定这样的缝合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讨论 而你们竟然贸然进行 还一口气进行了数十例之多 你们的手外科手术的提高 是以大量的缝合案例为基础的 这样很不健康 是错误的发展方式 这话连攀华都听不下去 提醒乔本四郎注意自己的言辞 不过乔本四郎却是不以为然继续说道 还是得采取少而经的测论 这样既能降低医疗人员的负担 又能提高缝合的成功和效率 你们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 如果需要手术的病人太多的话 那就应该将那些不适合做手术的人 果断节制 节省医疗资源给那些真正需要的病人 王海洋听到这话呵呵笑了两声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给那些绝望的病人带来希望 乔本四郎对这话没有反驳 他提议在讨论医者人心这些话题之前 先去看看中国医生的汤缝合手术 随后几人便来到手外科的附件室 在这里可以找到急诊科做过的每一位汤缝缝合的病人 但乔本四郎只是随便扫了几眼 便断言这里的病人至少有一半无法恢复完整的手部功能 王海洋听到这话直接就不高兴了 你连测试都没做怎么得出的结论 乔本四郎傲气十足的抬起下巴 做了测试结果也是一样的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 王海洋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警系给拉住了 警系不会让科室的医生和外国专家对着干 再者说乔本四郎的判断和他的一样 紧就眼光来看这个乔本四郎的确不凡 只是简单观察了病人的手部状态就能判断出手术的情况 这时乔本四郎又趾高气扬地说道 所以啊 你们得提高节肢率 这样才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一个医生的精力有限 他用六个小时做两场不成功的手术 不如用四个小时做一场成功的手术 他随后指了指一旁的病人 问这些都是急诊科的病人吗 潘华说目前复健室里有两名急诊科的病人 其他都是手外科的 乔本四郎文言便自信地想猜一猜 随即便对着病人露出猥琐的笑容观察了起来 他因逻辑推理能力十分强大 又被称为医疗界的名侦探 但他这次却猜错了 他采用了最安全的排除法 指了指旁边的两个病人 说这应当是与潘君实力相当的高手做的 但这时他发现王海洋和景熙的嘴角露出莫名的微笑 看到这表情乔本四郎一脸惊讶 那你难道自己猜错了吗 景熙主任笑着说道 那两个病人是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做的 听到这话乔本四郎的脸上立马就变了似 这种猜谜的游戏他玩了很多年 虽然偶尔失常 但从未有如此的尴尬 他现在只想迅速找回厂 他转过头问潘华能不能为这两个病人做测试 在得到潘华的同意后 随即用精子异法对这两个病人进行测试 所谓的精子异法 指的是精子异发明的手机上肢动作的检查法 能控制越小的东西说明恢复得越好 但无论怎么测试 这两个病人都能完美地控制最小的棍子 此时乔本四郎彻底绷不住了 这两个病人的评分居然能达到优良以上 这简直不可思议 与此同时温德姆酒店的医学论坛已经到了尾声 此刻霍主任在台上进行最后的演讲 但周医生却接到一条短信 说手外的潘主任回来了 还带了个日本医生来找咱们的麻烦 不久之后霍主任四人推门而入 乔本四郎眼前一亮 心想这是急诊科那个年轻的主刀医生来了吗 我倒是要来会会你 看你有没有潘君和锦西主任一样的技术 他随后走上前去 问那个会汤法缝合的林医生有没有来 没等众人回话 乔本四郎的恶趣味又来了 他让众人别告诉他 让他猜猜哪一位才是林然 他的目光从四人的脸上缓缓经过 最终把目光落在了吕文斌的身上 笑道 我猜你就是林医生吧 锦西看不下去了 连忙把林然给推了出来 乔本四郎看着林然帅气的脸庞又绷不住了 这位医生不但年轻医术好 而且还长得帅 像这种人一般只在电视剧里出现过 这简直就是完美的明星医生 但他又想了一下 林然会不会是云华请来的明星 实际上在医术上根本狗屁不通 然后通过媒体大肆曝光 说我堂堂的日本医学博士被一个年轻医生征服了 他们云华医院也会因此聪明 这样人们在生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云华医院 就连自己被潘华请来或许也是个圈套 想到这儿乔本四郎心里冷笑 我乔本四郎是那么好算计的人吗 于是走到林然的面前不怀好意地说道 如果有机会的话 真想见见林医生的汤逢合法 一旁的潘华眉头一皱 心想着心里阴郁的乔本居然在怀疑我 我潘华怎么可能和急诊科那些毛头小子是一伙的 为了洗清乔本四郎对自己的怀疑 潘华建议尽快安排林然做手术 旁边的锦西干咳了两声 说乔本医生想看有的是机会 等我们安排好了再通知吧 但潘华却依然坚持 还说乔本四郎时间紧张 乔本四郎也配合他朝林然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霍主任心里犹犹豫豫 这乔本四郎想得没错 云华医院很可能借助他的出现 从而打造一个明星医生 但林然现在太年轻了 很可能因为巨大压力出现临场失误 所以霍主任只好以现在没有病人为由来推辞 一旁的周医生看出霍主任的顾虑 立即站出来说道 现在不能做手术也没关系 看林然以前的手术录像不也一样吗 霍主任心里大喜 老周这小子懒是懒了点 但鬼点子还是蛮多的 乔本四郎想了想录像也行啊 很快几人便来到了会议室 看着吕文斌在上面介绍 乔本四郎紧紧盯着屏幕不放 他发现林然的操作不仅没有问题 而且是相当的标准 但录手术就录手术 谁要看医生啊 随后他的目光落到小护士王家的身上 心想中国的护士可真漂亮 不像他们那里全是大妈 这个小护士竟然在手术过程中向医生撒娇 看到这一幕 乔本四郎瞳孔震惊质问道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可是在手术中啊 听到凌然解释说这是在蹭汗 行医多年的乔本四郎真是羡慕了 居然还可以这样蹭汗的吗 其他人看完录像后都已经离开 但乔本四郎和潘华却留下来反复钻研 此时乔本已经累到满头是汗 忍不住劝说潘华 你已经来来回回重复看了好多个小时了 还要继续看吗 潘华却坚定地说必须继续看 他非要找出凌然那小子的破绽不可 但看了一个通宵 他不仅没有发现凌然的破绽 还对他心生佩服 同样身为钻研过天法的专家 凌然每次决策他都能猜出七八成 很多地方都是只有做过天法缝合的医生才知道的细节 但更让他佩服的是 凌然大部分时间都能畅通无阻 就算偶尔遇到新问题 他都能迅速找到新的措施来解决和规避问题 水平也因此会迅速提高 潘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如果不是把录像翻来覆去重复地看 他真不敢相信有人能学得如此快如此好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凌然的水平可能真的在他之上 潘华突然体会到一种紧迫感 原本云华天法的专家只有他一个 现在多了个凌然势必会要分走病原 这次他匆忙从日本回国 就是怕凌然天法做多了直接将他从位置上积走 现在看来他还是回来得太晚了 于是潘华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向桥本四郎提出 自己想在国内逗留一段时间延迟禁锈 桥本四郎却已经看出他的顾虑 提醒他慌张的人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随后他便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他知道潘华想留在云华医院是为了和凌然竞争 但他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从视频和愈后可以看出 潘华在去寄件缝合方面与凌然是有差距的 那他留下来只会被凌然更快地甩在身后 桥本四郎见潘华沉默不语 知道他动摇了 随后起身继续说道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三天行程结束后 赶紧跟我回日本进修 提高现有技术再学习新技术 再回到中国以绝对的实力 将凌然捏个粉碎 潘华将烟灰钢紧紧捏在手里 想着对手凌然 一用力就把他捏得粉碎 他迅速筹划起来 接下来的三天 桥本四郎和潘华在昌西补科医院 做了抬宽关节致患手术 得到了一致好评 虽然是以桥本副教授一注的身份参与的手术 听起来不那么正大光明 但至少和昌西省危机系统的领导们混了个脸书 回到办公室后 潘华回想着过去疲惫又充实的三天 心情十分愉悦 他意识到想做到顶级医生 建立人脉也尤为重要 如果只会个TEN法 做得再好也只是个厉害的专科医生而已 就让凌然那小子再威风几天 想到这里 他心里的焦虑也减少了几分 不忘交代同科室的几名属下 等他回日本继续进修后 你们给我统计好了 看看急诊那边趁他不再抢了多少病人 手外科的几个医生立刻巴结上来 让潘主任放心 等他进修回来的时候就没凌然什么事了 这话让潘华听着舒坦 他突然问起 凌然这四天做了几例区肌腱缝合手术 科室里顿时没人敢接话 还是潘华点名叫小铁回答 小铁这才面露难色地说出24例 这个数字瞬间让潘华安下去的心再次揪了几分 虽然之前看录像的时候就知道凌然能一天做武力手术 以为她和自己一样是在报干拼命 没想到短短几天凌然又在速度上快了太阳 而且她的头发依旧那么茂 这种可怕的成长速度让潘华坐不住 她立刻起身前往手术时旁观 见潘华出现 凌然也只是瞟了一眼 并没有受她影响 潘华的目的并不是观摩手术 而是想看凌然到底比自己强在哪 果然她现在的手法比录像中更精诚了一点 就连与她配合的医疗小队 也十分默契地在配合手术 这又助力了她更快的进步 看到这里攀华惭愧的低下头沉思 看来不只是她要进修 就连整个手外的人都要拼命学习 就在不久前 凌然还在以每天缝合15根手指的速度 不断刷新着她的手术量 就连医院病房都有点用不过来 但凌然这边却在嘟闹 天法历练任务怎么开出来的全是精力要紧 她都已经十连抽了 竟然一个好东西都没报 长时间得不到刺激 凌然也决定偷回来 准备休息一下打板游戏 护士王家都担心连轴转的林医生是不是累坏了 甚至幻想着给她包十全大补汤 没想到就在这时 系统给凌然弹出一个新任务 完成两次徒手止血 降低出血量1500cc 就能获得一个初级宝箱 难怪之前刷了那么久的历练任务没有变化 原来系统在这等着她呢 见有新任务可以继续冲 凌然决定休息到此为止继续手术 这点时间她一局游戏都没打完 吕文斌提醒她不如多休息 任何游戏中途退出可都是会被惩罚的 凌然干脆将手机递给王家继续打 总不至于坑队友 却不知这个小小的举动 撩得对方心花怒放 王家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她和林医生关系已经亲历到可以互看手机的地 凌然根本没想那么多 她去护士台暂停了后续的转诊 开始寻找任务目标 任务要求降低1500cc的出血量 出血这么多的病人应该被第一时间送往抢救室 于是她来到抢救室等待 可过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发现一个需要徒手止血的对象 这时周医生见她一直傻站着 叫她别等了 她这正有几个棘手的病人在送来的路上 一个是要从肛门里取出一根骨扣 另一个是从前列腺里取出一根钉子 这两个手术哪个听了都感觉古怪 周医生却习以为常 她透露还有一个只有大罗神仙来了才有救的病人 患者在中暑后对所有药品都免疫无效 现在只能进行安慰性的心肺复苏 但患者心跳已经停止了三分钟 这种情况下万分之一的几率就活了也是植物人 即便奇迹发生让植物人苏醒 也不可能恢复到正常 虽然相比其他科室急诊科更容易出现患者死亡 但这位老人是凌然经历的第一次 周医生劝她别想太多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医生就是个把门蛋 能救回来一个是一个 不可能完全把门堵住 但凌然依旧自责 如果刚刚周医生代替她做心肺复苏 说不定就有一线生机 但谁都知道 这种极端情况下换作是谁结果都是一样 周医生甚至搬出过主任那句先救人再治病的迷你 因为很多命事就不回来了 为了安慰凌然 她破例下班后带着她出来小酌 少老板得知凌然是周医生的同事 客气地递上一张VAP卡 虽然她看上去精力十足 但凌然还是一眼看出她似乎身体不太好 周医生叫她自信点把似乎去掉 少老板刚出生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小学时跳高摔断了脚踝 成人时跟人打架被噶了一个腰子 老了以后又患上风湿性关节炎 成了风湿疼痛科的常客 可以说是云医的老熟人 患有这么多病还能活到现在 全凭心态好 有病就去治 治好了继续开店 正当两人吃得兴起时 突然听到店外有人在大喊救命 随后就看见一名歹徒在外面持刀伤人 混乱中附近巡逻的民警挺身而出 想要将其制服 却被歹徒迎面捅了一刀 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看到倒地不起的民警 凌然坐不住了 叫上周医生就冲出去帮忙 幸好此时警察的意识还很清醒 告诉他们 那边还有一个受伤的小子 周医生立刻将这里交给凌然 自己赶了过去 凌然仔细观察了一下警察身上的伤 只有一处捅伤需要立即止血 这里是夜市不比医院 他赶紧让少老板帮忙拿瓶高度白酒 没想到少老板比他还懂行 这种事情高度白酒的效果不佳 立刻跑回店里去拿点符和急救箱 但眼下情况依然严峻 伤口在腹腔之内无法看清出邪口 只能全凭猜测 凌然将点符灵在伤口上冲洗消毒 通常急诊科的医生在不清楚创伤的具体情况时 会浪费大量耗材 以求减轻病人的感染几率 然后按压伤口制止出血 但这只是适合未经训练的普通人的紧急处置方案 却不说内出血很难控制又十分要命 按压本身也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伤者只能祈祷自己的运气够好 避开了重要部位 但对于凌然来说就方便多了 他使用专精集体格检查技能 开始仔细观察患者的伤口 这操作看得患者心里着急死了 不断喊着自己要去云医 吐槽着医生只是在看伤口 其他啥也不会干 他必须去云医找能干实事的才能保命 就在这时凌然已经分析出 伤者是脾脏真性破裂 已经不能担得到救护车送医了 他二话不说直接将手伸进了伤口里 这一下痛得患者都要晕绝过去 邵老板也慌忙叫他松手 但凌然已经捏住了病人的皮地 制止了脾脏的大出血 但此时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病人在等着他 有人跑过来说周医生那边遇到了麻烦 他的伤者血止不住 可能要临阶开肚子 凌然二话不说就要过去帮忙 但他的手还在给病人止血 根本抽不出来 只能麻烦邵老板找个推车 将他们俩一起送过去 他估计周医生应该是遇到了和他相同的情况 只有在找不到出血点的情况下才需要剖腹 如果两人情况差不多的话 那对方的时间应该快不够了 果然这边周医生只能临时用手按压止血 但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出血过多 病人已经开始喃喃自语神情恍惚 出现说胡话的症状 这说明伤者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再不找到准确的出血口 恐怕就要来不及了 周医生立刻找薛老板借两把厨师刀 和高度白酒以及白毛巾 准备当街独自进行剖腹手术 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极大 万一这孩子没救回来 自己有理也说不清 家长如果在虎脚蛮缠的话 自己恐怕会因为这是丢掉饭碗 但周医生是个医生 他不可能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 拧开酒瓶准备消毒 两瓶白酒淋下去后 周医生准备提刀开腹 突然凌然大喊刀下留人 叫他把剩下的白酒给自己洗手 然后叫人将两个伤者都搬到自己身边 凌然开始检查另一位伤者的情况 发现他肝的失血量已经接近休克量 凌然二话不说 给手消毒后 直接用小刀以持公式刺入伤者皮肤 由于是单手操作 只能将伤口切得大一点 再次给手快速消毒后 缓慢地将手插入了伤者的伤口处 这一幕看得周医生冷汗直流 原本以为凌然开刀是为了找出血点 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双手进行徒手止血 凌然迅速用单手在体内摸索出血点 病人一下痛到发抖 为了防止他乱动 众人立刻上前按住他的四肢 凌然很快就找到了准确的位置 等他弄好后已经累到汗如雨下 他现在手握两条人命 这样维持十分吃力 而且在完美的徒手止血 也只是能延缓失血速度而已 必须尽快把病人送去医院 但夜市内整条街都是站到经营的 救护车恐怕根本进不来 他只好临时征集群众的四家车 要能同时容纳他们三人的大车才行 现场一位富婆贡献出自己的大局 凌然这才松一口气 这下总算得救了 在将病人送到医院后 凌然终于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非常想参与腹枪手术 但现在他的胳膊累到已经抬不起来了 于是他来到护士站 破天荒地说想休息一天 护士长叫他放心回家 毕竟人总需要休息 凌然一回来就受到父母贵兵级的带预 原来他救人的视频已经在网上传开了 街坊邻居的夸奖都让爸妈喜笑颜开 为了奖励他劳苦功高 爸妈决定奖励一辆车子给他 凌然表示你们开心就好 自己则回到房间洗漱准备睡觉 刚洗完澡后 突然发现系统提示徒手止血的任务完成 获得了一个新手宝箱 他都已经不抱希望 按系统的尿性 应该又会开出一管精力药剂 没想到这次开出的竟然是大师级 在学习之后 发现加上之前上知的解剖经验 他在核磁共振的图谱中能看到的信息大大增加了 甚至通过阅读就能看到必从神经的磁场均步均匀 对比度高不高 通过核磁共振的片子 他能清晰分辨每一个组织结构 这相当于是开了半个透视眼了 不过以后别人要是问这招是从哪学的 就没有什么好理由了 凌然虽然精神亢奋 但身体已经疲惫不堪 想着想着就睡了过去 隔天早上他被老妈嘹亮的声音吵醒 如此火急火燎的竟然是催促他下楼来看车 随着车库门缓缓打开 老爸揭晓了白布底下的惊喜 说好的黑色拉风二手小轿车 却变成了红色全新甲鸽虫 老爸见状连连道歉 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这是我给你妈买的买菜代步车 凌然顿时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看他们秀恩爱 而真正属于他的座驾就停在家门口 果然够低调内敛 好好休息了一天的凌然 一大早就开车来到了医院 直奔护士台要了五台手术 不得不说凌然做手术的速度 比我做视频的速度要快得多 小护士们看到他今天开车来了 凌然的粉丝群里立刻更新了动态 还在实习就能开车上班 说明他家里条件还不错 但凌医生现在是有车一足了 会不会被外面的女人给骗财骗色 一旁的小雪听到这里心生警惕 他心想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随后提议大家约上凌医生一起出去玩 但他刚到门口就被人给拿了下来 说凌医生正在专心看片子呢 凌然拿起笔在病人的长测画了一条线 表示今天从外侧开口 马彦凌眼皮跳了一下 长测开口这可不常见了 虽然他也见过相关的案例 但案例和实践可不是一回事 他试探性地问道 今天为什么开口方向不是特常规 凌然解释道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来看 病人如果从长测做缝合 恢复以后去肌腱的强度更大一些 马彦凌却感觉更加古怪 他印象中的林医生是一名很规矩的外科医生 做手术都是按照数式一步步完成的 今天做手术的风格明显有点超标了 随着手术的进行 凌然真的就不按常规下道了 马彦凌不禁担心起来 这要是出了问题可怎么办 此时凌然已经顺利地翻出了基建 他发现如果还跟往常一样从正面开口的话 整个手术操作时间会延长 缝合的愈后效果也会截然不同 这还是多亏了磁共振阅读能力 让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完美的手术方案 随着手术接近尾声 王家终于鼓足了勇气 问凌然下班的时候能不能一起去吃火锅 凌然干脆地说了一声好 到了下班时间王家很早地就化好了衣服 这时一个护士突然告诉他 急诊来了手术 凌然脱不开身 他让我跟你说下次一点 王家听到这话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手里的男神攻略指南也掉在了地上 金月计划与男神约吃火锅计划落空 而凌然这边和吕文斌一起做了好几台手术 他发现基建断裂的情况 果然和磁共振片子的阅读一致 吕文斌更是诧异 他发现凌然现在的手部缝合 和之前做单纸的时间差不多了 在做完手术后凌然便换了衣服 转身向附建市走去 有了手部解剖经验 以及四肢磁共振毒片能力加成 现在术中耗时更短 既然时间有赋予 那茶房就得亲力亲为了 到了附建市 得到了病人的遗致好评 因此完成了许多病人的中心感谢成就 获得了许多初级宝箱 之前的中心感谢都是主任在尝试 有她的肯定后获得的 而现在竟也能独立获得了 那她没茶房的期间 康复出院的病人是不是都浪费掉了 想到这里 凌然感觉错过了几个亿 她现在已经获得了十个初级宝箱 终于可以来一次十连抽了 她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随着一声令下 初级宝箱被依次打开 在众多的精力药剂中 却突然出现了一本技能书 获得分支技能 显微镜下的神经数膜吻合数大师级 是神经吻合数的一种 用于修复各种原因造成的神经完全断裂 或者部分断裂 凌然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技能有点厉害啊 这次的病人不小心跌落后 手掌被硬物刺穿 凌然疑惑地问 是使神经受损了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凌然心想自己心学的神经数膜吻合数 正好适应于这场手术 以前做探法都是固定数式和次序 并不牵扯到别的 现在加上做神经数膜吻合 这基本等同于原本是建议 一座大桥现在变成了立胶桥 需要考虑的地方就更多了 他来到手术室 宣布屈指功能重建术 合并持神经数膜吻合 现在开始 紧接着就用持工室 在病人的手掌上 开了一个大大的口 而吕文斌看到这一幕 感觉到 这次手术的难度应该非常大 在同一个主刀进行的 相同术室的手术中 开口越大就说明 手术的难度越大 凌然很快地完成了 熟悉的趋肌腱缝合 接下来就是数膜吻合数了 神经吻合数通常是外膜吻合 数膜吻合还有外膜与数膜同时吻合 但用的最多的是外膜吻合 而凌然现在用的数膜神经吻合 虽然控制性更强 但难度却大得多得多 外膜吻合往往还可以用肉眼看到 但数膜吻合就完全不可能了 吕文斌因为没有带显微眼镜 已经看不清凌然的操作了 甚至10-0的缝线 在移动中也完全看不清 吕文斌不禁流下了冷汗 跟着凌然做了这么多次的手术 现在竟然连手术进展到什么地步都看不出来 此时凌然突然来了一举 数膜确实挺坚韧 跟你弄得猪脚皮差不多 听到凌然现在还有闲心给自己举例说明 吕文斌心里更加震惊 这也就说明手术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随着缝合线完美打劫 凌然宣布缝合完成 吕文斌没想到这样高难度的手术进行得如此顺利 他不敢置信地问道 数膜有好几根呢 你都缝好了吗 凌然表示已经缝好了 周医生听到凌然给病人做了数膜吻合手术 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凌然 问他缝合的效果怎么样 凌然表示效果应该不错 周医生这才放心地挥了挥手 走之前还不忘提醒凌然 霍主任应该马上就来问你 凌然的新手术立马会引起周医生和霍主任的关注 不仅仅是因为三种神经吻合法中 神经数膜吻合最为硬 更因为在此之前首部二驱肌腱损伤的病人中 有很多伴有合并神经损伤 还有合并骨折的病人 急诊科因为没人能做神经吻合都是直接拒绝 要是会神经吻合的话 能做的手术范围会瞬间提升到另一个级别 那么这些病人自然也会得到及时的治疗 周医生还没离开多久 霍主任便火急火燎地找到凌然 二话不说就拉着他去看病人 此时病人苏醒睁开眼睛 看见一群医生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也是慌的一批 一边挣扎一边大喊 老娘要换病房 霍主任眉头一皱 本科是第一例神经吻合手术难道失败了吗 护士走上前去 问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换病房 病人表示算命先生说了 我五行目多 不能粘绿 你们病房太绿了 要是不给我换房子 我的病肯定好不了 然后两眼放光 要不你们给我重新气一遍吧 我要那种粉红色 粉红数钱 我最缺钱了 霍主任叹了一口气 转头让凌然带他去做神经积电图 分析一下他的神经恢复状况 就这样凌然将病人推到了神经内科 并提醒他的医生多注意些 这个病人有点特殊 神经内科的医生曹越表示放心 他就交给我吧 可曹越还没开始测 那病人就问自己的神经有没有问题 曹越表示还没测呢 怎么会知道 病人听到这立马急了 拍着胸图说自己不怕死 我就是想死的明明白白 正常人没事测什么神经 我又不是神经病 这时曹越发现病人穿的衣服好像不对 他愣了好几秒 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被注意到身上的衣服 病人的表情立马缓和了 一下露出穿在里面的衣服 曹越惊讶地大喊 卧曹 你居然穿着兽衣来看病 没想到病人反而严肃了起来 你一会儿要是测出我脑子有问题 我就穿这身衣服跳天台 免得连累家里人 曹越这下犯难了 要是测出来这个病人神经有问题 他岂不是要跳医院的天台 随后大不留心地走出去找凌然他们来帮忙 一个小时后检查终于完成了 曹越表示患者的神经吻合状态良好 基建缝合也没有问题 但他的心里有问题 听完了他的汇报 所有人多安下心来 霍主任提议那些合并损伤的病人凌然也可以做 而且据霍主任所知 昌西省能独立做区基建缝合和神经树膜的医生屈之可数 凌然一旦把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例做起来 咱们就离大急诊中心不远了 然后开心地拍了拍凌然的肩膀 叫他注意身体 合并神经损伤的病人一旦加进来 手术量可是大的惊人 此时霍主任的电话响起 说好局长的女儿的脚被开水烫上了 现在已经送过来了 随后霍主任和凌然赶到了病房 但好局长却有一个不情之情 那就是让凌然来给自己的女儿看病 霍主任一脸猛逼 凌然好像不擅长治疗烫伤啊 局长女儿好被表示不重要 能和我她合照就行 霍主任一看这好被是个怀春少女 转头小声地让凌然给好局长一个面子 怎么也得装装样子 凌然挽了挽袖子 上去就给好被置脚丫子 好被则拿着手机摆出姿势嘎嘎一顿合拍 没过一会儿凌然将伤口处理好 表示一会儿再过来查房 好被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问凌然不能一直陪着她吗 不时劝好被别任性 毕竟凌然还有其他的病人 但她丝毫不理会 转头发个秋秋空间 赛翁失马 欲帅则服 第二天好被还一拳一拐地 给凌然送去一杯热乎的奶茶 但凌然没有喝奶茶的习惯 想把奶茶送给苏孟雪 毕竟早餐是苏孟雪帮忙买的 好被听到这话 就开始上下打量起一旁的小护士 这个女人看着比我猛 欧派比我大 腿还比我长 好被气得直咬牙 你以为我为什么不去总院 反而来到这里 还不是为了向你通报敌情 凌然疑惑 什么敌情 好被解释到 潘主任和你是竞争关系吧 她马上进修结束了 会带着一名日本的实习生 回云华医院任职 而且潘主任是副主任医师 你现在还是实习生 肯定会分走你大量的病员 凌然听到这儿顿感大势不妙 日本的博士生 说不定三十分钟 就能做完一台探法风和 那么一天就有可能分走四十根手指 潘主任的治疗小组 也不可能每天都能提供这么多基建损伤的手指 换言之 若是被潘主任截胡的话 自己很可能没有手术做了 想到这儿凌然向好被倒了一声血 转身就离开了 而好被听到凌然真心的感谢也瞬间消起 手术室内 凌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家 并表示从现在开始增加手术量 就这样凌然和吕文斌 马燕林 王家 苏孟雪两组伦斑倒 很快又攒出了二十个出击宝箱 运气很好 又获得了切开持笔式专精 他现在的天法缝合是长西省第一名 全国第78名 此时的飞机场内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青年走下了飞机 中年男子深深吸了一口气 时隔月余 我潘华终于回来了 而这个少年正是潘华从日本带回来的医学博士上田勇 此时潘华眼神突然凝时地说道 我们去医院吧 说一千到一万 医生的战场始终是在手术室 随后两人来到云华的手外科 科里的人为两人举办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潘华摆了白手 表示与祈岛这些刑事主义 不如给我和上田准备几例难点的病患 小铁站出来表示马上安排 随后几人便带着上田参观云华医院 到了复健市却发现里面居然都是凌然的病人 潘华面露鄙意之色 凌然虽说天法做得不错 但最多也就是懂点高级术室的实习生而已 他转身问小铁 凌然现在每天做多少例手术 我记得他之前有一天做舞台的手术记录 小铁面露难色说凌然现在做得更多了 潘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认为小铁在胡说 凌然现在在岛区基建缝合家神经吻合术 累死累活的能做几个呀 小铁直直无无的说八例 多的时候十例 上田听了吓了一跳 十例 他不用休息的吗 而潘华的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冷冰冰的说 我们明天就开始反击 这些手术就是凌然最后的狂欢 他马上就要靠边站了 第二天潘华和上田就办起了专家联合会诊 闻名而来的病人络绎不绝 只是一上午就收了十二个病人入院 这下他们就不愁没有病患了 但上田却犯起了愁 这么多的病人怎么能做得过来啊 潘华表示做不过来 可以将病人推给林染 我作为手外副主任这次进修回来 可以优先挑选病人和手术难度 接下来我会用尽全力在数量上超越林染 在云华留下我的传说 然后再征战全国 上田听到潘华雄心壮志的话 感觉自己也能在中国留下传说 表示一定会听潘主任安排 但像去基建缝合手术对他来说 本身就是个难得的大手术 虽然最后完成了 但是他的速度却比林染差远了 和他一起手术的故事和麻醉师不禁吐槽起来 要是跟他这么做下去那不得累死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们还是跟着潘华和上田 做了整整一夜手术 早上的时候两人从手术室出来相试一笑 感觉这次肯定能超过林染 但当得知林染做的手术比他俩还多时 而且现在还没有要平的意思 潘华嫉妒的直冒火 他咬牙切齿地对上田说道 林染做了这么多台手术总该累坏了吧 咱们看看去 我不相信他林染是个铁人 他连忙去急诊科的手术室去探查情况 本以为林染做了一天一夜手术 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堪重负 但此时林染依旧轻轻松松 就像刚做第一台手术的样子 而且林染通过大量的手术积累了经验 现在他做的天法缝线可以靠近川线贴地飞行 要知道这种缝合技术 是许多医生做一辈子都做不到的 此时他彻底不淡定了 没想到林染成长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离开手术室后 他问一旁的上田 你觉得林染的手术做得怎么样 上田说林医生的技术已经堪比日本顶级的医生了 而且他做的神经外母吻合做得比我都要好 听到上田对林染有如此高的评价 潘华更是度火中烧 即使林染在优秀也只是会一种术室的手术医 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得平庸的 此时小铁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潘华 你姐夫的右手被人砍成了重伤 已经快到咱医院了 听到这话潘华差点摊在地上 以前自己被老婆赶出家门的时候 他常去姐姐家住 和姐夫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好 而姐夫又是做设计的 手要是不好用了 以后养家糊口就费劲了 他深思熟虑一会儿 猙獰地让小铁想办法将姐夫送到林染那里 但是不能提他的名字 最好再想办法盯紧林染 小铁明白潘华的意思 他是害怕自己因为情绪激动做不好手术 又害怕林染在手术中给姐夫搞小动作 急诊科办公室内 小铁谎称病人是自己的亲戚 而且手外科今天特别忙 所以想把病人的手术交给林染来做 并请求跟进手术 周医生也没有多想 便同意了小铁的请求 手术室内 林染用持笔式专精在病人的手背上 利索地开了一道口 紧接着用手术前果断捞出一根基建 这给小铁的感觉 就像是在一堆瘦肉中精准地捞出一块肥肉 此时林染的话突然想起 第一根基建缝合完毕 小铁抬头一看 我滴个妈呀 他仅仅用了两分钟就缝好了第一根基建 这要是哥自己手里恐怕得二十分钟才能缝好 紧接着林染在捞在缝 这操作把小铁看得直眼口水 但此时林染的一句 今天的状态不太好了 瞬间将小铁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小铁一脸紧张 心想病人可是潘主任的结果 这么重要的手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啊 状态不好就别激呀大哥 林染摘下显微眼镜看着吕文斌说道 会不会是午饭的猪体有问题 听到林染这话 小铁彻底崩溃了 都什么情况了还扯什么猪体啊 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啊 而吕文斌听到林染这话 突然站直斩钉截铁的保证猪体不可能有问题 而且每个毛孔都写得干干净净 见吕文斌误会了 林染解释说是中午的猪体吃得太少 现在可能有点滴血糖 听到这话苏孟雪立即拿出葡萄糖 给林染甜甜的吸了一口 林染在喝完葡萄糖后也开始认真了起来 但她发现病人的小血管破裂了 语气不好的让苏孟雪用纱布给压一下 小铁心里暗叫不好 出现主刀医生发火的情况 就说明手术进行的不是很顺利 但还没过多久 手术就逐渐回到了正轨 小铁的一颗心也终于安定了下来 现在再回头想想林染的操作 也是越想越觉得可怕 年纪轻轻却身怀绝技 难道这才是潘主任找林染 接姐夫这台手术的原因吗 此时林染摘下了显微眼镜 宣布神经术膜缝合完成 并把缝提的工作交给了吕文斌 立马拉住林染的胳膊问能不能你来做风体 我亲戚是做生意的 出门在外手的好看一点 林染看了小铁业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但手术结束后 宇文斌结合小铁的种种迹象 总觉得这个病人不简单 于是偷没来到复健室来探查情况 他轻轻地唤醒了病人 病人恍惚中一直在喊潘华的名字 一听到这话 吕文斌心想自己的直觉果然没错 这后面果然有瓜呀 随即问病人认识潘华主任吗 病人说她是我妹夫 吕文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 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获主任 凌晨五点 潘华早早地就来到急诊科复健室 来查看姐夫的伤情 但姐姐潘金月却对她一阵臭骂 说她推荐的这个医生不靠谱 怎么刚放完十二小时就做复健 潘华让她小声点 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林染做的手术要是做得不好 我用得着安排得这么麻烦吗 虽然潘华不想承认 但是在去基建加树膜缝合这一块 林染确实比她厉害 但潘金月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 你看看你姐夫 昨天遭完大醉两个胡伦觉都睡不了 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做复健 人都整成什么样子了 潘华连忙解释 这样能将年连的几率降得更低 主导医生比我清楚姐夫的情况 走出复健室后 潘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她对这个胡搅蛮缠的姐姐彻底无语了 没想到耳边却响起霍主任的声音 潘华背下的一击铃 回头一看居然是霍主任和林染两人 霍主任笑秘密地问道 是来看亲戚吗 潘华知道瞒不住了 只好硬着头皮承认了下来 霍主任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起来 表示潘主任的亲戚就是全体云医的亲戚 然后转头让林染去给亲戚检查复健 林染走进复健室 一言不发地开始仔细检查 她发现基建的问题基本解决 但是要手部完全恢复正常还是太难了 病人听了吓了一跳 周围这些病友的情况和她差不多 可功能评测都是优啊 林染解释说你的评测也能达到优 但是优不代表与常人完全一样 只说明能做到简单的生活自理 但是重活和精细活还是做不了的 听林染这么一说 病人急忙问道 那写字吃饭使用电脑能不能做到 林染表示可以做到 听到林染的话 两人终于放心了 并向林染忠心地表示感谢 林染露出满意的笑容 自己又被感谢了 宝箱又要到手了 很快系统弹出提示 获得病人的忠心感谢 奖励出击宝箱一支 林染随即点开宝箱 没想到这次居然爆出了两本技能书 分别是大师级 头部推拿法和颈椎里经整骨推拿法 推拿手法是治疗颈椎最常用的非手术方法 林染一回到办公室内就迫不及待地试了起来 在自己的身上抓来抓去 此时霍主任跑来告诉林染 说她帮林染争取道 是管理干部健康寻诊的名额 就是去养老院给病人去做做体检什么的 工作轻松得很 但林染却一脸失落的样子 她现在只想做手术 霍主任有些恼怒 林染是我真过来的 你小子不去也得去 今天林染跟着周医生来疗养院 为老人检查身体 在检查小半天后 周医生感觉有些累了 一坐下就开始捏锤自己的后脖梗 林染发现周医生的颈椎的生理曲度 已经发生了改变 要治疗这种程度的劳损 就需要刚刚学会的颈椎里经整骨推拿法 随后便开始给周医生按摩了起来 只听喀巴一声 周医生大叫了起来 随后便感觉浑身放松 前两个月被加班摧残的颈椎好像也恢复了 她起身问林染这是什么手法 林染已经懒得解设 直接说是大师级的推拿 周医生朝林染竖起了大拇指 大师级 绝对是大师级 我愿称其为云华最强 此时一个女医生正好路过 说她的颈椎也不太好 想让林染帮忙看一下 林染再次用出了刚刚的推拿法 对着她的脖子按了下去 一声喀巴的声音过后 女医生感觉自己已经飘飘欲鲜了 就连颈椎的僵硬感都没了 女医生对林染的手法赞不绝口 其他的医生和护工看到这一幕 也想让林染给推拿推拿 紧接着疗养院里 就传出了瓷器笔伏不可言喻的声音 这时疗养院的院长气冲冲地走得出来 问他们光天化日之下乱叫什么 一个护工面色羞红地表示 林染的推拿手法让人太舒服了 听到这话院长更爱气了 舒服?是有多舒服吗? 我看你们就是在捣乱 周医生和女医生见院长不相信 便邀请他也来试试 咔嚓一声过后 院长只感觉全身恍惚 接着就是全身的轻松 就像周末跟老婆孩子一起 窝在沙发里一样舒服 这感觉太爽了 院长根本顶不住 差点也像其他人一样叫出声来 完事之后院长摆了白手 表示他们可以继续 但是声音得小一点 此时在一旁观望的其他人 听到院长认可了林染的推拿手法 全都冲了过来 也想让林染给推拿推拿 周医生上前维持秩序 叫他们排好队 一个一个地来 但此时在队伍的最后边 一个奇怪的女人捂着嘴 偷偷地笑了起来 眼里充满了贪婪 真没想到在这种地方 居然发现了一个宝藏男孩 既年轻又帅气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拿下她了 她走上前去自我介绍 说自己叫李磊 是蓝星娱乐的经纪人 问林染有没有兴趣做大明星 林染想也没想就被拒绝了 李磊摸了摸后搏梗 依然保持着神秘感 后天你可以来体育馆 那里有一场梦雪的巡回演唱会 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然后拿出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递给了林染 林染本想拒绝 但是这个梦雪可是老妈一直在追的明星 看来这个演唱会飞去不可了 两天之后 林染便带着老妈来到演唱会的现场 看到林染来了 李磊也是热情地朝她打着招呼 但此时却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梦雪和她的舞伴在热身的时候静蓝了 李磊一听顿感大事不妙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场了 这可怎么办啊 她突然想到林染会推拿术 转头便问林染的推拿能不能治疗肌肉静蓝 林染表示应该可以缓解 随后李磊便拉着林染马不停蹄地来到演唱后台的更衣间 只见梦雪和她的舞伴伴跪在地 用力揉着自己的小腿 疼得眼泪巴搭巴搭地直往下掉 林染定睛一看她俩应该都是腿部肌肉静蓝 李磊拉着林染直奔梦雪走去 林染本来想说可以两个一起治疗 但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李磊打断 梦雪才是治疗的重点你懂不懂啊 人分三六九等 要治疗也是梦雪优先啊 听到这话林染突然停住了脚步 表示伤者不分高低贵贱 他俩在我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况且我可以一起治疗他们 随后便震开李磊的手 用大师级推拿法对两个伤者进行治疗 这时李磊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愚蠢 在林染的眼里 恐怕压根没把他俩分为大明星和普通人吧 而且他的眼神充满了绝对责任与绝对热爱 那是天生医者的眼神 就在治疗结束的时候 系统突然发过来一个宝箱 而且这次不用他点就擅自给打开了 获得技能书断指在治完美极 林染的瞳孔不自觉地放大 这奖励也太逆天了吧 就在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过来 说有个观众被摔得满脸是血 而且咱们安排的医生根本止不住 伤者还说自己有长期病史 要求去云华医院 这让林染突然想到了某个熟人 到那一看果然是邵老板 邵老板一看到林染本还想说点什么 林染让他先别说话 随后用点符给自己的手消毒 使出了徒手止血术对邵老板进行止血 不大一会血就给止住了 邵老板挣扎地坐起 问林染邪指住了是不是就不用去云医了 这演唱会的门票老贵了 我得坚持给看完 但林染发现邵老板的脸色比以前更差 便让霍老板先等一下 随后用体格检查对邵老板的腹部进行检查 林染发现邵老板被摔出了内出血 必须马上送往医院 很快救护车就将邵老板送到了云华医院 林染走进更衣室换起了衣服 打算亲自给邵老板做手术 没想到却被一只大手给按住了 霍主任气冲冲地说道 我想方设法地让你休息几天 你为什么不听 莫非整个急诊科就没有其他可信赖的医生了吗 因为你现在可以做神经术膜吻合手术 所以我和王海洋商量过 准备把你往断指在指上带 叫你休息几天就是在寻找合适的病患 听到断指在指 林染一下就来了精神 随即表示现在正想做这种手术呢 此时王海洋焦急地跑来 说有一个五岁孩子的八根手指完全断裂 现在急需断指在指 这个五岁小女孩的八根手指完全断裂 现在急需断指在指 但是一根小孩手指的缝合需要四个小时左右 八根手指就需要32个小时 根本不可能有医生能坚持这么久 再者断指在指的最佳时间不能超过24小时 尤其八小时是边界线 好多医生只要过了这个时间都是建议截肢 所以王海洋计划同时开四个组协作进行手术 但现在好多手外科的精英在国外度假没有回来 王海洋便想让急诊科的林染也加进来 这样就可以激动做肌腱吻合血管吻合跟神经吻合 在得到霍主任的同意后 王海洋便带着林染走进了手外科的手术室 他告诉大家 我把林染借来做激动缝合 你们要有谁做累了都可以让林染来顶 他话音刚落 第四组的主刀就因为体力不知戳错了地方 王海洋立即让助手赶紧抽吸 随后叫主刀累了就别硬扛 转头让林染来补位 林染先是看了一下核磁共振片和X光片 在大师级的核磁共振阅读技能下 很快就了解了这根断纸的状态 剩下的就是史上最高难度的拼乐膏了 林染在护士的帮助下戴好显微眼镜和手套 便接替了第四组主刀的位置 此时还在高度紧张的马彦霖还没有注意到主刀换人了 直到林染叫了他一声他才反应过来 在提醒完马彦霖后 林染便开始了手术 可就在其他主刀医生准备做青创的时候 林染这边已经把骨头给做完了 现在正准备做内固定 这个速度把在场的几位主任医师吓了一条 王海洋心里不禁自我安慰道 可能林染这小子比较擅长青创和结果 费医生表示进度不错是个好的开始 继续继续 而马彦霖和林染本来就是老搭档 对于马彦霖来说林染的操作都十分熟悉 因此手术也变得非常顺利 还没过多久林染便摘下显微眼睛说道 差不多了 剩下的缝皮就交给你了 众人听了又是一惊 他们没想到自己刚做到一半 林染这边就已经缝皮了 王海洋心里更是一阵感叹 看来林染擅长的不只是青创和结果 而最震惊的就属郭医生了 他这边还在肌腱缝合 林染就已经缝皮了 斩首外科的医师 平时谁比谁速度快一点 也不过是二十分钟左右的事 急诊科这小子现在直接快出我一个小时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假的 于是转头对王海洋说道 老王 林染那边的四组是不是得检查一下 但王海洋心想现在不是挑刺的时候 另外两边的进度都只进行到了一半 最重要的血管吻合还没有完成 就目前的速度来看 他们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而病人只有五岁 想八根手指都能用的话 现在必须分秒必争 而林染不输上阵的几位副主任 甚至做得比他们都要好 既然他能做 那就不能停 于是转头对林染说道 林染 你接着去做左手无名指 林染看了一下左手的合词共振的片子 看起来肌腱 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和上一根手指差别不大 但是手指与骨干中断一段 必须得做骨缩短了 做了骨缩短手指会比正常情况下短0.5公分左右 在看完片子后 林染心里也有了方案 此时马燕林正好完成上一根手指的封皮 随即两人又做起了左手无名指的断指在指 在完美及断指在指技能的加持下 林染又很快地完成了这根手指的缝合 这让众人又是一惊 这林染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但王海洋却已经习惯了 转过头笑着问林染 还可以继续吗 林染表示还可以 随后王海洋便把非医生原本要做的 左手小拇指交给了林染 一旁的非医生有点慌了 心里自我安慰 速度快不代表什么 我做的断指在指质量更高 恢复的也会更好 而林染在做完两根手指之后已经适应了 完美及的断指在指技能也能融会贯通到里面 随后便和马燕林又开始第三根手指的缝合 但此时却有些疲倦了 今天的手术确实难度比较高 以往做三粒天法缝合都不会累 现在三根手指没做完确实有些累了 但是手术要紧 随后便拿出一瓶精力药剂喝了下去 将疲惫一扫而空 这时非医生终于完成了第一根手指 取下显微眼镜后嘚瑟地问王海洋用不用帮忙 王海洋表示不用 被拒绝后 非医生心想反正现在没活 那就去看看林染的手术吧 虽然他看不到显微眼镜下的细节 但林染的表情轻松动作娴熟 没有一丝的犹豫 这说明他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而且更重要的是 手术过程如同跳着一曲华丽典雅的华尔兹 这样的手术堪称是完美 此时一旁的王海洋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他抬起头问林染第三根手指做完了没有 林染说神经吻合快要结束了 但这根小拇指需要移植皮绊 王海洋冲他招了招手 移植皮绊就交给康医生吧 你过来帮我 于是林染再次转换战场 开始了第四根手指的缝合 有了林染做一柱配合 王海洋感觉轻松了很多 旁边的人一脸猛逼 怎么这小子和老王搭上后 手术就从困难模式变成了简单模式 过了半个小时 王海洋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看来不服老不行 根本没办法做完两根手指 于是便将一条动脉和静脉交给了林染来缝 不一会儿的功夫 林染将动脉和静脉全部缝好了 众人看到眼里产生了同一想法 那就是帅 真帅 牛批 真牛批 与此同时系统也发来九个出击宝箱 同行的赞许是对医生最大的褒奖 手术结束后 林染刚走出手术室 就看见早已等候多时的霍主任 霍主任走上前去问林染 你妈大半夜的不回家 带来个什么大明星在外面等你 你小子在外面到底干了啥 林染接到消息 她老妈带着个大明星在门口等着 立马赶过去查看 刚靠近就听见老妈在和对方说 梦雪的事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就行 我家林染我安排一定没问题 没想到下一秒林染就出现在她身边 问她又擅自给自己安排了什么 林染这时才注意到 老妈带来的大明星原来是梦雪 得知她开完演唱会后 肩颈好像又出问题 这才过来麻烦林医生来给她推拿推拿 林染只觉得奇怪 老损得这么快 演唱会有这么费肩颈吗 看到儿子一脸疑惑的表情 当妈的知道她一定是想到奇怪的岔路上去了 她一把搭上林染的肩膀 警告她可不要给自己丢人 她刚刚可是把话都放出去了 你的技术妈知道 不到20分钟绝对能给她整舒服对吧 这虎狼之词就连本期都无法拒绝 而这一幕正好被不远的霍主任看见 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有大明星的资源加持 再加上今晚成功的大型断织再职手术 这是将林染打造成明星医生的好机会 隔天上午 没睡几个小时的林染一大早就出现在医院 刚到护士站就被通知领导让她今天来医院后 就直接去医院会议室 林染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就有病患提着礼物和警戚找上门 他们特意来感谢林染为其做的趋肌剑缝合手术 还专门买来小龙虾 非要给她表演一个徒手包壳 在护士的极力催促下 林染和前来感谢的病人家属被一起带去了会议室 看到费医生和郭医生也在 病人立刻表示太好了 大家可以一起看她来包下 看到有病患前来感谢 一旁的记者邹雅文赶紧将这一幕素材记录了下来 林染看着这阵仗一脸猛逼 原来昨天她参与的断肢在职手术被报社知道后 特地派专人过来采访 刚好今天有前来感谢的病患 记者张罗着让他们拍摄送锦旗的素材 看得一旁的医生羡慕嫉妒 只好酸溜溜地吃着小龙虾 此时邹雅文灵机一动 提议让病患亲自给林染包虾吃 这样才能让人能感受到病人和医生之间的情感 林染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或主任见她有点不配合 立刻提醒她 这些都是为了云医 你懂的 包下的素材刚刚拍完 就有人冲进会议室找王海洋 大叫不好了 之前做断指在职的那位老烟枪病人 她的手指出现了血栓血循环微笑 王海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看来要准备截肢了 林染却说现在还没到叹气的时候 说着她就准备前往手术室创造奇迹 这在记者邹雅文眼里又是一个不错的素材 标题她都想好了 铁定截肢的病人被再次拯救 这绝对是个大新闻 于是邹雅文扛着摄像机就跟了上去 准备进入监控室时 却被告知监控室禁止外人出路 但王医生小声告诉她 想要凌燃的素材 可以去护士站问问 或者去急诊科找吕文斌 邹雅文像发现了新大路一样 立刻来到护士站询问护士眼里的 林医生是个怎样的人 但不凑巧值班护士和林医生不太熟 让她去车库找卢精灵 还特意强调她和林医生关系不一般 邹雅文顿时隐约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能挖到这种男女关系的新闻真是太棒了 于是她立刻赶到车库进行采访 卢精灵一听要给凌燃做专访 一脸惊讶道 难道我们凌燃要火吗 邹雅文一听她叫得这么亲密就知道有戏 立刻请教道 你知道林医生作为一名实习生 但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云衣顶梁柱的秘诀是什么吗 卢精灵脱口而出 当然是因为我们凌燃是天才中的天才 随后就开始给邹雅文说起了 他们从第一次见面到今天的故事 说了好几个小时 才将凌燃的英雄事迹说完 但可报的消息并不多 邹雅文又找到了急诊科的吕文斌 但没想到吕文斌比卢精灵更反而散 说林医生只是带着他们这个小组 干了其他组都干不了的累活男活吧 同时不忘夸奖自己一番 为了跟上林医生的进度 他都要穿纸尿裤进手术室 因为做他的助手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现在他已经锻炼出来了 就在这时有医生过来通知吕文斌 说林医生已经忙完了 要他准备下继续后面几台手术 还特意叮嘱 为了以防万一剂地将纸尿裤提前准备上 得知林医生已经做完了手术 邹雅文立刻赶过去采访 看着王海洋为凌燃竖起了大拇指 邹雅文明白凌燃又再次将患者的手绑住 林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邹雅文斌就干劲满满的要一起做断指在职手术 他现在已经感觉天法缝合已经满足不了他们 林然正有此意 拍着他的肩膀说那就先做50例 因为刚刚被病人的家属感谢 获得了垂直入室内翻缝合法专精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50例断指在职的新任务 奖励是终极宝箱一支 初级宝箱和缝合的新技能林然都司空见惯 但终极宝箱可是第一次减 林然心里已经迫不及待了 连轴转了一天后 两人终于回到休息室 听到林然回来 等待多时的霍主任突然惊醒 因为马彦林被调回了手外 霍主任知道林然忙不过来 所以就给林然找了个皮实的新助手 也是他们科的高材生于元 于医生 随后便将一旁的于元叫醒 于元睡眼惺忪地顶着一头乍毛起身 向他们自我介绍道 林医生你好 我是钢肠专业的于元 同济大学 听到这个专业 几人一脸懵逼 你一个钢肠专业的 怎么会来到急诊科 随后于元解释道 我读硕士的时候是急诊专业 但我本人对钢肠专业更感兴趣 所以读研期间都在研究 钢肠领域的问题 就连毕业论文都是 某高校女生行为方式 与钢肠疾病关系调查分析 一旁的吕文斌心里有点怨 心想这么有味道的话题 你大半夜的怎么还聊上了 第二天于元就作为二主 参加了林然的手术 趁着林然还在看片子 吕文斌忍不住问于元 你的毕业论文最后得到了什么结论 于元说这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高校卫生间以蹲变为主 女生也没有变后清洗的习惯 而且清洗肛门非常重要 人类排便后 仅仅依靠手指很难擦拭干净 残留的变液会对皮肤产生污染 长期刺激会削弱局部抵抗力 进而提高肛肠疾病的发生概率 这番讲解让吕文斌画面感直接拉满 此时林然看完片子定好方案 宣布正式开始手术 没想到这时于元又出幺蛾子了 刚开始就连连喊停 他认为病人是碾挫伤 而且软组织损伤严重 再只是很难成功的 就算恢复了 质体功能也很难恢复 林然好奇地问道 你以前接触过骨科吗 怎么对这个这么熟悉 于元解释说之前有在急诊科 关注过大部分的足部碾挫伤 于元将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和应该注意的细节统统说了出来 一旁的吕文斌心里感叹 没想到于元也是个隐藏的大神 这几乎和当时的林老大一样 不显山不落水的 一出手就是王炸 难道自己要沦为二主了吗 林然也在心里佩服于元的专业知识 自己虽然掌握了完美级的断纸在直径 可单论对脸挫伤的了解 还真没有于元来得丰富 看来和他配合应该会很轻松 随后便叫于元拿浅子过来拉视野 没想到于元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在找境外 这速度就连林然都对他刮目相看 吕文斌就更不用说了 已经认定自己就是二主的命了 于元解释道 因为刚才看到林医生放松止血带了 说明动脉是缝好了 现在自然是在找静脉 林然一看这妹子能看大用 便把冲铃操作也交给了于元 因为血管缝合的时间很长 为了避免干燥 所以要经常用干素盐水冲铃 这是很基础的操作 但没想到于元像倒洗脚水一样直接泼了出去 两人看向于元一脸不解 他怎么突然就菜得跟个新手一样 这于元到底是什么情况 于元见状连忙道歉 吕文斌朝他头去质疑的目光 林然倒是很淡定地继续缝合 叫他补一盆再冲一次 这次于元小心谨慎 但水流太小 林然不断叫他加速 但是水流一直不达标 在林然不断强调加快后 没想到于元又直接一整盆全部倒了出去 林然和吕文斌都被他的骚操作给整蒙了 看来这个于医生是个手残的理论币啊 这时于元发现他的手套上居然沾了血 显微手术对细节的要求很高 因为血液容易与缝线粘连 所以手套和气泻无血是基本要求 于元看着手套上的血完全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沾到了 换上新手套后 林然叫他拿起得被克齿 这是为加持血管而特制的镊子 唇头齿是特制的凹凸齿 颜润而细小 从而保证血管和其他脆弱组织被加持的时候受到的挤压损伤很小 使用要点是绝不允许用镊子加持血管内膜 外膜只在必要的时候加持 而且动作要轻 说着于元就开始尝试加持血管 但因为太过紧张 连续两次都加持失败 林然提醒他这种得被克齿是多次手术后选择出来的 不用加力也不用担心松弛 于元这才明白 原来这一把是不需要用力的镊子 在于元学会使用得被克齿后 林然趁机飞速完成血管缝合 紧接着就是下一条血管了 为了跟上林然的快节奏 于元不敢松一口气 好不容易完成血管的缝合 又开始了神经数膜缝合 此时于元提醒林然 神经数膜缝合数虽然比神经外膜缝合数的效果好 但花费的时间太多了 通常是不用在断指在之中的 而且神经数膜缝合数很容易选错数膜 一旦选错还不如采用外膜缝合数 就在于元还在滔滔不绝时 林然突然抬起头说已经缝好了 于元满脸问号 这么难的手术这就给缝好了吗 随后林然便将缝皮的工作交给了吕文斌 结束了这场手术 等林然走远后 吕文斌夸赞于元马屁拍得不错 明知道林然的神经数膜缝合很厉害 还故意说这手术有多难 这不就是在变相夸他厉害吗 于元连忙解释说他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有一件事还是先告诉你比较好 于元还以为是自己刚刚触犯了林医生的忌讳 但吕文斌却说的这个比忌讳还要恐怖一百倍 那就是林医生会一直做手术 一直做一直做 听到这话 于元吓得都快哭出来了 随后便发誓要回去一定要做好好总结 吕文斌却劝他别整那些没用的 咱们距离下台手术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一定要好好珍惜 跟着林老大做手术 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的 而且你也不用总结 因为他很快的就会成为你的肌肉记忆 这是一个护士叫他俩赶紧过去 林医生正在二号手术室等他们 于元这才明白 所谓林医生的一直做手术 不是说他有很多台手术要做 而是字面意思上的意思 也就是说经常会连台做 吕文斌二人走进二号手术室 问林然是不是有加急的 林然表示这台手术是手外王医生推荐过来加急的 病人惯用手右手的拇指被绞碎 如果没有拇指的话以后生活会很不方便 所以我想给他做个拇指缺损再造手术 就取右脚的脚趾 所谓的拇指缺损再造就是将脚趾取下来 然后接到手的拇指处 从而恢复大拇指的抓取功能 一般来说第二组指最适合再造手术 但这个病人的第二组指却很小 粗度根本达不到手术的要求 于是林然决定用右脚的第一指进行手术 现在的第一个任务是将脚趾给截下来 他吩咐于元和吕文斌负责轻创 自己则进行截取 但他忘了于元是个手残党 刚一上手就失误频发 吕文斌提议清创就先不让于元实操了 林然点了点头 随后便让于元去负责器械 清创完成后 林然先在病人的脚趾上画了一条线 然后就进行脚趾的截取 当脚趾截下的同时 连接处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林然让于元不要慌 先进行抽吸 然后抬起头问于元对手术有什么想法 于元说从核磁共振来看 病人的第一组指已经有机变了 截骨后进行一定的关节松节比较好 一旁的吕文斌听了惊讶地看向于元 心想这家伙在想些什么 这样做无疑会增加手术的难度 一个连清创和抽吸都做不好的人 还好意思对老大提出术实要求 林然却十分赞同于元的看法 虽然这样做难度是变大了点 但对病人而言的确是最优解 于是便开始做第一组指周围软组治广泛松节 在几人的配合下 截取脚趾手术顺利完成 接下来就是结果手部血管 又过了一个小时 林然宣布拇指再造手术完成 此时于元上前询问下一场手术 什么时候开始 他还想跟着林然继续学习 他知道自己的实操很乱 很有可能给林然添乱 所以他恳求林然 即使不上手也行 林然表示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跟 不过在那之前 需要吕文斌多多带于元练习 就像他们之前拿猪蹄练天法一样 于是之后的一段时间 下班后吕文斌就带着于元做练习 上班时林然小队磨合团队协作 几天后林然的五十例断指 在职任务顺利完成 等待终极宝箱开启的时候 林然一脸紧张 心想不愧又开出来精力药剂吧 比如那种高级精力药剂 喝了半年就不用睡觉的那种 但打开一看居然是一瓶红色的药剂 与此同时系统弹出通知 获得药剂 所有技能加一 能将所有技能提高一个等级 效果持续两个小时 不曾拥有的技能服用后 可以拥有入门级 完美级可以提升至传奇级 好奇心满满的林然跃跃欲试 但又想到只是为了看一眼 就给用掉的话 就太大材小用了 还是先留着吧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这个病人每顿可以吃两碗米饭 但却已经十几天没有排便了 周医生检查之后 怀疑是肠肛阻 有可能需要手术 原来这几天因为病床紧张的原因 林然的手术很少 所以周医生便拉着他去接诊大厅 去找特殊的病患 在那里发现一个腹痛很严重的病人 从病人家属的口中得知 病人不久之前刚做完急性蓝尾炎手术 这几天却突然复痛 排便也不正常 周医生发现病人的肠名音很弱 很可能是老年肠肛阻 让家属先去给病人做一下详细的检查 林然一听是肠道问题的病人 便把对肛肠方面贼溜的专家于员叫了过来 他一边跑一边兴奋地问 肠肛阻在哪 肠肛阻在哪 周医生对于员竖起了大拇指 表示会尽量让他上手 毕竟这可是个苦差事 检查结果出来了 病人不仅是肠肛阻 而且还是脚窄性肠肛阻 这种病很严重 看来得做手术了 但还没有进手术室 周医生便先把口罩发给了大家 叫他们先戴上 林然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天真的问这么早戴口罩干嘛 周医生只说这是肠肛阻最危险的类型了 至于是什么危险 周医生也没有明说 于员却是兴奋地问他可以当二柱吗 周医生叹了一口气 开刀以后再说吧 毕竟这个病人好几天没有排便了 而且据说这个老太太一顿能吃两大碗米饭 里面肯定有不少存货 当周医生打开腹腔的那一刹那 刺鼻的味道就全部冲出来了 林然现在才明白 刚才那么早就让戴口罩 原来是因为这个 周医生在检查一番后 发现没有之前预估的那么严重 应该比较好处理 他随后问于员 你刚才也一直看着对吧 那你知道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吗 于员自信满满地回道 现在应该是要排空尽端的粪便 周医生听了黑黑地坏笑起来 没错 这里可是有一周的积蓄 指不定还有多少以前的老粪便 开心不 于员两眼冒光地表示当然开心 周医生听到这话又叹了一口气 于员 我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要掏粪了 于员说他知道 之前还看过一篇专门讲这个的文献 取粪的时候会经常污染腹腔和切口 所以可以用腹腔浸淘光缆线的塑料袋 把一端扎死 再将肠管里插根塑料管 放到前面的塑料袋里 这样就可以把肠子里的东西排入塑料袋里了 周医生心想于员竟然懂得这么多 便让于员来操作 于员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做主刀 开心到起飞 但他还是问了问凌然要不要来操作 凌然连忙摆手 不用 还是你来吧 于是于员便开始了掏粪操作 不大一会儿便掏出了满满两大袋子 此时护士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问于医生还有多少 于员面色微红地回道 还早呢 这些只是消化了的地方 然后又干劲十足地继续掏了起来 这触感 看来老太太喜欢吃你呢 还有这么多没有消化的损 做完蓝尾炎手术就吃这个肯定消化不了了 于员清理到一半的时候 转身问周医生 我先把下面的处理了 然后再顺着场馆上方往下撕 应该就能清理干净了 这样做可以吗 在得到周医生的同意后 于员又开始掏了起来 看着干得热火朝天的于员 周医生心里不免吐槽起来 掏粪怎么还掏上瘾了 这书呆子把手术室当考场了吧 于是他提醒于员 叫他抓紧时间 病人现在还开着腹呢 于员听到这话 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 最后整整装满了四大袋子 手术结束后 两名护士立即冲出了手术室 一边走一边抱怨着 这味道也太冲了 得赶紧洗手换衣服去 周医生见了不禁撇了撇嘴 一群战五渣 连一个老年长耿组都受不了 放在普外科这种患者每天都有 看看人家的人使能力 凌然心里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先接触的显微外科 虽然活稍微重点 但至少要比普外科干净一点 周医生见凌然对普外科一副拒绝的表情 立即把自己在学生时期 去解剖室陪大体老师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说他一点都不怕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比以前了 所谓的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的尊称 又称无言老师 一旁的于员却很惊讶 到了晚上你也不害怕吗 听到于员这么问 周医生白了他一眼 你惊讶什么 和你做的事比起来 我这种算是正常的好吧 接下来几人回到了休息室 于员特意买来了猪蹄 让大家补充一下体力 但凌然看到一盆金灿灿的猪蹄满脸黑些 表示自己暂时不饿 先不吃了 吃饱喝足后 周医生提议再去等一个病人 你俩都没做过蓝尾炎的手术吧 那咱们就去等一个急性蓝尾炎吧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不大一会儿就等来了一个急性蓝尾炎的病人 周医生大手一挥 表示这个病人我接手了 随后便对病人做了一下简单的检查 有压痛 跳通不明显 疑似是蓝尾炎 但他还是建议先去拍个片子 毕竟只靠观察始终不靠谱 不大一会儿影像科就把片子送来了 但周医生和凌然看到片子后 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竟然又是一粒长羹子 一旁的于员听了立即来的精神 周医生则和凌然对视了一眼 随后又将手术让给了满怀期待的于员 此时于员感觉幸福极了 真是被神和天使眷顾的一天呢 同样是实习生 凌然已经坐到了主刀的位置 但是好兄弟王壮永还在做着打杂的工作 新的一期实习生科是轮转 他转到了急诊科 这次他发誓一定要努力争取到机会 然后成为像凌然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人 可就在他为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 旁边的实习生就将垃圾给抢走了 不是吧大哥 连垃圾你都抢 作为最底层的实习生 埋头苦干是唯一的出路 冲啊 王壮永 在埋头苦干这方面你不可能会输 但还没跑两步就撞到了李文斌的身上 王壮永一看这个体型高大的男人 那时吓得连连道歉 吕文斌揉了揉肩膀问道 你是实习生吗 王壮永慌得一批 哆哆嗦嗦地说我是 没想到吕文斌一把拉住他的手 叫他去帮个忙 随后两人便来到了练功房 王壮永看着满屋子的猪蹄和鸡脚心里一货 买这么多猪蹄和鸡脚干嘛 吕文斌却叫他把他们都清洗干净 毛都给拔了 然后再给鸡脚剪个指甲 并允许王壮永在拔猪毛的时候 可以用显微眼镜 一听可以用显微眼镜 王壮永心里那是一个激动 来云一实习了这么久 还没有用过这玩意呢 两个小时过后 王壮永已经将猪脚清理得干干净净 吕文斌见状很是满意 心想虽然他傻乎乎的 但做事却非常认真 此时王壮永突然问道 你认不认识凌然 吕文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欲咒 于是反问道 你认识他吗 何止是认识 学校里我们是住一个宿舍的 关系好的就跟穿连当裤一样 听了王壮永的回答 吕文斌瞬间实话 我真的酸Q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想到这里 他立马伸手去抢王壮永手里的犄角 表示不用剪了 但王壮永却以为吕文斌是嫌他剪得太慢 为了能接触到真真正正的手术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绝不能让吕医生丢下自己 见王壮永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 吕文斌彻底崩溃了 这位跟林老大穿开当裤的大哥 你再这样下去 我拿什么脸去见老大呀 此时他仿佛看到林燃已经在质问他 为什么要使唤他的同班同学了 于是吕文斌一把抢过王壮永手里的犄角 说不用剪指甲了 已经够用了 王壮永见吕文斌满头大汗 连忙递出一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这一举动直接把吕文斌弄了 怎么心想以前怎么没有遇到这么知情失去的家伙 现在遇到又是这种甘大的关系 他随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就跟着我吧 到急诊科想学点什么 王壮永做了一个害羞羞的动作 我还没做过手术 我想做手术 随后吕文斌便带他来到了处置室 这里有一些轻伤的患者 可以先带他去做一下小手术 吕文斌先是给王壮永示范了一下 不惊 消毒 清创 逢合一气呵成 没想到王壮永看到后直接晕了 这和我在学校里学的也不一样了 吕文斌回头说你们学校的大体老师都泡了多久 现在这个可是新鲜的 王壮永听到这话 瞬间想到了新鲜的大体老师 他只感觉嘴里一阵耸动 紧接着一条彩虹就从嘴里吐了出来 那个实习生还没来多久 手外科主任便想带他去开飞刀 所谓开飞刀就是坐飞机去别的医院做手术 一般花钱请飞刀的 要么是医学交流 要么是病人的情况太复杂需要请外员 所以一般能开飞刀的都是医学界的大老 但凌然认为自己只是勉强斩露头脚 还没有资格去开飞刀 王海洋笑了笑 对方只是请我去 但我太劳累了 所以带上你的话 手术应该会轻松不少 票已经买好 病人两指断铃 飞刀的费用可以一人一半 凌然想到自己还没有拿到职业医视证 跟着他还可以长长见识 所以便答应了下来 两个小时后他俩坐高铁来到了一全县医院 医院古二科主任孔向明带头表示欢迎 但他们一看凌然一幅奶油小生的模样 认为他只是王海洋带来混履力的 不看僧面看佛面 孔向明还是笑着表示欢迎 在一阵寒暄过后 几人便去会议室对病人进行会诊 半个小时之后就制定出了断止再职的方案 但凌然却说他想补充几句 孔向明立即投过去鄙夷的目光 心想你一个过来混履力的 假模假样的补充什么 你有那能耐吗 只见凌然栩栩起身说道 我认为患者纸背经脉弓有血管撕裂的迹象 到时候应该要切开重新缝 众人听了大吃一惊 看来这家伙并不是什么单纯的花瓶小帅哥 虽说纸背经脉弓的有些血管可缝可不缝 但凭借核瓷共振的片子就能看出患者血管撕裂 这种是许多惊艳老道的医生都未见能做得到 孔向明更是流出了冷汗 看来这家伙不是来混履力的 而是给老王打下手的拍档 他一改之前的态度 连忙把自己衣住的位置让给凌然 并让人带他俩去换衣服 换衣服的时候往海洋叮嘱凌然 开飞刀不比在本医院做手术 要采用低风险的方案 凌然明白这话的意思 所谓低风险的方案就是要多接血管 但是多接血管就意味着延长手术时间 或者想办法在其他方面节省时间 手术时王海洋和凌然的配合 天衣无缝默契无比 作为一名老年医生 没有什么是要比有一个配合好的下手更舒服的事 这简直要比被人抱着跑完马拉松还要舒服 众人看了纷纷发出感慨 真是开了眼了 没想到这世界上居然有医学投胃术 这才是医学界最高端的手术马屁 但手术进行到一半 王海洋却突然将手术刀交给了凌然 让他做起了主刀 这更让众人惊掉了下巴 要知道如果飞刀失败 主刀医生的口碑就会江河日下 孔向明不相信王海洋那个人 今会在飞刀期间让凌然来练手 这里面肯定会有其他的原因 于是他上前问凌然 凌医生 做主刀时您缝血管的策略是什么 凌然回道 病人的血管有点僵硬 按照老年人的血管来缝吧 听了凌然的回答 孔向明一脸震惊 他没想到王海洋 居然将比较难缝的僵硬血管交给了凌然 也就是说这位凌医生其实比王海洋更加厉害 难道他才是云华医院真正的顶级大佬 只见凌然拿起手术刀飞速缝合了起来 快到甚至出现了残疑 一旁的孔向明慌的一批 心想这家伙不是在瞎缝吧 不大一会儿凌然便将血管和神经都给缝好了 他转头问孔向明要不要来缝体 一般邀请来做飞刀的医生是不会让其他人碰手术的 而凌然的意思是让孔向明来确认一下手术是否有问题 要是后面出了问题会更麻烦 孔向明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起来 血管缝合到位 神经缝合到位 断指肩骨位置到位 还真的什么都做好了 就只差缝皮了 在孔向明缝完皮之后 手术也正式结束 但就在凌然和王海洋准备离开的时候 孔向明却挽留他俩在食堂吃个便饭 王海洋朝他投过去一个意味不明的眼神 一般的飞刀医生做完手术就会离开 孔向明此时要他们留下来吃饭 显然是有问题要问 果然刚一落作 孔向明就让他俩预估一下手术的结果 凌然表示达到优的几率不会很高 凉的可能性只能说稍微大了些 并且有一定的概率坏死 孔向明听了心里咯噔一下 没想到花钱请来的飞刀医生竟然成功率不高 王海洋听了也不淡定了 他问凌然怎么了 难道是机械用得不太顺手 凌然一边吃一边解释道 是病人的血管和神经的质量都比较差 只能按照70岁老人的断指在职的成活率来考虑 王海洋听了心里那叫一个郁闷 他没想到病人的血管状况竟如此糟糕 万一手术失败就麻烦了 真的不该来做这粒飞刀 孔向明心里也郁闷得很 但现在重要的是先把最坏的状况给问透 好早点安排后路 他抬起头问凌然 优良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但凌然却说优良的可能性大约90%吧 孔向明听了满脸问号 你刚才不是说优良几率不高吗 凌然解释道 我是说优的概率不是很高 但良的概率很大 而且病人血管的质量很差 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都不足为奇 出现坏死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 对患者家属说明的时候不是要谦虚一点吗 听到凌然的话 王海洋和孔向明终于松了一口气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牵一下须可是把我俩下的半死 以后可别这样谦虚了 第二天凌然再次回到云华医院的时候 护士们纷纷要来和凌然拍个合照 原来她做飞刀的事情已经在护士站床开了 就在几人拍合照的时候 一名护士急匆匆地胆道 说有一名装修工切割瓷砖的时候 不小心将两根手指给切了下来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到 此时病人的妻子已经赶到了医院 她苦苦哀求凌然 一定要治好老公 否则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 女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女儿 苦苦哀求凌然救救自己的丈夫 家里的长辈先后因为癌症去世 因此留下一大笔外债 丈夫原委为了还钱 没日没夜的工作 却不小心把自己的两根手指给切了下来 如果治不好的话 以后这家的日子可就难了 凌然在了解到一切之后鼻子一酸 立马让影像科准备好 只要病人一到就照核瓷共振 此时系统发来任务 发挥完美级断指在职技术 缝合病人原委的手指 奖励终极宝箱一支 不大一会儿病人到了 核瓷共振的图谱也送了过来 此时凌然想了一下 到底怎样的断指在职才算是完美缝合 没有斑痕还是植骨不结断 但这两个根本不可能做到 那就只能从完美的功能性来考虑了 虽然自己有把技能提升至传奇级的药剂 但现在只需做到完美级就可以 用了未免就有点浪费了 为了完美地做好这场手术 凌然把以前配合好的组员都叫了过来 从核瓷共振的图谱上看 病人是最基础的切割商 步骤基本没什么改良空间 那就必须将每一处细节全部做好 尽量提高手术的完成度 那么耗材和器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想到这儿凌然就给 昌西医药公司的黄茂师打起了电话 让他把最好的断纸在职医疗器械 在一个小时之内送过来 如果可以试用的话最好 因为自己没钱 这一句没钱直接把黄茂师给吓倒了 但他依然表示没问题 毕竟云华医院是市里最大的医院 给他们试用也很正常 不到20分钟 黄茂师便将需要的器械送了过来 这下完美级的断纸在职就没有其他问题 就在凌然在手术室熬战的时候 原委的妻子已经不敢想象以后老公残废的日子 先不说家里高额的债务 就连村里的风言风语都躲不过 自己和老公应该能承受得住 但孩子怎么办 他还这么小 此时手术完成 病人原委被推了出来 他立马上前询问手术做得怎么样 凌然还没说话 刚刚赶到的霍主任笑着告诉他 手术做得很成功 我在监控室都看见了 现在只要在恢复方面下功了 手指就能用 听霍主任这么说 原委妻子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并让女儿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一大早 云华医院贴出了一则告示 工程院院士助同一一行 将历临我院参观访问 各大科室因此突然间忙碌了起来 要知道工程院的院士 大约是中国医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 而且在医学界掌握着话语权 说得庸俗一点 谁要是在助老面前露露脸 瞬间就会成为医院的香波宝 甚至还可以平步清云 霍主任心想要是能获得助老的支持 自己大急诊的梦想 会不会也能轻松搞定 男人的手指被插进去两根坚硬的钢针 但他却一点也不痛 凌然仔细观察着这两根手指自言自语道 黑色基本退去 恢复得很不错 应该算是 还没等凌然说完 身后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算是假疾愈合 凌然回头看着这个笑眯眯的老头 问你是哪位 老头没有回答 反而让凌然把病人的片子拿给他看看 在看到片子后 老头直呼做得好 此时霍主任急匆匆地推门而入 大叫了一声助老 您怎么先到附件市来了 店长他们都还在等着您呢 这时凌然才知道 眼前这个老头就是工程院院士助同 助老笑咪咪地回答 我对你们开展的断指在职项目很好奇 所以就先过来看看 霍主任没想到助老会对自己科室的项目感兴趣 瞬间觉得脸上有光 连忙把助老请到会议室仔细探讨了起来 助老也没想到凌然七天前做的手术恢复得居然这么好 表示想听一下手术的过程 凌然站起来将整个过程说了出来 在听完后 助老对凌然的手法和技术大为惊叹 正是因为他的高超技术才能做出这么完美的手术 但他看向凌然的表情却越来越不对劲 随后开口说道 凌医生 我这有位体育明星的运动损伤案例 对主刀大夫的技术要求比较高 你想不想试一试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凌然还没有说话 霍主任上前一步问道 助老你是要做指导手术吗 助老点了点头 方案我都做好了 就是缺一名合适的持刀医生 而且我听说凌然10法做得也很好 只要去我那烧家练习 他完全有资格来做主刀 虽说助老年纪大了 已经十几年没有做手术 但他依然可以设计手术方案 并且参与手术 以高于主刀医生的地位指挥主刀医生 霍主任听了助老的话瞬间不淡定 怪不得他来到云一 第一时间就跑我急诊室来 原来是过来和我抢人的 此时他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虽说云一是昌西省顶级的医院 但放在全国也只能算是中下等 万一凌然经不住诱惑可怎么办 此时凌然终于开口 云一的条件很好 我不想去外地 在这里练习也是一样的 在他说完这句话的瞬间 系统突然发来提示 完成完美缝合的任务 奖励终极宝箱一支 凌然打开箱子一看 里面居然是完美级跟剑修补术 随后一道道信息就涌进了脑海里 只是一瞬间就完全明白了跟剑修补术 此时助老还在滔滔不绝地劝着凌然 并保证只要去他那练习几个月 一定会让凌然成为主刀医生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凌然打断 跟肌剑断裂的话我可以做 如果想让我成为主刀医生的话 并不用几个月时间 但我得先在云医做一些练习 麻烦助老帮忙找些跟肌剑断裂的病人来 听到这话其他医生一脸不屑地看向凌然 这可是助老的指导手术 有你讨价还价的地方吗 但或主任听到凌然要留在云医练习 感动到直接泪目 心想居然凌然的心在我这边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就让他去历练历练吧 他答应让凌然去助老那进修 但不能让他一个人自己去 随后只向一旁的吕文斌说道 你跟着凌然一起去上海进修 协调好一应事务 两天之后凌然和吕文斌来到了上海的复原体育场 接待他俩的是助老的学生薛浩出 薛浩出让凌然先休息一两天 凌然文言一脸不悦 休息 我在哪不是休息 非得专程跑上海来休息吗 吕文斌见老大丝毫不给薛浩出面子 立马打起了圆场 休息两天也不是坏事 就当熟悉熟悉环境了 但是过了四天之后 凌然彻底忍不了了 这么多天没有做手术已经待不住了 他让吕文斌找研究中心的人问问是什么情况 吕文斌来到研究中心找到了薛浩出 说要是再不做手术我们老大就要回云华了 一旁的曲医生听到回去和老大这两个词冷哼了一声 一个小小的实习生好大的谱 吕文斌见有人这么说自己的老大 脸色瞬间阴了下来 问曲医生是什么意思 主任推荐一个实习生来做手术 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 没什么藏着掖着的 这几天是我故意晾着她的 而且凌然做手术的视频我也看了 守不去肌腱的手术确实不错 但她做过足够手术吗 薛浩出见状帮凌然说起了好话 叫曲医生给凌然一个机会 先带她做两台手术 有状况咱再讨论 毕竟凌然是我老是请回来的 曲医生想想也是 要是一直这样晾着凌然 等住老回来也不好交代 于是便把凌然叫了过来 凌然进来第一句话就问是有手术要做吗 曲医生拍了拍桌子上厚厚一塌的病例 让凌然想做哪个就做哪个 她本想用惊人的手术量让凌然知难而退 但没想到凌然却是一脸幸福的表情 在云医虽然也可以选自己想做的 但一般可供选择单位通常只是个数 这里可就不一样了 选择那是相当多了 但是初来乍到方方面面都需要适应 还是求稳为上 于是她选了一个最简单 最普通的跟肌腱断裂的病例 随后便跟着曲医生来到了手术室 病人是38岁的女性 闭合性连续跟腱断裂 需要先做手术探查 然后再决定治疗方案 经过一系列的挫折 凌然在上海的第一台手术终于开始了 但接下来的表现让曲医生震惊不已 只见凌然和曲医生同时向布什发出命令 拉开 组之前 曲医生没想到两人第一次一起做手术 居然配合得如此默契 布什也和凌然配合得天衣无缝 并且凌然的操作也十分完美 此时曲医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但一时又说不出哪里怪 随着手术的进行 奇怪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他仔细回想一下 从手术开始到现在 他竟然没有一次想要骂人的念头 曲医生仔细回想一下手术的过程 原来是手术做得太顺利了 基本上刚刚想到了什么 凌然就已经给做好了 这样的手术可以说是舒服到了极限 如果非要打个比喻的话 简直是要加菜的时候 已经有人将自己喜欢吃的菜送到了嘴里 但手术做得舒服归舒服 曲医生心里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他的追求是有难度的 然后被自己一点点征服的 富有成就感的手术 在这场手术中 曲医生甚至更期待凌然可以犯一点小错 毕竟上级医生的权威 可是建立在下级医生的错误之上的 转眼到了缝合的关键时刻 此时凌然已经准备好了姿势 一服只要曲医生一动手 就会把跟腱捏出来的样子 此时曲医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自己术中临时改变方案 这小子会不会一下子 因为无法适应来犯错 但马上又被自己给否决了 他不能为了看住手出球 就要把病人置于危险之中 于是无奈叹了一口气说道 把跟腱给扯出来吧 随后凌然将跟腱扯了出来 曲医生开始做起了缝合 看着凌然那股轻松配合自己的样子 曲医生有点不幸 又拿起肌腱玻璃器试探了起来 问凌然之不知道怎么用 有离拓肌腱会用吗 会 好 那你来做 凌然随手接过肌腱玻璃器 在曲医生期待的眼神中 咔咔两下就把拓肌腱给分离了出来 这一通操作直接把曲医生给看傻眼了 一般的医生没有十几分钟是完成不了的 这凌然怎么咔咔两声就给搞定了 他走上前去反复查看 但是无论如何也挑不出半点毛病 随后在两人的配合下 开始了正式的缝合 而曲医生的每一步 凌然依然能预测得到 无论曲医生加速减速 还是正向反向 凌然都能与他轻松同频操作 随着缝合线被减断 手术也正式完成 这时曲医生发现因为两人的配合 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台手术明显比之前做的都要好上不少 而这台手术的整个过程 已经被削号出全程给录下发给了助劳 手术后的下午 凌然独自来到了体育馆 坐在观众席上开始复习这场手术 跟腱是人体受力最大的基建 也就是说跟腱修补的核心困难在于使用强度大 怕锻炼 尤其是专业的运动员 他们对身体的使用已经趋向于极限 跟腱的使用强度自然要比普通人大得多 凌然虽然有着完美级的跟腱修补术 但面对顶级的运动员还是感觉不够用 看来得好好梳理一下今天的手术心得 找到可以优化的地方并加以改进 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了薛浩出的电话 说助劳已经回来了 叫凌然过去一下 助劳为了测试凌然的实力 让他给一个跟腱严重撕裂的病人做手术 并请来知名骨科医生寄天露来做凌然的遗嘱 表面是做凌然的助手 实则是来给他查缺补漏以免发生意外的 紧接着影像科医生就给凌然讲解起来病人的核磁共振图 但凌然却想亲自确认 毕竟是自己主刀的手术不容有失 一旁的寄天露饶有兴致地看向凌然 心想我倒是看看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做你的助手 只见凌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心里默念 大师及核磁共振阅读开启 损伤程度介于一行到二行之间 用基础的端端缝合 从这里切入 凌然一边笔划一边说明自己的手术方案 这让一旁的寄天露大为震惊 凌然阅读出的信息不但完全正确 而且连手术方案都已经想好了 这凌医生却如主任所说有点本事 在讲完手术方案后 凌然便和吕文斌起身去手术去换衣服 很快新来的实习生做主刀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研究中心 他们纷纷来到视觉室 想看看这个实习生的能耐 视觉室内有很多屏幕 能连接手术室内的高清摄像机 以及全景摄像机 可以观察到手术室的大部分细节 可以一摆两条线 黑色的是切开线 白色就是跟腱断裂的位置 寄天露看了瞬间流出了冷汗 他没想到凌然仅凭核磁共振的图谱 就阅读出这么多信息 看来凌然可不是有点本事这么简单了 随后凌然指着病人受伤的地方 讲解了起来 从核磁共振看 在T12和T22上机械内成局限性高信号 机械树内比较毛糙不规则 这是部分损伤的特征 位置从T22上可以看出来 当它的信号显著增高的时候 就是撕裂最明显的部位 在讲解完之后 凌然就举起了手术刀 使用切开砖筋对着黑线切了下去 一秒钟不到的功夫就给切好了 寄天露看着凌然的操作直接蒙了 卧槽 这也太快了吧 就在他迟疑的同时 吕文斌也将跟剑给勾了出来 他随后看向还在发愣的寄天露 知道他是不习惯凌然的节奏 不像那些自信不足的外科医生 要不停地向助手确定这个确定内容 凌然向来都是该做哪个就做哪个 是典型的艺人做类型的医生 此时凌然下了第一道命令 端端缝合 然后自己就将基建给履好了 这是曲医生前日所用的改良 Kassler缝合法 而寄天露此时有些后悔 没听影像科的说明 否则自己也能判断出正确的位置 现在就不会一步慢 步步慢地受制于凌医生了 既然醒悟过来了 那就不能给助老丢脸 必须追上凌医生才行 端端缝合是最简单的缝合形式 从这里下手终于跟上凌然的节奏 此时凌然也扯开了架势 飞快地缝合了起来 是教室里发出连连惊叹 这大屏幕上怎么出现了残影 不会是显示器卡了吧 只有曲医生知道 这才是凌然的可怕之处 这时手术室里凌然 突然叫吕文斌穿一根10号的丝线 一旁的寄天露有些慌了 之前都是用的4号线 这10号线比4号细了 可是不止三倍啊 凌然解释道 病人跟腱断端不整齐 用4号线继续拉修整后会有残阻 而且要是分开的话 拉力不如10号线 另一方面由于跟腱的弹性大 如果裂开的跟腱本身参差不齐 我们却只用一根线缝的话 跟腱在强力弹回的时候 就更容易断裂 所以我要把它裂成不同节的跟腱 并用与之匹配的线来缝合 是教室的众人听了那是吓了一大跳 学这么多 树也根本不清楚 他是怎么看出断断不整齐的 而且就算看出来了 他又是怎么知道该用几号线的 这完全就是在赌了 助劳也是想不明白 打开话筒询问是怎么回事 凌然只是说用手拉着感觉出来的 曲医生听了流出冷汗 感觉 感觉怎么能作为手术的参考 凌然继续说道 我经常点人做推拿 肌腱或者筋膜我用手一打 就能估计出牵拉的力量了 不会相差太多 随后伸出手 让护士递来三号线继续缝合 忌天鹿抬头看着凌然自信的操作 心里已是信了八分 因为自己在做跟腱手术时 也凭感觉操作过 不过准确度却是差了一些 这时从来没有凭感觉操作过的曲医生 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一把抢过话筒 气冲冲地吼道 曲医生 你还记得自己的职责吗 现在是不是该叫停手术了 忌天鹿却对曲医生的话不屑一顾 只是让他好好看好好学 而凌然这边却是头也没抬一下 依然继续做着手术 对于这么简单的跟腱缝合 他只在乎能缝多好 丝毫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 此时到了冲洗阶段 凌然尽可能地修复了剑桥 使缝合处平整光滑 忌天鹿看了又是一阵发呆 忍不住问到你这个缝合是怎么练出来的 凌然自然不能将自己拥有系统的事情说出去 只是说用缝相交的方法练出来的 手术完成后凌然又仔细检查了一遍 在确定没问题后 将打石膏的工作交给了忌天鹿和吕文斌 自己则离开了手术室 是教室这边所有人都在为凌然的高超技术帮呼 助老笑着问曲医生 凌然的表现有没有超出预期 曲医生知道自己一旦点头 刘维成的诊疗就得一种了 但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他又做不出来 他灵机一动 想出一个缓兵之计 表示可以再继续观察几次手术 但助老并不赞同 因为刘维成的手术已经拖了好久 要是继续拖下去 对手术的效果和术后恢复都会有影响 于是两人便邀请刘维成过来 要不要让凌然当他的主治医生由他自己来决定 他是体育界娱乐界双期明星 但因为跟剑断裂再也无法参加比赛 由于他的手术复杂难度极高 去医生希望凌然能做实力与之相近的手术 然后再根据手术的表现决定 刘维成的手术是否交于凌然来做 许医生这样做心里有他的小九九 只要凌然有一例失败 那么刘维成的诊疗权就会落到自己的手里 名利和财富也会脱手可得 即使失败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不是医疗事故 就不会对医生造成致命打击 凌然摆了白手表示可以 随后就要去食堂吃饭 取医生见状立马叫住了他 你就不想知道允许你给刘维成做手术的具体要求吗 不想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无所谓 是住院是请我主刀做手术的 如果病人不想做的话我也不会强求 我的目的只是做手术 随便什么手术都可以 一旁的刘维成听到这话瞪大了眼睛 自他受伤了以后 想来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多到数不胜数 还从来没一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此时他也迫不及待地想见识一下凌然的实力 随后转身问道 那凌医生什么时候开始呢 凌然摆了白手表示自己没关系 关键还得看取医生何时给我安排那十个病例 回到家后刘维成一整晚都没睡 即使在睡梦中他都能见到凌然的模样 尤其是他受无所谓时的样子 刘维成起身大喊 你是没关系没所谓 但我有所谓啊 我想把跟剑治好 想重返赛场 可要完成最好的手术方案 连世界第一的骨科医院没奥诊所也没人能执行 医生曾经给他提出建议 用一年的恢复期换取三个月以上的高运动能力的基建 之后就听天由命 或者用半年的恢复期换取三个月以下的高运动能力的基建 最后准时退役 但这两个方案都不是他想要的 他真正想要的是能再征战赛场两年且不会残废的根捷 想到这里他立马给经纪员发了消息 起床 我们去研究中心 天亮之后的研究中心内 凌然在手术台上奋战了整整夜 此时他肾上腺素疯狂分泌 动作大开大合 因为在来上海之前 他每天只能做一两台手术 现在一下就安排了十台 这让他爽到飞气 而刘微臣在室教室里整整看了凌然一个通宵 此时他做出决定 要让凌然成为他的主导医生 徐医生听了瞬间慌了 让他再仔细考虑一下 并拿出对礼盒局里的领导来压他 刘微臣吃笑了一声 领导 无所谓的 我只要林医生 刘微臣做出的这个决定 瞬间就引爆了整个社交媒体 手术的当天 研究中心门前挤满大量的粉丝 来为刘微臣加油打气 助劳也进一步确认了 刘微臣术前的身体状况 此时刚刚做完上一场手术的凌然感到 刘微臣望着凌然头上的兔子帽 莫名地笑出了声 你就戴着这种帽子做手术 凌然也笑了笑 看来你情绪不错 凌然向刘微臣确认 是否采用助劳的手术方案 并问刘微臣是否了解手术的风险 刘微臣点了点头说了解 凌然随后便让她躺下 发动体格检查专精技能 给刘微臣做了体格检查 各项指标正常 可以去手术室了 此时系统突然发出了新的任务 最大限度恢复病人刘微臣的跟腱功能 每恢复5%就奖励出击宝箱一支 在验证病人的身份后 凌然便让麻醉医生进行麻醉 只听到医生大狼吃药了 刘微臣便晕了过去 随后凌然就在小腿内侧 划出了一条S型切口 紧接着与寄天路一起 将刘微臣的皮肤给拉开 然后再用镊子将暴露出来的 跟腱给夹出来 助老见了皱了皱眉头 没想到这根腱的断端 居然是马尾状 要知道在肌腱断裂中 马尾状是最糟糕的类型 如果病人是普通人的话 还能用来做加强缝合采量 但患者是运动员 这种完全不足以支持高强度的训练 就纯粹是无意的了 所以凌然和助老决定 将这马尾状的跟腱给剪掉 此时是教室里的医生纷纷议论起来 减掉的跟腱大约有三零 如果想让病人跑起来 恐怕得用难度最大的方案 这就有点变态了 一个护士问为什么说变态 因为跟腱内侧的血供 是从静后动脉来的 又分了三到四个的穿动脉 肉眼几乎看不到 但其样子和来源是肥动脉的 跟腱外侧的血管差别不大 而跟腱要想保证血供 就要保证来源是肥动脉的血管的完整性 至少要绕开八个小血管 还有无数的血管分支 这种想法虽好 但是要实现就太理想主义了 这难度就算推迟到十年后 都未见有人能做到 此时一个年轻的医生 摸着下巴说道 其实不小心切开血管 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因为小血管都有代偿能力 就算被切开 只要过一段时间 人的身体就会配置血管 小血管自己都会重新接上它 但主任是觉得代偿太慢 会影响运动员的回复速度和质量 才决定绕开这些小血管的 不小心切开的话 还需要进行血管缝合 而刘薇辰需要手术的位置 偏偏就是人体攻血最差的位置 在这里进行破坏性手术 还要高速有质量的恢复 如果没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 外科医生的话 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是教室讨论的同时 凌然这边已经将跟剑缝合完成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血管网重建了 此时寄天路面色凝重 这些破碎的血管太复杂了 要想把它们缝合起来难度太大 但缝血管对凌然来说 已经是一件很熟悉的工作 它刚到云华就开始缝老鼠尾巴 然后断指再指也要做血管缝合 虽然没有现在多 但精度却更高 而跟基建周围的血管 反而没有那么高的精度要求 祝老的方案是要 每边都得到两条穿之动脉 并保证一定量的小血管存在 所以就算是一两条血管缝合失败 也不会造成跟剑缝合的失败 手术出事的几人 静静地盯着凌然的动作 似乎比凌然还要紧张 但凌然表面上一成不变 心里已经爽到起飞 以前操作关键的两三根血管属于机会难得 今天却是一逢一往 都是又细又小又困难的血管 这相对于能反复操作断指在植中最精华的步 此时祝老提醒凌然 手术的关键是注意动态平衡 你不可能将整个血管网重新缝合起来 只能挑选重要的血管来组合一个勉强可用的血管网 但凌然表示自己想多做一条备用通路出来 祝老疑惑 那时间来得及吗 方案预计恢复三四成的血管网 完全来得及 其实我们切断的小血管并不多 多恢复一些应该更有好处吧 刘维臣的手术方案计划是四个小时 这个时间是祝老算出来的 时间如果太短 主刀无法完成手术 时间如果太长 手术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样做无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大了近一倍的手术量 此时祝老这才明白 原来这小子想的不是如何完成方案 反而是在想如何超越方案 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 但也不能冲过了头 祝老提醒凌然 要尽可能地保证质量 静卵的危险依旧存在 打通的血管才算是有用的血管 对于这一点凌然当然知道 微创跟腱手术为什么很快就能出院并尝试恢复 就是因为缝合后的血管有质量 才让跟腱得以快速地恢复 而祝老的方案就是把刘维臣的跟腱缝合 做成跟腱缝合并血管移植 难度比之前的方案增加了十倍不止 看着凌然自信的表情 祝老也是稍微松了一口气 看来自己是太在乎这个方案了 而祭天璐一直在观察着凌然的操作 这个方案要求维持一定的水平的血管网 同时又要缩短手术时间 其实就是要求主刀医生快准狠 在此之前 祭天璐国内外到处考察了一圈 符合要求的都是大型手术经验不足的年轻主刀 而厉害的大佬一听刘维臣的手术 是指导手术纷纷拒绝 毕竟他们不缺钱 此时凌然说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遐想 这里接起来的话 一个通路算是完成了 祭天璐惊讶地问道 完成了吗 只是两个通路中的第一个而已 还得继续缝合 同时语气平和地要来了镊子 但他刚刚接触到镊子 突然感觉触感变了 他随后让祭天璐先检查一下通路 自己则去洗一下手 刚才拿镊子时的触感 说明手术手套已经发生了物理性质的变化 通俗来讲就是没那么贴手了 而且还有破损的风险 除此之外 医生手部的细菌也在不断积累 这时候如果手套破了会更麻烦 等凌然洗完手回来 祭天璐已经检查好了 表示血管缝合没问题 但他觉得这一条通路安全性就足够了 凌然到护士重新给他戴上手套 同时叫祭天璐放开看看 祭天璐随后松开卡住静后动脉的夹子 血流通畅 没有肾血 而凌然的眼前却是展开了任务提示 任务展露头角完成度75% 这就意味着刘微臣的跟剑功能 已经恢复到75% 以侵入性手术来说 这个恢复比例算很不错 但以这种程度的跟剑 去参加世界级的竞赛肯定不够用 凌然想到这儿没有丝毫犹豫的说道 再见备用通路 众人听了吓了一大跳 现在结束的话可以说是手术时间又短 效果又好 病人的收益也是最佳节点 要是再见备用通路就有过度医疗的嫌疑了 祭天璐上前劝说道 凌医生 我觉得你缝合这段通路已经很足够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提前结束手术 凌然反问 我们缝合的血管最多相当于两根手指的弓血能力 你确定足够吗 见祭天璐不说话凌然继续说道 保证血弓永远是第一位的 并发症后期可以用药来处理 如果血弓不足 还有什么能弥补的措施吗 听到凌然的话 几人又是一惊 祭老立即说道 继续手术 但还没多大一会儿 系统突然发出警报 任务完成度下降 凌然抬头一看 竟然直接骤降到了70% 她立马让麻醉医生确认一下病人的体征 麻醉医生表示一切正常 凌然感觉到不对劲 立马停下手里的工作 走到监视器前亲自确认了一下 的确一切正常 但感觉却不太好 此时凌然想了一下 如果现在终止手术 70%的跟腱功能 虽不足让刘维晨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但日常生活足够了 然而这并不是刘维晨想要的 否则她不会将手术一直拖到现在 此时不管是完美级的跟腱修复术 还是完美的断置载质 都在提醒着凌然 血运永远是最重要的 但现场的信息不足 现在只能依靠理论坚持下去 刘维晨是要重返赛场的 绝不能让她的希望落空 凌然随后转身说道 我们继续 40分钟以后 跟腱的修复程度已经跌到了55% 现在别说是参加高强度训练 就连日常生活都比较勉强了 她随后让麻醉医生再次检查病人的体征 但依然是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仅仅是延长两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不应该会有如此大幅度的降低 唯一有可能的是 正在搭建的备用通路 会对病人有不良的影响 顶着这样的判断 凌然怀着压力继续手术 剩下的几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在凌然的身上 感觉到了莫名的压力 随着手术线的减断 第二条被用通路完成 凌然则死死盯着显微镜 然后松开了动脉血管 源源不断的血液迅速 涌入了刚刚缝合过的穿动脉中 然后再向四周的血管网扩散 而系统也发出了提示 任务完成度回升 直接一路飙升到了85% 此时凌然终于松了一口气 刘微臣的跟腱断裂严重 光是切掉的部分就有拇指大小 恢复到这种程度已经算是成功了 这样的跟腱做高强度训练固然还有风险 但已经够用了 最起码能保持运动状态 而且85%不是最终数值 完成度还在继续上升 是时候结束这场耗时漫长的手术了 凌然不再迟疑 当即宣布第二通路成功 现在开始缝合 不大一会儿 便将病人的切口给缝好了 凌然此时心情放松下来 便把下一组的事情交给了祝老 祝老看到凌然轻松的样子 好奇的小声问道 凌医生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凌然望着已经到位的18个出击宝箱感慨道 是收获的感觉吧 然而此时研究中心的外面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口 然后从里面下来两个一脸怒气的中年男子 男人大力摇晃病人的身体 想要把他给弄醒 但病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祝老健壮赶紧上前阻止 他麻醉还没过 就算醒来也没办法交流 你们还是出去吧 体育局的王局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出去说吧 随后几人便到了会客厅 看着这两人一脸怒气的样子 祝老一眼就看出这两人是过来兴师问罪的 他知道医闹是解释不清的 所以对于两人的指责 祝老也只是微笑不语 在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之后 马主任才问道 主道医生呢 能否让他出来说明一下 祭天璐表示林医生没时间 现在正在给其他病人做手术 王局长表示可以等 并让马主任把媒体和专家给叫来 不大一会儿 一名记者和体育局的康复专家韩文灵来到了会客厅 这时凌然也做完手术推门而入 记者看到帅气年轻的主刀医生 顿时眼前一亮 拿起相机咔咔拍了起来 而韩文灵见主刀是个奶油小声 嘴角露出一丝王之蔑视 上去就想给凌然一个下马威 这位年轻的主刀 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手术的情况 凌然直接反问 有那个必要吗 听到这样的回答 韩文灵觉得自己反而受到了蔑视 指着凌然立声道 当然有必要 刘维成是我们体育局重要的运动员 也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体育明星 她的身体状况必须时时刻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凌然根本懒得理她 表示术后情况你可以询问住同一院士 听到这话 韩文灵的气势瞬间受阻 自己虽然是体育局的人 但是在工程院的院士面前还不敢造次 随后干渴两声说道 凌医生 我们想问住院士的话自然会直接问 现在是想要问你 凌然转头问祝老这样合适吗 祝老笑道 既然韩专家想知道情况 你就给说明一下 韩文灵听到祝老同意了 立即上前问道 刘维成为什么突然决定做手术 凌然满脸问号 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我 你是主刀医生 不知道刘维成为什么做手术吗 刘维成做手术是因为她的根腱断了 为什么突然决定做手术 你必须询问当事人才行 这不是一个临床问题 韩文灵被这话气到怒吼 凌医生 你这样只会失去体育局的信任 最后导致无法合作下去 在韩文灵看来 凌然和大多数的医生一样 在成名之后做飞刀可是很赚钱的 但凌然却想的是 跟剑修补术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普通人 运动员群体虽然需求强烈 但人数却是不足 别说自己单位不是上海的 就算是 自己都不会和体育局合作 此时忌天路笑着打起了圆场 我们和体育局的合作一直很好 刘维成的手术也很顺利 既然这样 林医生就说说手术是怎么进行的 凌然便将手术的过程大致地说了出来 韩文灵听完一脑门震惊 太冒险了 你们怎么能采用这么冒险的方案 听韩文灵这么说 体育局的领导也紧张起来 连忙问还有补救的措施吗 寄天路连忙劝慰道 方案虽然冒险了一点 但手术做得很成功 局长听到这话转头问林然 有完全恢复的可能吗 林然抬头看了一眼系统面本 任务完成度已经上升到了91% 随后表示比较乐观 但是不能确定 王局长感觉这话模棱两可 说了就跟没说一样 这时林然提议那就拿视频来看好了 随后几人便来到会议室看起了片子 当看到林然缝和第二条通路的时候 韩文灵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咽 好在最后手术成功 她才松了一口气 也意识到了手术已经超过了预期目标 林然健壮叹了一口气 表示自己还有病人 现在得去做手术了 然后便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祝老提议现在视频看完了 咱们就去市教室看一下林然的手术直播吧 但他们刚到市教室 祝老就听到林然和吕文斌的对话 刘维臣的手术做完了 咱们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在得知林然要回云华医院时 祝老便想方设法地让她留在上海 因为林然不但成功地将难以实施的方案成功实现 而且效果相当不错 现在必须抓紧时间做些案例 好方便扩大研究 若是研究成功 或许这术士就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那么我祝同意也算是名流轻事 但要想把林然留在这里 最直接且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她安排大量的病人 于是她便把寄天路给叫了过来 让她好好安排这件事 并且叮嘱她 要想办法让林然趁机打铁去见一下媒体 这样既可以给自己的方案做宣传 还可以吸引大量的病人 第二天寄天路便把林然给叫了过去 她告诉林然 只要你接受一次采访 我就可以给你安排五个病人 并且手术费也同你在云医一样 这个条件对于手术狂热者来说 那简直就是福利 林然当场就同意了 就这样林然便每日每夜地做起了手术 轮班的助手和护士呢是换了一波又一波 几天下来就攒了二十多个宝箱 林然直接来个二十连抽 显微镜下的神经外膜吻合数大事迹 但病人并不是每天都有的 没过几天就已经将寄天路给榨干了 今天林然找到寄天路 想再用采访换几个病人 寄天路表示自己是真的一滴都不剩了 除非正好有遇到的病人 林然直接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转过头去 好吧 那我联系回云华的飞机 晚上就回去 寄天路那是一阵无语 以前的医生有要钱的 要好吃好喝伺候的 要发文章评讲的 这些都好满足 但这种要一堆病人的就太难搞了 眼看林然马上走出办公室 寄天路站起来说道 林然 我今天还能再找武力跟剑断裂的患者 多了真的没有了 于是林然又是从晚上淡到了白天 到了第二天凌晨 林然再次做完了全部手术 因为受到林然的影响 吕文斌也比前几天精神了不少 林然见她没有休息的意思 便叫上吕文斌和她一起去查房 但刚走到刘微臣病房的门口 便听见里面人声鼎沸 两人从门缝里望去 房间里面居然有多名运动员模样的男女 在喝酒狂欢 林然说了一声茶房便推门而入 刘微臣一脸不好意思地解释 朋友来看我了 闹得晚了点 大家好久没有一起聚了 林然没有说话 而是戴着手套仔细检查了起来 过了这么多天 恢复程度居然只增加了1% 而且似乎并不仅是手术或护理的问题 林然一边记录一边对刘微臣说道 给你再开一组核磁共振来看看 刘微臣疑惑 我听记主任说我恢复得还好啊 怎么还要做核磁共振 林然叹了一口气 确实比其他病人恢复得要好 但还没达到我预期的效果 刘微臣不好意思挠了挠了脸 眼神飘忽不定地说 可能因为这两天没休息好造成的吧 林然也没多说什么 带着吕文斌便离开了 这次的病人是从北京闻名而来的铁饼运动员 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已经过了运动员的黄金年龄 要是明年的全运会拿不到奖台就只能退一 现在她把一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林然的身上 手术开始时 林然先是在病人的腿肚子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线 寄天鹿疑惑 开口为什么要切这么长 林然解释说是因为跟腱边缘有一点毛 拉长一点安全 在拉开皮肤后 发现病人跟腱不是完全断的 这算是伤情比较好的了 此时林然说道 先剥离跟腱 就在寄天鹿刚要上手操作时 却被林然阻止了 表示这次自己来做 我刚才记下了血管的位置 准备尽可能地避开血管 这是林然上次给刘微臣做完手术后 自己总结时涌出的想法 上一次割断的许多血管 其实可以通过避开细小血管的方式 来降低重建血网膜的复杂程度 这样一来在手术中 就会有更多的血管在提供血运 寄天鹿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林然的意思 震惊地问道 你总不能记下所有血管的位置吧 林然笑了笑 那怎么可能 我只是记下了根腱周围的 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之后 随着手术线的减断 这台手术也到了尾声 此时祝老迫不及待地问道 感觉怎么样 林然回答 应该会比刘微臣恢复得更好 听到林然的回答 祝老的眼睛开心地眯成一条缝 连续两个方案都成功了 方案价值就会大增 但是林然会留下来吗 接下来的两天 林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病人 便想着还不如先回云滑 等有手术机会时再过来 而林然也丝毫不担心 自己会被他人取代 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个 做过这个方案的医生 掌握的技术也是战略级的 只要自己不拒绝 祝老的首选永远会是林然 当天下午 林然就搭上了回云滑的飞机 林然回到云滑医院的第一天 就被众多护士团团为主 因为他成功缝合刘微臣跟见的消息 已经登上了杂志 林然谦虚地表示 是因为得了不少人的帮忙 就在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一人接完电话 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突发三级公共事件 所有人都去抢救市报道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站起来直奔抢救市而去 突发公共事件是有分级的 三级是较大事件 较大指的是在一次事件中 有三人死亡或危重的案件 林然刚出门口就碰见了周医生 在他的口中得知 这次事故是因为抢劫犯驾车逆行逃跑 与一辆小轿车相撞 轿车上三人当场死亡 抢劫犯受了重伤送了过来 此时霍主任将林然给叫了过去 闭脸严肃地问 一会儿来的是个抢劫犯你知道吗 我听说了一点 不知道真假 真的 抢成人用品便被车撞了 病人一条腿伤的很重 体征还算平稳 你要不要治疗 林然表示当然要 随后问霍主任有什么想法 霍主任不由一笑 我以前是军医 接到命令就算是敌人也要去治疗的 此时一个胖医生一服气愤的样子说道 治疗敌人还能宣传 治疗抢劫犯有什么用 不如直接枪毙 救他就是在浪费医疗资源 但霍主任却不这么想 他认为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 要是想伸张正义可以去学法律做法官 不一会儿的功夫 检查了一下伤情 随后便让各科的人进手术室做好准备 在霍医生的安排下 逃亡逆行被撞的抢劫犯被送进了手术室 颅脑科医生先检查了一下 病人脑袋没有问题 可以全麻 然后就紧密锣鼓地开始做手术 病人腹腔内完好 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左臂采用外固定 开四公斤的石膏 左腿伤得太厉害 没有挽救价值了 直接截肢吧 霍主任让林然和骨科一组负责截肢 正好可以学学 截肢是有些讲究的 尤其是残肢 要做成圆柱体才好看 还得考虑耐磨 负责截肢的医生剑或主任如此夸赞 连忙打去道 讲究再多还不是木匠拿起锯子卖力气 剑林然已经准备好 骨科医生便让他先划开皮肤创建皮绊 创建完皮绊之后 骨科医生便开始浇了起来 现在需要切断内侧肌 把颈骨暴露出来 颈骨暴露出来以后 就是切断它和骨具了 然后是切断侧肌肉 让肥骨暴露出来 再切断肥骨和骨具 骨科医生一边教一边操作 此时已经将截肢的部分完成 剩下的就是建立肌肉皮绊 也就是缝合 这个事情自然由林然来操刀 缝合完成后 霍主任问林然学得怎么样 林然也不谦虚 说学得差不多了 此时他心里感叹 果然还是云医好 又学会新东西了 第二天的凌晨六点 林然和吕文斌一起过来查房 因为他俩去出差半个月 天法缝合的患者都出院了 现在已经空下了不少床位 林然摸了摸病人的床单感叹道 以前没有意识到病床的重要性 没有好好地珍惜使用 接下来就不能如此鲁莽了 但两人走进下一个房间时 看到一个病人已经将东西收拾好了 林然问他是要出院了吗 病人看见是林医生来了 脸上立马露出了笑容 护士说你今天要来 我特意在这里等你呢 我本来昨天就可以出院的 好多病友走的时候都托我 一定要向林医生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 真是太感谢了 这句谢谢刚说完 系统面板就出现了 得到病人和家属的衷心感谢 获得11个初级宝箱 而这次居然开出了两本技能书 两个技能都是用来缝皮的 准确地说 是用来缝好看的皮的 这是以美科或整容院 才会用到的缝合法 林然想了想 下次再有节之时 如果用了这个技能 那会不会得到一个 漂漂亮亮的圆柱体 下班回家的时候 林然还没进屋 就闻到一股槽肉的香味 一般家里有喜事的时候 家里才吃得上槽肉 林然一幅见兮兮的样子 问爸妈 咱家是有啥喜事吗 林杰周说 咱家诊所开通了美容针业务 苗医生最近做得蛮不错的 苗医生此时也端着碗进来 说全靠林然那个 随时给诊所送病人的好朋友 林然这才明白 原来是如今林一直在帮忙 此时两个黄色头发的男女 走了进来 女人还捂着伤口 嘴上嘟囔道 就这个小诊所呀 我做过眼综合 这里能不能坐优 在看到金发妹捂着伤口走进来后 林然立马穿上白大褂 走了出去 她先是询问了一下金发妹有没有过敏症 金发妹说没有 随后林然检查了一下她的伤势 只是皮外伤 但这个伤口在额头上 如果缝不好的话就会影响美观 看到林然这边已经给金发妹卸妆消毒 一旁的苗医生也是凑了过来 心想小然一般的缝合技术是不错 但美容针她还从未展示过 虽说美容针不是什么高端技能 但要想缝好怎么也得先学上两三年 当苗医生回过神来 发现林然已经开始选缝合线了 苗医生直接无语 太业余了 你怎么能让对方来选线啊 她冲上去刚要阻止 却发现林然已经做完了基础缝合 基础缝合从开始到完成时间只用了三秒 这也太快了吧 接下来林然开始了皮内缝合 和刚才的快如闪电不同 这皮内缝合稳得一批 而且缝合出来那是一点疤痕都没有 苗医生一脸震惊 心想林然美容针的水平已经把自己给超越了 缝合完成的时候 林然对金发妹说道 你的皮肤缺了一块 我会帮你拉伸做皮下减张 缝合时是没疤痕的 咱们恢复时也尽量要没有疤痕 金发妹羞涩地点了点头说好 苗医生让金发妹放心 玄云华也找不出第二个能缝成这样的医生 小然用的这个方法来弥补创伤缺损的皮肤 效果真比直皮要好两个档次不止 手术结束并包扎完成后 金发妹羞红着脸想要加林然的联系方式 林然却说她不加普通人 除非你是断了三根手指以上的病人 金发妹听到林然的回答 金然对着自己的手指头比划了起来 这也太可怕了 第二天林然刚走进办公室 霍主任便急匆匆地找到林然 说直升机要送来一名重要病人 你和我一起去接机 只做不说能做到吗 林然点了点头说可以 云医的顶楼停机场 赵乐意仔细琢磨了起来 病人是腹痛加外伤 外伤好处理 但是腹痛却可大可小 往小来说可能是吃错了东西 或者病人到了生理期 但往大来说可能就是更危险更复杂的病症 对于这种做得起直升飞机的病人 弄错了丢脸是小事 但在医院领导和上级部门那里 就会变成那个错诊的医生 所以这个病人千万马虎不得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了楼顶上 出来的患者撩了一下头发 捂着肚子朝中人打着招呼 嗨了你们好 我叫田七 这是我见过最会吃的女主 短短两天时间去了四个国家 就为了品尝那里的特色美食 因此她得了严重的复痛 还不小心用啤酒起子 将自己的手给弄上了 她的主治医生赵乐意想上去给她医治 但田七却看上了一旁的凌然 点名要让凌然来给她治疗 为此还要为凌然赴施一手 墙角树枝梅 凌涵独自开 此地都应好 贸然不可盼 凌然满脸问好 你压的是喝假酒了吧 赵乐意实在看不下去了 让他俩赶紧回楚之室 也把病情给耽误了 到了楚之室 田七看着帅气的凌然为自己处理伤口 又不禁为凌然迎施一手 山有木西木有枝 星月君西君不知 你说 如果是在古代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相遇的呢 而这样的情话凌然根本没听到 她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缝合伤口上 在完事之后 凌然便把包扎的工作交给了护士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看着凌然离开的背影 田七一脸坏笑 一抚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样子 随后问一旁的助理 凌然的资料查到了吗 助理说凌然做手术有极高的天赋 在几个媒体上被报道过 家在下沟诊所 听到这话田七立马问道 就是说要和婆婆一起住了 婆婆的性格怎么样 助理听到田七已经开始叫上婆婆 心想这还是第一次见小姐这样 看来小姐已经动了方心了 随后回应到那些还没查到呢 再说你家在云华有好几处宅子 要是不想和婆婆一起就搬出去住就好了 此时田七好像想到了什么鬼点子 问助理如果林医生的车坏了 她是不是只能用打车软件或者打出租车 助理点了点头说是的 听到助理的回答 田七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了 果然第二天凌晨上班的时候 林然发现自己的车居然坏了 怎么启动都启动不了 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 因为凌晨四点的下沟村是拦不到出租车的 所以林然只好叫了一个网约车 可还没过几秒钟 一辆黑色劳斯莱斯就停在了林然的面前 林然定睛一看 这不是那个爱因师的病人吗 田七还假装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 哎呀 林医生好巧啊 我正想开一单车就回去休息了 林然思考一下还是决定上车 这个时间点打车很难的 而且医院里还有患者正等着她呢 可刚上车林然就接到了霍主任的电话 说突然发生了公共安全重大事件 叫林然抓紧时间到医院 田七知道后叫林然放心 马上就会到的 随即一脚油门就重重地踩了下去 到了医院后林然找到了周医生 问发生什么事情了 周医生严肃地说道 听说发生了劫车案 视力挺重视的 等救护车到了地方才能知道具体情况 目前送来的消息 至少一死四伤了 从周医生口中得知 其中一名患者出血严重 霍主任估计是要林然出手 此时林然有些担心起来 在止血就是减少出血 但对大出血的患者来说 救命还是得靠输血 现在血液供应很困难 如果有两名同血型的重伤员 现在云医不一定能提供足量的血液制品 不长时间霍主任拿着案情通报走了进来 就目前我们所知 受重伤的有一名警察和三名劫匪 死者是劫匪 三名受伤的劫匪已经送往了陆军总院 到我院的是受伤的基督一线干警 上级要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 挽救受伤警察的生命 接着霍主任就带走了林然 不大一会儿 平车在医护人员的护送下被推了进来 此时患者已经输了快二十代血了 晶体全血都输了 压迫止血的效果也不大 而平车还是一路滴着血推进来的 血是这么个流法 这到底已经流了多少血了 此时霍主任大叫了一声林然 听到霍主任的声音 林然快速跟上 然后翻身上了平车 顺手解开一根手臂上的绷带 再剪开腹部缠绕的布条 然后就在外侧按压 在推进急救时之后 霍主任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枪复查 他现在是急救的总负责人 时刻关注着抢救的具体境界 紧揉密鼓地做起了安排 动脉气体分析做了没 结果出来没 血压心率控制 CT报告呢 出来通知我 看看能不能用血液回收机了 赵乐意在腹部探查的过程中 清理出了大量的血明块 而周医生这边逐步分离了脾脏的各个韧带 显露出脾地 双重劫砸后切除了脾脏 等做完这些 黄金时刻早就已经过了 凌然去试试徒手止血 用手探查一下看看肺部有没有破裂 没有的话我们就骨肺缝隔肌 凌然用极快的速度检查了一遍 接着又复查了一遍 发现肺部没有破裂 霍主任立即下令放引流管骨肺 患者肺部膨胀以后 刚才压迫止血下的隔肌被充分暴露了出来 周医生再次上阵 对着患者进行间断缝合关格 霍主任带胸腔引流完成后 又发出命令 九杠十类骨给缝起来 必是引流 凌然在查位 凌然徒手探查后说道 有一厘米长的创口 这次赵乐意再次上阵 给患者做了内翻缝合 霍主任回头问麻醉医生 出血现在怎么样了 同步做监控的麻醉医生轻轻摇头 霍主任外表冷静 内心却早已骂娘了 血还没止住那就说明还有其他的出血点 霍主任让凌然继续找 凌然再次将手伸进了腹部 右下腹部有破洞 但应该不是出血点 这里的伤口也不是 霍主任安排人先把刚刚发现的两处伤口缝合 然后转头让人去请影像科的人过来看片 找找可能的位置 凌然不会看CT 依旧只能依靠徒手止血 两个小时过去了 但出血点依然没有找到 凌然和霍主任都急出了满头大汗 现在人命关天 是时候使用红色药剂了 于是凌然掏出存了许久的红色小瓶 一口灌入了口中 紧接着系统面板发来提示 所有技能加一 持续两个小时 断指再直数 根剑缝合数和徒手止血数直接达到了传奇级 之前的完美级徒手止血 就能在无数眼下准确地找到出血点 那么传奇级的徒手止血能强大到什么地位 此时凌然心里充满了无限期待 随即便对病人发动了传奇级徒手止血来检查出血 将手伸进患者的腹部开始检查了起来 立马就发现了一个创口很小的出血点 随即便用七号线给缝合了起来 但麻醉医生表示出血量依旧很大 监视器上的指标根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此时凌然已经有了思路 展露在外的部分已经检查过了 既然剩下的出血点不在这些地方 那就该考虑一下其他地方了 比如说器官的下方 随后说了一声我检查一下肝下 手就沿着肝脏直接滑了进去 但赵乐意却不赞成凌然的看法 他认为可能是出血点隐移得很深 或者被某一团组织给遮蔽起来了 应该仔细检查角落才对 此时凌然将右侧的肝排查了一遍发现没有问题 他准备继续排查左边的肝 当他试图碰触左侧肝部的时候 赵乐意忍不住了 我说凌然 刚刚缝合的就是左边的肝 你不要再动了 但凌然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赵乐意连忙拉住凌然的手 并看向霍主任说道 主任 左肝刚缝合 凌然他 霍主任不需要赵乐意重复 他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 他咬了咬牙对凌然说道 凌然 你小心一点 这句话算是默认了凌然的操作 凌然随即轻轻抬起了左肝 一股血泉就铲铲涌了出来 监视器也嘟嘟嘟地响了起来 所有人恍然大悟 这是压迫物离开了 失血反而加快了 也就是说出血点找到了 而且就在左肝的下面 凌然一边用手压迫住出血点 一边伸手要来缝线 然后发动完美极对接缝合 轻松地将伤口给缝合了起来 在凌然缝合完成之后 凌叫的监视器也安静了下来 此时霍主任终于松了一口气 左边肝下缝合完毕 患者的生命算是留住了 霍主任让凌然再仔细检查一遍 冲洗腹腔 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官府了 在检查的时候 凌然的眼神突然一灵 这干门有点大 比之前赵医生和我说话那时大了一些 凌然隔空指了指 刚才的腹腔血块 是不是挤压到干门了 听凌然这么说 霍主任把手伸到了干门的位置 一股浅浅的鲜血滑了出来 霍主任吓得那是一个机灵 要是带着这个隐患官府 患者今天晚上都不一定能撑过去 随即便让凌然给缝起来 待凌然缝好干门后 又仔仔细细来了一遍检查 这次彻底没问题了 随后霍主任下令官府 凌然接过护士递来的工具 对霍主任说道 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剩下这二十几处皮外刀伤就交给我吧 随即凌然又发动了完美级减张缝合 和完美级对接缝合 不大一会儿便缝合完成了 霍主任摆了白手 示意他们将病人送到重症监护士 经过几个小时的高强度抢救 所有的医护工作人员都累了 表示要先回办公室一会儿 但凌然抬头看了一下系统 发现药剂的剩余时间还剩二十八分钟 也就是说三个传奇技能的时间 还有二十八分钟 刚才体验了传奇级徒手止血感觉很棒 断织再职做的够多不用也没关系 但传奇级跟剑缝合浪费了就太可惜了 他于是让宇文斌去找一下 跟剑断裂的患者 十分钟后要上手术 宇文斌不负众望 在骨科那里找到了一个 跟剑断裂的患者 手术室内 一名助理在帮助凌然穿戴吴军服 助理好奇地问凌然 凌医生 你真的给刘微臣做过跟剑缝合吗 凌然说了一声是 然后便用完美级合词共振乐片看起了片子 不愧是完美级的合词共振乐片 比之前的大师集多了好多细节 凌然不知不觉翘起了嘴角 趴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见了问凌然在笑什么 是我的跟剑和刘微臣的比起来显得更可笑吗 凌然回道 刘微臣的比较长一点 她是平均长度的两倍 你只有平均长度的三分之二 医生你在说什么 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你问的不是基建 我问的是 但你说的我听起来觉得不像 凌然听了对吕文斌说道 感觉她脑子有点糊涂 你来给她测一下 吕文斌表示OK 随即凑到病人面前问道 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李周年龄29 记得自己跟剑怎么断的吗 被高利贷追砍断掉的 女朋友要30万彩礼才能结婚 我去贷款彩礼够了婚礼的钱又不够了 只好继续贷 结果还不上被高利贷的追债 我跑着跑着从台阶上跌下来跟剑就断了 凌然听了疑惑地问 所以跟剑是摔断的不是割断的 病人迷迷糊糊地说道 是摔断的 凌然感觉这个病人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问麻醉医生能不能全麻 半麻的话会给我提供错误的信息 容易误导手术 在麻醉医生给病人做完全麻之后 凌然就操作了起来 在完美集合磁月片和传奇集跟剑缝合联动之下 只用了18分钟就将手术给完成了 后来开网约车接凌然上班 现在更是豪至千金买下了一家医疗公司 就在刚刚田七去护士站打探情报 一提到凌然护士们都说帅 特别帅 一般的明星都比不了 刚才凌然的手术我们都在群里看见了 听到这话田七不禁羡慕起来 你们的内部群可真棒 一名护士连忙解释 这也不完全是内部群 好多医药代表也在 那些医药代表有业务没业务的也经常来找林医生 听到这个消息 田七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然后偷偷跑到一边给助理打起了电话 给我买一家有医药代表的公司 要在云华市有业务了 如此一来就不用再装病人 开什么网约车了 第二天的云医药会议室 董事长正在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 从今天起 云医药将由新的田董事长掌握 大家有请田董事长致辞 田七走进来并没有致辞 反而问云医的业务之前谁负责的 听到这话一个雀斑女孩战战兢兢的走了出来 他叫麦纯 云医之前的业务确实由他来负责 但是做得却不太好 此时他心里不免担心起来 这个新来的董事长难道要开除我吗 而田七则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 然后趴在他耳边交代了一个绝密任务 两天后麦纯敲响田七办公室的门 然后交给了田七一部手机 田七接过手机打开了聊天群 里面只有一个叫凌然投卫群的群 田七看着里面的消息心里兴奋不已 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凌然的第一手资讯了 真是决定生死至关重要的一步 他摆了摆手让麦纯去财务处领钱 并让他多拿一万三 自己去买不好手机 而凌然接下来的两周将每天的手术量控制在两台左右 但是病床依旧不够用 急诊科必须要留一点激动床位的 而且病人太多了护士们也照顾不过来 凌然没有办法 只能去抢就是做一点简单的手术 霍主任知道后内心自责不已 感觉基础建设不能满足医生的需求是他这个主任的失职 但此时却接到助老打来的电话 他们医学中心很感谢凌然上次的帮助 所以这一期国际交流会议想请凌然来当嘉宾 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让霍主任放行 霍主任想到反正现在凌然在云医也没有手术可做 便答应了助老的请求 两天的时间里凌然在急诊室做了大量的手术 因为病人的感谢获得了大量的出击宝箱 凌然一次性将全部的宝箱打开 在里面居然开出了一本完美级的气管切开术 这个女警察的腿部被歹徒扎了一刀 但她却挣扎着要先救她的狗子 护士好言相劝 让她别动以免撕裂伤口 女警秦敏却抱着狗子痛哭起来 栗子才八岁 救活了三个人 这次也是嗅出了毒品才被攻击的 此时正好被路过的凌然看见 系统也发布了救治警犬的新任务 救活警犬栗子 可获得六只出击宝箱 凌然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 大喊了一声我来 秦敏听到这话终于安心地晕了过去 护士提醒凌然 人只是晕了 但狗却快窒息了 凌然低头看了看 这狗子已经喘不过来气了 必须马上做气管切开手术 于是立马带她去了手术室 但此时麻醉医生却犯起了难 她还没有从来给狗做过麻醉 根本不知道用哪种麻醉剂 此时家里养狗的医生抬头说道 给狗用的麻醉剂有很多种 你们先给狗做个检查啥的 我去取给狗用的麻醉剂 凌然先是拿起听诊器 先做心脏听音 再做扣诊 接着又做了肺功能检查 并数了呼吸次数 虽然是给狗做的体格检查 但方式也是人的方式 凌然不知道是否有给狗 专门设计的体格检查 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有的用就不错了 一分钟十四次 凌然听完了呼吸茫然地问 狗的正常呼吸应该是多少 有护士查了一下百科说道 十次到三十次 凌然还是疑惑 那十四次算什么 门口的周医生听了笑出了声 凌然 你这个问题才像是实习生问的问题 周围的医护人员听了 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养狗的医生此时跑了回来 举起针管给狗子做了基柱 并让护士们给狗子背皮 就是把脖子一圈的毛都给剃了 等背皮和麻醉完成后 凌然拿起手术刀 给狗子做起了气管切开手术 她顺着裸露出来的狗颈椎 纵向滑了一刀下去 再对肌肉层做钝性分离 将气管暴露出来 然后就缓缓划开了狗子的气管 周医生也戴好手套 准备随时补救 但凌然做的手术很顺利 丝毫没给她补救的机会 不大一会儿凌然就完成了切开操作 把氧气管给插了进去 狗子的呼吸终于正常了 现在狗命保住了 接下来就是缝合了 在缝好狗子的气管之后 凌然又把狗子四肢上的伤口 也缝合了起来 随着手术线的剪断 狗子的手术彻底完成了 几天后 霍主任将凌然和于原 叫进了办公室 让凌然带着于原一起去上海 凌然却是为了参加国际交流会议 而于原的任务 就是将凌然好好地带回来 在此之前 霍主任就已经先找到了于原 并交给她一个任务 千万别让任何人接近凌然 凌然要是回不来 你也别回来了 第二天凌然和于原 就搭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但没想到这次来上海 见到的第一个人 却是以前凌然的病人刘微臣 到了酒店之后 刘微臣说出了详情 原来她最近恢复得很好 已经开始恢复性训练 但她想知道 凭借现在的跟剑 能不能全力参加比赛 虽然她已经问了朱老 但她更想得到凌然的建议 然而凌然在运动医学方面 没什么研究 如果给建议 也只能根据和词共振片子 给一些愈合方面的判断 幸好刘微臣早有准备 提前用手机将和词共振图谱拍了下来 凌然仔细看了看 发现她的跟剑并没有完全愈合 仍然存在再次撕裂的可能性 所以凌然给出的建议 是她应该做的是恢复性训练 而不是参加这些高强度的小比赛 跟剑如果再次锻炼 二次伤害的结果非常严重 她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就提前结束了 听到这话刘微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向凌然表示感谢 并把自己的车和司机留给了凌然 待刘微臣走后 凌然看时间还早 便和于远两人去运动中心转了一拳 刚到那里凌然便被寄天路叫了过去 此时寄天路正在进行一台 髋关节的致患手术 在骨科里这种手术算是难度比较高的手术了 开放面超级大 人工甲体超级大 器械超级复杂 对医生的技术要求极高 云医极少开展这项手术 这对凌然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寄天路自然也看出来了 便问凌然愿不愿意当助手 凌然诚恳地点了点头说愿意 随后便问到第一不该怎么做 寄天路见了哈哈大笑起来 这可不像那个几十天前大发神威的灵医生 说完便开始教起凌然来 看着认真学习的凌然 寄天路心里不禁感叹道 她简直就是天生的医者 那渴望手术的眼神实在太简单而纯粹了 因为有凌然做助手 这台手术很快便做完了 但凌然却是一服一游未尽的样子 问还有没有下一台 寄天路笑道 老师是请你来开会的 我可不敢把你给累坏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凌然无奈只好先回去 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碰到了例子 凌然难闷 这条缉毒犬怎么跑到上海来了 再抬头一看原来是秦敏也来到了上海 在一阵寒暄过后 凌然和于原便回到了酒店 正当两人享受美食时 突然听到哒哒哒高跟鞋的声音 于原想起离开前货主任的音音托付 她立即警觉地起身 没想到推门而入的却是一身亮装的田七 于原见了立马警觉地挡在凌然的面前 凌然问田七你怎么来了 田七心虚地回道 我来上海市帮家里考察一下外卖公司 随后转移话题问凌然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凌然抬头想了想 应该是玩游戏吧 凌医生玩什么游戏 农药 一起玩吗 田七想到游戏可是自己的弱像 绝不能用自己的弱像去除雷 谎称自己不玩游戏就离开了 她从房间出来后 想到肯定还有比游戏更吸引她的东西 于是便给某医生打去了电话 说她要咨询一下医疗问题 第二天晚上田七就送去了凌然感兴趣的东西 田七一边打开车门一边说道 这是我家基金会牵头向上海的几所大学做的捐赠 我就帮你申请了一个资格 但你必须在附和规定的机构和设备条件下进行 看着如此神秘的田七 凌然有些猛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此时田七已经打开了车厢门 伸出手让凌然来自己看 等厢门彻底被拉开后 凌然和于原彻底惊了 这居然是一句大体老师 只有一学生才懂得一句可以用于解剖的尸体是多么的珍贵 面对田七送来的大体老师 凌然和于原直接瞪大了双眼 看到两人的表情 田七知道自己赌对了 随即补充道 运动中心的负责人我都联系并确认过 地下一层是他们自建的解剖室 你们可以放心使用 两人听到这话两眼发光地看向车厢里的大体老师 要知道在任何时期 能够用于解剖的尸体都是异常戏缺的 中国的临床医生在全职业生涯中 平均每十人才有一具可供解剖的尸体 一具尸体有时候比一百次手术都有用 到了地下一层的解剖室 两人对着大体老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才是解剖室真正的味道 而凌然现在最需要大体老师的教导 她对于足部的解剖知识相当欠缺 如果当时拥有足部解剖的经验 那么助老方案的根腱修补会做得更好 至于全身性的解剖知识那就更匮乏了 而对刚常手术十分热爱的余元 则在腹部的区域重点练习 就这样凌然和余元在解剖室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而第二天是国际运动会骨科开幕的日子 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助老发现凌然居然不在这里 徐医生挠着头皮说凌然昨晚就进了解剖室 现在还没出来 助老听了一脸震惊 是这小子自己调来的尸体吗 合规吗 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你赶紧去叫他出来 随后曲医生就来到地下解剖室找到了凌然 笑着让凌然别练了 主人带着患者马上就到 该准备上手术了 毕竟这可是全程录像的那种手术 而且更是大会的展示环节 凌然却表示再等一小会 我很快就研究透了 30分钟后凌然来到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室 患者是27岁的肌腱运动员 遛狗时被邻居的哈士气扑倒 导致幼族根腱处疼痛活动受险 合磁共振确诊为右根腱断裂 凌然先是让护士拿几个细一点的爱迪生涅过来 然后确认好患者没有疚伤之后便开始了手术 爱迪生涅是用来加持细小组织和皮肤的 头宽有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没有提前说明的话 护士只会拿正常规格的来 随着手术的进行 视觉室的众人无不赞叹凌然的高超技术 喜欢发布视频的布兰顿医生更是拿起手机拍了下来 毕竟能够执行这段手术的中国医生是非常戏谑的 就在这时凌然的手术也完成了 这速度直接让季天禄傻眼了 难怪让我们等 这手术耗时比上次短了很多 原以为凌医生只是已有的技术可怕 没想到成长速度才是最可怕的 做完手术的凌然喜术一下从手术室走了出来 但这时却发现布兰顿医生正在偷拍自己 此时一道声音响起 本区域禁止拍照 凌然吃惊地移了一声 请警官你怎么在这 请明表示自己已经升职了 现在这一片都归他管 而布兰顿一听到是警察也是被吓得流出了冷汗 此时助劳领着一堆外国人走了过来 笑着给凌然介绍来自国外的顶尖医生 但此时一个女医生却率先冲了上去 一把就握住了凌然的手 说了一声凌医生你好 没等凌然反应过来 这名女医生又掏出自己的明天递了过去 我是梅奥诊所的骨科组织医生卡迪拉 欢迎你随时来我们这参观学习 此时在场的所有的医生都猛了 这就得到梅奥的邀请了 梅奥的邀请有这么好拿的吗 那可是世界第一的诊所了 凌然接过卡迪拉的明天认真的看了起来 卡迪拉也对凌然展示出自认很有魅力的微笑 一旁的情敏看在眼里 她凭借多年当警察的经验 感觉这个女人的目的不单纯 想要勾引凌然 随即示意警犬粒子将凌然的注意力给拉回来 粒子望了一声表示明白 随即便对着凌然撒起了娇 凌然的注意力也被粒子吸引了过来 秦敏则得意地朝着卡迪拉哼哼了两声 此时布兰顿上前问道 凌医生手术做得不错 接下来你会再做手术吗 凌然表示可能会录像 布兰顿笑道 凌医生不能当场表演手术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听到这话助老瞥了一眼布兰顿 心想在大会议厅通过大屏幕播放的手术 一般都具有专家教学的含义 布兰顿让凌然给参会的一群国际专家做指导手术 可没安什么好心啊 想到这里朱老不满地对布兰顿赶了白手 表示手术可不是用来表演的 随后便叫众人先去大会议厅 但没过多久布兰顿又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边跑边说道 我老师话来是对你做的手术比较感兴趣 他想问你是否有此前病人的情况 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最好可以联系到患者本人做一下核磁共振图 随后凌然拿出手机给何秀芬打去了电话 何秀芬也很大方 表示现在就过去 核磁共振的结果让布兰顿大吃一惊 这已经不能叫做简单的状况良好 这简直是好的连上帝都会吃惊啊 他随后问一旁的季天璐 病人是刚刚参加过一场比赛吗 季天璐得意地说 他不但参加了比赛 而且还是强度最高的全国田径冠军赛 但此时布兰顿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认为中国的医生不可能将手术做得如此完美 或许是和病人的体质有关 季天璐随后又递过去其他运动员的片子 都是以前凌然的病人 布兰顿拿过片子一看 瞬间就被震惊到了 这居然和刚才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稳定 都是恢复的异常的好 就在布兰顿发出感慨的同时 凌然的系统发来提示 获得同行的赞许任务完成 宝箱已经凑足整数 凌然想也没想 就把这段时间存的宝箱都打开了 运气很好 在里面开出了专精级的关节径手术 走了上来 布兰顿看着木讷的凌然 关心地问道怎么了林医生 凌然说我在想怎么能找机会做关节径手术 布兰顿听了立马露出一副羡眉的笑容 我在英国关节径做的比较多 有机会可以找我合作 半月版的手术我们也做 说着说着就向着凌然伸出了手 一旁的寄天路见了顿感不妙 老是费尽心力借来的羹牛好像要被人拐跑了 于是抢先一步握住了凌然的手 笑嘻嘻地问凌然 你又想做关节径了 宽关节致患手术不想做了吗 现在宽关节疾病非常普遍 只要做好肯定大有前途 凌然表示太难了 暂时学不会 而且开会应该还要持续三天 这三天估计是没有手术可以做了 听到凌然的口气寄天路慌了 心想她这是马上要走吗 不行 绝对不行 立马表示关节径的手术 我们也可以找机会做一做的 一旁的布兰顿也不甘示弱 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就可以联系到 跟健撕裂的病人 听布兰顿这么说寄天路有些恼怒 怎么 布兰顿听完淡淡一笑 林医生不方便过去 病人可以过来啊 我老实话来是先生很看好 林医生做的跟健修补术 只要能保证较高的成功率 我们可以提供各种机会 寄天路听了心里一惊 我靠 这反向飞刀鼠实厉害 为了挖凌然你们出大招了是吧 那我们也绝不会认输 想到这里寄天路连忙补充道 凌然你放心 我马上安排两名跟健撕裂的运动员给你 见寄天路已经将事情安排好了 爱好短视频的布兰顿便要来一场现场直播 这是一台备受医学界瞩目的手术直播 但主刀医生却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生 擅长短视频的布兰顿已经将直播设备调试完毕 然后对准镜头拿出了一张文件 先生们 女士们 我现在开始在中国上海直播手术 是征得当地医院和病人家属同意的 然后便向观众们介绍了病人和主刀医生 病人是一名中国的举重运动员 他的跟腱严重撕裂 而医生则是刚刚毕业的年轻医生凌然 此时凌然已经拿起手术刀 在病人的小腿上揽了一个长长的口子 布兰顿面向镜头解释道 病人希望得到更健康的跟腱 不在乎小腿的伤疤长短 此时却收到老师话来试的消息 把镜头对准手术区域 布兰顿一惊 看来老师是嫌我废话太多了 于是连忙将摄像头对准手术区域 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手术视野 不大一会话来试又发过来一条消息 跟腱下端是剑皮缝合 是有根据还是个人习惯 布兰顿将这个问题向凌然转述了一下 凌然只是说用兔子做过实验 然而此时的主会议厅内 一名医生上台打开屏幕并连上了自己的手机 表示要给大家放一个跟腱修补术的手术直播 是英国话来试医生推荐的 随着视频画面出现 大会议厅纷纷议论起来 做得很复杂呀 术实看起来是处同意的方案 操作挺难的 忽然有一个医生问道 做得这么好 难道是处同意在做手术吗 恰好卡迪拉坐在前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厉害医生 凌然林医生在做手术 众人听了大吃一惊 凌然是谁 她是哪家医院的 怎么突然冒出个这么厉害的医生 如何与她取得联系 我要这个凌然的详细资料 现在立刻马上 此时大屏幕上凌然已经摘下了手套 那就是说明手术已经结束了 对凌然感兴趣的人立马站了起来 张罗着一起去运动中心找凌然 没多大功夫几人便找到了凌然 纷纷夸赞凌然做的手术非常棒 此时南非医生莫里斯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说她有一个运动员病人也是根腱锻炼 但她却始终对手术心存顾虑 问凌然愿不愿意看看她的病例 凌然接过她手里的病例 并拿出核磁共振图谱了一下 表示可以采用助老的方案 大概要三到四个月的恢复期 风险相对普通跟健修补术更大 莫里斯虽然也看了凌然的直播手术 但她依旧问了一下手术的成功率 和病人的恢复情况 在了解好之后 莫里斯便想将这个病人交给凌然来做 还表示可以让病人来到中国 但凌然有些犹豫 身为一名实习生是否能够这样做 她还不清楚 此时季天鹿拍着她的肩膀说道 林医生你可以答应的 你回云华去做也可以 在我们运动中心做也可以 凌然点了点头 对莫里斯说道 病人如果在会议结束前来到中国 那就在这里做 否则的话就回云华市去做 南非的病人不远万里来到上海 为的就是找一个实习生来给她修补基建 还没到一天的工夫 病人戴蒙德就从南非运到了上海 运动中心的医生打算先来个会诊 凌然却表示正常做就可以 没什么特殊性可言 但手术还没开始戴蒙德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起来 这让众多的医疗人员满脸问号 寄天鹿上前安慰 这只是个简单的手术 而且我们是世界顶尖的跟腱修补团队 你不要担心 但戴蒙德的泪水依然止不住 凌然上前递过一张手帕说道 你的身体很好 我会用加强缝合 风险虽然还是会有 但如果出现临时问题 我也会用其他方式治好你的跟腱 戴蒙德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和鼻涕 谢谢你 只要能治好我的跟腱怎么样都行 戴蒙德话音刚落 一只宝箱出现在凌然的面前 凌然不由地呆了 手术还没开始怎么就有忠心感谢宝箱了 凌然下意识地开启了宝箱 里面居然开出100次脚步解剖经验 这是凌然获得过最容易的宝箱了 还正好试用 凌然随后让戴蒙德趴好坐拳马 等睡醒后手术就结束了 戴蒙德趴下后依然带着哭腔说道 康复了我要打职业比赛赚大钱 此时又是一只宝箱出现在面前 打开后又是100次脚步解剖经验 有了这200次的解剖经验后 凌然的思路瞬间开阔了 她让众人先等一下 说自己有了新的点子 想换个入路 寄天路惊讶地问你想换到哪里 凌然说再向右3到5厘米 寄天路疑惑 那样的话都看不到根线了 凌然表示开口坐大一点总能看到的 虽然凌然看上去很自信 但今天的场合完全不适合实验手术 于是寄天路又试探地问了问 要不然下次再改入路 但凌然很相信系统给的200次解剖经验 就戴蒙德的核瓷共振片来看 她的血管网位置真的需要进行一些入路修正 见凌然依旧坚持 寄天路也不好多说什么 此时凌然已经拿起手术刀 让助手准备玻璃剂剪 抽吸 纱布 再继续抽吸 而这一系列的操作出血量仅仅只是45毫升 比之前的湿血量还要低 主会一听的医学专家也是认真的看着手术的进程 看到这里众人小声议论了起来 目前传统切开法的湿血量在150到200左右 现在有线切开的湿血量大约70毫升 单就传统切开的模式来看 本次手术到目前为止的湿血量就很少了 这就是方案的原理吗 降低出血量提高跟腱缝合的强度 此时凌然已经开始了跟腱的加强缝合 他让护士递来血管前和普提斯的缝线 随后便开始了缝合 他凭借200次解剖经验 切断的血管更少了 既减少了手术时间 而且保证了血供降低了出血 这样顺手的操作已经不是一句厉害就可以形容的了 祭天路更是流出了冷汗 血管网被最大程度的保留住 这种程度是得有50年以上经验的老医生才能做得到 就在众人感叹的瞬间 凌然已经将手术做完了 主会一听的众人更是连连发出赞叹 过了一会儿戴蒙德病房内 此时病人缓缓睁开眼睛 莫里斯激动地告诉他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一旁的凌然也肯定地点了点头 戴蒙德流出开心的泪水 太好了 我可以打球了 我可以赚钱了 他话音刚落 系统突然叮了一声 凌然的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宝箱 凌然瞪大了眼睛 一个人身上居然出现了三次宝箱 但他没有着急开箱 而是叮嘱戴蒙德好好配合附件 紧接着又是叮的一声 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宝箱 凌然现在彻底猛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再回到办公室之后 凌然看着手术的资料 看看能不能单独撰写成论文 此时余员走了进来 说又有医生介绍来一名病人 是中国的跳远运动员 然后用手笔划到自己的脖子 她的腿有这么长 点名要找你 凌然听了放下资料 打算先去准备一下 但余员却紧盯着凌然 满脸紧张道 凌医生 我想跟着你学跟剑修补术 我也想做一名外科专家 我知道现在的操作技术不够好 但我会努力学习的 凌然先是一惊 紧接着微笑地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好 练习两年半的凌然 准备去做一场手术 凌然在做手术之时 另一边莫里斯 在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 众多记者媒体问道 为什么不远万里 前来中国求医 如何评价中国医生的医术 然而 两人却同时回答 你永远可以相信 凌然凌医生 原来凌然 是中国医生界的顶尖人物 这个采访 吸引一大批狂热信任者 例如这一位 凌医生 救我 这一位轮椅患者 我要找你做手术 凌医生 这两位直接买机票 去上海 随之而来的是 医院都站满了人 都在大喊 凌医生在几楼 然后这个男人 却不用排队 因为助老 让其将这个档案 转交给凌然 随即前往凌医生酒店 一阵敲门声 凌然打开门 黄茂师 你怎么来了 你其实直接去找 货主任就行了 我在上海 也帮你说不上什么 黄茂师自信说道 太小看我了 凌医生 我是来给助老他们 送根健威创吻合器呢 凌然看过去 一脸疑惑 哦 哦什么 没跟你开玩笑 你看 助老 还有重要东西托 转交给你呢 凌然看向文档 一脸不可思议 助老竟然安排人 写出来了 黄茂师努力献殷勤 我跟你说 凌医生 只要用了 我撕的根健威创吻合器 帮你手术效果更 话还未说完 凌然就说道 四分之三 是助老的方案A 四分之一 是我的改良版 分不合理 而内容详实 最难得的是 没我帮助 就写出了改良版的 种种要点 黄茂师一脸得意 你听好啊 他的好处有 不拉不拉一大堆 凌然看出端倪 助老院士旗下 果然藏龙莫虎 黄茂师也终于发现 凌然压根没听他说的 黄茂师重整旗鼓 对了林医生 我刚才听说 助院士准备把文章 发表到中华骨科 您是并列第一作者 恭喜您啊 这样 房间突然进来一个男人 林医生 我来给你带好消息了 凌然却直接问道 病人们的顺序 都安排好了 男人直接示意黄茂师 黄茂师一脸郁闷 不方便 我听得对吧 我懂我懂 马上就走 然后就在门口说着 林医生 纪主任 你们先忙 我下次再来拜访 纪主任继续说道 病人那点事 完全不急 我说的是这个 你看啊 这是专门让财务 给你造的工资条 这是你上个月的收入 本来应该还有 无险一经什么的 但你现在关系 还没有落过来 财务那边暂时也没办法做 凌然应道 我的关系没办法落过来 我是要入职云医的 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不适合我 纪主任立马解释 现在不说这个 你现在还是实习吗 凌然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病人来源太单一 我不喜欢 你呀 决定做得太快了 没必要这么快做决定的 先不说这个了 病人的数量 从今天开始暴涨 有相当部分病人提出希望外形优美的问题 现在优先考虑手术的事就好 凌然惊喜道 相当部分病人 他们什么职业 纪主任回应 因为你的成功案例 刘维成和戴蒙德都是运动员 所以来的病人也基本以运动员为主 凌然低沉思考着 这样的话 要点就是减少手术对腿部外观的影响 注意失血 另外减少对肌肉组织的影响 具体的还得看了合词共振片子 再做方案 纪主任惶恐 听到病例就砖研起来 一下就转移了刚才的危险话题 呼该趁机撤了 免得一会林医生想起那个话题 我先回运动中心 林医生 你准备好 就自己看看时间来 好 林然出门几步之后 刘维成 这个ID很奇怪 突然 一只警犬向林然跑来 栗子 林医生 不好意思 刚放手 她就跑过来了 美女警官 看向林然手机 心里思索着 大乖乖 不是以前熟悉的对手 步步紧逼啊这些人 那我也得加紧行动啊 直接来个右脚挡左脚 美女警官 亮腔地向前走去 栗子 别担个林医生上班 突然滑道 林然 嗯 前方出现一男人 扶住了美女警官 为什么又是这样 碰瓷不成 显得有些尴尬 哎 林然惊喜道 这名凶恶的男子 看向林然 林然说道 霍主任 您怎么在这里 这两人也是当场大主 我来参加一个会议 顺便来看看你 林然心里想着 到了霍主任这种级别 也有可能是借着 开会的由头 出来做飞刀 然后问道 主任你开什么会 霍主任立马查看 呃 盆腔解剖学 和妇科挑战年会 林然小声问道 这种会要开多久 霍主任也小声回答 那还不是看你 只剩后面美女警官 一个人呆住 林然笑道 本来准备这两天 就回云华的 但一下病人来了很多 我估计了一下 下周能做完 所以我差不多下周 就能回云华了 林然这小子 我就知道 是靠得住的 然后就不由分说的 哈哈哈哈大笑 正好正好 我的会也是下周开完 那我先去开会了 咱们下周一起会云华 林然 恩了一声 留下美女警官 一人尴尬 回到医院 林然说着 这两人合并有肥骨骨骨折 创伤比较重 我就不做了 这个关节炎的 不适合做膝关节成型术 剩下的就交给我没问题 还有 几医生 跟剑的数量不够了 我今天准备做久一点 希望不要断档 另一名医生 却大惊失色 好好 我再去找跟剑断裂的 季主任说道 对了林然 听说霍从军来了 林然回应 是的 霍主任急着参加一个会议 没说几句话 没想到 又与主任失之交臂了 霍主任出了参会 再没有别的事了 林然看着片子说道 没了 就是约了下周回云华 果然 我就知道这个老货没安好心 然后他就突然对林然说 你不能啥事 都听你那货主任的呀 你想想 咱们上海的医疗资源 云华能比吗 林然赶忙答道 嗯 云一家省立家陆军总院 绑到一块 也比不得上海的一家强三甲 林然 我一直说你就留在上海最好 不用多 在上海待个十年八年 就能在全国扛齐了 你去云一要多久才能出头 林然也是点头回应 要我说 像你这样的年轻医生 为自己打算 就是为咱们国家的 医学界打算的 林然 你要会计算的 明白吗 林然说道 我有打算的 到下周 我就能把中心的病床塞满了 时间刚刚好 两人被林然说的话惊呆了 纪主任思考着 这是铁了新的吃干抹镜 再把我们门踢开 不不对 林然的话里有漏洞 然后对林然说道 那运动中心里 要是还有病床剩下 你是不是就愿意多留一阵 林然淡定回应 你如果找不到病人的话 病床再多也没意义的 纪主任大喊道 当然不会 足额的病人 不会少的 我一直都觉得 咱们家床的空间这大着呢 林然你真要是能做完 我想尽办法 也要给你供应上病床 林然小脸一红 要是有病床的话 我也是可以多留一段时间的 记主任大写 好 只要你留下来 我不会少你的病床 病 任务发布 任务内容 充分利用骨关节 布拉布拉布拉 奖励 终极宝箱 林然心想 终极宝箱 这任务得做 我明白了 只要还有病床 我就会继续留下做手术的 于是 断指在植 跟剑修补 半月板成型 各种手术 林然爆肝了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之后 林然也是好久没有手术 做得这么舒畅了 吃个早饭休息一下 突然 霍主任叫向林然 霍主任 你怎么也在这儿 今天不用参加会议吗 霍主任搭着肩 会议进行着呢 我敲一截没关系 你也还没吃早饭啊 走走走 咱们吃早饭去 两人来到餐厅吃上早餐 霍主任说道 我给你看的好东西 会晤组织送的我 估计用不着 转送给你 打开一看 林然一脸呆萌 这是 全套的气管切开包 连注射器和消毒包 都是德国货 我最喜欢的 嘿嘿 总之 都是很耐用的器械了 我反正很少做气管切开术 就送给你吧 林然问道 盆腔谢不学 和妇科挑战年会 送的气管切开包吗 霍主任起身说道 你拿好就行 我回去接着开会了 主任 早饭 霍主任摆了摆手 就走了 可以看出 满满的人情事故啊 林然 也都明白霍主任的意思 转眼 林然继续做着手术 你放心 不管多少手术 我都会在一周之内 全部做完 这像是对霍主任 说的话一样 没有休息的林然 又抱肝了一轮后 什么 昨天到现在 你做了44台手术 你不睡觉的吗 林然淡定回应 休息了一会 比如现在 其实就在休息 这让季主任汗颜 上班上班 一大波医生袭来 第一个进门的医生问道 呦 季主任 林医生 你们真早 林然却说 来得正好 我也休息好了 走 上手术 这让季主任 有些无可奈何 林然在手术灯光地照射 仔细 而又勤奋地做手术 病人放心地将手术交给林然 又是忙碌充实的一天 林然深吸一口气 今天就这样了 两天八十例 嗯 马马虎虎 旁边的同事汗颜 不知道说啥好 其中一位同事说 季主任 林医生有点吓人了呀 两天八十例 这种要命的事 他还马马虎虎 我们快要蹦不住了 季主任的内心独白则是 我以为一天四十多例 只是林然爆肝 偶尔为之 没想 他竟能持续输出 病区之前 都是两人间三人间 这两天推了新病床进来 已经变成四人 乃至六人间了 季主任来到五楼住院部 看向这些床铺 他知道 以林然两天八十例的速度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身后护士说道 季主任 我们护士这两天都在加班 这工资要算好 否则临床再加床 可就没人干活了 季主任转身说道 加班工资完全不用担心 反而是床位你说 还能加多少 护士应道 咱们的病区空间算大的 如果照外面那些医院的做法 把走廊都给占满 加二百多的床位 应该有可能 就是说 我们可以加到四百多的床位 本院医生日常需要不过五十 可剩三百五十张床位给林然 护士不敢相信 四百张太多了吧 三百张应该都用不完哟 不过认真装好的话 说不定能加到五百张去 都够咱们中心升格了 季主任开心道 若能如此 那方方便便都太好了 那就愉快地决定吧 并去这空余的区域 马上找人来装 不得不说 这是想方设法的留人啊 半小时不到 季主任您好 我是云立医药的医药代表麦醇 这个病区拓展项目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这个老队直接提出要求 质量为前提 工期越短越好 然后就老谋深算说着 价格方面如果相对 也能便宜一点 麦醇也是自信说着 让利空间您放心 这个超快速高质量的项目 全都包在我们云立身上了 三天后 季主任看向新安装的病床 不敢相信 质量过硬 效率惊人 工程方怎么看都是亏本吗 护士也是说到 防水测过 还抽减了材料 都超标 感觉我们给的价格 连材料钱都拿不下来 哼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的 季主任一脸阴谋得逞的样子 现在加到了五百张床 凌然肯定是走不了吧 凌然看到这么多病床 也是夸赞到 季医生厉害 真的加了好多 那我可要认真起来了 凌然继续加油 爆肝手术 陪同医生和护士 啊这 比病区装修前还难顶啊 这时 因为年纪稍大的医生 差点晕倒在手术台 先扶他下去休息 这男医生说道 助手出事 林医生竟毫不在意 不 不对 他并没注意到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手术 疯狂手术六天后 结果发现 还有百分之十五没完成 凌然自信说道 剩一天时间 得完成它 这不只是 任务 更关系到与获主任的约定 我怀疑 这小药瓶 可以解除人体疲劳 最后一天 二十二点 四十七分 终于任务完成 凌然也是放松地叹了一口气 呼总算赶上 旁边护士突然说道 病床用完了 要维持五百张床 二十四小时的运转 起码也得四百名护士 否则别说一级护理 二级护理了 换个输液袋都难 纪主任赶忙说道 林医生 那个 能不能减少收入病人 或暂停手术两天 凌然回应 找上门的病人怎么办 这 纪主任无法回答 然后甘大说着 你不要不高兴吗 手术是做不完的 或者还两天再看 一旁护士也是压麻呆住 你说什么 他踏踏 一人走了进来 凌然 你生气 话还未说完 就被这人拍了拍尖头 这有什么气不气的 或主任说道 找上门的病人 转院回云医吗 霍主任 霍主任笑道 咱们科 搞得大急救中心 马上就成了 到时候 病床肯定够你小子用 好 霍主任 你怎么来了 晚上跟论坛 几位负责人的饭局 就在附近 完了就顺便来看看你 凌然回应 我也是刚好结束 不单个明天回云华 那就好 咱们明天机场见 嗯 一旁的技主任无语助 这次又能开出什么呢 单向分支技能书 X光片 又是技能书 这个完美技能的范围更广了 不像核磁共振的乐片 只限定在四支 可以说 能力得到了全面进化 凌然心里想到什么时候 能开出点更有趣的东西就好了 还没睡着 就听到叮咚叮咚的敲门声 凌然打开门 嗯 纪医生 余医生 你们怎么来了 嘿嘿 我让余缘暖带路 关心一下林医生 你的居住环境 要是居住的不舒服 我们还可以安排 不过看起来不会不舒服的样子 哈哈 凌然说道 酒店得生得急 纪主任无奈问道 所以 真的明天就走 凌然看向纪主任 嗯 跟霍主任说好了 哎 真就这么走了 我们刚把病区给弄起来 老师也还到处在联系病人 纪医生 你在说些什么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嗯 凌然解释道 等过段时间 这边病人出院 又有床位了 我再来 不会浪费的 纪主任不敢相信 真的 当然 随即凌然去往云华 凌然下车来到云华 忽熟悉的云华 身后霍主任说道 你高强度 做了一个周的手术 先回家休息一下 休息好了 再过来上班 凌然也是一点自信 飞机上已经休息够了 现在完全不用再休息 直接去院里吧 霍主任尴尬说道 也不用这么赶啊 再说 咱们现在病床 其实还没有太疼出来多少 一旁于医生 也是无语注了 凌然继续说道 有几张就行 我可以做断纸 真不回去 总要收拾吧 还有 这么久了 不回去见见你爸妈 凌然回应 我爸妈出去旅游了 诊所也有人看着 不用我操心 走吧 主任 霍主任开心说着 那好 我马上打电话 让王海洋 给你留手术位置 医院这边 护士们纷纷说道 你们知道吗 林医生回来了 听说了 家都没回 就直接到岗上班 林医生 真是爱岗敬业的标兵 可惜回来 就进手术室了 都不让我们多看解 就是吗 留了好多问题想请教他 都不给人机会 这名小护士 却是叹气 看来关系不一般 手术室呢 林然说着 关键性问题 他右手第三 第五掌机底部骨折 直接的断面 也不整齐 斜着断的 要重点注意的 就是固定 霍主任问道 去上海 是不是又学了些新术室 学了西关捷径的 半月板成形术 霍主任很是开心 不错不错 都是多指离断 和上回 在手外做那里比起来 这小子技术 又精进了相当大一节啊 林然手术的同时 急诊科办公室 霍主任打着电话 没错 林然医生 已经回云华上班了 什么 你们从肯尼亚过来 嗯 可以 后天到事吧 行 我们会提前准备好 找林然 对 以后就打这个电话 000 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你们又是 从哪里过来 多少人 七个 没问题 霍主任放下电话 不愧是以一己之力 帮助同意撑起运动中心的男人 现在要找这小子手术的病人 排队都从国内排到国外了 霍主任突然想到 也就是说 在急诊中心落成之前 得先成立 林然特别医疗组 才能应对了 然后就立马吩咐 从现在起 吕文斌预员 你们就是林然特别医疗组的成员了 除林然这边的活之外 其他任何地方的 都不用干 马燕林你也先算半个 晚点我找老王在详谈抽调的事 三人齐声喊道 好 其他医生议论纷纷 听到没 成立特别医疗组了 你们说 咱们要是也能进林组 会怎么样 不 会死吧 一男医生说着 我应该能坚持到自杀 你看吕文斌都买房买车了 中间这名男医生 也是说出了真谛 但他头发 开始稀疏了呀 霍主任立马说道 当然 林然特别医疗组 各方面会与其他组区别开 包括且不限于待遇 具体情况下次再说 目前还有几个名额 还有没有想加入的 众人赶紧举手示意 有有有 这里 这里 大家都有约报名 主任 选我 选我 两人也是尴尬主 既然如此 那就 你你 你 还有你 这四人惊喜到 只剩旁边一位 在那可怜巴巴 具体怎么做 不用我特别说明了吧 四人开心道 主任放心 交给我们了 一日 肯尼亚病人 抵达云华医院 金发记者说道 等会到了重要的时间点 记得提醒我一下 霍主任向后说道 没问题 这老对儿心里想着 这是标志着凌然 不 我云医 急诊科几个术室的技术 已是世界一流 这跨时代的一幕 当然要大书特书 哼哼哼 病人一道 立马进入手术 凌然问向身旁 助理护士等人 准备好了吗 于医生说道 准备好了 林医生 可以开始了 二话不说 立马手术 一旁金发记者咔咔地 不断拍照 帅帅帅 霍主任转头说道 嗯嗯 那个 还没到重要的时间点 一旁医生助理突然说道 林医生是喜欢大开口啊 于医生应道 这是助 林跟腱修补术 另一位医生紧接说道 是强调大开口 和保险运的 震医生又好奇地问 患者的跟腱断裂端 呈扁平形 现在采用两端 间隙缝合机制 是不是要做加强缝合 然后他又问向两人 吕文斌 马彦林 你们觉得呢 吕医生回复 做加强缝合 把缝线的拉力 转换成对纤维的斜形拉力 这样可以增加 跟腱两端的抗拉能力 凌然也终于说话 我们用普通缝合 腺越少 组织反应越少 吕医生跟马医生 也是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霍主任立马提醒 这种时候就是关键点 拍 快拍 咔咔 一张张照片 记录着凌然的手术过程 最后凌然说道 手术完成 霍主任走出手术室 剩下的转诊到骨科就行了 这时 一名医生赶忙跑了过来 主任 骨科的人说 他们拒绝转诊 而且 从今天开始 他们不做跟剑修补术了 凌然显得有些疑惑 霍主任仔细想了想 还好摄影师已经走了 不然我们要让人看笑话了 骨科含成交 不就是怕他的人 被拿来跟凌然做对比吗 凌然看了过来 这医生也是发愣 霍主任则是一脸阴险 他们不做 我们就自己做 接下来 不是还有好几个外国病人吗 哼 我们给他来个大做特做 凌然做完几名 外国病人的手术后 省内业界激荡 电视台也是纷纷报道 为中国医生证明 昌西省云华市的 凌然医生 好样的 周院长认真说道 凌然连续给几名 外国运动员做手术 现在不只是云华 昌西省内的医疗界 对此都有了关注度 对我们云医全体来说 都是好事 霍主任这时候 直接得意忘形 咱们发挥一下民主精神 畅所欲言嘛 哟 这骨科的老汗 怎么没来啊 周院长撇头说道 老货 得饶人处且饶人 老货直接大喊 现在知道没脸了 前几天拒绝转诊时 没想到有今天吧 隔局啊 有些人 嗨 行 听院长的 我不说了 众人 也是 哈哈哈哈 我说周院长 咱们现在都开始 给外国人做手术了 急诊中心的牌子 是不是能挂起来了 周院长说道 医院对此事 确实是要重视起来 上级厅局 对咱们搞医疗国际化 也很赞成 老货你运气好 捡到一个凌燃 她现在还没签合约吧 你可要看好了 老货应道 翻过年就让她报考 再几个月就能拿到了 小心夜长梦多 货主任笑道 是 对了 凌燃这边的治疗组 马燕林是手外科的龟培医 我考虑着 能不能把她转过来 手外科主任立马说道 好你个老货 又算计到我头上了 我也给你个准信 马燕林不行 老货尴尬说道 我的意见 也是对马燕林好不是 你这人 嗨 好好好 晓得晓得了 那 周院长 我们得再加个人 凌燃是有建设团队的能力的 她手下几个医生 都培训得很好 团队建起来了 她也就舍不得走了不是 这老女人说着 现在到处都喊缺人 我帮你想想办法 人能找到质量 我就不能保证了 你自己内部调节吧 凌燃 马燕林偶尔可以来帮下忙 但她主要的工作 还是在手外 以后你上手术 尽量少给她派点活 不然警夕那边又要叨叨 凌燃回应 可马燕林算主力 这一下少了个主力会有点 不要太担心 我给你补了个 门外敲门声 近来这位医生直接说道 各位领导 以后请多指教 左辞点 42岁 霍主任找的新人 来自乡镇卫生院 霍主任说道 凌燃 左辞点虽然是镇卫生院调来的 但她接诊最多的 就是急诊 左医生自信说着 我学东西很快 而且做事认真 特认真那种 不管啥事情 您交给我 我都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 另外 我可以加班的 今年刚离婚 孩子判给了老婆 凌燃问道 能加班 嗯 我可以职全夜班 让其他同事轻松一些 左医生是真没注意 身后两位的表情 凌燃直接说道 那你熟悉一下环境 明天凌晨三点钟 来职手术 左医生依旧很自信 好的好的 领导放心 凌燃对马彦林说道 你从今天开始 上正常班 七八点就可以下班 老大 正常班是六点下班 这是左医生心里想着 这小领导 感觉不太靠谱呢 哦 那就六点下班 左医生又继续想着 一个连下班时间 都不知道的小领导 嘿嘿 是来镀金的吧 越不靠谱越好 我帮你镀金 你带我升职 我们一起迎妈了 哈哈 随即到了半夜 两点四十 时间还早 一辆车路过 左医生说着 劳斯 镇上最有钱的矿老板 才开得起的豪车 打开车门 一看 是凌燃 果然是镀金一族 嘖嘖嘖 凌燃说到 来得挺准时 左医生附和 刚到刚到 刚出笼的小笼包 凌医生是喜欢吃肉 还是喜欢吃素 凌燃回复 我吃过了 你自己吃吧 准备好了就来手术室 别太晚 左医生叹气 也是 开劳斯的 杜金一族 怎么会吃平民的早餐 左医生 你疏忽了呀 待会可不能再失误了 来到手术室 新人来了 凌燃吩咐道 左医生你来拉钩 吕文斌你摆线 左医生心里很是自信 拉钩而已 小意思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还是有点费力气的 又过了一小时 看来是以前手术上少了 有点麻 又一个小时 四十岁的身体 比不起小年轻 顶不住了 不能小看这杜金一族 小领导 肚子里是有祸的 必须趁机好好吸收 学习 左词点 已经四十多岁的你 以前为了请领导吃饭 在他门口几个小时 站出静脉曲张 妻子却和领导 离婚时 发誓 这辈子 一定要混出个人样 现在就是你最后的机会啊 凌燃说道 可以了 已经差不多了 左医生 呼 终于结束了 剩下的缝皮交给你了 吕文斌 好嘞 老大 左词点 你跟着我 左医生说道 林医生要是累的话 我可以给您按按摩 您别看我正卫生院出来的 我跟京城的老中医专门学过 不用 我们没时间了 这让左医生不明所以 凌燃解释道 刚才的手术遇到点障碍 花了两个小时 耽搁了后面手术的时间 你也快洗手 咱们得把精度补回来 还有 今早一共是四台 你合理分配下体力 这时 左医生才大惊 于是 上午三连台后 左医生看着这手术刀 到了最后一台手术 突然 硬糖发黑 向后倒去 最后的机会个屁 左词点 四台手术 你都跟不下来 机会又被你搞砸了 医生问道 怎么样 跟凌燃做手术 有意思吧 还行 医生又问 没跟完吧 你跟了几台 左医生低头回答 今天上午 四台 我跟了三台 凌燃经历好得很 动不动就做二三十个小时的连续手术 左医生问道 那他一般就餐都吃什么 凌燃啊 他平时都点外卖 没空到外面吃饭的 哦 这家伙又开始了 看来神没有抛弃我 上午没表现好的 现在给机会补来了 然后赶忙说道 凌医生 算好时间 你该出来了 正好 帮你带的外卖 吃饭吃饭 凌燃应道 不好意思 我提前点好了外卖 然后可爱的外卖员刚好送到 凌医生 你的二等经理套餐 已经送达 这外卖 不得不说是真豪华 左医生疑惑 这就是杜金一族的外卖吗 嗨 有钱人的世界好难理解呀 又来了一个美团小妹 这是经理套餐的餐后甜点 凌医生 西 凌燃说道 哦 是你呀 你好 我在成团打工哈 实习 另一位外卖小哥 偷偷溜走 凌燃搬了个椅子 太多了 我吃不完一起吃吧 左辞点 你不是也点了好些外卖吗 来来 一起一起 外卖小妹笑容满面 好 左医生也是惊讶到 哦哦 这时 两位医生走了出来 凌燃说道 正好 吕医生 于医生 过来吃饭 左医生看到这一幕 也太平易近人了 竟能跟外卖小妹一起吃饭 更化解了我的尴尬 也许 凌医生和其他杜金一族 是有根本性的不一样吧 跟着这样的领导 说不定是我的福气呢 左辞点到 云医上班半月后 一个电话打来 哎呀 我们凌燃现在抢手得很 你们就一台手术 肯定是不行的 没得谈的 你们多凑个四五台的 他过去一躺 就全做了好吧 三台还行啊 不过 林医生现在不太愿意 做陈旧性的根剑修补术 对 主力术室是 助灵根剑修补术 是针对新鲜根剑修补术的 左医生在一旁听着 好好好 专家费都好说 嗯 三台是最少啊 四台还说得过去 那咱们就敲定了 好的好的 这老弟打完电话 我现在知道 啥叫人怕出明珠怕撞了 放以前我都不知道 咱们国内一天 能有这么多根剑断裂的 这是凌燃走了进来 霍主任说道 来来 诸城市 医院有三四例病人 想请你做飞刀 怎么安排 凌燃问道 什么时候 霍主任一脸开心 明天 凌燃看向余医生 今天就不加手术了 晚上休息好点 明天一起 余医生开心道 好啊好啊 一旁左医生惊喜道 林医生 我能不能也跟着去 不算助手 就跟随学习 这时 霍主任看向凌燃 转身说道 你看着办 凌燃说道 我觉得没问题 今天就跟着我查房吧 省点力气 明天拉钩 之前说什么来着 真给说中了 这左医生 一脸得意 凌燃来到病房查房 林医生来了 真的太感谢林医生了 都是拖了林医生的福啊 一旁病人开心道 有林医生在 我们就放心了 左医生也是庆幸 跟着林医生 这种好领导 真的是一种福气啊 那我可得想办法 让林医生 明天精神百倍地出门才行 一日 早晨六点二十四分 左医生来到诊所 提了一笼包子 这难道是拿来 作为送礼吗 左医生敲门 走出一名漂亮姐姐 问道 你是 左医生赶忙说道 我是凌燃林医生的下属 今天和她一起出差 顺路来给她做顿走饭 凌燃妈妈心里却是 儿子什么时候 多了个这种下属 不过省了我的功夫 好像还蛮不错耶 那就等着看她的手艺吧 直接蒸上包子 再熬粥 一旁凌姆闻了闻 好香啊 手艺看来是不会差了 这时 凌燃走了出来 妈 你在干嘛 咦 左医生 你怎么在这里 左医生尴尬说道 不是马上去诸城市出差吗 我就来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凌姆附和 就是 人家一片好心 凌燃一脸呆萌 好香啊 左医生笑道 是吧 可以吃早饭了 都一起来 林爸说道 可以哦 还是羊肉包子哦 左医生解释道 林医生喜欢吃肥一点的肉 我特意弄了羊肉包子 我在家里 就是一把做包子的好手 以前正卫生所里的早上 都喜欢吃我做的包子 林人说道 别忙活了 左医生你也乖吃点 准备这些 是不是耽搁了你大半晚上 等到了诸城你 还能有精神吗 左医生心花怒放 不耽搁的 林医生不用担心我 早饭出门就吃过 现在有精神急了 真的 那差不多就去机场 找于医生王医生会合了 好 让林医生经精神神的出门 任务达成 林医生 这里于妹妹说道 林人招了招手 而左医生 还沉浸在喜悦之中 于医生问道 左医生 你精神怎么这么好 林人说道 他说他兴奋 说还可以多帮忙拿些东西 这样啊 那帮忙拿下这个呗 主任给林医生的气管切开包 嗯 还挺沉 交给我就行 左医生心里想着 不见外好啊 这才是真正一个 祖该有的氛围呢 林人带头 走吧 准备去朱城了 众人来到朱城 王医生 你可算是来了 尤丰玉 朱城 是医院骨科主任 霍主任说道 我来不来不重要 重要的是林医生 对对对 林医生 由主任开心道 由主任想着 这小我三十岁的超新星 要怎么客套才合适呢 由主任一脸大汗 那个 嗯 现在 这时左医生也是猜到 由主任以前 对着老江湖的客套话 全都没法套到林医生身上 现在组织不好语言了 然后左医生赶忙救场 由主任 不是几名病人 等着我们林医生手术吗 要不咱们 直接去手术室 由主任如释重负 好 好 两人也终于松开了手 林然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来到手术室 室外医生说道 开口这么大 两人纷纷说道 包得还真不错 哦 是这样奉的呀 五小时做完三场手术后 百闻不如一见 林医生的手术 很有感觉 场外纷纷赞叹 嗯 蛮细致的 跟见手术 做到这种水平 真的是顶级了 易医生拿着平板说道 林医生 现在时间比较晚了 咱们先去用餐 刚好被林然看到 平板上的光片 然后问向有主任 你们也做关节静下的半月成形术 有主任回应 也是刚刚开展 林然问道 能看吗 有主任当场愣住 一旁左医生赶紧说道 嗨嗨 林医生 这个不太合规矩的 你就算是想上手 也可以回云医再做 林然直接说 云医呀 没床位 那咱也不好 就这么参与人家的手术 有主任直接说道 林然想看手术而已 吃完饭 我们看手术就是 饭后 手术准备着 易主之医生说道 差不多了 就开始吧 林医生 你来给刮大腿止血带 林然回应 好 手术医生问道 林医生 你感觉这样画怎么样 画出病骨简质 外侧头节间隙 腹刃带等 林然一脸淡定 前内侧入路 也可以 这医生 沾沾自喜说道 患者主要是 外侧半月板的前脚有问题 林然心里知道 无论主治医生 从哪个入路开局 我都能补充 和完善他的方案 手术开始 两人紧张注视着 主治医生想到 林医生预判了 我要做的每一步 都提前做好了配合 这也太强了 手术完成 有林医生做一注 时间提前了不少 然后夸赞道 原来林医生的 关节进手术 也很了不得呀 早知道你有这个技术 我们一次能给你凑五六台 林然直接说道 现在也来得及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几个做掉 那就辛苦林医生了 随即林然就在手术室 止血带充气检查一下 膝前并震带两侧旁入路 刀 还有穿刺椎 助手拿来穿刺椎 林然拿到 直接上手 开始认真使用 观察投影 主治医生也是说道 穿刺椎的操作 动作虽小 却需要大量的练习和个人悟性 刺入膝盖的深度 要控制住力度又要足够 很容易造成愈后不好 这林医生的技术 比刚才以为的还要好 凹凸不平 磨损严重啊 林然立马说道 嗯 预计可以保留7毫米左右的半月板 15分钟后 主治医生还沉漫在自己的世界 仍在思考手术方案 这手术不好做呀 而林然直接说道 手术完成了 这让主治医生大惊失色 哈 做完了 三人纷纷走出手术室 有主任在后面说道 林医生也太神速了 以后这种类似的都集中安排 到时候联系你们林医生来做 对了 他关节镜的专家费是多少来着 一旁年纪稍大的医生不敢相信 这样会不会影响手术效果 虽说是专家呢 耗时太离谱了 就会觉得邪惑 左医生想着 这问题是在为难我 林医生虽说钱多到稍得慌 完全不在乎专家费 可身为下属 我哪能轻飘飘地决定领导的飞刀价格 但医生的飞刀价格 又是他地位的象征 不能回答低价格 可开高价就合适吗 如果搅黄了领导的飞刀 让领导赚不到钱 又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左医生想了半天 还是将皮球踢回去 给他的好 然后说道 你们是想请林医生 做关节镜的飞刀吗 有主任回应 总有机会合作的吗 然后左医生靠近两人说着 他这几天有空 是因为云医的床位不够用 老哥 我告诉你啊 这次他是推到了 其他地方来的诸城 因为这边手术多了一台 林医生 他现在正式练技术的时候 明白了吧 手术力数 是他最看重的 有主任也是恍然大悟 哦 我明白了 数量比价格重要 行 那我联系多点病人了 再找林医生他谈价格 左医生想着 终于把这问题踢出去了 老哥下次可别再缺心眼的 来难为我们这些小的了 不过跟着林然医生 又能得到飞刀费 又能得到对方医院的热情招待和礼遇 完全是从乙方变到甲方了 这种做医生的快乐 跟之前正卫生院时 完全都不在一个次元 真是越来越意思了 林然做完几粒飞刀后 一行人返回云华 这边 凌晨两点三十分 没有迟到 左医生来到厨房 林医生白天做了飞刀 半夜还要来值班 静夜啊 不过 看他折腾了一天 没什么胃口 这个点上班一定会 嗯 要弄个比较结实的早餐 突然又来了一人 老左来得真早 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左医生笑道 吕医生你才是 这么早就去了菜市场 而你属于大客户 应该让人给你送啊 怎么自己搞 吕医生也笑道 猪蹄必须是自己 一个一个挑才行 吕医生拿出猪蹄 让他们送就完了 菜市场那帮人 你懂的 哟 老左 你这操作可以啊 做得溜吗 不敢当不敢当 林然也走了进来 吕医生说着 老大来了 而左医生想着 时间刚刚好 左医生率先出击 林医生还没吃早餐吧 我准备了鸡蛋灌饼试试 林然两眼闪光 嗯 试试 林然立马吃了起来 很香啊 林然可爱说道 好吃 不过没吃饱 两下吃完了 那我马上再做 一会就能好 一旁吕医生也说道 老大 你肚子留点位置哈 我这边还有一堆猪体呢 谁吃得了那一堆 哈哈哈哈 几天过去 医生在后面大喊 慢着 这位病人 然后对着病人说道 谁允许你下床了 病人回应 这还要允许 我不仅下床 都上完厕所回来了 医生问道 你不是刚做了 膝关捷径手术 没几天吗 不是说微创手术 几天了还没好 医生继续回应 行行 你先做好我检查检查 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不过 还是再拍个片子 照个CT看一下为好 病人也是带住 这人是真多 然后医生赶忙来找有主任 有主任 你赶紧来看看 有主任有些疑惑 我说那病人 怎么才几天都没试人一样呢 有主任接过光片 这是林医生修的半月板 边缘起整 表面平整度也不错 主任问道 病人以前的片子呢 带来了 主任你看 主任看着片子 惊讶道 这 这简直就像 是对半月板 做了个整形一样哦 有主任问道 对了 林医生 不是还做了 其他几个病人吗 你去整理一下 他们的资料 早就整理好了的主任 全在这里 主任看着片子 专家就是专家呀 做的是真漂亮 这是把手术 当成艺术在做吧 这时 有主任思考着 慢着 有林医生 这种技术的话 那位老领导的半月板 不是有救了 有主任随即来到池塘边 说道 王主任 您上次说 不要外国医生 替您看病 我就一直物色着 国内优秀医生的人选 现在有了结果 特地向您报告 王主任说着 我就是摔了一下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一个个的危言耸听 王主任 身体要紧 您的半月板损伤 已经有点严重了 真不能再拖了 我找到一位厉害的医生 但年纪比较小 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王主任直接说着 年龄小怕什么 我也是15岁就出来工作的 你别绕弯子 接着说 有主任递过平板 这位呢 就是前段时间 给刘微臣做手术的医生 您再看看这些报道 这都是近期 从国外来向他求医的 外国病人的报道 嗯嗯 看得出来年轻有为吗 有主任继续说道 不过 还有个棘手的问题 他今年刚23岁 还只是云华医院的实习生 王主任丝毫不在意 实习生又怎样 只要人家有真本事 我们干革命时 可没你们这些条条框框哟 不过 他不是做跟剑修补 和断职在职的吗 有主任回答 关节静也做 而专做半月板成行术 有主任低声说道 那您这么说就是 行 让他瞧瞧我这膝盖 有主任开心道 行 我马上去安排他过来诛城 不用他过来 我去云华就是 有主任大惊 啊这 也未免太愚尊降贵了吧 一日 一辆救护车来到门口 众医生都在门口等待 霍主任想着 就下个紧急通知 啥也不说 就摆成这样的阵仗 到底是哪位大领导生病了 一辆轮椅被推了下来 眼前出现的是一位 年纪稍大的爷爷 摊坐在轮椅上 院长笑着说道 王主任 然后转头叫道 老霍 院长 是有急诊 王老头听到这话就不对劲 院长也是无奈 立马打圆场 我们急诊科的霍主任 就是个性直爽 这位王主任 是来找林然 做半月板成形术的 王老头说道 听说林医生的半月板手术 做得特别好 我就过来了 老霍也伸出手 啊 膝关洁净的手术哈 林然最近 做了超一百例了 成功率非常高的 院长笑道 咱们要不先做检查 据我所知 林然看核磁共振 也是一决 老霍也赶忙附和 试试 他看磁共振的功力 像是天生的 王老头和蔼地说道 好 那就先去做检查吧 老霍穿好手术服 趁领导做检查的档口 得跟林然这小子 交代一下才行 林然 林然应道 主任 怎么 林然 特需门诊那边 来了个病人 点名要你做半月 板成形术 哦 好的 霍主任继续说道 不是 不是 你没听懂我意思 我是说 你得给予重视 林然问道 怎么重视 霍主任一脸认真 比如 花费的时间长一点吗 让病人感觉得到医生的重视 对不对 你不能见面 就说做手术 你得拉长这个过程 懂了没 众人听到这话 也是憋笑 林然很是疑惑 膝关节静下的半月板成形术而已 一般就需要二十到三十分钟 那前面的环节 重视三十分钟 老霍 也是叹了口气 要林然了解成人世界的法则 看来还是太勉强了 老霍无奈地离开 行行行 你看着办 差不多了 也该到特需那边去了 王主任说道 哎呀呀 林医生还真是很年轻啊 众医生也都来到了病房 王主任笑道 我能站起来 就是站起来呢 膝盖疼 感觉坐的飞机更不舒服了 现在就算我占你个便宜啊 林然看向王老头 我先给你做个体格检查 王主任继续说道 突然想起小时候看的评书了 那时候老看里面的角色说 怒漠将假皱在身 不能施以全力 现在知道说这个话的环境了 林然直接体格检查技能发动 王老头的身体情况 也就显示在面前 林然说道 病人是三高状态 我要看一下病人的片子 随即就有人递过片子 林然看着这片子 十多分钟后 依旧在看片子 妥妥的是真体现出病人的重要性 众人欲言又止 王主任问道 林医生 你怎么不说话 林然傻乎乎地说着 我在给予重视 嗯 哎哟 老霍直接被气得吐血 霍主任赶忙说道 这叫啥重视 快把专业性给表现出来吧 傻小子 嗨 一旁的院长看向霍主任 也是无语助 王主任说道 霍霍霍霍 林医生 你别管其他的 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 林然也不含糊 老年性的半月板磨损 边缘有游离的碎片和碎痕 高度怀疑有层裂 磨损程度比较高 采用成型术的话 会有比较好的疗效 王主任一脸思索 嗯 这样的呀 众医生看向对方 嗯嗯 林然继续说道 那现在做手术吗 刚才 给予重视 耽搁掉的时间 其实都够 把手术做完了 众人也是惊呆了 王老 惊讶说道 现 现在就做 这位领导 您难道不是 来做手术的吗 霍主任又赶忙打圆场 王主任 我们林医生 以前的病人 采用Litium 评分情况判断 绝大多数 都在90分以上 低于80分的 只有两例 效果也还是很好 不要担心 王老头心里想着 这小子 和我年轻的时候 还真有点像呢 确实有点像 都差不多高 王主任笑眯眯地说着 是来做手术的 本来还说准备几天 住院叔叔夜什么的 看来不用了 择日不如撞日 就现在做吧 手术只进行了15分钟 老霍就走进手术室 林然 你什么情况 林然无奈说道 我看领导是上下 都特殊对待的特殊病人 就想着 说不定会有什么 特殊病变的风险之类 但其实 并没有 就是个普通的老年人 半月板磨损而已 霍主任汉言 谁问你有没有 什么特殊病变了 没病变 好像还不开心 也试服了你了 不扯远的 手术怎么样 林然说道 手术没问题 领导明天 应该就可开始 做台腿练习了 你这小子 霍主任拍拍了呗 好了 走 向领导们 汇报手术情况吧 院长说道 林然 这位是病人的家属 王文康 王文康急忙问道 医生 医生 我父亲的手术怎么样 林然淡定说道 很顺利 具体的过程呢 林然继续说道 我在保留半月板的前提下 对半月板进行了修整 前脚 后脚和体部的外形都可以 厚度基本保持正常 边缘也很稳定 王文康一脸疑惑 说的什么 听不懂 但气势不能输 医生医生 你说慢些 院长也来打圆场 病人家属 令遵述后各项指标都正常 你不用太担心 等明天 看了具体康复情况 咱们再说吗 那行吧 嗯 明天 院长对林然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 你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霍主任也提醒道 对对 你专门负责王主任的 康复情况就行 知道了 一日 林医生 这么早 林然应道 嗯 王主任 开始复健吧 王主任小心 林然拿着字板说着 就做十个简单的身膝 和屈膝运动就行 由康复员辅助主任完成 小腿屈膝 做完之后 林然吩咐道 可以了 王主任 术后第一天 还是多休息 尽量少下地 饮食上计 辛辣刺激 油腻食物 适当高钙 高蛋白饮食 王文康刚进病房 爸 吃早饭了 王主任说道 饮食上我都吃得淡 林医生放心 一碗清淡地展现出来 好 术后第四天 林然检查着王主任身体 这几天的康复效果很好啊 各项指标都很达标 王主任应道 嗯嗯 我自己感觉是恢复的还行 王主任 您可以尝试主管下地了 啊 林医生 你说啥 王主任不敢相信 林然认真回答 没什么问题的 这都是您做完手术的第四天了 放心吧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虽然感觉还行 但也太快了 王文康也是说道 爸 我这几天多方便地了解过了 林医生的病人 和其他医生的病人恢复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 那些医生的要几周 林医生的 就只要这么几天 原来王文康 都亲自去问了其他老奶奶 我呀 三天就能下地了 我的严重一点 四天 就能下地了 还有一位老爷爷夸赞道 林医生啊 可是国内有数的 最优秀的 膝关节进专家优 林得很 王文康拿着铁拐 爸 来吧 好 傅健医生 你松手 我试一下 王主任接过拐杖 王文康有些紧张 傅健医生也有些紧张 只有林然 一脸淡然 王主任两脚落地 一脸开心 不疼 又走了几步 真的不疼 林医生 真的要谢谢你啊 林医生也开心说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目前来看 膝关节恢复情况正常 不放心的话 还可以再拍 核磁共振的片子 这时 王文康却问道 拍核磁共振 有没有副作用 没辐射吧 林然也是认真回答 核磁共振 没有辐射 主要的副作用 是贵 王文康 极其自信 哈哈 这个副作用 我们能承受 爸 咱们还是走下流程 拍个安心嘛 这让王爸爸 多少有点丢人吧 林然飞速治好 王主任的事 很快在昌西省内 各式县领导圈传开后 这时 霍主任看向窗外 嘟嘟 医院外一大批车辆 都来到这里 霍主任说道 院长 现在到处都是上门 点名找林然 你也看到了 不是我撒谎吧 现在确实有这个需求啊 众医生也看向院长 院长转头说道 急诊中心的需求 确实是有的 我觉得 可以列入日程了 等等 这个地中海老头 率先说道 不行 这个小胖医生也反对 院长 这个虽然没说话 但是已经表明了立场 小胖医生解释道 现在的经费这么紧张 我们科室 还被占着复健室 霍主任立马反驳 景西主任 也不是想占你们的复健室 但你看看 林然一天到晚找手术做 不给他复健室 他得闹翻天 景西主任也是不爽 你别拿林然当借口 不是借口 你看嘛 林然最近一周都在特训楼 没做手术吧 你们复健室 是不是空出来了 这地中 海老头也不爽说道 别有拿王主任当挡箭牌 无非就是个 膝关节径手术 随便到我们科室找一圈 谁不能做这个手术 你们是运气好 霍主任立马说道 这是运气好 是人家上门点名找的林然 你们骨科有一个算一个 再拉一个王主任过来啊 这老头被弃得火冒三丈 这时 院长的作用就到了 好了 趁此机会 把急诊中心做起来 是有好处的 老霍 过两天把林然的荡青提过来 老霍有些惊喜 有 有编制了 院长自信道 没有编制 也得给你创造一个编制啊 执一证也要提前拿到 特殊人才特殊对待嘛 编制给你了 也不是万全 总而言之 人你得看好 霍主任大喊 院长英明 随即 霍主任就赶往复健室 打开门 开门就遇到王主任 你 王主任大笑 没想到吧 我已经可以自己 开门出门了 怎么样 厉害厉害 膝盖完全不疼了 霍主任喊道 林然 你来 我有话问你 林然看向霍主任 顺便撰写论文中 主任 怎么 主任说道 我就想啊 等咱们急诊中心建好了 你有啥想法 林然惊喜道 咦 急诊中心建好了 打住 我说的是等建好了 别听差咯 问你想法呢 林然问道 那能有多少张病床 二百张肯定有 多的话 兴许二百二十 二百三十 林然认真回答 嗯嗯 我会好好做手术的 霍主任尴尬道 我是想问 假如真的 让你管理一个医疗组的话 你想怎么做 林然思索着 我会给所有人 配发两份酒精凝胶 一份随时使用 一份备份 争取做到医疗全程无菌 霍主任说道 这不是才有的想法吧 哼哼 不过啊 是挺好的主意 那就这么定了 连续一个月多 升级施工中 林组全权 负责的左侧病区 护士说道 吕文斌 不行 我刚出去 啥都没碰 林医生说了 所有医生进出 都要吸收主任都不例外 吕文斌 看向酒精凝胶 我 好好 我擦 文斌医生挤了一点出来 护士一脸认真 涂抹均匀 手指到手腕 都必须覆盖到 又进来几位医生 护士重复说道 林医生说了 任何人进门 都要涂酒精凝胶 是是是 众人认真擦着 医生问着 涂多了 会不会伤皮肤啊 就是 一直涂 林医生会不会说错了 可把一旁的护士气坏了 直接说道 等你真受伤了 再来质疑林医生也不迟 林医生是不会说错的 林医生那么帅 怎么可会说错 这三位老表 只能阴声说着 知道了知道了 哈哈 老大是不会错的 我们都会认真图 放心放心 又来一位医生 等等 进门要洗手 这地中海问道 你不认识我 护士答道 认识 你是呼吸科的红主任 那你还拦我 护士才不管 我认识你 细菌又不认识 主任也是说道 小姑娘真有意思 对了 特序楼那个 王主任回去吧 听说恢复得挺好 嗯 平分九十二 自己摸着墙回去的 红主任继续问道 最近都没看到 你们林医生吗 老货说 你们值班的 知道他在哪 护士谨慎问道 你找林医生干吗 红主任笑着说道 我有个小姨 膝盖一直不太好 也在医院里看了 有考虑 做半月板成行术 护士心里想着 不是来找查的就好 装修期间 一般人还真找不到他行吧 我带你 去找林医生 护士领着红主任 找向林然 来到门外 林然还在开着小会 你们看 医生们到了手术区 首先就要换拖鞋 时间一久 拖鞋内基本都是污垢 我觉得 拖鞋得定期更换 左医生 嗯嗯 林然问道 红主任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红主任笑着说道 想给你介绍个病人 做半月板成行术 到处都找不到你人 多亏了王家 林然应道 施工期间 就把办公室 临时挪到这里了 不过不影响手术 病人什么时候道 不急 只要你能做就行 慢慢排队都可以 林然说道 最近手术都不多的 就安排在这两天吧 好好 林然你们忙 我就先撤了 林然看着众人 咱们继续 病区制度 还有什么好的想法没 于医生首先说道 咱们的目标是 全程无菌吗 医疗器械就得要多次检查 以防万一 嗯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左医生也说道 还有一点 就是 我们得走在院杆科的前面 林然思索 也就是说 要强化清晰制度 慢着 左医生 为什么我们要走在院杆科的前边 左医生卖了个关子 等院杆科的来了 你就知道了 行 反正我们先把这几条落地了再看 几天后 挂壁酒精凝胶到位 洗手消毒区就位 院杆科的医生田任说道 林治疗组的执行力蛮不错呀 另一位医生也说道 做的是真好 两人看向门口 哎 你看 那个护士进门 都用酒精凝胶了 病人家属 我了个去 病人家属进门都知道用的 林然说道 大家都很配合 田医生也是不敢相信 配合呀 真是个稀罕的词 两人都感动落泪 配合啊 这个词在我们耳中 可太稀罕了 王护士说道 林医生早 我买了一款枸杞味的酒精凝胶 你试试看 林依然闻道 嗯 嗯 枸杞味闻着还行 田医生也是感慨 林医生的人际关系处得真好 于医生听到这话 瞬间就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夸奖 林医生的人际关系 田医生大惊 你什么时候来的 于医生服了服眼镜 我一直都在 就你们这样的观察力 怪不得医院 时不时就出感染事件 三人也是不满 什么时候出感染事件了 六月份 于医生则说 前个月的 三月在妇产科 田医生甘尬说道 医院感染是时有发生 要想完全杜绝 基本是不可能 最常出现的空气传播的疾病 例如肺部细菌可未顽疾 水平再高的三甲医院 都无法完全阻止气传播的 然后又对着林医生说 通常将10%以下的肺炎感染率 视为正常 你知道的吧 林医生应道 我知道 既然如此 林医生 不如我们合作 林医生问道 怎么合作 我们可以介入 你治疗组的愿感控制 林医生想起左医生的话 还有一点 就是 我们得走在愿感科的前面 原来是这样 田医生继续说道 而且 林医生的标准 明显比一般人高 我觉得 我们也可以帮助急诊科 提高愿感控制的水平啊 就当做一个试点 大家各取所需 当然 咱们的控制标准不一样 用的耗材也就不一样了 林医生没有立即回答 一人跑了过来 林医生 稍等一下 左医生说道 愿感科是吧 想在零治疗组合作对吧 田医生问道 是 你是 左医生继续说着 这样的话 你们都得听林医生的 林医生 咱们现在愿感控制得这么好 用不着愿感科接管 也不可能给他们接管 最合适的合作方法 就是愿感科听我们的 田医生当场就不乐意 愿感本来就归愿感科管理 哪里有让愿感科 听治疗组的道理 左医生当然不让 愿感不是一直都听治疗组的吗 你们愿感做的那些流程化的工作 政策的落实 全靠医生和护士吧 可别欺负我们 林医生 是实习生不懂这些东西哈 田医生问道 你你你是哪位啊 我是林染医疗组的左辞店 后面那人拍向田医生 合作 谈合作 三人立马说道 听林医生的就听林医生的 左辞点笑道 那林医生 现在您看呢 我这个治疗组人少 不可能长期投注 经历于感染控制 更别说其他的药品 闭环管理 仓储问题 各个运输环节的管控等等 能有人有意愿 有能力搞愿感升级 我们其实是求之不得 林染最后说道 就这么定了吧 左辞点阴险说道 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搞个文件 联合声明的那种 以后办事才名正言顺嘛 田医生哭着说 您可真是天生搞愿感的料 林染被左辞点的话惊道 不得不说 有时候 还真是少不得左医生 林染等人落实愿感 升级一段时间后 急诊中心升级完成 一大批医生聚集在一起 霍主任说道 来 大家排好队啊 以前急诊科室 五个治疗组 身为急诊中心后 咱们扩展到了七个组 接下来七列的同学就跟我 第六列的同学 就跟杜主任 有人问道 能不能换组啊 我身体不好 可不想去那个最累的组 霍主任大喊道 不能换组 不管分组好坏 分组结束 就不能擅自更改 除非你们的组长 不要你们 众人也是被惊吓到 我们继续 第二列的跟李主任 第一列的跟林医生 实习生官妃说道 我被分到了林组 组长们都领着你们的组员 去准备咱们的挂牌仪式吧 云华医院急诊中心 今天正式成立了 众人纷纷道贺 好恭喜恭喜 这人说道 老货 咱们搞急诊的 以后是吃香 还是喝辣 就看你的了 这位大妈问道 这位就是林医生吧 霍主任 带得一门声亮相呢 霍主任对着林然说 站在这里也累 你去忙你的 你们笑什么 老货你护独自的样子 下次给你录下来 你自己看 这时 林然接到一个电话 你好 林医生 我是孟小姐 想向你预约推拿 林然刚大说道 哪个孟小姐 我没有预约紧不推拿 孟小姐说着 我费了三小时 才到这里 林医生 你把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 两人居然碰面了 林然说道 山羽哥 嘘 小点声 孟小姐捂着林然嘴巴 众人纷纷八卦道 喂 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像谁来着 云衣请来的模特 急诊中心挂牌 请模特 也不是不行吧 嗯 要是获主任的话 好像也有可能 可把这些个护士气坏了 孟小姐赶忙拉着林然逃走 在这里不方便 容易被其他人认出来 走 快溜 两人来到一间屋子 孟小姐将其一推 锁上门 林然惊吓道 你这是做什么 我能对你做什么 林然说着 做什么呢 孟小姐有些脸红 你不会是真的在想吧 林然起身说道 我是说 推拿 你想歪了 而且 我在医院没做推拿 你下次可以到下沟诊所 就算我不在 熊医生也能做推拿 孟小姐立马脱下外套 说着 那些人做得跟你比真是差远了 这两天 我做节目的时候 就觉得脖子快断了 林医生 你好人做到底 快救救我吧 林然深呼一口气 小手一按 咔嚓 孟小姐直接舒服地叫了出来 林然问道 舒服点了没 果然 还得是林医生才可以 这孟小姐 直接幻想 王子救公主画面 你又来救我了 突然一名护士走了进来 林然问道 王家 怎么 王家看向孟小姐 果然是山羽哥 山羽哥直接躲在林然后面 王家惊慌道 林医生 刚才有人拍到了山羽哥的照片 人群一下不受控制 发生踩踏事故 有很多人受伤了 这时霍主任也走了进来 小啊 你真是来找林然了 你别急 听我跟你说 进来一看 哎呀 孟小姐 你好你好 我也是你的粉丝啊 我们急诊中心 有您到场 真是缝闭生辉 这让孟小姐不知所措 这 这两人都喊像 主任 主任一脸正经地说着 听我说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 虽说发生了事故不好 但都是小伤 伤情可控 你们想想 咱们这是什么地方 林然一脸疑惑 嗯 咱们这里是急诊中心啊 不就是专门负责 处理这种事故的吗 孟小姐直呼好家伙 原来我和突发事故 成了她最好的宣传工具 王家护士直呼 主任666 林然也是一脸崇拜 啊 霍主任继续说着 孟小姐这边 看来是差不多了 林然 快 去处理踩踏事故吧 主任放心 交给我们了 林然处理着病人 左词点指了指那里 这让实习生也是大惊 林然说着 事故相关伤员 70多人全部处理完成 只有实习生说着 不行了不行了 霍主任笑道 这才是急诊中心 该有的样子 一日 林然带队查房 一打开门 病人们都说着 林医生 昨天真是辛苦你了 感谢林医生 谢谢医生 林然来到独立空间 宝箱竟然已经 积累到129个了 系统 把箱子都打开 八本系统说 这惊呆了林然 50次下肢解剖经验 和300次脚步解剖经验 对现在的我而言 提升算是巨大的 不过可惜 现在无法施展 林然想到 昨天事故病床都被占了 今天没法做手术了 这被左医生看到了 然后 林医生 那位王主任的电话 您还留着吗 林然应道 留着 她的膝关节 暂时用不着在做手术的 我是说给王主任 随访随访 提一下病人的事 看看她怎么说 王主任那个年岁 她身边肯定有不少人 需要做膝关节手术的 您和她联系上了 应该能拉来很多病人 能和王主任搭上的人 到了云医 还能没有一张病床吗 林然说着 他们是住特需楼那边 这边没病床特需楼有啊 我这就联系她 林然继续说着 既然要做随访 那就给膝关节径的病人们 都做一次随访好了 打开门 王主任就来到医院 请问林医生在吗 院长说道 老霍 林然呢 她不是让王主任来复查吗 她不来接 霍主任说道 院长 林然她还不懂这些 那她现在人在哪 霍主任尴尬笑道 好像是在办公室 院长也是严厉说着 赶紧打电话叫她来 这时王主任注意到 这是闹哪样 我去找林医生就是 后面医生跳着喊道 林医生 王主任来了 王主任笑着说 林医生 我来复诊了 你还真的是在做随访啊 林然应道 嗯 这次相当于做个专题随访 外带一点研究的性质 林然立马发动体格检查 检查后说道 您的半月板恢复得极好 没有问题的 王主任笑着说 嗯嗯 对了 我这次带了朋友过来 他也想找你看下膝盖 怎么老陈 病又加重了 这最后两步走不过来 呸呸呸 老王你瞎说啥呢 麻烦让一让啊 让一让 老陈扶着别人肩膀 走两步就大喘气 王主任说道 我没事就先回去了老陈 你这像打了场仗似的 你自己慢慢看啊 陈处长一时半会儿 还缓不过来 林然说道 我只能做半月板成行术的 陈处长也说道 我就是半月板坏了 看过了的 那行 陈处长 你先去拍片吧 陈处长却说 您要不看看我之前拍的片子 才拍了三个月 时间不久 林然说道 如果是准备 做半月板成行术的话 我就不能看三个月前的片子 来做决定 陈处长一脸不爽 拍就拍嘛 不过要到手术前再拍 毕竟辐射对身体不好 这时 霍主任赶忙说着 陈处长 您不要着急 林医生也是为您的身体着想 陈处长直接闭眼说道 拍这些太花时间我不爱做 霍主任也是直接说着 可以点您开绿色通道 拍完片子回来 林然看着片子 说道 膝内经验 严正 是半月板成行术的适应证了 陈处长又一脸傲娇 片子拍完了 老王的腿是你做的 那也是你给我 做就行了 现在去帮我办住院手术吧 林然一脸不知所措 心想 这人这么拽 一旁左辞点说着 没事 林医生 交给我 说道 陈处长 我带您去办 放心 尽可能给您安排最好的病房 这时 陈处长也是强调 我是实职正处级退休的 要享受现处级待遇的 别弄差了呀 林然听到这话 有意思的病人 希望手术也能有一丝点 陈处长被安排进特虚楼后 就听到他大喊 换人换人 看你明显就是经验不足吗 留置针位置都不对 让我很不舒服 去给我换的打针 熟练换药麻利的过来 继续指着护士说 还有 你们食堂的饭也不好吃 这种做饭师傅 要在我们单位啊 可得扣钱呢 护士很是生气 哼 金发护士说着 咦 怎么我们小刘都被嫌弃了 另一名护士也说着 我就说去病房前别敷面膜吗 看 付出问题来了吧 护士长吩咐道 这病人是肠尾开绿色通道弄过来的 你们可留点神 小刘也是抱怨 刁难我们专业的也就算了 可食堂的饭不好吃 也赖我们 能怎么办吗 三人也是无语注了 这 小刘说道 等等 我想起件事 还有什么更要额子的 不是 那病人是明天的手术 而且是要求第一个做手术 一旁护士惊讶到 要求做凌然凌医生的第一个手术 三人 这可好玩了 一日 凌晨两点 这位病人 起床准备手术了 陈处长说着 现在几点 不是才两点吗 怎么现在就起床准备 而且我这人睡觉挑床 在你们这睡不惯 才睡着一个小时多点 护士说着 这位病人 你是不是定了 做凌医生的第一个手术 是 是啊 那就对了 手术安排的是三点三十分 现在得掀起来准备了 陈处长大惊 什么 三点半手术 护士问道 昨天没人通知你吗 回想起昨天 左医生说着 陈处长 住院手续都妥了 你要的 明天第一个手术 也给安排了 三点半 绝对的第一个 这才知道 好像是通知过 哎呀 完全没把这事给当个事 护士扭头说着 没其他问题 就先到手术室做准备了 随即 陈处长转入手术室 左医生想着 嚣张的陈处长到了 手术时间嚣张不起来了吗 林燃说道 陈处长 您的要求 施作伴麻会有一点痛 忍耐一下 陈处长笨恩了两声 心里想着 医生当天的第一个手术是 他精力最好 质量最高的 我累点就累点 直了 直接仪器戳入骨骼中 林燃直接半月成形术 完美即 发动 十五分钟后 手术 完成 陈处长不敢相信 舅舅完成了 一旁助手说着 那是当然 也是不看是谁给你做的手术 林燃一脸无趣 本以为能有台有趣的手术呢 结果只是最普通的半月版成形术 昨天白期待了 然后转身说道 左医生 动作快 该去二号手术室了 左次点笑道 这是今天十台手术里最简单的一台 稍微有点放松 不过请放心林医生 马上调整状态 只有陈处长 一脸不知所措 这林医生 是真有几把刷子 等我这腿好了 也像老王一样 到处眩一眩 明医治的腿 于是 林祖忙到晚上十点 林燃说道 今日任务 完成 老货说着 老左 酣畅淋漓 左医生一个字 爽 于助手也说着 林医生经历也太好了 我都没跟全手术 要是跟全姑姐都累死了 林燃说道 预约好明天的手术 台数尽量不要低于今天 尤其要把自带病房的病人标注出来 左医生笑道 给干部看病就像挖老鼠窝 一个串一个的 后面还有的事 这十余医生心里想着 不对 这样坚持不到几天 那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林燃爆肝几天后 护士赶忙说道 林医生 我们的床位不够用了 林燃问道 家床都要加满了 急诊中心的装修 本就只完成了一半 人基本都是常住院的 现有的病床周转率 真的快不起来 于医生叹气 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 三人无奈 又得暂时放假 休息着等床位 林燃思索着 不用放假 我觉得现在的办法 只能是减少病人的 恢复时间了 左医生大惊 不搞常住院 这可逆着医院 政策了林医生 林燃认真说道 常住院的策略要坚持 但要减少病人的 恢复时间 完全可以从手术中考虑 于医生也大惊 手术中 这 这怎么可能 林燃继续说道 先做到这三点 减少出血量 减少手术时间 进行更简单准确的手术 如果一个病人 能减少平均一天的 住院时间 那么一百个病人下来 就能节约出 一定数量的病床了吧 林燃说完 这三人也是大惊 三人斗志昂扬 林医生总能毒癖吸尽呢 林燃说道 先不聊了 寻查病人 于医生说道 42床 你的手术定在明天下午 老大爷却说 昨天护士说了 今天抽血 今天手术 怎么改了 左医生面带微笑 你是快到中午抽的血 报告才得到没多久 手术当然只能 安排到明天 老大爷无奈 然后大吼 我可是林医生的病人 医院绿色通道 是可以随便用的 手术安排 也是想什么时候做 就什么时候做 对吧 我就要今天做 林燃听到这话 不明所以 两人都说道 你胡说些什么 大爷立马反驳 胡说 病友们可都这么说呢 我打听了 那栋楼的陈老头 想排第一 就排了个第一 林燃有些意外 怎么传成了这样 左医生赶忙解释 这些人捕风做银打胡乱说 林医生完全不用理会 林燃也解释道 陈处长她手术是正常排队的 你可以去查 病人在我这里都一样 没有谁比谁特殊 大爷打起了感情牌 林医生 我请假很困难的 真没时间耽搁了 而且现在膝盖真的疼得厉害 我想做手术 麻烦你了 林燃瞬间心软 疼得非常厉害吗 大爷耍无赖 要死了 林医生 真的 我几十岁的人给疼得哭 林燃于心不忍 这样啊 那我尽快安排一下 这两人也是无语 林医生 她好像被骗了 林燃也不拖拉 催一下检验科 尽早把报告拿到 两人答道 好 随即就准备手术了 这时 左医生急忙来到手术室 等一下 说到 林医生 病人许永昌的抽血采样结果报告 显示她的 HIV呈阳性 众人大惊 只有林燃轻微停顿了一秒 然后林燃就问响 徐永昌 在患有HIV的情况下 你的手术风险 也将大大提高 这一点 你明白吗 您 明白 林燃继续说道 相比普通患者 HIV阳性的患者 恢复能力 要弱得多 手术后 神经恢复 也可能变得很缓慢 甚至不能恢复 你明白吗 您 明白 你的心脑血管的突发症状的几率 要比普通人大得多 心肺肝肾等内脏器官 东面林树中 衰竭的可能 且不排除有心跳停止 和呼吸暂停的可能 你明白吗 您 明白 最后林燃问道 还想继续手术吗 大一说着 当然 其他医院 其他医生知道我的情况后 都拒绝给我做 林医生 你愿意给我做吗 林燃认真回答 你有你的难处 我有我的职业道德 我们会穿戴全套防护服 进行手术操作 也会产生 多于普通人的就医成本 这一点你能理解吧 这时 大爷也感动流泪 一旁医生却说 这种手术 还是别做了吧 实习生官非 也蹲地表示不理解 林燃向着大家说道 只要正确穿好防护服 被A子传染的概率 是很低的 林燃又吩咐道 左医生 马上联系 昌西医药的黄帽师 让他赶紧送防护服来 很快 防护服送到后 于医生吩咐道 林医生 去交接 一会就回来手术 你们坐下 穿脱防护服的练习 实习生 也可以不用旁观 这台手术 大家自己选择 实习生官非 没有洗手 就去拿防护服 心里想着 真是浑身 都起鸡皮疙瘩了 突然被 另一只手抓住 于医生 找你男朋友去 这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官非转头一脸委屈 眼泪给我擦干净了 哭什么哭 敢污染手术室环境 我立刻打发你回学校 今天是艾滋病 明天说不定就撞上禽流感 急诊室里 来不及做传染四项的病人 多了去了 你能怎么办 于医生继续说着 现在至少有各种防护服 给你选 你以为这些防护服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想想非典时期 国内外大批医护人员 在工作中被感染 那时候你怎么办 官非委屈巴巴 知道了 知道了就好好学穿防护服 林然说道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应道 准备好了 宇文斌给我做助手 于员在手术室内待命 左磁点出去手术室外机动 大腿固定架拿来 手术开始 大爷开心道 林医生 谢谢你 几人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林然说着 不用谢我 而大爷回想起 去其他医院的过程 走吧 这里没办法治你 谁让你来这里的 你来错地方了 保安 请这位病人出去 大爷感动流泪 不 林医生 我是真的要谢谢你 林然最后说着 职责而已 鉴于你的病情 我同意使用菊麻的方案 现在 请你不要再说话了 林然吩咐道 检查好大腿固定架的管线 避免滑动 手术室外 左医生担心道 遇到这种病人 但愿林然这小子 能谨慎一点 这时 霍主任走了进来 手术正在进行着 心里想着 谨慎个屁 这小子 还和往常做得一样快 这种时候 又不敢出声提醒 经到他反而惹出意外 可恶 四五分钟后 霍主任 你怎么来了 霍主任严厉道 你们第一次 做这种感染手术 我能不来看看吗 你小子速度 怎么不放慢点 这么着急干嘛 还有你 怎么不找个人当助手 林然的二助呢 这人也是有些惊慌 于人伸手示意 主任 我在呢 四人都看向霍主任 霍主任也没想到 重视程度还是有的 好吧 然后又说着 你管着实习生吗 不算不算 霍主任又看向手术 林然 接下来速度慢点啊 稳一点 林然目不转睛 主任 我觉得 还是采用和平常相同的节奏吧 顺手 不容易出现意外点 这也是一个选择 嗯 减少暴露时间 手术继续长 官非伸手示意 对了 主任 要不要给您取一件防护服 主任 也是一脸不在意 用不着 几十年 什么阵仗没见过 HIV又不是埃博拉 还没到需要全部隔离的地步 反而是这位小伙子 你们运气好 林医生愿意给机会 但你们知道 在手术室旁观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小伙子说到 谨言慎行 或主任直接当头报击 那你还不闭嘴 林医生允许你们旁观 就给我好好抓住机会 仔细看手术 机会是天上掉下来的 耍小聪明 还来提醒我穿防护服 实习生有什么资格提醒别人 凌然这是说到 主任 您声音有点大 主任单大道 哦 不好意思 啊 不好意思了 手术继续 主任大惊 这里修得漂亮 于助手也说到 是的 林医生将撕裂上的边缘新鲜化 又不至于伤到太多的健康组织 主任看着手术 拦钳 抓钳 勾茧 反向勾刀 香蕉刀用的都很顺 于医生先目到 不灵活的关节镜 在林医生手里也变得灵活了 25分钟后 林然说道 完成了 这助手 呼 终于 然后顺手想擦汗 于医生赶忙说道 停 现在不能抹汗 所有手术人员 先回忆一遍防护服的穿脱顺序 然后脱掉手术衣和隔离衣 用消毒液泡手再更换清洁鞋 三人 恩了一声 林然说道 花费的时间有点多啊 今天的节奏其实没有把握好 其实速度是能提高一些的 霍主任问道 林然回来了 做这种感染手术 感觉怎么样 林然一脸无奈 用我们的手术室做 效率太低了 霍主任笑道 你可别想着 要一个新的感染手术室 不过 你小子赶上正做感染手术 是真出乎我的意料 于员你也不错 手术前的录像我看了 做得很好 院里综合考虑了一下 从今天晚上起 你就是住院总了 于医生有些吃惊 霍主任也拍向林然尖头 病人的病房 我看你们 也已经单独安排了 那今天也差不多了 大家就早点下班吧 两人开心道 好 霍主任继续说着 明早也不用做手术 主任 我可以 霍主任严厉说着 大手术后 就给我好好休息 两人也是极其感动 主任 主任 林然来到地下车库 一人躲在墙后 突然出现 林医生 林然大惊 钥匙也随手飞出 林然赶忙接住 林然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是黄帽师 林医生 我听说 您给一个艾滋病的病人 做了手术 林然应道 我们不能透露 病人的病情情况的 黄帽师一脸羡慕 没有否认就是承认 继续说着 治疗艾滋病患者的话 林医生 消毒用品是手术室里 必不可少的 我们公司现在也代理多个品牌 黄帽师靠近林然 就我和林医生的交情 嘿 这单肯定稳了 林然却说 不要 今天你送的防护服太糟了 黄帽师美梦破碎 啊 回想起当时 当时光想着 趁机处理库存了 库存之所以是库存 是因为他们质量不咋定 黄帽师紧张报告 我马上找厂家反馈 应该很快就能换一批新的过来 林然上车说道 不用解释 我不要你换 也不要你的消毒用品 然后就开车离开了 黄帽师在后面喊着 别啊 林医生 一笔归一笔 消毒产品和防护服饰两个体系 一日中午 吕文斌说道 难得老大 你到这个点才来呢 林然说着 主任不让我来早了 文斌笑道 没老大跟手术时 总是差些感觉 有老大在一旁兜底 感觉我都可以提速了 林然想着 吕文斌也成长了 这样一来 以后的病人 想到病人 林然就想起 HIV的老大眼 文斌医生看向林然 老大竟然在手术中走神了 这种情况可不多啊 老大怎么了 手术结束之后 林然还是想起 现代医药技术发展 已进步到可令艾滋病人 长期生存 但HIV造成的免疫缺陷本身 永远都是一颗炸弹 外科医生对这颗炸弹 却毫无办法 突然美女问道 林医生 手术顺利吗 林然应道 顺利啊 我才会云华 你肚子饿吗 一起吃饭怎么样 林然说道 好 林医生 你今天状态看起来不对啊 然后又牵起林然的手 走 我带你吃点不一样的 田小姐说道 在我车里吃点东西好了 随即把钥匙扔给保镖 去把林医生的车开过来 林然看向这辆大车 说道 真先进啊 田小姐笑道 走 咱们找个景区边看风景边吃 汽车也就驶向景区 林医生 艳临山这时候的景色 可是非常棒的哟 对了 想吃点什么 林然应道 都行 好脸 随即 田小姐打开冰箱 下了飞机 急着见林医生 高档食材 完全忘了买 然后就心里想着 田七啊田七 你的爱情没有了 没有了 林然笑道 我们就吃这个 田小姐感动道 林医生 你真是太好了 随即拿出食物 田小姐问道 林医生 你在医院时心情不好哦 怎么了 林然说道 我一直以来奋力治病救人 这两天才发现 有的病人 是治不好的 田小姐立马说道 不要这样想 林医生 我先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我小时候想要一只鹿 但爸爸说 鹿太危险 就送了我一匹小马 没多久了 小马出了意外 爸爸帮我把他埋在了家族牧场的山剑里 我特别伤心 特别沮丧 后来我再去山剑附近 在小马的墓前 看到了一只小鹿 而他 竟然不可思议地 和我成为了朋友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小马的转生 但在那一刻 我是真的觉得好轻松好轻松 田小姐认真说道 就算是最优秀的兽医 动物学专家都不能救活小马 就像是爸爸说的 人力有势而穷 凌然听到 人力有势而穷 是啊 人力有势而穷 只要是尽了全力 做好了 自己能做好的 凌然摸了摸田七的头发 田小姐一脸不可思议 啊这 是不是算今日份的作战大成功 一日 凌然说道 周医生 你找我 周医生说道 今天来了蓝尾炎的患者 你不是一直想做吗 走 蓝尾炎手术 凌然听到这个 成熟的蓝尾炎手术的出现 标志着现代外科学的成立 蓝尾炎手术的发展 就是现代外科学的探索之路 事实上 蓝尾炎手术 几乎已经变成了 外科医生的一种标志和信仰了 周医生说道 病人是这一对小情侣 两人同时尾发炎 都需要手术 然后就是 男生说 宝 你去做手术吧 女生说 不 我要你先做 不拉不拉的 男生又说道 你身上的痛 就是我心里的痛 哦 左医生无奈问道 他们在干嘛 护士说着 他们在讨论 谁先谁后的问题 王家护士则说 我们有两个手术师吧 凌然问向周医生 实际上 谁的病情更重现 女孩吧 她很能忍痛的 但她蓝尾是必须切了 男孩理论上 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凌然说着 保险起见 我们一人一台 同时进行 周医生无奈道 嗨 他们要求同一个医生做手术 同一个医生缝合 方便得到相同的情侣刀口 凌然笑道 这样 明白了 那由我来做手术 保证给他们俩一模一样的刀口 随即就走向手术室 凌然说道 先来常规 硬膜外麻醉 女病人 没巧亲的手术开始 刀 助手递过刀 凌然直接开切 周医生则疑惑 这小子一向一手快著称 今天怎么这么慢 凌然思索着 腹部手术开刀 并不是用锋利的手术刀 一刀切到位就好 现在切开的有层次些 待会关附起来 才更方便 周医生却想着 凌然的动作连贯 节奏感很好 不过速度较慢 这样手术总体而言 并没有什么优势 现在到了蓝尾手术的难点 找蓝尾 在小开口的情况下 运气不好 经验不足的医生 找半个小时算正常 很多小医生第一次找 有找两三个小时的 凌然冷静说道 纱布 周医生大惊 一秒找到 这小子 刚还说他做这种手术 没优势 原来最大的优势在这里 凌然继续说道 拉钩 蓝尾切除 伤口用的荷包缝盒 剩下的官妇 周医生你来吧 我再去点另一个做 周医生提醒道 记得 情侣刀口哦 凌然示意 OK 手术后 这对情侣拿起镜子 伤口看起来是一样的呢 我量过 一样 然后问向医生 肚子里面蓝尾切除那里呢 也是切得一样的吗 凌然呆蒙说道 嗯 放心 我绝对保证 女生说着 这就是爱的证明哦 男生则说着 嗯啊 宝 你永远可以相信我们的爱 扶了这对油腻情侣 周医生极其无语 这手术做的 病房里都充满了恋爱的酸臭味 凌然说道 刀口也确认了 剩下的就麻烦周医生了 周医生疑惑 哎 你干嘛去 凌然来到手术室 Tain法缝合 跟剑修补 关节静 哦 当然是做手术 护士赶忙给霍主任打电话 林医生又爆肝了 病床告急啊 霍主任 霍主任也是早就预判到了 所以 让装修公司加班加点都完成了 护士惊喜道 新的病房 新的病床 这下得救了 林医生也开心道 整层都是我们组的病区了 那如果病人再多 主任会再分我一层吗 这时 左次点喊道 林医生 有人送锦旗来了 徐永昌今天出院想感谢你 大爷开心道 林医生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锦旗写着 艺术精湛 医德高尚 一旁摄影师疯狂拍照 凌然救治艾滋病患的事迹 在昌西各大医院传开 然后众人羡慕道 这凌然医生 能人所不能 厉害啊 要向林医生学习 于是 这些医生来到了 云华急诊科的手术室 我的天 原来是这样做的吗 学到了学到了 林医生果然是名不虚传 文斌医生赶忙说道 嘘 这里是手术室 别这么大声 然后又来了一人 文斌问道 你在这里干嘛 想找林医生 谈愿感管理的事情 可他好像 就没在办公室待过 我只好到这里来等他了 文斌疑惑 愿感管理 之前不是谈好了吗 愿感医生则说 咱们领祖 不是又添了新的病房吗 就想问下林医生 需不需要变更 文斌说道 老大又没说 为啥需要变更 消毒机器人 全部按照林医生的要求做 可不便宜啊 多了这么多的病房 如果要节约的话 可是能节约出不少钱的 消毒用次氯酸钠发生器 其他各种消毒用品 愿感医生也是叹气 非典之后 节约这个词 在愿感管理上 就不适用了 而愿感科本身的存在感 又比护工都弱 这种涉及到 太多经费的问题 我们可完全不敢 有丝毫的马虎 文斌说道 全部照之前的标准 确 确定吗 林老大对愿感 是非常重视的 你好好做就是了 愿感医生应道 是 随身带两瓶酒精凝胶 来替换的医生 我确实只见过 林医生一位 不过 我还是等一下 再找林医生确认下吧 病床上躺着病人 愿感医生惊讶道 白人 嗯 美国人 愿感医生不敢相信 问道 美国人也来我们云华医院 文斌说道 想找老大治病 当然只能来咱们云医了 手术室内 林然说道 剩下的交给你 我去二号手术室了 众人看完手术之后 说道 血管还真全部避开 牛啊 这就是助林 跟剑修补术啊 讲究呢 林医生要换地方了 咱们也走 愿感医生问道 林医生做手术是 不用停的 文斌骄傲说道 预约老大 做手术的人多了去 你准备看到什么时候 愿感医生也是怕了 等林医生下班吧 文斌骄傲说 等他下班 现在才几点 他下班得到凌晨 你确定要等 呃 那我明天再来 明天 明天你更见不到他 他被三院清点 去支援那边的手术 愿感医生看着手术室内 林医生是我见过的 最忙的医生 一日清晨 一日清晨 霍主任说道 林然 给你随身带点东西 林然看着这药 拉米夫定 主任 这拉米夫定 一种用来治疗 艾滋病的主动阻断药 霍主任小声说着 三院毕竟是传染病医院 而且那边 也没说这次的病人 就一定没有艾滋病患者 有备无患吗 感觉不对就吃药 别怕副作用 好了 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吧 云华医院 支援云华第三人民医院 先遣队 要给咱们云医急诊中心 打个威风出来 众人上车 去向云华第三人民医院 林然率先下车 这老头就在说着 林医生 你来了 太好了 我们很多病人 受膝关节疾病的困扰多年 这下可算是有救了 林然直接说道 我只能做半月板重建 这老头继续说着 可以了可以了 要你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 也不现实吗 医院内的场景 病人看向新来的灵祖 一个老奶奶 靠近众人 众人疑惑 老奶奶发出 嘿嘿嘿的笑容 老头赶紧说道 快 保护林医生 林然则一脸淡定 不要反应过度 没事 老奶奶也悄悄走掉 老头大喊 那是谁的病人 他在干什么 把主治医生给我找来 林然也在思索 有的传染病 的确是会引发精神方面的问题 老头说着 不好意思 没吓到林医生吧 我没事 那现在是先看病人 还是先看手术室 林然说道 我负责看病人 其他人负责看手术室 于医生喊道 黄茂师 看手术室了 黄茂师举手示意 要看器械和设备 到位不到位 得靠我解解的慧眼 于医生放心 包在我身上 老头看到这两人 专门找了外人 检查我愿设备 有点瞪鼻子上脸了吧 老头说道 林医生 我们医院也是开展外科手术的 医生的防护措施 还是到位的 别的不说 病人间出现交叉感染 我们都得完蛋嘛 林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老头一脸阴险 答不上来了吧 左词点在身后看向这老头 老家伙 阴阳怪气 我们林医生 不行 林医生的第一次带队出征 气势上输了 就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就容易出纰漏 然后他就靠近两人 你们有你们的标准 我们有我们的标准 三院如果什么都是好的 何必找我们过来呢 老头回击 我们的标准 在云华也是有名的 左医生应击 是吗 以贵院给林医生的 飞刀标准为例 我完全看不出 您刚才的话 底气何来 外地医院请林医生 去做飞刀 都每例五千到一万元 且不能只有一例 在家往返机票 一天收入起码两三万 选择到传染病医院 支援的林医生 要是数前检查下 设备的权利都没有 怕是说不过去吧 凌然问道 左医生 说这些干嘛 林医生 没有规矩啊 他不成方圆 咱们办事 得把规矩先立好 老头尴尬道 我明白 林医生原来 确实是难得 左词点 丝毫不给面子 来这里院外会诊 或主任本都不想搞的 也就我们林医生院来 凌然对唇枪舌战 丝毫没有兴趣 准备去往会诊室 我要尽可能全面的影像资料 老头无奈表示 试试试 具体工作 林医生来安排就行 凌然跟左词点 认真观察片子 凌然直接发动 和词共振阅读能力 大师级 随即便说道 这两人 让他们先去做磁共振 这三个的症状 不适合做 关节静下的半月板成形术了 老头看向这边 虽然规矩多 但专家就是专家 治疗方案这么快就确定了 很期待接下来的手术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云华急诊中心 霍主任说道 来了个趋肌腱受伤的病人 凌然支援三院赶不回来 他建议你来做 吕文斌 你能不能行 文斌犹豫 晴天霹雳 主任 我 我独立做TEN法 凌然说 你更看作了300例TEN法缝盒了 与其转去手外做普通缝盒 还不如交给你来做 文斌瞬间信心满满 嗯 我做 这边手术室内 左医生 今天的目标是 30分钟一台 尽量把三院 积压了两三年的老病号 多扫掉血 左词点心想 均速每台30分钟吗 有挑战 不过 作为林医生 第一次带队院外会诊 再有挑战 也必须拿下 这边文斌紧张着 没有老大在场 我真的能做好吗 旁边医生说着 老吕 青创包 准备就位 然后文斌瞬间信心上来 正是老大不在 才更得做好 这边 林然说道 手术 开始 文斌这边同样也开始手术 林然认真做着手术 左医生看向林然 现在的林医生 玛丽全开状态极佳 这第一台没用到30分钟呢 林然说道 手术完成下一台 又继续下一台手术 于医生感觉到 今天和林医生配合 怎么有些吃力 林然则想着 三院积压的病人多 保守估计 这几天每天得做11台才行 速度还得再快一点 文斌手术上 说着 皮肤拉钩 眼镜 钳子 一旁助手想到 每个指令都要喊出来 老吕和刚开始做 Tang法时的林医生 好像 这么看的话 两人确实像 手术持续进行着 从最开始只能给老大拉钩 到老大教我 再到成为一柱 即灵足骨干 回忆起林然说的话 Tang法缝合 又名多组剑内缝合法 顾名思义 通常是三组全套尼龙线 来缝合基建 这种方式缝合的基 耐拉伸的强度 远超Kessler法 和双筋下缝合法 且不会破坏 基建背侧的血循环 老大传授的要点 Tang法缝合 既是一种缝合方法 也是一种术式 作为仅用于手部区区基建的缝合法 应用范围极其狭窄 作用于一个人手部面积的五分之一 但效果极突出 因此难度极大 全都历历在目 持针前 执念 都递给了文斌 文斌继续手术 老大直传 绕开血管和神经丛 血管吻合 剪刀 最后 全部完成了 嗨 没想到 竟然真的独立完成了 Tang法 好嘞好嘞 没有三五个猪蹄 估计补不回来 一旁实习生则在偷笑 另一位医生也吃惊道 没想到老吕都这么强了 马彦林 你的成长速度不行啊 这时突然显示 新成就获得 不拉不拉的 凌然想到 是吕文斌顺利独自完成了 Tang法缝合 开箱吧 系统 心肺复苏 这可是现代急救学的扛顶技术 放古代 失去呼吸或心跳的患者 若用心肺复苏复活的话 是会被人当成活神仙的 这可是真正的救命绝学 好想快回急诊中心啊 随之而来的是 凌然的手术突然提速 左医生也是吃惊 凌医生这是 嗯 快要跟不上了 四天过后 几天下来 凌医生解除了45位患者的病痛 就是解除了45个家庭的病痛 我代表各位病人和病人家属 向您表达感谢 老头说道 急诊科按说顾活应该是挺操的 是凌医生给我刷新了认知 凌医生的关节进手术 现在可以算是我们云华的一绝 地中海说着 40多例手术一点问题没出 如果不是知道凌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 我都要以为您是专业的传染外科医生了 三人 哈哈哈哈大笑 随即凌然上了回去的车 老头喊着 凌医生 等过段时间 我们再收集些病例 凑够了数量 再请您来 突然来了两位家属 问道 凌医生呢 他走了 老头指向方向 刚上车走了 你看 就是那辆 一家属呵斥另一位家属 我说快点 你们非不听好了 礼都送不出去了 不成不成 这样吧 咱找个快递 给凌医生寄过去 随即快递小哥就来了 我到楼下了 是哪位要寄什么东西 家属说道 我不是打电话说了 要寄很多东西吗 你就来一个人 快递小哥自信说着 东西再多我都拿得了 你拿不了 是不是 我说你拿不了吧 满满当当的一大堆 总共四十五家病人的礼物 清点的时候 我估了下 应该有两吨 小哥惊吓道 哎呦我去 对 我马上给你们叫辆车来 一会儿快递卡车就全部装满送去了 一人说着送礼要两吨两吨的送 什么医生这要牛肠 我反正是见了鬼了 凌然也是阿T 霍主任看着快递 好小子是让你给打出个威风来 但这有点过了呀 文斌说着老大就是老大 到哪多人去爆棚 护士问道 林医生在上海也是这样吗 霍主任看向凌然 现在她以木秀于林 不能再做实习生了 凌然 该考植医了 这段时间少做手术 给我抓紧时间看书 然后就是 听说了吗 凌然今天也考植医 知道 凌然要是考不过 就有意思了 她凌晨就来了 一直在做手术呢 脑袋累猛了再考 那她真有可能考不过哟 难道放弃了 现在这车 都要开了人还不来 一医生说道 真幽默 人家凌然 还要你们几个住院一操心 两人直接压麻呆住 她又说道 凌然她做的是 四台点名手术 霍主任担心 来不及给单独派的车 诺 你们自己看 单独派车 这特殊待遇 你们要有人家的本事 也能有这待遇 唉 凌然来到省立医院 46号啊 护士喊着 46号 46号在吗 凌然举起46号 说着 我是46号 我在 你的考场在这边 来 就是这里了 进去吧 凌然来到考场 孔主任看到这名字 做飞刀的凌医生 这是搞什么 搞笑吗 凌然说道 孔主任你好 我们开始吧 既然林医生 喜欢玩考试play 那就玩吧 然后就说道 林医生 咱们的实践技能 考试分三部分 一个是病史采集 一个是技术操作 再一个是多媒体 其实就是看片 唯独病史采集 是个小比试 您填下 要不我来填 其实也行 另外两位考官 也是带注 凌然说道 孔主任 考试 还是要 有个考试样子 按正常流程来吧 孔主任心想 要玩得真一点 可以可以 嗯 这个病史采集 女性 54岁 又膝关节疼痛 反复发作 加重三年 凌然丝毫不犹豫 直接写答案 做好了 三人看着凌然写的答案 没问题 完美 孔主任说着 接着第二项 技术操作 咱们就选这个 气管切开数如何 好的 凌然直接上手 这速度 快得让人感觉 在看科幻电影 没一会儿 凌然就说道 做完了 孔主任一脸崇拜 就算是来玩 也一样无可挑剔 最后环节看片 三人边听边做笔记中 考官尴尬的 讲得太好 情不自禁做起了笔记 失态失态 孔主任说道 好了 实践技能全考完了 林医生 您慢走啊 我这两天 兼考完再去看您 这个女考官说道 那个 老孔 这种专家 他来考这个事 到底是干嘛 孔主任一脸无奈 你们问我 我怎么知道 没有任何悬念 比试部分 凌然通过得更顺利 surprise 一大堆猪蹄 大家祝贺到 恭喜林医生 通过执意考试 或主任说着 给你送份 你喜欢的礼物 室里个曲线 需要做 关节镜的病人 全被我要 到咱急诊中心了 这是病人名单 凌然看着这名单 可开心了 主任 还是我理解你吧 哈哈 凌然医生这里 老头乖巧地 等到凌医生会诊 而后面还有一大批病人 预约等待中 护士说着 采用预约制的凌医生 真是太好了 就是 就是 众人也是在门口挤来挤去 别挤啊老哥 凌医生 这是我的病例 凌医生 我先来的 还有一批人问向护士 护士小姐姐 凌然医生的办公室 怎么走 护士害怕说道 那边上楼左转 病人走后 护士说道 还好没出现上面这些情况 我们省了好多事呢 你说 林医生是不是体贴 我才选择预约制的 宋家护士尴尬道 又开始做梦吗 西西 这种是谁说的准 万一是呢 你害不害骚 哎呦喂 手术这边 现在老大每做两三台手术 就会回办公室 为预约病人检查 所以 分摊到我们手上的活 相对多了些 这不是让人更好成长吗 时间过得很快 田小姐心想 好久没见林医生了 今天做了工月的我 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嗯嗯 卸完这个 然后再去吃那个 叮 房门被打开 凌然说道 田七 你又 田小姐一脸痴迷 然后说着 今天我没生病 没送外卖 也没开网约车 就是来等你下班的 这是最近最火的一家店 林医生你看 里面的 突然就听到大喊 医生 医生 林然看了过来 呼吸过于急促 病人躺在了病床上 田小姐继续说着 你知不知道 林医生 这家店最好的事 林然以完全听不见 田七的声音 想着病人肢体 软弱无力的程度 也相当重 得去看看才行 田七一脸疑惑 哎 林医生怎么走了 恋爱好难啊 这边林然赶忙问道 病人什么问题 护士说着 主宿肠胃疼痛不适 午饭后 有持续紧缩的顿痛 呕吐一次 吸吐物为胃内溶物 有慢性肠胃延时 林然又问道 上次肠胃不舒服 是什么时间 林然拿着听诊器 放在病人胸口 老奶奶难受地回答 我有几年没吃肠胃药 感觉是有些犯病 林然急切说道 急查新电图 喊新内科前来会诊 随即贴上电极片 装血压套袖 一旁护士慌张说道 病人休克 是颤 林医生 怎么办 林然严肃说着 非同步除颤150胶 然后就再涂抹导电弧 选择非同步电副吕 充电完成让开位置 直接电击 林然吩咐到 心脏按压 气管切开包 气管插管 人工呼吸器接上 这便是双人心肺复苏 按压胸部 是为了让心脏继续蹦血 人工呼吸 是为了让氧气继续供应 理论上心肺复苏 能提供正常供应量的30% 但30% 已是极低限度 低于这个直救 容易危险 得维持高质量的心肺复苏 林然又说道 不好 病人依然没反应 要准备进行超常心肺复苏才行 除颤 直接拿着除颤气 碰咚 完美级心肺复苏发动 田七看向林然 这样专注 紧张镇定和冷静的林医生 虽然刚才丢下我 是有点让人不爽 但能看到这样的林医生 今天其实 应该算是赚到了吧 林然的超常心肺复苏 仍在继续 林然仍在继续 护士说道 时间又过去了这么久 一旁医生说着 估计是急性心肌梗死 不不 应该是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病人家属 医生 你别吓我 田七也跟着紧张起来 情况不乐观 林医生他 心内科医生到场 说着 看起来应该考虑 将病人转移去做介入治疗了 林医生 我们转移病人吧 林然依旧不放弃 再给我点时间 不断地进行心脏复苏按压 也给病人一点时间 田小姐在一旁紧张不已 一旁医生也说道 这样的坚持 真的有用吗 突然 心电荼动了 护士激动大喊 有心跳了 医生也不敢相信 真的 有呼吸了 心内科医生也震惊 简直不可思议 田小姐过来说道 林医生 你真厉害 林然下来 显得有些站不稳 田小姐也是问道 哎 林医生 你怎么坐到地上了 林然有气无力地说着 累得没力了 不过挽救了生命的感觉 可以压过所有的疲累 半夜 值班室 林然躺在床上 嗯 我怎么在这里 医生说道 林医生 你做完超长心肺复苏 跟田小姐 说着话就睡着了 是我背你到这里的 田小姐手了你大半天 也是刚走 诺 留给你的夜宵 让你醒了 一定要吃 林然回忆起 没想到超长心肺复苏 会这么累 嗯 可能是时间和精神的压力 大了些 完美级的心肺复苏 在前期自然是毫无问题 可后期的是否因为体力的原因 而有所疏忽呢 以防万一 下次再有紧急情况 尽早使用精力药剂为好 喇叭突然喊道 所有值班人员 所有值班人员请注意 请立即到急诊中心 抢救室集合 所有值班人员请注意 一人过来说道 一见楼房塌了 参与施工的人员 可能超过50人 林然 快走 抢救室 林然直接跑向抢救室 一旁夜宵和归陪衣 都被林然忽视 医生继续强调 最终不有多少人 不是很清楚的 据说倒塌的楼房 波及到了工地上的裁板房 所以 总人数可能会有较大变化 首批送到的伤员12名 其中轻伤4人 重伤8人 所有人现在都穿戴手术服 戴好手套 穿好防护服 我们急诊的 没时间等 感染4项出来的 林然问道 主任她什么时候到 医生说道 这时候别指望其他人 现在就看咱们几个的了 林然应道 我知道 现在是急诊中心成立以来 遇到的最大的突发公共事件 为防止再出现白天的情况 这些最近传的宝箱 系统 全部开箱吧 各种技能被打开 专精吗 好久没开过这么低阶的书了 不过5个技能整体来说都还好 应该够用了 飞机故事急忙说道 专时飞剑 击中头部 病人意识清醒 抢救是 你 接手 又来一位 从塔吊甩飞 全身多处骨折并休克 林然说道 先送来的伤员 处在外围都伤成了这样 那核心区的伤者 只怕会更加严重 护士继续说着 手臂骨折 手指砸伤 全身多处擦伤 处置室 林医生 林然拉着担架 就冲向处置室 林然看向病人 原来伤得并不严重啊 密切观察患者的情况 若无异常 就转到手腕 处理室外医生说着 谁还有空 脾脏破裂患者 林然直接说道 周医生我来 周医生笑着说道 嗯 也好 你先给病人 做徒手止血 我再安排人 做脾脏切除 林然一脸认真 我可以做脾脏切除 周医生也惊讶道 嗯 这小子 又是啥时候 会做这个了 随即 病人送往抢救室 林然看着病人 得争分夺秒才行 伤口还在渗血 周医生突然喊道 慢着 林然说道 周医生 今天情况不同 林然你先做 徒手止血 一会想做手术的话 就进手术室 做助手吧 嗯 林然二话不说 徒手止血 发动 手直接伸进伤口 瞬间止血 周医生看着林然的操作 你小子这招 真是不管看多少次 都觉得厉害 先去手术室做准备 我随后就到 林然问道 这个手术 周医生你主刀 周医生无奈道 实在是没人 我做得不好 总算是做过几十例 三级损伤 只能做脾脊除了 接而看向伤口 林然说道 皮门已经部分离断 皮液血管也不行 林然换好了衣服 周医生应道 解剖学得可以啊 怪不得徒手止血 弄得这么好 不多说了 开始吧 林然严肃着 就算当助手 也得全力以赴 大师级全皮 切除除树 发动 周医生看着林然操作 分离组织 那助手的工作 就得将组织先充分暴露 直接用手进行分离 周医生 结砸血管 林然 这时候得先做血管剥离 将血管分开 周医生也是疑惑 咦 我怎么感觉 今天自己的手法 顺畅得难以置信呢 该不会是多年积累 在今天大事件压力之下 爆发了吧 林然问道 周医生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 咱们能做快一点 林然看着的周医生的手法 虽只做过几十例这种手术 但周医生表现出的水平 至少在专精的程度 看起来吊锒铛的周医生 其实很有天赋呢 既然如此 直接提速 正合我意 三十分钟后 手术结束 林然也是喘了一口气 周医生检查着 周医生说道 嗯 没什么问题 我先回抢救室 林然你收完尾 也早点过来 林然进行最后的官赋 引流 结束了 护士 送病人去苏醒室吧 该去继续接诊了 接诊门前 抢救室内 病人越来越多 伤情也越来越复杂 不断地有救护车驶来 故事说道 肠道破裂的患者 哪位医生负责 于医生跑了过来 官妃帮忙 问向官妃 小肠 结肠和直肠的解部位置 都记得吧 官妃说着 知道一些 于医生继续说着 进入手术室 第一件事 就是把病人腹部的粪便 都给弄出来 这让一旁的官妃亚麻呆住 哈 于医生解释道 你以为普外 为什么叫掏粪宫 速度快 我们先带病人 到污染手术室 哦 哦 我知道了 这老大爷难受地喊着 医生 医生 哎呀 不行了 要死了 好难受 胸口好闷 胸口疼 文斌医生问道 你胸口具体是什么感觉 心音没有问题 我先带你去拉心电图 灵然看向那边 吕文斌 可以的 故事急忙说着 心脏骤停五分钟 全身发干 双侧瞳孔散大 大动脉搏动消失 无自主呼吸 灵然转身看向那名病人 心脏骤停五分钟 全身发干 说明全身血液缺氧 瞳孔散大 如果再加一个对光反射消失 就该是脑死亡的征兆之一了 这个病人 现在处于最危急的状态 灵然也是想到关键问题 除颤 护士赶忙搬来除颤器 带上连接器 进行充电 灵然直接按上 150胶 让开 喷咚 护士说着 没 没有反应 灵然也是严肃硬道 除颤仪不是万能仪 然后就直接上床 完美及心肺复苏 发动 同时说着 进驻肾上腺素一毫克 护士直接注射 老头丝毫不动 灵然看着病人 依然没反应 光是肾上腺素不够 继续说道 阿托品一毫克 利多卡因五十毫克 开放气道 周医生也来到这里 气道我来开 直接上手切开 这样的气管切开术 到了休养期间 会比较难长好 恢复时间也会更久 但前提是 病人能活到那个时间 现在能否起死回生的 关键因素 就是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了 再来 一 二 三 家属也是哭喊道 老胡 我的老胡 医生 我孩子才九岁 不能没有爹啊 医生 求你救救老胡吧 护士也是提醒道 你这样会打扰到医生 反而不利于救治 再来 一 二 三 凌然完全忘我中 每隔五分钟 注射一次肾上腺素 阿托品 合力多卡因 病人依旧没有反应 再来 一 二 三 护士说道 林医生 要换人吗 你已经做了25分钟了 凌然心想 完美级心肺复苏 现在是病人的最佳支持 换其他医生接力 至少得三个医生 才有同等效果 可现在到处都在忙 压根就没有多的医生 凌然摘下护目镜 呼 还可以再做话 我知道 还有另一层意思 心肺复苏20分钟以上 其实就可以决定是否放弃了 如果是在十年前 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医院 将20分钟以上的心肺复苏 看作是没有必要的 事实上 就算现在美国人 也依然很少会做超长的心肺复苏 但超长心肺复苏 却是将患者从死亡线上 拉回来的唯一方式 虽然成功率往往低至1% 此刻 病人唯一的希望 是我 绝不能放弃 再来 一 二 三 霍主任也是赶了过来 凌然 听说你这超长心肺复苏 做了快一个小时了 凌然说到 患者只有32岁 无病史 既往体健 我认为继续心肺复苏 可以让患者收益最大化 霍主任说着 这样 那你自己判断就好 是 文斌医生看着凌然 她的样子 和上一次泪滩前 好像 这时 凌然也是满头大汗 文斌说着 老大 大动脉 双手在颤抖 护士说着 很微弱 凌然说到 在推力多卡因 和肾上腺素 加15毫克 第塞米松 随即便插入 护士急忙说到 心率130次 自主心率血压 120 74 这时 凌然 这时凌然已松开了手 霍主任 紧张问道 凌然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凌然吃力说着 搏动明显 家属喜极而泣 就活了是吗 凌然疲惫地说着 还不能确定 要继续输血浆和胶体 带冰帽 补碳酸清纳 凌然疲惫不堪 护士迅速寻找 血浆 胶体 冰帽 碳酸清纳 霍主任说着 略有对光反射 给凌然水 葡萄糖 王家护士递过葡萄糖 林医生 凌然想起 又忘了提前用精力药剂 现在用应该不晚吧 剧量恢复 没一会儿就完成了 护士看着凌然 咦 林医生喝了葡萄糖 恢复得好快 然后痴迷说着 难道饱含心意的葡萄糖 对林医生有特殊功效 霍主任说着 凌然 你先去休息一下 病人送去ICU 请神经内科过去会诊 霍主任也是震惊 病危通知书都下达了 凌然这小子 又创造了奇迹啊 凌晨三点 忙了半夜 家属们也累得不清 凌然说着 我休息了会 好多了 周医生你去睡会 这里我来 000 电话又袭来 护士喊道 三辆救护车 四名伤者 挤压伤严重 一名已休克 两人急忙说着 我俩一人负责两个 霍主任说道 病人交到这边来 一人负责一个病人 凌然你做了这么久的心肺复苏 现在就不要做手术了 凌然却说道 那我们组可以一起负责一个 霍主任严厉说着 你们组都先给我去好好休息 休息室内 文斌叹气 睡不着 于医生也说道 平时我们组是最忙的 今天被特殊照顾 反而不习惯 凌然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来练心肺复苏吧 文斌直接一口水都喷了出来 说道 老大 CPR好累啊 凌然继续说着 我们来练团队合作 不练单独的胸部按压 文斌直接吃惊 啊 这模型 啥时候拿过来的 你们胸外按压做得怎么样 来试试看 心肺复苏 由单人完成是可以 但由双人完成会更好 要提高病人的生存率 一支训练有素的高素质团队 是必不可少的 凌然拿着模型 文斌率先尝试 老大你看好了 一 二 三 老左 嘿 都是领祖的 别站着不动呢 老左表示 放心 我跑不了 三人一起练习 一 二 三 再一组 大半个小时过去 文斌问道 老大 我们仨练得怎么样 凌然审视着 按压深度要继续保持 另外 换人时间越短越好 左字点问道 林医生 接下来再有需要心肺复苏的病人 是不是我们可以上了 凌然应道 主任没有类似的命令 但你们愿意承担这项任务 我想主任 他不会反对 云医生也坐不住 云医现有抢救小组 但没有专门的心肺复苏小组 我觉得 咱们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 国际心肺复苏的指南里 也支持组建专门的心肺复苏小组 尽可能地缩短心肺复苏的时间 林然认真说道 心肺复苏小组 比团队心肺复苏要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抽空训练 嗯 用比较空闲的时间的话 四人小组已经够了 左字点说道 不过咱们对外暂时不提心肺复苏小组为好 心肺复苏小组的名头一传开 别的不说 消耗的低脂耗材 相应的药品 经销商那边马上要乱成一团 林然应道 嗯 咱们目前虽然还不能说 但得按心肺复苏小组来严格要求 三人一起说道 那还用说 丁 任务来到 林然思索道 嗯 干切除手术啊 左医生说着 林医生这才教了我们多久 手术营又来了 两人阴险对视 放心吧 老大 马上给你办妥 三人 嘻嘻嘻嘻 三人找理由走出休息室 那集 出去方便一下 还是睡不着 可能是饿了 林然一脸不相信 两人问向医生 有没有肝损伤的患者 左词点则问向护士 有没有肝损伤的患者 护士回答 嗯 有个右上腹疼痛 腹内出血 我不清楚是不是肝损伤 左医生则求着说 能不能想办法 把这个病人安排给我们组 护士则有些为难 那个 或主任说了 所有急重症 只能安排给副主任以上的医生 一级平微的病人 很危险的 那怎么样能把林医生 加到这个组单来 林医生非常想做这方面的手术 护士说到 分组要或主任说了算 不过 这个病人到的时候 我可以通知林医生 也好 林医生到时候 能进手术室就行 以他的水平 没道理混不到一个助手的位置 左词点心想 一辆救护车驶来 林然得到护士通知赶来 或主任说道 林然 你来得正好 给林然介绍一下病情 医生介绍道 病人是从地下挖出来的 长时间缺氧 出血性休克 有骨护士通知赶来 有骨折和挤压伤 林然问道 头部呢 或主任说道 我们首先处理休克问题 然后是挤压伤和骨折 林然 你跟着我来做 好的 腹部探查 先止血 或主任说道 你们觉得是哪里出血了 右边医生说着 脾脏破裂 主任 左边说道 我认为是肝脏 林然 你呢 林然说着 肝脏吧 或主任笑道 不错不错 林然说的就很对 现在来看 要是脾脏出血的话 患者不一定能挺到这个时间 嗯 我们现在做个腹部探查 看看具体情况 回答正确的那个医生 一脸不服 我先回答的肝脏哦 我不配拥有姓名 我们继续 肝外伤的手术方法 林然 林然认真回答 肝损伤的手术方法 应该包括 对肝创伤的轻创直血 一般是采用 筋诱上腹直肌切口 这样 或上腹正中切口 这样 或主任说着 你们就要 向林医生学习 不仅手术技巧掌握得好 理论知识也没落下 一人不服道 你又没问我们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那好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真的是肝损伤 你预计损伤部位 在肝的哪里 裂口有多长多深 这名医生也是尴尬 我 你怎么不问我 病人的肝脏有多重呢 或主任也是严厉说道 说呀 我预计可能是中业 胡说八道 就现在这点信息 你能判断个毛线 好家伙 直呼好家伙 我现在懒得和你扯 等开了服再说 或主任直接开腹 涌出血液 又抽出血液 另一位助手则说 主任 是顿性肝外伤 有不规则的裂开 下枪静脉也破了 或主任也是丝毫不给面子 我刚才说什么来看 中业 哼 病人失血很快 仔细看 十二指肠也有破裂 胆囊也有破裂 得切 右液损伤也很厉害 你们觉得 应该怎么处理 他又说着 阻断肝门 用血管前顿性列 开肝组织 结杂切断血管和胆管 然后左右三页切除 或主任回应 你的方案是 规则性肝切除 嗯 林然呢 林然说道 轻创性的切除 更适合 这人也是恶合 没眼力尽啊 林然 主任刚才都点明我的方案了 这下 你没摸透主任的心思了吧 则则则 或主任则看向他 那个 你来说说 规则性的肝切除 和轻创性的切除的优劣 看到了没 林然 我赢你了 然后说道 规则性的切除 是整体切除的区域较大 病人不耐受的话 术后容易出现并发症 乃至于死亡 轻创性的切除是非规则的 手术中 要不断地结砸血管和胆道 更考验肝脏不同功能的 受累程度 或主任指着说 还有一点 规则性的肝切除 对技术的要求高 一人不好 就容易出现失误 我们要抓紧时间 所以采用轻创式的切除 林然 你做我的助手 嗯 这人也是一脸疑惑 我赢了 又好像没赢 主任说着 密切注意酸的水平 注意补碳酸氢纳 急诊肝切除 咱们抓紧时间 垫刀 我现在要切除 无血运的肝组织 林然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林然回答 知道 结砸切断的血管和胆管 主任提醒 急诊肝切除 最重要的就是快 林然马上提速 主任看着林然操作 好小子 够快 那我也要状态全开了呀 还没一会儿 林然说着 清创缝合完毕 主任问道 小血管全都结砸了 嗯 以免出现反复 主任也没想到 这个肝脏的清创 出失了呀 既然这样 剩下的 也都交给你来做了 林然 是 然后 又指向刚才的那人 那个 你 去林然刚才的位置 主任继续说着 好 手术继续 得到命令后的林然 开始独自操作 很快就完成了 最后的肝门静脉缝合 霍主任健壮 也是满意的点点头 就在这时 一道急促的手机铃声 在手术室响起 穿着防军服的霍主任 只能让身后的苏孟雪 帮忙接起电话 电话那头的老贾 说他这边的一位患者 是肝破裂 已经累计出血了 一万毫升 林然听后 眼睛顿时闪出了光芒 老贾表示 他们医院负责协调血库 霍主任听后 决定把病人收了 让他们抓紧时间送过来 霍主任转身 变严肃地告诉林然 待会和他一起去接人 这台手术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 而肝破裂病人的情况紧急 这里也必须得 尽快再尽快 其实对于林然来说 30分钟还是太慢了 霍主任听后震惊不已 连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干得好 随即就将眼睛 男挤到了一旁 你让开 我来配合他 林然有了霍主任 这种级别的遗嘱 手术一下由困难模式 切换成普通模式 20分钟后 林然将工具 放到了托盘内 手术也预示着完成了 林然这样的缝合技术 病人的肝脏 算是保住了 说完便喊林然 去接柳开线送来的患者 不到片刻时间 患者便被推进了急诊 霍主任向护士 确认病人的失血情况 霍主任不敢有丝毫舒缓 赶紧让林然 先带病人去手术室 她留下等待病人家属签字 在赶往手术室的同时 林然拿起电话 召集领祖的所有成员 前来帮忙 于原接到电话后 便迅速地召集了 左辞点和吕文斌二人 所有人员到期之后 林然不但没有马上准备手术 而是在持续地刷手 吕文斌不明 所以现在该怎么办 病人都快不行了 左辞点突然打去 吕医生不知道怎么办 还站在主刀位 只要病人家属没签字 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不过他们得做好手术准备 首先是心脏复苏全套 还有除颤移和呼吸机 气管切开包等等 林然一脸严肃地走了过来 询问病人的情况 患者虽然已经病入膏肓 但腹腔内依然有活动性的止血 并再次询问病人家属签字的情况 现无人回答 左辞点表示他来打电话确认一番 通完电话后 左辞点告诉林然病人家属 已经同意签字 在得到签字完成信息后 林然果断下达命令 开腹 当腹部被划开的一瞬间 腹腔的血液瞬间就蔓延了出来 吕文斌何曾见过如此严重的情况 这写出的也太多了 于员也是不知道 接下来到底该不该抽携了 林然果断地向于员下达命令 让他先去取纱布 然后再去要血 就在林然移取纱布的时候 吕文斌再次震惊 病人的腹腔里全是血了 患者的肝裂了 甜色再多的纱布也已经没有用了 林然吩咐吕吕文斌加压加温输血器 就在这关键之时 输血袋及时地送了过来 看着整整齐齐的输血袋 林然也打消了心中的担心 随即便将手伸进了腹内 开始寻找出血口 就在林然止血的时间内 手术是再一次被踩开 霍主任一进来就开始询问手术的情况 病人已经来不及做普通的幼半肝切除术了 现在的病人恐怕连15分钟都等不住 霍主任决定先判断有无肝静脉的损伤 未等霍主任说完 林然直接把霍主任接下来想说的话补充了出来 霍主任边穿手术服 边说着接下来的安排 林然依旧没等霍主任的话说完 便说出了霍主任想说的话 他话都没说出口 这小子怎么就知道了 就在他震惊之时 林然直接开口 病人的失活的肝组织立断 林然知道正确的手术步骤 现在的大学都已经浇这么深了吗 当霍主任来到患者的身边时才发现 这干切除的技术 怎么看都像是副主任级别的老医生 林然再次下达指令 四号线双重结扎 这边梳理书页带的吕文斌彻底呆住了 干切除就这都好了吗 于原和左词点同时望向了林然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手术就已完成 林然将于原喊到身边来配合缝合 接下来就是止血缓解 林然告知于原 所有裸露在外能看到管样结构的都要结扎起来 身旁的霍主任忍不住询问林然 她现在能帮上什么忙 林然直接让她准备填色止血 霍主任随即便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吕文斌心中有点疑惑 主任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 在几人齐心协力下 患者的剩余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负责观察患者情况的吕文斌也在这时说道 患者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林然直接将官傅的任务交给了左词点 虽然病人的窗面很大 但他们也尽可能的止血 他坚信病人肯定能挺过来 接着他便拿起镊子说道 官傅就由他来做吧 至少是他能做的 吕文斌趴到林然的耳边小声地说 主任从刚才就开始怪怪的 就在二人说悄悄话的时候 霍主任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患者的官傅 随后喊起林然 与他一起去向病人家属说明手术情况 在患者家属的期盼下 手术室终于缓缓地打开了 当患者家属看到手术门打开的一刹那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夺胖而出 亮亮呛呛地便朝着林然和霍主任冲了上去 霍主任眼疾手快地将患者家属服好 随即斜眼望向林然让他陈述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如果没有意外 病人有极大的可能活下来 还未等林然说完 患者家属的情绪再次崩溃了起来 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 平复心情后的患者家属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刚才太激动了 医生还要说什么来着 病人如果恢复顺利的话 他们会在三四天以后移除患者体内的纱布 林然话音刚落 患者家属就朝着林然跪了下去 还好林然反应快一把扶住了患者家属 刚切除手术在这一刻也算彻底告一段落 系统也是很给力地弹出了终极宝箱 林然没有等待 直接选择了开箱 一道光芒闪过 一本技能书缓缓地出现在了林然的眼前 系统也是将林然所掌握的基础技能 全部弹了出来 缝合技术已经能保证她使用结扎止血 林然选择了热止血 就在林然把系统奖励处理完后 霍主任一把拍住了她的肩膀 林然这时才发现患者的父亲竟然已经走了 而她的手却还在半空中 林然将自己的手术帽摘了下来 既然这台手术已经结束了 随即笑着告诉霍主任 那我们组可以继续急诊啊 一听到这话的霍主任顿时火冒三丈 马上就要天亮了 你不要命了吗 给我好好休息去 就在这时一道甜美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林医生现在应该不忙了吧 霍主任立马八卦了起来 她忙不忙现在取决于田小姐 田七表示林医生下午做心肺复苏累坏了 本以为她能好好休息 没想到又出了这种意外 我知道她肯定忙了一个晚上 特地再来给她送点吃的喝的 听到田七这么关心的话语 霍主任一时间有些羡慕 本以为自己没戏的霍主任 却突然听到田七让她也一起来 霍主任小脸立马变得通红 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还有我的吗 一来到用餐的地方霍主任立马就没开眼笑 喝的品类这么多 整整齐齐的豪华食品摆成一排 更牛的还有两个御用的厨师站在一旁 田七是觉得肯定不止林医生一个人 她的内心不由地夸赞了一番 随即便大手一挥去把有空的人都叫来 补充补充能量 林祖的三人吃的那叫一个欢食 跟着老大真是方方面面有肉吃 其余人吃着美食 都是一口同声地向凌然致谢 凌然看着一旁笑而不语的田七问道 大家谢我干嘛不应该是谢你吗 就在云医众人补充能量的同时 省立医院的一间病房内 一名医生正在用力地做着心肺复苏 医生叫魏佳佑 是上海最著名的年轻医生 在心外科颇有建树 一旁的医务人员抬头询问魏医生 他已经做了35分钟的人工呼吸了 魏医生不敢答话 而是偷偷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老者 老者叫迪茂才 是魏佳佑的导师 也是国内心脏外科的大拿前年钢瓶的院士 看到迪茂才没有说话 魏佳佑继续安排助手准备开放气道 助手询问是否需要呼吸机 魏佳佑严肃地点了点头 就在魏佳佑再次做心脏复苏的时候 同时下达了气管切开术的命令 可患者最后还是失去了最后的心跳 此时的魏佳佑已经满头大汗 他满脸愁容地宣布病人死亡 迪茂才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安慰他没事 超长的心肺复苏成功率本就不高 国内对心肺复苏的关注才刚刚起步 下午休息好了就去云华医院 到了那边再试 云华医院里 吕文斌完全吃撑 都开始打嗝了 余下的众人一个个也都是撑得不要不要的 霍主任满脸笑意地走来 吃得差不多了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一听到有消息 田七和凌然也转头看了过来 卢下正在没有伤员送出 我们云华所有医院的紧急状态解除了 听到这个消息 众人紧绷的神经终于彻底地放松了 但所有人都不能懈怠 国内心脏外科医生迪茂才和他的徒弟魏佳佑 下午应该到咱们医院 而他们所谓的武装游行 就是借着卢下正事故的增援身份展示力量 上班的同事一定要长点心 不要被别人抓住把柄当成反面教材 笔住同意成明晚的迪茂才 又能看病做手术 又能在各种委员会中任职 是个笔住同意更狠的角色 而霍主任就怕对方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过去半天后 迪茂才邪徒弟魏佑又如约而至 接待他们的乃是云华医院的院长和霍主任 迪茂才一上来便整了个下马威 云医的心脏外科好像没怎么搭建起来 那就去急诊科 霍主任正经危坐 缓缓地说道 我们现在已经升格为急诊中心 迪茂才让霍主任还是先谈好内功再说 随后又让他去找一些心脏病患者 来供他的徒弟参考 霍主任看到迪茂才这个样子 只能咬牙切齿地强忍怒气答应下来 一旁的院长只能尴尬地 让迪院士在这里等一会 病人和资料准备好了就会送来 魏佳又一边翻阅病例 一边还说竟然没有主动脉加层的记录 省立医院和云华竟然都没有一例主动脉加层的 救护车有没有好好派出去 也许病人死在哪个县医院了你们都不知道 霍主任的内心快要爆炸 敌院士这话的意思是他们诊出率低 就在气氛即将达到一个顶点之时 霍主任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一旁的魏佳又查完了所有的病例 还大言不惭地说 这一堆病例里基本都没啥意思 只见霍主任大声地朝着手机重复道 疑似心梗患者 胸闷大量出汗小便失禁 听到这话的魏佳又立马兴奋地站了起来 他叫这个患者让他们赶紧送过来 就在霍主任接完电话后不久 120急救中心便将患者送到了云医急诊中心 魏佳又告诉家属患者需要手术 让他们安排一人去交钱 直系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随同患者过来的人是他的亲戚 签字的话还是得等他的儿子 魏佳又告诉他现在判断是急性心梗 得先把病人送去手术室 医院是安排霍主任去陪家属签字 他们去心脏复苏 患者刚被送到手术台心跳就停止了 魏佳又心中顿时一惊 也不敢分心了 他赶忙朝着身旁的护士要除颤器 可患者来得很匆忙 除颤器正在充电中 魏佳又见状一把扯开了患者的上衣 开始为患者做起了心肺复苏 于援见状表示自己也可以替换 魏佳又虽然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但他还是拒绝了于援 在陌生的医院里除了老师他谁都不信 接着扭头又继续做起了心肺复苏 护士赶忙拿来的充电完成的除颤器 魏佳又接过除颤器便对着患者进行了除颤 除颤结束后 魏佳又再次对患者做起了心肺复苏 突然一道滴滴滴的声音响起 心跳恢复 魏佳又深深地长呼了一口气 一旁的迪茂才也表示认可 然而没等二人高兴太久 心电图机器再次传来心跳停止的声音 迪茂才看到愣住的魏佳又大喊 赶紧继续做心肺复苏 魏佳又迅速地为患者再次做起了心肺复苏 做完一组便给患者来一次除颤 就这样的流程 魏佳又做了三组 看着毫无反应的心电图机器 看着患者还是没有反应 他随即决定上肾上腺素 开放高级气道 开放高级气道 也就是气管切开 上呼吸机 从现在开始 心肺复苏不再是闪电站 而是持久站 迪茂才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这正是他们想要的超长心肺复苏 魏佳又一遍又一遍除颤 连续15分钟的心脏复苏和除颤 已经让他累到筋疲力尽 最终也是无奈换人 于远直接表示他来接替 穿戴好防军手套就开始了心肺复苏 长久的心肺复苏需要大量的体力 于远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魏佳又连忙对着周围招呼了起来 40分钟过去了 魏佳又已经准备要宣布死亡时间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打断了他 可以继续做心肺复苏 还有机会 患者肌线不稳是多人胸外按压 有大量的干扰造成的 患者才50多岁 只要能救活育后还是乐观的 魏佳又很是不服 想来显摆的话我给你机会 随即让大家往一旁让一让 又朝着灵然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 灵然直接无视了魏佳又 完美及心肺复苏发动 这人不先明确病人的所属权吗 但回应他的只是灵然一遍又一遍的心肺复苏 这也没看出来跟他做的有什么不同 灵然抬头让护士把肾上腺素再少加点 阿托品和利多卡因 听到灵然的安排 魏佳又更加藐视了 肾上腺素哪有那么神奇 还用得那么频繁 赶来的吕文斌上前询问 灵然需要帮忙吗 灵然让他先看心电图 如果这心电图以20年前的标准来说 他已经挂了 吕文斌知道现在他必须冷静下来 老大都还没有放弃 那肯定是还有机会 他们三个还能做团队心肺复苏 肾上腺素的使用频率还得提高 灵然让护士从现在开始 每分钟上一支肾上腺素 在得到灵然下达的命令后 护士手里的肾上腺素就没有中断过 在心肺复苏总时间过一个小时 灵然也准备换人 灵组三人坚定地回答 在魏佳佑看来 这样的做法毫无意义 就在他转身离去时 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衣袖 迪帽才让他不要着急 团队心肺复苏大胆用药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留下来等等 对于老师所说的奇迹 魏佳佑很是无语 其实会不会有奇迹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得让你的团队相信 你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灵医生做超常心肺复苏是有经验的 阿西那个姓胡的 超常心肺复苏以后的育后好得很 手术外的家属不由地交集了起来 之前120道的时候都快不行了 现在进抢就是又熬了这么久 患者妻子听到儿子这么一说 哭得更加伤心了 此时患者儿子眼中的泪水也喷涌而出 最终也没能坚持下去 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灵然依旧不停地安排除颤 以及肾上腺素的注射 先等一下 胸部的电极重新贴一下 在除颤结束后 一道优美的声音在场中响了起来 灵组的三人皆是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护士也将心电图的数据报了出来 是痘性心律 灵然也终于是吐出了那一口憋在心里的长气 狄茂财和魏佳佑二人一脸的难以置信 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 接下来就是二氧化碳含量持续监测 大脑的低温保护要做好 其实接下来才是重点 等待病人苏醒不是用猛药解决的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谨慎用药 以及最重要的运气 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 患者儿子健壮立马焦急地询问他父亲的情况 紧接着患者的妻子和其他的亲戚也都一拥而上 宇文斌赶忙将他们拦住 病人现在碰一下都有可能就死掉 左辞点表示可以让他来处理 现在只要碰病人的一根手指 他马上就会完全死亡 家属坚持想要查看一眼 病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患者是心肌梗死 刚刚恢复自主心律 没办法让他看 患者的儿子还是不太明白 左辞点再次解释患者还要手术保证血管畅通 等病人醒过来再做进一步的恢复治疗 听到这里患者的儿子更加着急 如果没醒过来呢 他们好不容易将他的父亲抢救过来了 至于患者有什么后遗症 现在还显现不出来 患者妻子和其他亲戚刚想说点别的 手术室内传出一道确定的声音 不用客室了 总的来说事情是向好的方向走的 家属也要配合才行 心肺复苏一个小时还能拉回来的 你父亲的运气到目前为止都很不错 这下患者的儿子终于听懂了什么意思 连忙朝着凌然他们感谢 连茂才拍了拍凌然的肩膀说道 江山带有人才出 一日的清晨 连茂才就带着魏嘉佑前来查看 昨天做超常心肺复苏的患者 患者此刻的呼吸很平稳 而且尿袋里面的液体也是十分的清澈 看来患者八成是活了 检查结束后便询问护士凌然的去向 林医生已经查过房 这个点应该做完手术回办公室了 现在不是刚到上班的时间吗 他几点来的 护士有些不确定的说是四五点钟来的 连茂才问凌然有没有说什么 护士表示林医生没说什么 那他就没有对护理部提出要求 护士听后连忙摇头 他们重症监护科的护理水平没有问题 不管林医生有没有提要求 他们都是按照 还未等他把话说完 连茂才眼神一变 这些话还是等你评到主任医师的时候再说吧 说完便带着徒弟一起回办公室 刚才的男医生瞬间知道他完了 迪院是手下的那些委员正好是负责平支撑的 魏嘉佑回到办公室后便打起主意 老师暂时要忙会远程会议 他决定先看会云医的内网期刊 一打开电脑就看到了林然写的论文 作为本科生的新人已经超过了他该有的水平 他在脑中一边想着徒手止靴的画面 一边用手笔划 正琢磨事情的他突然感觉到了不对 上次做心肺复苏时 林然身后的护士就交谈过 他已经有了做超常心肺复苏的经验 而且那个患者住在ICU 并且育后很好 一想到这里的魏嘉佑明白了 林然一定是会写论文的 要是关于超常心肺复苏方面的论文 被他抢先就难办了 魏嘉佑决定得他先发表论文才行 做完决定他就来到了急诊办公室 寻找林然的患者 魏嘉佑赶忙让他将病例都发给自己 男子犹豫一番 还是发给了他 魏嘉佑立马锁定了7床的老胡 他来到老胡所在的病床前 在看到老胡的身体特征基本稳定之后 他轻声地询问老胡 7加8等于多少 老胡看着来人问道 医生你是想考我算术 还是想看我脑子正不正常 不乐意算 魏嘉佑身后的护士提醒老胡 不要跟医生说这样的话 魏嘉佑表示自己不在意说话的内容 只要病人能说话 就算是成功了 随后他又去看望了昨天的那个病人 一番检查后发现患者的双瞳直径回缩了 心电图也勉强是算正常 然后他又试探性地询问护士给患者的用药 护士想也没想的就全都告诉了他 就在护士刚把话说完 一道响亮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小六子 来人正是余元 他让小六子赶紧去看旁边的病人 小六子赶忙答应 余元看到魏嘉佑问道 魏医生是又在看他们的病人 魏嘉佑也很淡定地说 我昨天也参与了这位病人的救治 很关心他的恢复情况 既然你来跟进那我就先回去了 有什么情况再来通知我 余元很是不懈地切了一声 等魏嘉佑走后 余元又提醒小六子 以后病人的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发给他 在他们不在的时候 不能再跟魏医生讲病人用药的详情 在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余元赶忙来到了林然所在的办公室 一进门说魏嘉佑可能在写超长心肺复苏的论文 而且他还怀疑他可能在参考他们的案列 林然确实很淡定 现在超长心肺复苏的案列不多 他想参考他们的案列确实有可能 林医生怎么这么淡定 这样可以吗 这样你能接受 林然让余元去找行政科 让他们封掉魏嘉佑在医院内网的账号 而且以后ICU也不准他进去 其实林然的论文也差不多就写完了 听到自己老大的论文也写完了 余元立马开心了起来 他还以为林然这次写的是关节镜的论文 现在这个写的真是写得及时 关节镜的论文其实林然也写了 但他们的这篇论文优先修改 优先发表 论文里满满都是干货 但行文有点粗糙一点文采都没有 听到余元的分析 林然说他还会在参考资料补充 余元开心地说 我来帮你喝茶 用论文打败论文 让咱们一起完全粉碎掉魏医生的计划 为了将论文整理出最完美的状态 余元和林然整整熬了一夜 终于将原本潦草的心肺复苏论文调整完成 而回到办公室的魏佳佑 正准备再到云医的内网上核实东西时 却发现自己的登录账号弹出了账号错误 无法登录的信息 尽管他再次输入信息 但是账号还是显示错误 无法登录 这一操作让他气愤不已 随后他便把矛头指向了林然 片刻之后他就来到了林然的身前 问林然是不是封了他的账号密码 林然没有任何避讳的意思 直接承认了下来 魏佳佑继续说道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要写一篇 有关你做心肺复苏的论文 我本来准备等论文写完了 再给你辅证 你是没有看到论文 论文的内容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我只是将你的成果广而告知 说完之后顺势将手中的论文稿递给了林然 林然接过论文翻看后发现 涉及到他的部分 似乎都以赞扬居多 但他还是没做出改变 他不同意 而魏佳佑却表示 这是让林然名声雀起的好机会 可林然不在意这些 看到林然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既然如此呢 他就说回论文本身 就算你自己想要写论文也不会受影响 我相信我的这篇论文 也可以提供一些新颖的观点 一道响亮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并不会 魏佳佑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 就安慰自己要淡定 这不过是需要多说服一个对象而已 但于原一副拒绝沟通的样子 魏佳佑依旧厚厚着脸皮继续说 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相同的事件 于原直接反驳 他不需要他的角度 他们林医生的论文已经完成 于原告诉他 昨天晚上就完成了 在临走前他还是不死心的说 你们可以看完我的论文再做决定 在魏佳佑离开后 于原就将论文拿在了手中 这就是那家伙的论文 林然点了点头 于原疑惑的问道 写的好吗 林然特别干脆的表示 写的挺好 于原听完还有些不确信 开始仔细的看了起来 看完后的于原也是给出了重肯的评价 写的还算可以 事后于操作本身 咱们先去处置室吧 走在路上的于原提醒林医生 有些点你们都写了 你还是早点发表吧 林然看着焦急的于原说道 现在把我们的论文上传了 他查虫的时候会看到的 突然一道孩童的哭啼声响了起来 林然过去赶忙询问起孩子的症状 这个三岁幼童在玩耍 时不小心弄破了腿部皮肤 林然看到小孩子的血都流到脚上了 可这么小的伤口 没道理流这么多 林然一边拖着孩童的鞋子 一边询问孩童父亲 弄破多久了 孩子的父亲也是很着急 已经过去两三个小时了 林然顿感不妙 他立马开始涂抹酒精凝胶 先给孩子做个体格检查 可就在他做检查的时候 孩子的哭声再一次的加大 孩子的父亲看到这一幕 也是忍不住提醒让医生轻一点 孩子都疼哭了 孩子他可能是长套叠 简单来说就是 长子套叠在了一起 林然让于原给儿科说一声 让他们准备空气灌肠机 给孩子包扎的医生有些迟疑 林然转身让他快去安排 不用B超 眼镜男却觉得林然是在吹牛逼 现代医学又不是玄学 拿回B超报告单的护士 一脸嫌弃的说 林医生哪有空浪费时间 和你们吹牛逼 B超单上显示扫描到的 确实是长套叠 在看到B超单后 眼镜男顿感羞愧 林然拿到B超图后 仔细观察一番 程度不算太深 随后让于原来做空气灌肠 做完灌肠的于原 向孩子父亲交代 孩子八个小时都不能吃东西 一旁的医生虽然之前听说过 灌肠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可没想到现场看来更难以直视 孩子得到处理后 家长对着林然一顿夸赞加感谢 林然表示孩子没事就好 这边有个病人车祸伤到了肝 林医生要不要过来看看 林然听后眼睛一亮 他正好想做肝切除手术 助理在帮林然穿戴手术服时 也将患者的信息一一告诉了林然 这边的周医生直接让林然来做主刀 是肝部破裂 林然直接发动了体格检查 林然告诉苏医生他先临时止血 苏医生将静脉通道打开 然后把血带热起来 苏医生点了点头 患者失血过多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给患者止血 说完便转头询问苏医生能不能自输血 苏医生表示没问题 林然立马决定采用自体输血 做完决定后 林然手持手术刀 迅速滑在了患者的伤口皮肤处 积水瞬间喷涌而出 林然再次下恋 先结扎 一旁的老周很是担忧 腹腔内的积水积液怎么抽也抽不完 这样做不就丧失了手术视野 但林然却表示没关系 就在无数野的情况下做劫渣 在林然做手术的同时 外面围观的人多了一名黄教授 黄教授来自云华中医药大学 而正在做手术的病人是他的熟人 迪茂才与黄教授二人在打完招呼后 全都安静地看向了林然所在的手术室 黄教授不可置信地看着林然的操作 只见林然徒手剥离了肝部 并且直接将其切了下来 黄教授震惊地看着他 直接就将肝切掉了三分之一 急肝切除可是有很大的死亡率 这医生胆子怎么这么大 黄教授急忙询问迪茂才能不能换人主刀 迪茂才解释林医生他的这些操作很出名 肝切除这块 云医现在没人比他做得更好 听到这里的黄教授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表示先看看 林然觉得病人的肝有点脆不好缝 周医生附和道又脆又大 是大型脂肪肝加强版 林然说缝好了 意思是手术基本处理完就剩缝合 林然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迪茂才完全不相信竟然这么快 黄教授更是震惊这怎么可能 肝损伤和腹腔内的多处窗口 他在一堆肌液里摸着就处理完了吗 林然继续说道 诱肝切除了三分之一 病人腹腔内的多处窗口也都做了止血 现在肝部缝合也结束 就只剩下官妇了 周医生此时也不知该用什么形容他内心的震惊 那官妇就交给他就行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是急诊的周医生 既然他检查好了 那就说明是真没什么问题 那么这林医生 他得认识认识 林然处理完手术室的事情后便走了出来 刚出来的他就被黄教授叫住 黄教授随即拿出名片向林然介绍自己 他想跟林然看几台手术不影响吧 林然接过名片说他没什么影响 主要看这幅不符合院里的规定 黄教授表示没问题 他和周院长以及老货都是熟人 需要什么手续他马上去办 很快他就拿着办好的手续找到了林然 林然提醒他接下来有各种手术 黄教授要跟进哪些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都要 林然也没再多说什么 直接带着他去做栏尾切除手术 来到手术室里 林然很快就下达了指令 只见林然完美级热纸屑和完美级栏尾切除术同时发动 腹腔劲的手术做得如此之快 他的学生打个报告太快都会被骂 还不仅如此 他还做到了无邪的境界 林医生这技术真是没话说 黄教授在跟完另几台手术之后 决定尝试和云医做些新的合作 几天后的手术室内 黄教授询问起护士林然什么时候来 这是从他们大学附属医院转来的肝内胆管结识的病人 情况稳定可以做手术 苏孟雪告诉他林然忙完那边的手术就过来 话音刚落林然就出现在了手术室内 黄教授看到林然来了就好 接下来就给他了 林然拿出这边事先准备好的核磁共振观摩一阵后 患者是典型的肝管狭窄 还有左右叶缩 他们采用左外叶的切除方案 黄教授惋惜的说道 病人发现问题后间断性的服用重要 后来打工时干脆就吃纸腾片 林然听后决定让黄教授来切第一刀 有始有终 随后黄教授拿起手术刀 一刀切开患者的皮肤 注意抽吸 从镜下看到 腹腔内有很多的肌液溢出 看来这种手术林医生还做不到无血输液 不过林医生的速度应该没问题 可就在这时 林然突然将速度放慢了许多 看到这一情况的黄教授有些不明 所以黄教授忍不住开口询问 林然他们现在是 还未等他说完 林然就直接打断道 左外叶切除的很成功 我们现在清楚病造 尽可能的取静结识 黄教授听完觉得 不是自己拿手的领域手术 那一点最好他们求稳 可接下来黄教授震惊了 刚刚他说的是清楚病造 若能彻底清除蚕食 就能大大的降低感染和复发 就使得减少恢复时间提高愈合效率 可真的能取干净吗 林然解释一会做检查 如果还有结识再看看能不能取出 在林然看来 胆道镜这种内窥镜 不在他掌握的技能之内 但原理和操作方法 与常规的膝关捷径并无太大区别 他还是有信心 紧接着他便加快了手速 一旁的黄教授此时感到了一丝疑惑 怎么这才几下速度就提成了擅长领域 而林然这边随着几块的结识取出 也适应了下来 虽然达不到大师级完美的地步 姑且就当是专精 但黄教授却不这么认为 林医生在他这里已经被化为最天才的那一档 这边的林然在黄教授愣神之际 已经将剩下来的手术完成 黄教授在震惊中感慨 选择和林然合作真是太对了 想想以前合作的那些医生 林然就像是一个璀璨夺目的星光 以后干部手术 林医生都得是合作首选 就在林然准备离开之时 黄教授又追了出来询问他晚上是否有空 他们一起吃个饭 上次他朋友的手术他都应该感谢他的 只是太乱当时也没心情 林然本能地问道 是酒局吗 黄教授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猛地点头示意 林然一听立马叹了口气无奈地说 我不喜欢这种酒局 黄教授有些急了 连忙白手示意这个不算酒局 要不然林医生就再请两个喜欢的医生一起怎么样 林然直接建议教授如果真想帮他组局的话 他其实更喜欢教授能帮他组一个会诊局 一听到这话 黄教授有些呆住 什么是快诊局 身旁的苏孟学解释道 林医生的会诊局就是不要局 给他组个会诊 听完解释的黄教授立马豁然 原来如此 那他就安排一个有难度的 正准备回家的林然突然听到一阵手机铃声 原来是旅游回来的爸妈 还激动地说他们在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小姑娘 看着母亲挂掉的电话 林然眉头一皱 不愧是遇到强大的传销组织了 想到这里的林然立即决定回家看看是啥情况 刚到下沟诊所后 就听到里面传出的父亲和别人的高谈之声 林然没有停留 直接推门而入 看到林然进来的瞬间 林母便笑着走了出来 许久未见儿子的林母免不了一阵唠叨关心 而林然对于这些也是感到十分无奈 接着林母又说起了 她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小姑娘 想让我和你爸成为他们的飞行体验官 听着母亲的叙述 林然猜测应该不是遇到了传销 就在这时田七发来了信息 看到信息的林然终于醒悟原来真的是她 林然将自己母亲述说经历的事情告诉了田七 田七怕林然误会 赶忙解释林母是一个很讲究的人 所以想让她当飞行体验官 而林然也知道自己的母亲 确实是一个很挑剔的女人 想到这点的林然在回复田七时也给予了鼓励 看到林然发来的信息 田七脸上不自觉浮现出了一丝红韵 兴奋地捧着手机 嘴里还说着她认可我了 紧接着脑海中便浮现出了 林然向自己求婚的场景 她赶忙摇头 让自己保持清醒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才行 林然刚从手术室出来 黄教授便喊住了她 她接到了一个病症想请林然来做 林然还以为是和以前一样 黄教授说这次的病人特殊的多费心 一听到特殊林然变得有些无奈 黄教授也没有多解释 直接让林然跟她走 患者家属嘱咐二人 房间禁止拍照 患者也在房间里面等待着二人 这次的患者是他们省的老领导 她的肝病一直都是用药物治疗 这次肝管结实实在不行了才考虑做手术 这是不是上次黄教授答应的会诊局 她本以为是同时找名气大水平高的 多名医生一起会诊 自己好歹也是国内有数的诊断专家 这时带路的警卫提醒他们 已经到了患者所在的病房 林然刚一进入病房 便对着患者观察了起来 看来从开赴开始就得有所准备 此时一旁美老的女儿表示 林然要把她爸当成病人 就跟平常给人看病一样 但美老的儿子却打断道 这位林医生以前没见过 第一次见她要约法三章 听到这话的林然却是丝毫不在意 点头表示认同 美老儿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保密 第二是随时沟通 要用什么药都要提前通知他们 不许私下尝试 第三个就是有什么要求 就摆到明面上来 别想着利用梅家 美老在自己儿子说完后 也是盯向了面前的林然 林然倒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既然能做到这些就别说多余的话了 只要能治好老爷子要什么有什么 林然当即提出自己需要病人的全部资料 这回答让美老的儿子感到十分有趣 当即安排警卫入班他爸的资料 在拿到资料后 林然同时发动了三个技能 对美老的资料做出判断 美老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肝内胆管结识 美老的儿子听到结果后并不意外 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林然到底能不能治 林然干脆地回答他能治 并且还给出了自己认为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 听到回答的美老儿子 将头转向了自己的父亲 美老毫不犹豫地说 已经决定了的事就做吧 美老的儿子又向身旁的黄教授确认了一遍 黄教授表示林医生的肝切除是他见过最好的 美老儿子心中的顾虑顿时没了 他再次保证只要林然医好了他爸 那边要什么有什么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 林然当即表示自己要一个重症监护士 如果弄不好换成一百具大体老师也行 场上的四人听完林然的要求皆是一脸猛逼 哪有给人送尸体这种事 亏他也想得出来 林然半晌后又缓缓地说 给云一击诊中心加点病床能否 听完这话的黄教授赶忙解释 增加病床是需要增加编制的 编制可不是想增加就加增的 一旁美老的女儿告诉林然 可以提一些个人要求 林然表示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个人要求 美老的女儿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真是非常人形非常事 以后就有劳龄医生费心了 不过美老希望她的手术 能在他们五星市第一人民医院做 她的情况那边也比较熟悉 真有个万一林然和他们也好商量 林然对于做手术的场地并没有要求 不过手术前她得先去看看 五星医院的手术室和设备 美老当即决定让黄教授带林然先去考察一下 身旁的院长询问林然是否还需要补充和改动什么 这是他们医院最新最全的手术室 林然表示手术室没有问题 接着又停顿了一下 五星医院院长直说有什么不妥 还请林医生直接说 美老是多种病情的叠加 目前这里的设备不太够用差什么就直说 他们马上就去采买 林然否定了院长买新设备的话 参数等方面的设置不够成熟 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调试 院长也明白新设备也得用个一两年才是最好 美老的病情哪能再拖一两年 美家只给了一两周的时间 林然当即表示可以采用云衣的同款设备 一旁的黄教授劝他不要担心这么多 却可是事关美老的病 此时的院长也只能去采购云衣同款的设备 林然当即又提出想用云衣的人 毕竟熟悉的团队成功率更高 那还不如直接就去云衣做手术 黄教授在一旁大吼 美老的体能前去400公里外的云衣能行吗 院长迫于现实没办法 只能低头妥协 但他希望林医生带团队来的话 能在他院多做几轮手术 听到能多做手术的林然当即同意 林然向黄教授表示美老他体格太胖 为了手术能更加顺利希望他能减减肥 黄教授很无奈他老人家能减下来不早减了 肥胖患者的死亡率高于后差 当然这些他也会在术前特别说明 黄教授也表示他会认真地劝美老减肥 于是在采买设备后 林组成员一边调试一边爆肝 终于在一周后 护士再也坐不住了 他匆忙地跑进办公室 将病区床位已满的信息告诉院长 还好院长已经交代过林医生不再手术 设备也已经调试完成 明天就能做美老的手术 一日的清晨 林医生盯着面前的美老 是没转达他让美老减肥的事吗 黄教授却表示美老已经减了肥 林然他还真没有看出来 美老开心地说他减了两斤 林然向美老和他的家人交代 明早七点做手术 次日林然一行人穿戴好手术服就赶往手术室 就在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便有一个人影窜了出来 走在最后的左词点猛然回头看去 并询问是谁 前方的林然点头示意了一下吕文斌 转身便朝着身影消失的地方走去 当他们走到转角处才发现 躲在门后的人竟然是美老 这时林然也走了过来 并告知美老术前是不能进食的 美老心虚地表示 他减肥减得很容易饿 就吃了一点点威化家心饼干 林然无奈地叹了口气 手术只能延时两个小时后再做 两小时后手术正式开始 黄教授在观望台告知 林然手术时会全程监控 声音和影像都有多分辈分 林然在接过手术刀后 划开腹部后 在场的众人都震惊了 这内部结构完全是灌汤包 简直是油的让人难以下手 林然也察觉到了几人的诧异 并提醒他们 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 吕文斌提醒有血渗出来了 要不要用电刀补一下 林然表示不用给他纱布就行 他接过鱼园递上来的纱布 直接发动止血技能 美老的儿子也知道 用电刀很容易造成脂肪液化 术后的恢复更加困难 美老的女儿看着父亲的模样 抽气声不断 美老的儿子劝他要相信林医生 美老以前的主治医生金医生 也表示虽然开腹是有风险 但现在看来是没问题 美老的女儿向金医生确认 他爸的手术顺利的吗 金医生给了肯定的回答顺利 接下来就是打开腹枪 尽可能的暴露手术视野 林然让助手调一下灯的位置 现在要阻断肝门静脉 金医生预测腹枪已经打开 接下来是阻断血流 美老女儿听着金医生的话语心中一惊 林然在手术过程中进行得十分顺利 在血流阻断的那一刻 便让身边的人开始计时 经过再三检查 林然确定美老体内的结石应该取完了 这一操作让观望台上的金医生彻底惊住 这才几分钟就取完了 美老的儿女还以为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果拿其力来比喻林然的话 她已算达其胜之计 手术师的林然在完成取结石手术之后 让余缘控制出血 左磁点注意拉钩要拉住了 林然知道这台手术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拉钩 经过手术室的一系列操作 金医生看出这次的手术基本成功 美老的儿女瞬间呆住了 这就成功了 金医生再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至少在金医生看来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已经完成手术的林然 让吕文斌将官赴冯和前处理一下 黄教授听着林然的安排 以为冯和要交给吕文斌处理 当即朝着手术室里的喇叭喊道 林医生官赴也请你亲自操作 林然听到黄教授的话 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想到术前黄教授曾特意提醒要小心谨慎 官赴也要做得漂亮 林然当然也知道官赴的难度有多高 于远也不擅长 官赴的事情当然还得是他来 林然将手伸进美老的腹部 黏呼呼的感觉瞬间就涌上心头 林然看着自己的手套又沾上油了 随即又招呼黄教授 回头还是得继续让美老减肥才行 普通缝和那样密集的针脚 脂肪液化严重的会到处溢出 一旦形成死腔又将感染 林然随即便启动了大师级的间断缝合术 缝合完成后的林然 脸上竟然浮现出了一丝红韵 他没想到给大胖子官赴还挺有意思 做完手术的林然准备摘下手套去洗手 美老的女儿开心地告诉家人 手术已经结束 美老的儿子在经过认真思虑一番后 找到了林然 林然直接告诉他手术是成功的 难道在手术过程中就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病人主要的问题是年龄大身体肥胖 肝脏健康程度较差 林然告诉他只要没有遇到新的问题 病人很快就能出院了 他的意思是林医生想要什么 林然没有接话 而是说他后面没有手术的话 就要回云华了 那作为家属的他们还能为林医生做点什么 林然却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只留下他在后面呼唤 黄教授和经医生二人 已经很久都没见到过这么纯粹的医生了 护士赶忙告诉林然 没有排他的手术 医院的病区已经都满了 林然听到没有手术可做了 便决定准备回云医 护士劝他多留几天 医院有几位病人是在开民宿的 可以加个微信约一下 林然对没有病房和手术室的医院 及城市都没有任何兴趣 黄教授匆忙地跑向林然面前 有件事情他不知当讲不当讲 林然一脸问号地被黄教授拉到了一旁 梅老手术成功的是在这边的圈子都传开了 有些朋友也想找他看病 林然脑中的系统直接就谈出了任务 林然连忙询问黄教授都是些什么病人 这个圈子好些都是和梅老相仿 甚至还有些比梅老值物低的领导 林然很是无奈 他要问的是他们的病情 大多是肝内胆管结识者居多 病情太轻的没有发挥的余地 病情严重点的患者应该好操作 考虑过后的林然便答应了下来 但医院的床位已经满了 黄教授回应 那就去二院做 病人的静脉壁可能比较薄 要注意出血量 手术时也要注意不能过度拉扯 抽吸时也要注意再注意 想要做到超高水准 就要得比以前的手术更细致 在做手术时血管破裂是在所难免 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血管破损 第一步履文兵 小的血管破损首先要用指尖按压止血 并通知主刀 接下来便是余员 处理方案是什么 先吸干净溢出的血液再进行缝合修补 如果是第二肝门附近的血管破损 就直接一起缝合以免再次撕裂 损伤如果再打药用心耳前夹住破口 余员不愧是理论地余员 瞬间就给出了三个余案 林然连连点头 他们的目标不是让67岁的患者恢复到37岁 而是让病人的身体承担损伤比列尽可能的小 目标是让病人 能像其他身体健康的67岁老人一样生活 林然觉得这次的手术应该是超高水准完成的 他话音刚落 系统便传来消息 任务进度完成了一个 这个结果和林然预想的一样 林然见到黄教授便说 你的朋友们都尽快安排 越快越好 越多越好 他们团队做得过来 这五星有大病的朋友 数量可能没有林医生想象的那么多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黄教授又陆续的联系到了 24位病情较重的病人 加上有林祖三人默契的配合 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全部 从开始到现在大手术都完成了25列 而系统发布的任务竟然还没有完成 有17列都没有达到高水准 是哪里出了问题 思考片刻后 林然决定先去查房 收集下病人的反馈后再来分析 林然认真记录着病人术后的情况 于原也很关心患者伤口的问题 接着于原又来到另一处患者的病床前 这位患者感觉不疼但是痒 林然将白天在病房收集的资料 对比研究了一整个痛消 来到第二院后的这24位患者情况各有不同 但育后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状态稳定的患者 第二类就是育后更好 第一类患者患者很快就能离开ICU 手术结果应该是大师及肝切除 接近理想状态 第二类则是需要再多观察几天 应该是达到水平 林然如果没分析错的话 她准备用能提升技能等级的药剂 将单切除提升到完美即在手术 发现这一问题后 林然准备喊上吕文斌跟她去查房 抬头却发现她不在办公室 随即便让左医生一筒钱去查房 左医生刚才看到林然在思考问题 没敢打扰 她想请个假 林然有些疑惑 是现在要请假吗 左医生的前妻来到了云华 一定要让她回去 林医生告诉她如果是钱的事 就先去找黄教授截了飞刀钱再回去 左辞点看到林然这么爽快地答应 心情顿时开心地冒泡 黄教授的临时办公室外 一道黑色人影站在门外敲门 黄教授看到来人是左医生 还以为是林然有诱了什么心的事情 左医生不好意思地说 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想结了飞刀手术的费用 飞刀费是早该给了 他待会算一下打到他们卡上 左辞点听后赶忙摇头 能不能给他现金 但大手术加上小手术 做了多少台他也已经记不清了 黄教授答应了他的要求 并嘱咐他要真带那么多现金回去 得请人护送才行 左辞点的前妻蒋亭 显然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就在这时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 蒋亭 蒋亭看到左辞点后 显得有些吃惊 只见左辞点吩咐一旁的警卫 不用再跟着了 说吧 左辞点便直接将箱子放在了地上 儿子在县城上学脱关系所花的钱 他全都给他 他会安排儿子念云华实验小学 左辞点一边说着一边拿钱 蒋亭在接到前后想说点什么 却也不知该说什么 蒋亭出轨他们离婚 现在除了儿子的事情 其他的话就不要再说 这还是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左辞点吗 那个只会点头哈腰跪舔领导的失败男人 难道是他又选错了 五星室又过去了几天 五星医院的手术室从未停歇 于原提醒大家要注意 他要解除阻断了 一旁的吕文斌时刻观察着伤口的变化 没有肾血 接着又检查了一下缝线 也是牢固的 凌然这边也向大家报告血管是好的 没有其他没问题 准备官妇 凌然通过这几天的在分析发现 直接选择打开 这是一套淋巴清扫术 肝脏若是得了癌症的话 做完肝脏手术后 清扫淋巴才能降低在复发和转移的概率 现在他有了这两项技能 也就是有了能做肝癌手术的基本要求 凌然向黄教授辞别 这边的病人已经全部做完 他们该回云华做手术了 宇文斌和于原也觉得是该回去了 反正五星市二院的ICU水平也不怎么样 回到云华医院后 霍主任询问凌然是不是提前回来了 凌然表示那边的病人全都做完了 急诊中心偶尔是会遇到肝癌破裂的患者 但都是处理完就送去肝胆外科了 凌然这才反应过来 霍教授提议他可以去肝胆外科学医学 凌然有些不可置信 霍主任说这是他来安排 和那边打完招呼后会通知凌然 肝胆外科的主任贺远征 看到霍主任前来参观他们肝胆外科 立马开启夸赞模式 霍主任白手示意 这谈不上参观 是有个病人要用一些他们的仪器设备 可能还得用他们的手术室和病房 贺远征连忙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霍主任转身窃喜 那既然如此他就叫凌然过来了 贺主任随口附和可以可以 但反应过来的贺主任有些疑惑 凌医生要来干什么 霍主任开心地拿起手机通知凌然过来 坐在轮椅上的凌然 有吕文斌推着来到了肝胆外科 霍主任看到凌然这副模样 这才转眼的功夫 凌然这是怎么了 凌然表示他刚才不小心摔倒了 不过已经处理过 不会影响手术 霍主任双手交叉骄傲地说 轻伤不下火线值得表扬 随后霍主任抬手看了看手表 这个时间病人应该快来了 凌然指挥着吕文斌推他前去看看 霍主任则是紧随其后 身后的贺主任感觉像是到了急诊中心 他真是个弱小的外皮园园 病床上面躺的是美老介绍过来的病友 姚学义 霍主任指着凌然向他介绍 林医生来了 姚先生的妻子扭头查看 这就是给美老做手术的林医生吗 他这是怎么了 凌然当即表示不会影响手术 而后询问患者妻子 姚先生是否知道自己的病情 她的妻子表示她家老姚知道 但她的情绪挺好的 也对自己有信心 凌然一脸严肃的思考 虽然说是早中期的癌症 她也有完美级的淋巴清扫术 和大师级的肝切除术 但癌症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外科问题 她最多能做的就是 让病人多活几年 姚先生看到凌然一脸严肃的模样 决定试探试探她 随后便问凌然是不是害怕给她手术 二是急着来看姚先生的病情 患者的妻子听后感到热泪盈眶 这不愧是没老认可的医生 凌然让她把核磁共振的片子都拿给她 多也没关系 一定要全部都给她 姚先生的妻子听后有些震惊 这片子有一千多张 凌医生都要看吗 凌然表示她会拿回她的办公室看 回到办公室后的吕文斌询问凌然 能有几分的把握 凌然淡定地说肝癌能有多少把握 切干净后还是可能会复发 他们要做的是全力以赴 尽可能地把复发性降低 霍主任在听到凌然的话表示赞同 这是凌然的第一列肝癌手术 得找个记者见证记录一下 现在他们急诊中心医生的水平 在手术当天 霍主任约的记者如约而至 霍主任着急地带着记者去看凌然的手术 当他们赶到之时 观望台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医生观看 手术室内的凌然有条不紊地进行指挥着 这个挂名的主刀医师不禁在心中感慨 凌医生做肝切除实在是太熟练了 霍主任盯着一旁的记者 发现他正在认真的看热闹 霍主任立马炸毛 别光顾着看那赶紧拍那个年轻的医生 他叫凌然肝部手术和骨科手术都做得很好 记者对着凌然受伤的脚拍了张照片 凌医生肝部和骨科手术一起做吗 骨科手术是在自己身上做的实验吗 霍主任顿感无语 凌医生只是脚受伤了 凌医生将手掏进了病人的腹腔 徒手捏住了肝脏 患者这一部分肝硬化比较严重 现在进行遁性分离 霍主任激动地指向凌然 让记者抓紧拍照 这就叫专业 记者开始对着正在做手术的众人一阵狂拍 凌然小心翼翼地 把切下来的肝脏放到了护士地带的托盘上 贺主任觉得凌然的切除术虽然熟练 但他把控切除的量还略显生涩了一点点 遁性分离的少了些 但是看霍主任这造型的架势 他来唱反调好像也有些不合适 贺主任准备委婉地提醒一下凌然 这问题应该不大 贺主任提醒凌然要不要再多切一点 凌然表示现在去掉的体积来说 肝的恢复已经很勉强了 肝被切掉的一部分能自我再生 但要是切掉太多再生就会很慢 更可能病人挺不出ICU就会死亡 但贺主任提醒凌然 就现在的残端看他觉得要清理干净癌细胞 需要再切多一点 虽然这是他的个人习惯 男护士心中震惊 贺主任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 记者看里面像是出状况的样子 不会马上就要产生大新闻的素材了吧 随后记者拿起相机 对着手术内的众人咔咔拍照 贺主任指责凌然作为实际主刀 完全不合格 凌然气愤地告诉贺主任 是他的经验太过老旧 已经跟不上新时代了 两人互不相让 女护士连忙上前劝阻 不能耽搁手术呀 贺主任与凌然全都扭过身子 现在已经没法继续手术 乱做手术就是谋财害命 时间再就僵持中就这样过去了 突然女护士哭着喊 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患者的儿子情绪激烈地大喊 用医还他罢命来 贺主任看向一旁记者 这有什么好拍的 记者猥琐一笑 贺主任别怪他不厚道 天才医生陨落 这种新闻一放出来就会大爆 贺主任再次提醒凌然 不多切一点 很难保证效果 凌然解释如果再切掉一点 病人可能非常危险了 但短期复发生不如死 这是他做这么久肝癌手术最大的体会 记者激动地觉得 果然是按照他的剧本在走呢 这些素材一张都不能错过 贺主任飞快地跑入手术室 他得马上阻止冲突的发生 凌然细细想来 贺主任说的其实也没错 如果病人刚恢复就再次陷入痛苦 那患者的求生会降低 凌然随即决定再多切一点 门外的记者听后有些震惊 剧本的走向变了 凌然不再大刀阔斧 开始顿性分离精细化 贺主任有些愣住 凌然竟然一下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刚冲进来的贺主任 贺主任只好表示 他是来叮嘱凌然操作精细点 贺主任内心知道 他是来让凌然听劝的 贺主任虽然霸道 但这方面真是没得说 凌医生的精细化操作 这细小的程度跟他所知的医生们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这几乎是操作极限中的极限 至少在这操作上远胜于他 这才是凌医生真正的恐怖实力 凌然吩咐他再去拿两袋血 贺主任询问他够吗 凌然表示极限掰干 出血量不易控制 不够再取也来得及 凌然在完成干切除后 准备换个手套再进行下一步 吕文斌将手中的电刀递给凌然 凌然接过电刀便开始扫淋巴 这扫淋巴的感觉 怎么像伺候农田的老把时呢 凌然的表情严肃不已 记者看着手术内的情况再次一想 看凌医生的表情是非手术不顺利吗 刚从手术室出来的贺主任表示 恰恰相反很顺利 记者疑惑那凌医生为什么不高兴 他们这些年轻人想法很多的 贺主任也不清楚 一会儿缝合好腹腔手术就算成功了 可病人呢 卡着极限做了干切除 依然没法保证病人不再复发 凌然皱眉准备最后的工作 淋巴扫干净 准备官复 贺主任看向记者 别光愣着揣摩医生 快拍照 记者连连点头 贺主任提醒记者 真想知道凌然在想什么 就自己去采访她 记者喜笑颜开 真的可以吗 记者看着做完手术的凌然 介绍自己 凌然头也不回地表示她今天不接受采访 记者穷追不舍 她是贺主任请来的 凌然再次拒绝 她真的不想接受采访 记者顺便采访起来 为什么心情不好 是手术不顺利吗 凌然皱眉表示手术顺利 但肝癌手术的复发率高 外科医生也解决不了问题 记者连忙记下来 所以凌医生是在为患者担心 凌医生低头沉思 外科手术并不是肝癌的解决途径 那凌医生认为解决途径是什么 凌然也不知道 记者还在拿着本子询问 凌医生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凌医生准备放松一下 记者好奇地问 凌医生的放松是指什么 凌然扭身离开 做其他的手术 记者听后一时语色 或主任询问记者 采访的怎么样 记者表示凌医生有性格有爱好 这样的医生很有意思 或主任询问记者 接下来准备干嘛 记者兴奋地表示 要继续看凌医生的手术 或主任表示看手术也很累的 记者脸红地说她再看一场 或主任大笑 想看多少都没问题 记者泪摊在椅子上 没想到跟手术这样累 不过好在采访稿基本有方向了 再准备发条简单的微博吧 打开手机便发现了一个大瓜 记者把手机里的照片放大 这人怎么有点眼熟 仔细查看后发现 竟然是凌医生 记者起身惊呼 医院的同事也很快地发现了消息 卫家又听到凌然的名字就生气 男医生拿着新闻的页面 告诉大家快看微博 护手提醒她不要乱吵 女病人也飞快地跑来 让她不要乱讲 此时上海孟雪团队录制综艺处 孟雪公司的负责人在看到新闻后 只问孟雪是怎么回事 孟雪毫不理会 继续看着手机 负责人有些生气地再次询问孟雪 孟雪表示那是她的私人医生 她没听说过孟雪有负责人呀 孟雪反问 这些问题怎么回答怎么解释 不应该是你的工作吗 负责人有些慌乱 孟雪如果能给她授权的话 孟雪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不可能 负责人也很无奈 至少让她知道是谁吧 孟雪低头看向凌然发来的信息 随后孟雪告诉经纪人 云华医院的林医生 凌然的做法让她有些心动 林医生不仅医术好 做人做事的方式也特别 云华是医院的门口堵满了人 大门大声呼喊着要见林医生 周医生看着楼下的人群 真多 拍下来发个微博 一旁的医生打句道 凌然昨天值得夜班 这些人哪能堵到她 两位医生在这里讨论着 林医生现在会在哪里 正讨论着的二人 突然被身后的一道声音打断 你认识凌然 孟雪的粉丝迅速把她俩围住 快告诉我们林医生在哪 她周某人才不会出卖凌然 周医生立马摆出老咸鱼 根本不虚的态度 哪个凌然 孟雪粉丝凑向前 你确定不知道我们在问谁 随后指着周医生大喊 找不到凌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周医生小声嘟闹 不会善罢甘休能怎么样 粉丝正想说什么 便被其他同伴打断了 无组的人找到了 凌然好像在手术室 孟雪的粉丝大喊 我们去手术室抓凌然 周医生嘴角上扬 发出诡异的笑声 孟雪的粉丝疑惑她笑什么 周医生表示他们不能进手术室抓人 粉丝有些呆愣 他们不能进手术室吗 不能进就算了 他们不能给山羽哥昭黑 他们在手术外等 粉丝边离开边喊 等她待不住就出来了 看谁耗得过谁 周医生和贺主任顿感无语 此时肝胆内科手术室 凌然急促地呼吸着 男医生疑惑 林医生来这里干嘛 今天科里没安排她的手术吧 凌然看向显示屏 你这是在做肝囊切除 男医生有些担忧 凌然不会是来挑刺的吧 凌然穿上防军服问道 刚开始吗 男医生强行陪笑 是刚开始 凌然回应了一声 医生忍不住心想 凌然到底想干嘛 凌然突然凑向前 不如我来帮忙伏镜吧 男医生好似受到惊吓 愿里声望如日中天的 林医生来给他伏镜 使不得 凌然盯向男医生 男医生乖巧地主动让开 我懂得我懂得 凌然笑着说 好了他来附近了 男医生直冒冷汗 凌医生非要手术的话 干脆你来主刀 凌然虽然有 腹枪镜专精的技能 但毕竟是没做过的手术 还是你主刀吧 男医生只能勉强答应 男医生看向屏幕 向凌然介绍患者的情况 凌然看着医生的操作 原来胆囊切除是这样做的 看来梦雪的这事 也因祸得福了 林医生紧紧地盯着 正在做手术的张医生 看出了他的紧张 还不忘提醒他慢慢来 张医生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 这林医生嘴上说着没做过 让我来主刀 关键时候却提醒我慢慢来 看样子林医生果然是来考察的 不能做得太快 手上的活得慢下来 在俩人的别扭配合下 最终手术成功完成 林医生一脸的淡定 张医生却被吓出一身冷汗 只要心中有明确的手术过程 其实胆囊切除术的操作 对我们来说并不能算有多难 林医生你怎么还不走 难道这几天急诊中心那边 没给您排手术 今天我不去急诊中心那边 据说外边有好多粉丝读我 这几天就在你们这里躲一下 不准备出去 最近几天都在这里 那林医生你怎么解决睡觉问题 我可以不睡觉的 整夜手术好像也没人能陪我 睡麻醉医生的值班室 或者轮班室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您最近是不是都要 像刚才那样看我们做手术 偶尔也可以给你们打打下手 当然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我也可以直接操作手术 我就说林医生他肯定会胆囊切除术 今天就是在这里装样子考察我 幸好没在他面前嘚瑟 张医生刚打开手术室的大门 就被一个女孩拦下 麻烦请等一下 探亲来人的相貌后 小声嘟囔了一句 竟然不是凌然林医生 这场面十分的尴尬 女孩连忙道歉 不好意思我认错了人 嘴上道完歉 心里可是十分的不爽 既然不是林医生 那你在医院戴帽子装什么神秘 看着一路跑掉的女孩 回味着他刚才说的话 张医生感叹这人还是太年轻 医院这是怎么想的 竟然把老大关在手术室里 就和把老鼠关进了米苍一样 这比喻怎么这么好笑 把他关进手术室 真的跟关老鼠进米苍一样 张医生还在捧腹大笑 浑然不知霍主任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于援赶紧提醒张医生先别笑 回头瞅一眼 看看来人是谁 探亲来人后 他立马把刚才的笑收住 一脸心虚地跟霍主任打招呼 霍主任此时火冒三丈 一脸严肃地批评到林医生躲到手术室 这种时候开这种玩笑 你觉得合不合适 不合适完全不合适 主任我承认都是我的错 我检讨我改正 该奖赏的就得赏 该惩罚的也得罚 这两天咱们急诊值班的吃饭问题 就都交给你代劳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霍主任 这都是我的强项 主任放心都交给我 保证完成任务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林然 得让他吃好喝好 这两天他要是掉了一两肉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的主任我现在马上去看老大 绝对不让他累着饿着 说时时内时快 手术室的门在医生刷卡后打开 就听见张医生说 老大我们来看看你 还给你带了吃的喝的 放在了轮班室 你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 嘴上说着心里还得犯着嘀咕 真不愧是林医生 这待遇感觉比主任还好 我不饿饭先放那里 你们既然来了也别急着走 过来看看手术 张医生一脸疑惑地问 他们为什么还要看手术 以后我要是做胆囊切除术 需要本组的医生做助手 就当做是提前让他们熟悉一下技术 一听有新的技术可以学习 助手医生两眼都在放光 只有张安明医生在心底反抗 林医生不带这样的 我这不就是小学生在自家写作业 结果班主任来看我写不说 还找来一群同学来陪看 现在手术刚刚开始 已经是注入了三公升多点的二氧化碳 气腹已经制造成功 接下来离断关闭胆囊管和胆囊动脉 最后再把整个胆囊切除就行 我们以后在做肝切除手术时 可以考虑用腹腔镜 我发现腹腔镜在出血量 和创面处理方面比较有优势 大佬手术师和病人都给你 你们急诊的自己用个高兴就行 别打我们肝胆内科的当培炼好不好 经过几天的反复训练 林医生已经变成了指导手术位置 其他医生变成了主刀一注二注 年连已经解除 缝合还是用定过去 我觉得定六个就合适 场外指导林医生 也听见了他说的话 然后准确地告诉他 确实是定六个 林医生林领导 您别随时一副挑错的样子 好歹这手术你也是从我这里学的 不对主刀医生 把播放再稍微抬起一点 会比刚才更好 我的天还真出了错 还不都是因为你 让我太紧张导致的 你不在我就不会出错 但你怎么又会不在 不够无所谓 要说林医生怎样才会不在这里的话 突然他就想到了一个坏主意 接着就对林医生说 这两天我看外面的粉丝都少了不少 要不你换身衣服 说不定就能混出去 林医生是谁 他还能听不出来这话是什么意思 直接回答我并不想混出去 也是林医生您是男子汉大丈夫 行得正走的直 没必要混出去 还是光明正大进出的好 我的意思是说 混出去还要混进来 太麻烦没必要这样 你对我们老大还是不太了解 他的大本营就在手术室 他出去的话能做什么事 他出去的话可以做自己的手术 他要是不离开手术室 就不能查房和会诊 所以不适合自己主刀处理病人 正好我们组的病床不够用 护士也都很累 趁着现在能休息几天 大家还都挺开心 你们都开心 可是我不开心 因为倒霉的那个人是我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哪个科的病人 就有哪个科室的医生自己负责 我们连病床都不用提供 随你们都随你们 等过些日子热搜没了热度 粉丝们都走完以后 看你们再怎么说 经过了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的等待 守了这么多天的粉丝 还是没等到那个林医生 经过粉丝们的激烈讨论 最终得出他在手术室里 已经飞升的结论 大家也都坚持不住直接散场 其中一个粉丝说 要是他真的羽化生鲜 我们更替孟学感到高兴 这次王医生突然大喊 那些粉丝都已经撤退 黑粉黄粉的都回了家 手术室外空空如也 可以随意进出 林医生以后也舒服了许多 不用再守在手术室 这下你应该没有借口 再继续待在这里 我也不会再有那种做作业 被班主任盯着看的感觉 你明天凌晨几点来查房 一听这话 王医生立马惊慌失措 结结巴巴的问林医生要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查房方式 每天只是在手术室里做手术 根本没有接触过查房会诊和预后 林医生你这是准备开始 自己做胆囊切除手术 以你手术的速度 我的手术可能直接不用再安排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的技术和速度还得再练习一下 为了保全自己的饭碗 这样医生直接挑明 自己跟林医生不是一个科室的 不能让他跟着查房 林医生说我们可以交换学习 以后你做胆囊切除手术带着我 我做肝切除手术带着你 肝切除手术可是个大手术 竟然让我来学习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肝脏切除手术 以我为主力来做 吕文斌医院佐词典他们三个 都只学了个皮毛而已 这位初级主治医生 已经做了十年的肝胆外科手术 在做大手术时 可以让他来做助手 张医生一脸谄媚的说 那就这样定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林医生我叫张安明 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 我们组接下来会有一台 肝内胆管结实的肝切除手术 你有没有兴趣来观摩 张医生一口答应 那必须跟 林医生便问他会不会看CT核磁共振 张医生不好意思的说会一点点 那你再复习一下CT核磁共振 然后和吕文斌医院说一声 顺便找病原家属了解一下病原情况 仔细核对一下手术过程中用到的药物 45分钟以后准备开始手术 可是林医生你说的这些工作 45分钟根本就做不完 那你觉得做这些工作 需要多长时间 又是复习看片子 又是找病原家属 还得核对药物 怎么也得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 必须开始做第三台手术 张医生你以后得速度一点 四个小时第三台手术 就是把我的脑子分成八个 这也不可能完成 电梯门都已经打开了半天 张医生还在自顾自的嘟闹 要不是林医生挡着 这电梯他估计都忘了记 张医生一想到 要是学会了干切除手术 就能拥有超高的人气 竟然真的45分钟就完成了手术 林医生看到张医生累得气喘吁吁 让他休息一下再接着手术 可此时的张医生已经激情四舍 哪里舍得停下来 坚定地告诉林医生说自己完全可以 手术刚刚开始 张医生在心里告诫自己 要认真学习林医生的手术技巧 林医生将肾血口处理完毕 伸手向助手要垫刀和持针器 助手不禁感叹 做林医生的遗助 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既简单又轻松 不到45分钟手术就已经做完 林医生嘱咐大家检查一下窗口 最后的官复工作交给张医生 提醒张医生 关得快一点 赶紧去三号手术室 去得早能抢到医助 张医生一脸的无奈 现在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 但依旧还要解释自己并不想抢医助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抢 林医生组里的助理都是轮班制 如果你愿意去做医助 其他人也不会介意 以前能轮着来 是因为你们的手术多 现在我一个人顶你们一半的医助 到时候轮不上可别来找我 左医生在一旁不耐烦地说 咱们还需要多长时间 我有点困想回家睡觉 张医生一听就知道 这是嫌弃他官复太慢 便替自己解释说想多体验一回 他顺手拉过手术灯 定眼一看直接惊呆住 患者的结石竟然丝毫没有残留 他让护士把胆道禁给他 因为在医学上 就算切除肝内胆管 还会有一点结石的残留 而张医生通过胆道禁 竟然没有看到一丁点残留 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怕是根本不会相信 这世上竟然有医生 短时间内将结石取得这么干净 2%的残食率 已经是大佬级别的水平 现在看来 根本不值得一提 林医生能把结石清得这么干净 应该是位置选得好 肝脏的切口恰好方便结石地取出 随着官复工作的完成 和对下一场手术的期待 张医生一路跑来到三号手术室 刚一见面众人就吐槽他 张医生你怎么这么磨叽 手术马上就要开始 移住的位置已经给你留好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一听到移住 张医生就有点欲哭无泪的样子 林医生却不管别人说的话 立即让张医生准备做胆道镜 终于不用再做移住 张医生一脸的不可思议 再次询问林医生 是不是真的让自己上手做 惹得林医生无语至极 你好像特别喜欢重复问问题 这样会影响工作效率 我改我一定尽量改 但是如果我来操作胆道镜的话 蚕食率可能会很高 我感觉我的水平 可能连17%都达不到 你是从哪里听说 蚕食率是由操作胆道镜的医生决定的 决定蚕食率的因素有很多 胆道镜并不是关键因素 比如说现在来看 徒手操作也可以影响蚕食率 这波操作直接吓坏了张医生 难度系数极高的肝切除手术 竟然还能这样简单粗暴 无必如此惊讶 我们老大取结识的方法很灵活 论文中也有很多徒手操作的案例 有时间你就多看看书 张医生嘴上不说 心里确实夸林医生厉害 自己跟着他不知道能学到多少新技术 林然与张安明还有吕文斌两人 前后不过20分钟就做完了手术 林医生手术效率可真快 你管这叫做快 要不是得给你做演示 老大还能缩短一半时间 那按林医生的速度 他一天得做多少台手术 每天急诊完去接五星的飞刀 老大可以不间断地做 精力就像无穷无尽 具体多少我也数不清 那吕医生也真辛苦 不如下一台手术我来做一注 你也能稍微休息一下 吕医生顿时瞪大眼睛 开玩笑式地对张医生说 你刚刚还说不用每次都做一注 张安明苦笑道 吕医生你明白的 跟着林医生做手术 一天工资至少翻几倍 当然还得吕医生同意才行 我的要求也不多 你们累了的时候我再上 吕医生携丑了他一眼 说大家都是朋友 咱们互相换着来 我做一台你做一台 果然是我的好兄弟 我有好事也不会忘了你 门诊上永远不缺病人 张安明跟着林然这些天 大大小小做了近百台手术 张安明整个人虽然劳累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 这些天奖金足够顶他一个月工资 但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张医生突然停住脚步 感觉背后一阵发凉 转头一看林然竟然在背后 眼神里面透露着无穷怨气 张安明紧张地说道 林医生有什么事情直说 这么直勾勾盯着我 我总感觉有点害怕 林然顿时露出笑容 张医生我有个想法 不如我们互相学习 我带你做肝切除手术 相应的你做胆囊手术时带上我 这样大家互利互惠 才是长久合作之计 张安明大大松了口气 原来是这么回事 的确是我考虑不周 林医生稍等片刻 我看看科里有什么手术安排 有合适的咱俩一起上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正好马上有台胆囊手术 林医生这次你做主刀 林然却是突然推辞 我做主刀还不够格 先跟张医生学习几台再说 张安明心里默默念叨 看来林医生今天只想做胆囊手术 估计几天就能做主刀 林然却站在一旁不解 好不容易自学了个技能 系统竟然只发个初级宝项 难不成系统有了思想 怕我技能提升太快 以后他就没有了存在感 看着林然站在一旁没有动静 张医生还以为他不高兴 赶紧上前讨好林然 林医生你放心 今天的手术你随便做 安排的事交给我 林然这才回过神来 张医生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先过去看看再说 林然在护士的帮助下 马里的消毒穿好手术服 一旁的张医生还问他要不要主刀 林然赶紧推辞说 还是张医生主刀 我在一旁关魔打打下手 张安明却不这么想 他甚至想到了古代皇帝善让 此时上也不是不上也不是 林然已经站在一柱位 张安明心里还在打小九九 生怕自己惹恼了林医生 林然仿佛看出了他的顾虑 赶紧给他吃颗定心丸 告诉他别多想直接开始 张医生这才定下心 手术刀稳稳地在患者腹部打眼 随后开始顺着孔冲入二氧化碳 填冲腹部内饰造出气腹 他仔细观察着腹内情况 却发现打眼位和胆囊有些偏离 张医生在一旁说明 打眼位置有些偏差 这种情况不适合手术 必须换个理想位置 他立刻重新选择位置 干脆利落地再次打眼 手术就是精准与争分夺秒 林然在一旁双眼一亮 看着张医生的操作 发现这次位置好了很多 张医生此时也进入主刀状态 告诉林然先查看胆囊情况 再决定下一步动作 林然在一旁认真学习 牢牢记住张医生做的每个步骤 并调整镜头到合适位置 胆囊状况清晰可见 张医生用夹子封闭胆管和血管 这样的夹子需要用到七个 夹子一个一个放置完毕 只剩下一个保险夹 张医生突然停下了动作 因为林然的双眼像是会说话 明细充满了想上手的渴望 张医生也是个人精 知道这是打辅助的好时候 接下来可以让林然接手 张安明脸上露出微笑 客气地向林然问道 林医生要不你来做剩下这个 林然心里乐开了花 张医生你真客气 既然非要让我来那我就试试 两人瞬间调换了位置 林然一脸的欣喜和跃跃欲试 这胆囊切除术看起来 跟腹腔镜的操作没什么两样 林然熟练地操作起来 张安明却是大吃一惊 林医生这娴熟的手法 看起来真不像第一次 手术很快圆满结束 林然却是意犹未尽 转头问向张医生 接下来是不是还有胆囊手术 张安明爽朗地笑道 接下来还有两台 都交给你了林医生 林然顿时双眼放光 两台手术刚刚好 够他学会并熟练掌握 张安明还贴心地请示 后面两台胆囊手术 林然要不要做主刀 林然强忍着欲望说 我还是以学习为主 今晚回去再复习一下 明天再做主刀 你可真是好家伙 今天还没过去 明天的任务就给安排得满满当当 林然还在忙着胆囊手术 医院这边却遇到了难题 患者家属担心父亲病情 竟然主动联系了飞刀 可按照医院规定 这种情况一般不允许 因为病人联系的飞刀 没有经过医院审查 不能确保医生水平 一旁的医生小声说道 病人请的好像是冯志祥主任 听说今天就能赶到 就是那位编写过多本外科专注 号称国内普外科大拿的冯教授 既然冯教授已经在路上 云医如果在此时拒绝 那就是不给冯教授面子 但他们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以冯教授70岁高龄 很难在手术台上坚持四五个小时 病人家属也心里一慌 当时对方答应的痛快 他并没有多问 也许冯教授早有安排 应该会带助手来 总之他来是件好事 凌然肯定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于是两名医生商量着 既然家属提出了要求 他们也不能不尊重 到时候先看看冯教授怎么安排 但家属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又让两人一阵头大 他说冯教授预计三点到机场 晚上八点四十离开 那么他的手术时间 最多只有五小时四十分 扣除手术时间三小时 预留时间只剩二小时四十分 预留时间太短 绝对会影响手术操作 这要是出了岔子 到时候影响会很恶劣 如果预留时间这么短 还有自信成功手术 真不愧是国内普外科大麻 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如果手术时间不够 那就让他飞机改签 那就准备准备 把病人转去肝胆外科 注意他血清总胆红素较低 还有肝硬化合病门进高压 我们医院也要节约时间 提前输止血药物 这样冯教授一来就可以直接手术 此时一架客机上 冯教授的徒弟也在看病例 并跟老师讨论治疗方案 冯教授趁机指导徒弟 他判断患者的疼痛感会很强烈 手术前要做好准备 徒弟也面色凝重 病人的情况需要万分小心 否则一朝不慎 将可能面临大出血 冯老却是自豪地说 也正是因为病人情况复杂 所以才邀请我们来飞刀 术后就交给当地医生来做 说话间飞机缓缓降落机场 冯教授马不停蹄赶到云医 几名医生已经在门口等候 冯教授并没有客套 我们先做手术 其他的事情术后再聊 冯教授做着术前准备 叮嘱徒弟检查好器械设备 郭医生也没有客气 一切按照他们的习惯来 就连灯光也要进行微调 他又随手指了为护士 让对方也参加手术 负责为他递送器械 冯教授准备就绪 让徒弟这次负责主刀 同时告诉一旁的贺主任 调两个做过肝切除的医生来当助手 贺主任知道赶时间 很快找来两名年轻医生 都是有经验的新生力量 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郭医生握住手术刀 医生令下开始手术 注意到徒弟速度很快 冯教授赶紧出言提醒 多注意侧之血管出血 一切以安全为主 郭医生听了老师的话 这才发现自己有些急躁 立刻放慢了速度 但即使他已经加倍小心 手术还是出了错 就在他转刀的时候 突然有一刀切歪 鲜血顿时迸发出来 病人瞬间情况危急 郭医生惊出一身冷汗 大声冲着护士喊道 快用纱布止血 就在这危急时刻 正在跟进胆囊手术的凌然 突然收到系统任务 止血并完成肝切除 奖励终极宝箱 凌然顿时一愣 意识到手术是出了问题 系统正是让自己去救场 白送的奖励没有不拿的道理 凌然立即告诉张医生 这台手术你自己完成 我有别的事要做 凌然当即找到余医生 问哪里手术出了意外 余医生却说不知道 凌然换了个方式问道 今天有什么难度高的手术 一旁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知道今天有台飞刀难度很高 凌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凌然焦急地问道 飞刀现在在哪个手术室 医生告诉她在肝胆外科 就是贺主任常用的那间 凌然当即狂奔而去 留下一旁的医生一脸猛圈 不知道她为啥这么着急 手术室内已经乱成一团 该送到的血包迟迟不见踪影 病人很快就会缺血 凌然已经赶到手术室 简单询问了事故原因 得知肝脏和静脉出血严重 凌然紧接着问道 病人失血量现在多少 有没有其他症状 医生回答她失血量有两三千 但现在血包还没送到 病人经不起这样耽误 但凌然却是丝毫不慌 这失血量还算可控 只要操作得当 病人还有就回来的希望 凌然小声嘀咕着 主导医生也没啥特别的术室 只是肝门上进路肝切除树改良 正在思考对策的冯教授 听到凌然嘀嘀咕咕 突然问她有什么想法 凌然当人不让地说道 这种情况我能止血 如果你们不介意 那就由我来帮忙 贺主任赶紧警告凌然 这可是人家的飞刀 你上台得担责任 不料凌然语气淡定 就不过来得担责任 但我有把握能救下来 郭医生说这不可能 以我的技术都不敢保证 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把握 这是旁边的老师伸手阻止 告诉徒弟人家想帮忙 就是有信心有把握 如果他能解决危局 自己就不会丢面子 如果凌然手术失败 也是凌然承担责任 但凌然面色沉静 他只是摸了几下 用了凝血药 而且术前也用了药 凌然心中呐喊一声 发动徒手止血技能 接下来他要来一波神操作 这时主任却赶了过来 大声警告凌然没把握别乱搞 担上责任不值当 凌然只是稍稍回头 语气坚定地回答道 主任我可以 主任见此不再多说 因为他相信凌然 从来不打无把握之战 凌然向郭医生建议 我先来徒手止血 你们趁机抽吸腹腔鸡血 冯教授表示同意 吩咐加大抽吸力度 凌然竟告诉他 已经开始止血两分钟 但无法彻底阻断血流 现在在抽吸器的配合下 腹腔积血快速减少 一旁的郭医生也意识到 这个年轻医生技术高超 单单凭借手感 而且只用了几秒钟 就阻断了干净脉出血点 但到了血管流这边 由于破裂口过大 已经不可能阻断 郭医生此刻起虎难下 他缝合至少要一分半钟 稍有不慎就会大出血 动作根本不敢太快 凌然却突然叫住护士 给我吃真气和细线 我有把握快速缝合 只见凌然手中针线快速穿插 双手仿佛捂出幻影 短短27秒就完成了缝合 而且最令人震惊的是 凌然是单手完成的缝合 另一只手还在阻断血管 冯教授彻底被折服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看来是真人不露相 大概一分钟以后 缝合已经完成 林医生将他的右手松开 并告诉郭医生继续抽吸 幸运的林医生将手抽出以后 没有再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郭医生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林医生直接将剩下的肝切除 由一开始的帮忙 直接变成了主刀 郭医生则默默地变成了一柱 冯教授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在心里默默替自己解释 虽然抢了主刀的位置 病人安然无恙就好 但现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这位年轻的医生 竟然能徒手拔血止住 还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刚才即使我亲自上阵 那样危急的情况 也不能保证能抢救回来 冯教授对这位年轻的医生很是感兴趣 亲生询问霍主任他叫什么名 毕业于哪个学校 他的名字叫林然 毕业于云华大学附属医学院 林医生是不是博士毕业 霍主任很淡定地说是本科毕业 这回轮到冯教授大吃一惊 再次询问他是哪一年进的医院 霍主任又是一脸淡定地告诉他是今年 听完冯教授直接瞪大了双眼 这就是种子选手 老天爷直接赏饭吃 林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后 告诉大家如果要按原计划完成手术的话 时间上有点紧 虽然目前病人情况稳定 但是手术已经进行了一半 如果换方案的话 可能会是被公办 林医生的一顿操作 彻底将冯教授折服 别的不说就说这超声刀的操作手法 名称没几个医生比得上 老霍刚才你急三火四地打电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患者刚才大出血难以制止 好在现在终于完成了止血 主任询问病人能不能保住 张医生听了一脸傲娇地说 手术现在是凌然主力 不出现意外情况的话 肯定能保住 在林医生超声刀的快速操作下 即将开始顿性分离 郭医生直接把位置交给他 自己躲到了一边 现在我要处理一下断面 移住帮我准备一下生理盐水 听到手术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冯教授心里有数 这场手术算是基本上已经完成 林医生自己检查了一下患者的窗面 没有出现漏胆的情况 这才放心地告诉大家 手术基本上成功 只剩下了官复工作 冯教授看了这场手术后 忍不住赞叹林医生 真是后生可畏 郭医生也连忙表达感激之情 真是谢谢您林医生 郭医生不用谢 患者本身的血管流位置不好 凝血功能也比较差 手术风险确实大一些 在大家的闲聊中 林医生很快完成了最后的官复工作 老师我们的机票已经晚点 咱们赶紧去改签一下 今天这场手术差点就失败 全靠林医生出手相助 我得留下来敬林医生一杯 林然这个人特别不喜欢应酬 我得想个办法帮她推掉才行 这时获主任来到林然身边 想问问她对冯教授的提议有什么想法 谁知她竟然说经过这场手术 急诊中心应该建立自己的ICU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病人 会更方便处理 一听林医生的回答 张医生简直哭笑不得 人家谁问你这个 可冯教授却说林医生很有想法 急诊室建立ICU 确实有利于患者愈后的提高 吕医生也跟着肯定 说这样的话患者生存率能提高 病床的周转率也会提高 谁知林医生刨根问底 直接问转化率能提高多少 吕医生一脸的尴尬 因为她也不太清楚 小生说大体估计应该也就几个百分点 谁知林医生却不屑地说 花这么大的代价自己建ICU 只能提高这么点的话 好像没有必要 这时冯教授默默走到身后 告诉林医生 自己建ICU不仅能提高生存率和周转率 主要是更方便一些 让医生一听冯教授的话 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 难道这冯教授别有用心 要论手术设备的专业性 统一的ICU更能保证 再建一个 成本太高 我们换个话题 像我们医院的普外 就有自建的20多张ICU 对患者来说还是十分的有意义 让医生听得火冒三丈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不是似乎是肯定 得打断冯教授的节奏 这么说下去还了得 要说床位的话 我们的床位周转率提升也很快 可冯教授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扭头就问凌然 听说你是本科毕业 有没有想法跟着我读研究生和博士 让人意外的是 凌然拒绝了冯教授 并告诉他自己并不准备读研 冯教授感到很惋惜 仔细想想自己手底下的博士研究生 又有几个做手术能像林医生这样 手术室的大门被推开 门外站着病人家属 看着医生出来 家属赶紧询问 手术进行的怎么样 郭医生说手术进行的很成功 但手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听有小问题 家属以为医生是想要红包 掏出红包后拉过医生 就往人家手里塞 还装模作样的询问有什么问题 吓得医生直冒冷汗 赶紧将病人家属推开 您这是做什么可使不得使不得 你的父亲手术过程中大出血 郭医生和冯教授都没能有办法止住血 最后是林医生出现才把血止住 最为医生你的意思是说 林医生的技术 比我花大价钱从北京请的专家还要厉害 如果不是冯教授治好的 咱们之前花的专家费能不能退 男人一脸嫌弃的说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病人家属你们去病房里等病人 手术室门口禁止喧哗 林医生ICU这边已经满床 急诊那边也没床位 这两天你可以回家休息一下 到家门口以后 看着家里灯火通明 还疑惑自己家里怎么这么热闹 林爸爸看见儿子回来 脸上写满了开心 并告诉儿子快去二楼喝茶 一阵温柔的女生传入耳朵 林然你回来得正好 这是阿姨刚刚教我泡的茶 你快尝尝看 我泡的味道怎么样 林然边尝边问 你来我家有什么事 这时林妈妈便开口说 我们俩正在商量着给诊所重新装修一下 为什么要重新装修 林妈妈说咱家的诊所现在小有名气 想再重新做个专业的手术室 女孩温柔的说 阿姨您放心 装修的公司定普林就行 他们绝对没问题 你说的是云华装修界 最厉害的那个普林 老妈你这是准备大放屑 什么大放屑 林然你放心 普林是我们家的产业 不用阿姨费心 这些是我来安排就行 林妈妈一脸的高兴 就差开口叫人家姑娘儿媳妇 装修的事情定的差不多 就听见林爸爸叫林然出去一下 女孩更是贴心的说 叔叔找你有事 你下楼就行 我跟阿姨再聊一会 林爸爸一脸傲娇的说 儿子你来苗医生找你有点事 小然是这样 咱们诊所马上要重新装修 趁着这个空闲的时间 林爸爸看出了苗医生的不好意思 直言催促他赶紧说正事 小然之前你教我的缝合技术 我觉得我练的还行 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儿子你教苗医生需要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可不一定 得看苗医生学到什么程度 多久都有可能 那就从出世以后开始算 老苗你跟着我儿子学习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他的徒弟 这话直接惊呆了林然 心想我哪里会有这么老的徒弟 休息了两天的林然回到医院上班 上来就关心急诊中心 有没有周转过来 同事一脸心虚的说道 肝切除手术 毕竟属于一个大手术 要想周转过来 也是需要一个时间上的过度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现在先去找张安明 林医生的突然到访 也吓得张安明心间乱颤 您说您过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林医生上来就说 我过来是想来做几个胆囊切除手术 这几天大家都在收胆囊切除的病人 差不多收了四五个 马上给您安排手术 谁知林医生竟然说 我想再练习一下 就由张医生你先煮刀 张医生直接愣在了原地 竟然不是来抢煮刀的位置 这很不像林医生的作风 就这样林医生快速地跟着张医生 做了四粒胆囊切除术 从擅长的部分到不熟悉的部分 已经掌握了差不多 然后就要求张医生 给他安排一台他来煮刀 张医生一听 这才是林医生 二话不说马上安排 林医生一脸淡定的开始 先准备做弃服 最搞得张医生一脸疑惑 林医生今天故意装新手 怎么感觉好奇怪 一个多小时过去手术还没有完成 速度是有点慢 但应该是能超过入门标准 另一边霍主任接到电话 据说又出现了紧急事件 只见他一脸严肃地答应着我明白 没问题您放心 挂了电话他立即吩咐 赶紧通知普外神经外科 胸外科和肝胆外科来会诊 还有林医生把他也叫来 院长的侄子出了车祸 这可是咱们云医内部的紧急事件 得知会诊消息的林然 气喘吁吁地赶来 院长办公室已经挤满了个科室的牛人 院长还是寄希望于林然 轻声地让他快进来 或主任接下来 医院门口的指挥工作就交给你 三辆救护车上患者和医务人员一共五人 第一辆车患者经学针 年龄27岁 患者腹部有开放性创伤 失血量过多 意识尚可清醒 血压110 心率111 第二辆车患者是经学针的女友 身体多发骨折 出血量过多 意识陷入昏迷 大家本着先保住患者性命的原则再治病 先控住出血量 再处理脏气伤和骨伤 其中手外科和骨科 你们的任务比较重 一定要分配好人手 如果有需要干切除的手术 就交给林医生来做 救护车马上到达医院 大家赶紧去换好衣服 戴好一次性手套 到接诊区等救护车 第一个被推车推进来的是病人精学针 跟车医生赶紧介绍情况 获主任用手电筒 测试瞳孔反应 看来情况不妙 医生令下赶紧送抢救室 经过急诊手术医生的初步检查 患者肝皮膀胱破裂 骨盆也发生了骨折 获主任看着检查表 一脸担忧道 这伤势比之前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然后对一旁的林然说 你来处理肝破裂 只见林然一脸淡定 拉紧手套后应声说好 便发动了自己的徒手止血技能 获主任心里为林然捏了一把汗 这可是院长的侄子 要是血没止住 坏印象就留在了院长的心里 再者说徒手止血 也只是适用于窗面比较狭窄的情况 现在用不用的上都不一定 获主任小心翼翼地问林然现在怎么样 林然说在可控范围内 不过还是需要做肝切除和皮脏切除手术 你们注意控制一下出血量 我出去和家属沟通 院长夫人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颤巍巍的问学真怎么样 我弟弟可就这么一个孩子 院长向夫人介绍 这是老货你认识 已经安排了全院最好的医生抢救 你不用害怕 那你先去问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还得跟他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 老货不用你管 那个后边戴眼镜的 你进去看看出来告诉我 医生进去去看了一圈后 出来告诉院长大出血已经止住 皮也已经切掉 院长夫人一脸惊讶 皮脏全给切除 得心脏病的几率是不是会升高 院长解释说皮的损伤很大 如果不切掉的话 出血量是会控制不住 啥也不懂得院长夫人又问 切得好不好 医生说是林医生在做 动作利落三下两下就切了下来 院长一听也有点慌 赶紧问货主任 我印象中他不是肝脏切除做得很快 皮切除也能切得这么快 听了院长的询问 院长夫人直接忍不住 要自己亲自进手术室看手术 刚一进去就听见林医生说 肝脏切除完成 院长夫人直接愣在了原地 感叹着林医生的速度惊人 就这么一会的时间 肝竟然也被切除 医生解释说夫人你看 林医生不仅控制了出血 还完成了肝皮的切除 还没来得及反应 林医生已经将肝缝合完成 接下来是修复骨折 轮到了骨科医生处理 看着林医生下了手术台 院长夫人赶紧询问林医生 你怎么退了出来 大出血的情况已经基本控制 现在是骨科医生在处理骨折 也就是说患者的情况基本稳定 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 接下来的手术 应该是骨科与泌尿科的医生来做 泌尿科主任看院长夫人还不太放心 当即立下保证 只要输尿管不是四分五裂 我保证做得漂漂亮亮 院长也安慰夫人 剩下的手术都比较简单 用进口材料会接得更快 话音刚落就听见医生在喊 糟糕出了大事 病员又出现了出血的情况 林医生很快询问 出血量是多少 现在血压心率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 肝脏的出血量不是很大 没关系我可以徒手止血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给我一些纱布 稍微填色一下就行 这是院长夫人问 为什么会再次出血 是骨科和泌尿科的手术过程中 牵拉造成的不是什么大问题 得知没什么事的院长夫人 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骨科和泌尿科的主任 就没那么放松 本来院长和夫人都在盯着手术 这下变得更加紧张 林医生你还是先别走 等他们把手术做完你再走 我害怕再有个闪失 院长夫人都开了惊口 他林医生还敢说一个不字 只能老老实实待着 咱们继续手术 不过你还别说 院长侄子的膀胱真挺好看 护士帮我把灯光调近一点 你们快看看这个膀胱 是不是挺好看 嗯看着确实别具一格 就是不知道灌注之后什么样 我知道郭主任您是想 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但好像没人觉得您在开玩笑 林医生看了以后说颜色不是很对 郭主任说就是因为颜色不对才漂亮 院长夫人一听有问题 又赶紧让林医生仔细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这膀胱是缺血的颜色 而且应该还有组织撕裂的问题 经过泌尿主任对膀胱一顿研究 果然发现血管有问题 随后还不忘说自己能处理 不一会就听见他说已经处理完毕 漂亮的膀胱可以不用切掉 院长夫人却跟没听见一样 还是夸奖林医生厉害 命药主任对骨科主任说 咱们俩再检查一下 务必确保手术万无一失 就在手术都结束的时候 金学珍的父亲赶到手术室门口 还没来得及开口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 金总赶紧问姐姐手术怎么样 手术十分顺利 具体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让你问问主刀医生 病人生命体征平稳 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那我的心可就放肚子里 我得好好谢谢大家 今天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 下班都来圣园大酒店 我弟弟请大家吃饭 众人高兴的合不拢嘴 一口同声的答应说好 林医生来一杯香槟 这可是还没有摇过的 或主任也上来凑热闹 林染你累了半天 多吃一点好东西 骨科主任也不甘落寞 林染你要是有时间 多来我们骨科转转 也可以帮我们做做手术 话还没说完 骨科主任的手机 不合时宜的响起 有个病人出现了感染 骨科出现感染 这大家可是有的忙活 还没来得及嘲笑骨科 其他科室主任 居然都接到电话 自己的科室 都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林医生原来你在这里 我找了你半天 我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最近这几天 您能不能帮我照顾 写一下学针 只要手术是我做的 我都会去查房 您不用特意来找我 正说着话的功夫 林染已经听到 好几个主任提到了感染 便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 偶尔一两个病人出现感染 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医院各个科室都有的话 就说明肯定有问题 现在已经确诊了两个人 还有一个不确定 具体的原因查到了没 主任说目前还没调查清楚 院长吩咐大家赶紧打电话 问一下自己的科室 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吃完饭赶紧回去开会 你们科室抱怨赶科了没 一个星期出了两个 怎么没人上报 听说神经外科还死了两个人 都没有人上报 院长问大家 怎么看待这次感染时间 有没有找出原因 感染科主任说 根据最近的感染情况分析 有可能是MRSA 大家听了都吓了一跳 是那个死亡率高达30%的MRSA 你说最近一段时间 那怎么没有采取措施 为什么还能造成这样的后果 现在医院爆发感染 我们感染科确实有责任 但是责任也不能全是我们科辈 本来规定个科室出现感染情况 是一周一会走 最后我们没有收到上报的感染情况 所以没有做出什么有效措施 院长一听这是在推卸责任 赶紧打断他让他先介绍目前的情况 目前来说情况是这样的 过去的一周时间 全院一共报告了14例治病案例 听完汇报以后 院长转身询问急诊的霍主任 为什么没有上报感染情况 我们确认没有感染病例 不需要上报 一旁的主任却开始阴阳怪气 老霍你这时候推卸责任可没意思 急诊最容易出事 你说急诊没有可真假 霍主任也急了眼 我们科室真没有 院长再次询问意思病例有没有 霍主任很肯定的说没有 院长也很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急诊中心人流量最大 竟然没有一例 这么说难道是急诊中心 认真执行的消毒标准 所以才一例也没有出现 霍主任你们急诊科 具体是怎样预防的感染 我们每天都按照院感的标准执行 具体您可以问问林医生 我们每天医疗全程无菌 接触病人之前必须酒精擦手 一味易消毒 器械多次清洗 另外定期清洗空调 给病例加听诊器体温剂消毒 病床的床头和护栏还有床头柜 每天也是定时消毒 这不都是院感条例里面有的 可这些洗洗涮涮的工作 有哪个医生能真的落实 看来林医生把工作做得相当仔细 这就是我们急诊科的工作态度 林医生的方法效果很好 从现在开始 把院感条例全院推广执行 向林医生学习 不要再偷懒 防护用品都发一下 尤其是呼吸机需要呼吸接触的物品 一定要多次消毒 我们现在是院里的标兵 从今往后绝不允许 在我们科室出现一例MRSA案例 大家都跟着林医生 仔细观察好好学习 林医生做的每一件事 大家都要记在心里 消杀工作进行了几天以后 金总又出现在了医院里 林医生你今天总算不那么忙 能不能去看一眼学真 你要是能过去 我让姐夫给你批几天假 林医生想也不想直接拒绝 我下的医嘱已经很清楚 后期并不需要额外关注 这是林医生接到电话 老大有个四指离断的小孩 正在送往急诊中心 金总我得去急诊做手术 学真的情况很稳定 您不必再来找我 林医生这孩子自制土炮 四指被炸断 而且离断了手指 急救员说有皮肤和动脉缺损 小孩血管太细 大家应该不太好做 联系手外王海洋主任 来急诊科会诊 左医生你先去联系王主任 我在这等着接车 老大你先去手术室准备 一会我们接了车 就往手术室送 不一会拉着男孩的救护车 出现在了急诊科门口 男孩的母亲还在询问医生 像他们这种贫困家庭 就医是否能打折 医生告诉家长 这种情况下 救孩子的性命更重要 吕医生拿上孩子的断纸 赶紧送孩子去手术室 手术室内器械已经准备完毕 手术灯也已经打开 突然手术室的门被打开 来人竟然是推销手术器械的 林医生我就是来给你送点器械 您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东西 我现在要做一台断纸在职手术 这个手术消耗的器材很少 林医生您可以再看看 这里还有科室针 还有进口钛合金的 有好几种型号 你可以用用试试 黄老师林医生说不用 你就别再推销 赶紧出去我们要准备做手术 黄老师一脸尴尬的退了出去 嘴上还不停的嘟囔着 让林医生再考虑一下 隔着个门就听见他还在喊 这些钛合金的都免费 已经耐入医院免费目录 吕医生想起小孩母亲的话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既然是免费的那就用 说完还不忘再确定一下 你们当真全都免费 是的林医生 我们有厂商推广名额 我可是第一个跑来问 那行麻烦让人给清洗消毒 留着一会备用 黄老师这边请 咱俩先去消毒间消毒 话音刚若患者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经过林医生初步检查 发现炮伤最严重的部位是食指 不仅骨头炸得稀碎 肌腱组织也有大面积烧伤 对自己的初步判断不太放心 再拿来拍的片子检查一下 看完片子不禁感到惋惜 病人可能要切掉食指 林医生询问王医生来没来 赶紧再去请一下 同时把科室里的实习生也叫来 紧接着就听见了王主任的声音 林医生我来得晚了一些 王医生您再看一下这个片子 孩子这食指到底能不能留住 看样子已经是完全不行 土炮威力太大 几乎是在手里直接炸开 所以说骨头肌腱和血管受损极其严重 不过有其他的办法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在职 但是要达到标准比较困难 如果达不到标准的话 做了在职也只是个样子而已 起不了什么作用 王主任仔细地盯着片子看了很久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林医生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一位寄养 因为他的伤情能够得上一位寄养的标准 一位寄养就是说 将它先移植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等手指本身的创伤长好以后 再重新移植到手上 如果我们进行一位寄养的话 单次移植变成两次移植 效果可能不如单次移植好 但是对于一期在职条件不足的手指 一位寄养给他创造了一个二次移植的机会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一位寄养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但是我不会做一位寄养 凌然你竟然不会做一位寄养 吓得凌医生小声说道 上学的时候我没学过一位寄养 王主任一听 竟然还有凌然这小子不会的手术 那今天他就给来现场教学 几周以后再做二期在职 凌然虚心答应说好 心里默默记下自己这次学一位寄养手指 下回再学寄养胳膊 王主任让于医生去通知病人家属 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还要说清楚费用的问题 因为一位寄养费用高 于医生知道病人的家庭条件不好 面对家属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于医生你要跟家属说明白 病人目前的情况 如果不用一位寄养 就只能截肢 当然费用太高 可以跟霍主任申请一下 看看能不能减免一些 于员你去跟病人家属沟通 找霍主任减免的是我去说 既然食指的方案已经定好 咱们先做其他手指的截肢手术 我竟然能跟着林医生参与断肢再指 还有一位寄养的操作 作为今年的实习生 真是幸运至极 于医生你跟我来 咱俩一起做中指的青窗工作 剩下的人两个人一 分别做无名指和小拇指的青窗 一定要注意下手千万要小心 拿生理盐水来湿润一下 好的好的马上 生理盐水在这里 刀片也能马上准备好 我的苍天这医药代表 真的拼了老命 不过你还别说 他一点也没比我们实习生慢多少 感觉到实习生惊讶的目光 医药代表黄老师不禁傲娇了起来 这都是小意思 林医生那组青窗工作已经完成 左医生你过来一下 咱俩先做断指再指 经过俩人一个小时的默契配合 拇指和缓指断指再指手术成功完成 王主任看见林然手术已经做完 不禁感叹林然你小子真可以 我们才做完中指一根 你竟然完成了两根 随后林然对王主任说 接下来的一位寄养手术就交给你 好的没问题 寄养部位就选在孩子的脚背 其他地方孩子不老实的话 很容易蹭掉 脚背上长根手指头 林然光想想这画面就有点可怕 咱们先确定个位置 再给他做个皮绊 然后直接移植过去就行 真的就像王主任说的那么简单 这么说来我们上我们也行 我的意思是说会了总得练个五六年 实习生的话七八年也正常 林然你知不知道 一位寄养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 是不是就是 您刚才说的皮绊的选择 你说的非常对 寄养手指皮绊 就要选择窗面和手指基本一致的 这场手术我们就选足背皮绊 这个小女孩听得和林然一样认真 看来这批实习生里 又能挑出好苗子 来这个小姑娘 你来帮患者把她的脚削一下毒 大家一定要记住 寄养在职的三要素 分别是血液循环的重建 组织修复还有后期功能的重建 一般来说掌握了这三个要素 手术基本就能成功 林然把这些默默记在心里 王主任询问林然做皮绊的话 你来做有没有问题 王主任您的意思是 切开肌肉组织然后形成皮绊 这个操作我可以 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想选择哪个位置 我想选择一个 能够与足背动脉相连的部位 很好一期手术基本上就是这样 下面开始手术 寄养部分的血管和手指 王主任的选择更体配一些 还考虑到了皮绊的厚度和颜色 但是工区这里 王主任倒是没有考虑太多 最近真是学到了不少 经过大家三个多小时的努力 一位寄养一期手术圆满完成 王主任感叹 好久没做过这么舒服的手术 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一步 一位寄养这样罕见的手术 出现的情况并不多 病人少练习的机会也少 以后还是得以胆囊手术为主 刚出手术室 就听见金总的声音 林医生终于等到了你 金总我手术做了好几个小时 你可真等得住 等林医生您得有诚意 您是不知道 我们做工程的最能熬 有时候催债能等一个星期 对了您刚下手术 肯定有点饿 我带了点羊肉 您赏个脸吃两口 林医生刚才那个孩子怎么样 这孩子可是一家子的命根子 要是能治好这一个 可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金总你这是在点我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 林医生您可真是直白 我儿子目前来看还可以 我也知道那边医生肯定也是尽心尽责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相信您的技术 能不能请您再去看一眼 你的意思我明白 吃完饭我就过去看 但是你要我全程照顾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每天我过去多看两眼就行 吃完饭 林医生就来到了ICU病房 遵守着他的沉默 看了看病无大碍后就离开 接着就来到了另一个病房 大爷说在云华住院看病就是舒服 这让林医生有些意外 刚才大爷说的是住院舒服 之前云华医院病床不够用 家属只能睡在外面 现在空床增加了许多 住院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看来在手术顺利 护理得当的情况下 医疗升级还是很重要的 这时吕医生的声音突然传入耳中 老大原来你在这里 凌然只要一个眼神 大家就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好的我知道 这是让我闭上嘴巴的意思 让我猜猜你是不是觉得 病床空的有点多 老大你放心 等这段时间MRSA过去以后 咱们立刻加手术 玩独自看来这吕医生 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左医生赶紧解释说 吕医生今天没吃药 林医生并没有要加手术的意思 林医生肯定的告诉大家 自己确实没这个意思 那今天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老大我们就先下班回家可以不 林医生说当然可以 昨天林医生说 学真的情况已经稳定 再过几天就能转到普通病房 但是还不能松懈 就算是到了普通病房 也得要林医生看着才行 丝毫没注意撞到了别人 金总我叫黄茂施 是长西药公司的 我们在云华医院见过面 金总问黄代表 怎么这个时间过来 他说是来给林医生送早点 金总您也是来找林医生的 这是带的馄饨 听说林医生的父亲爱吃 既然来了咱们一块进去 金总您别着急 敲门这种事我来做就好 林爸爸开门看见眼前的场面 直接说不用提东西过来 早餐也没必要 黄代表还是先开口说 我们就是顺路来看看 也不费什么时间 可是诊所在重新装修 最近也有人专门来做早饭 你们不用跑这一趟 一听工程金总马上递上名片 我就是干工程的 诊所的装修我来安排 不用麻烦林金总 我们已经找好了装修公司 你回头看一眼 他们和做饭的就在后面 林先生早安 我们奉命来干活 麻烦两位让一下 我们要进去 这林医生家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还能让普林的人 这样大阵仗的上门服务 在云华医院我还没输过别人 但是林家我怎么感觉不债而办 这是林医生手机突然收到消息 老大我们科收了 巨大良性肝肿瘤的病人 赶紧来手术室 张安明尴尬的站在门口 突然看到林然路过 赶紧跟他打声招呼 林然也是一脸好奇 你怎么在这里干站着 还不抓紧时间去手术室 一旁的左医生心头一震 看着张安明愁愁的身影 已经猜到了真相 他赶紧上前向张安明询问 两人一番嘀咕下来 事情果然正如他猜的那样 左医生赶紧向林然解释 张医生这段时间一直跟着你 在肝胆外科已经被边缘化 这个巨大肿瘤手术是贺主任做主 张医生也只是跑跑腿通知而已 林然哪管他们勾心斗脚 他只关心这个肝肿瘤究竟多大 做起来有多大难 张安明老师回答道 贺主任已经做了CT 据说直径足足有16厘米 林然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直径16厘米的巨大肿瘤 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左医生看着林然兴奋奔跑的身影 心想果然没听懂我说的重点 人情事故你真是一点不关心 他只好拉住林然 林医生你先等等 按照各科室暗地里的规矩 咱们不能直接去接触病人 如果我们想接手手术 必须得自己争取才行 我现在就去沟通 看贺主任放不放人 左医生很快春风满面地回来 他样子是带来了好消息 事实果然如他们所料 左医生自豪地说道 我跟贺主任谈得很愉快 他原则上同意林祖负责手术 林然淡淡应了一声 但张安明却提出疑问 什么叫原则上同意 左医生跟他解释说 贺主任的意思病人还是肝胆外科的 因为他也想参与手术 林然自信地站起身来 贺主任参与没问题 你转报他可以当医助 左医生说这可真巧 贺主任就是想当医助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 咱们现在就去肝胆外科会诊 林然跟着左医生 突然回头喊住张安明 让他通知余员 一会儿去找自己 可怜的张安明只能应声说好 骄傲的移住被贺主任抢走 自己彻底成了工具人 肝胆外科会诊室 贺主任脸色有点难看 从没想过有一天 肝胆外科需要给急诊发会诊单 毕竟这么巨大的肿瘤 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 这么个肝胆外科顶级术士 现在却要拱手送人 就在他们讨论之时 林然推门走了进来 会诊室顿时鸦雀无声 贺主任客套几句 邀请林然快快就做 先研究一下解决方案 不料林然非但没做 反而静止走向 核磁共振片子 她仔细研究 并思考了十几分钟 眼神顿时一亮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来讲解一下手术路线 左医生顿时汗如雨下 林然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上来就要指导人家科试大佬 你让人家肝胆外科怎么想 急诊来指导人家的手术 多少给人家留点面子好不好 林然哪知道她想了这么多 自顾自讲解完毕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肝胆外科都被震惊 这林然还真是妖念 他们肝胆外科研究了半天 进不及人家看了几眼 贺主任也很服气 林医生真是厉害 只是看了核磁共振片 手术步骤就信手拈来 左医生健壮泪流满面 看来又是自己起人忧天 林然再次用实力碾压了职场规则 贺主任拍板决定 既然已经安排完毕 大家现在就行动 准备准备上手术 众人顿时走出会诊室 突然一个声音叫住林然 林然回头问道有什么事 对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我们也想参加这个手术 您看能不能带带我们 林然饱汗不知恶汗机 一脸无所谓地问他们 你们愿意参与手术 三名年轻医生立刻双眼放光 一口同声地大声喊着 我们当然愿意 贺主任也是一阵心泪 奈何林然是主刀 一切决定权都在她 林然当然无所谓 他们从举肿瘤开始 这场罕见的手术 吸引了大批医务人员 手术是内外都挤满了人 而且还吸引了医政科 看来院方领导 对这场手术也很重视 贺主任却是一阵心塞 在这么多人眼皮子底下 自己堂堂一个大主任 竟然要给人家当医住 林然已经进入状态 她仔细分析了病情 特别叮嘱患者容易大出血 各手术人员随时注意 话不多说亮出手术刀 手术正式开始 第一步直接开服 巨大肿瘤占据了肝脏位置 还侵占了隔肌甚至是盆腔 想要切除肿瘤 必须先把周边结构打理干净 小小的手术刀在手上跃动 如精灵般在体内起舞 林然仔细小心地剥离 贺主任在一旁看傻了眼 还好自己只是个医住 她可做不来这么高水平的手术 本来一切进展顺利 林然却突然停手不动 她发现患者有肝菊造性节节增生 急忙吩咐两名年轻医生 让他们一定举纹肿瘤 肿瘤血管壁薄到近乎透明 连血液流动都能看清 这要是一个不稳把血管证断 出血量分分钟能到达致命程度 两人配合得不是很好 这颗肿瘤本身就很重 沾着血液变得滑不溜手 而且他们还得保持稳定 两个人必须均匀用力 否则肿瘤就会脱手 贺主任也看出问题 嘴中严厉地喊道 你俩给我抓老点 一旦失手病人必死无疑 官妃此时额头汗如雨下 女生体力毕竟偏弱 她坚持不了多久 凌然余光看出不妥 急忙招呼向雪明替一下官妃 官妃还想硬挺 凌然却是毫不客气 现在不是硬撑的时候 要把病人安危放在第一位 眼看局肿瘤安排妥当 凌然下达下一步命令 她准备阻断左肝门后 立即切断中肝静脉 手术进行的有条不稳 病人体征保持的很平稳 看来手术成功有望 凌然告诉贺主任准备向下牵拉肝脏 给她预留出空间 她要着手处理第二肝门 随着贺主任牵拉完毕 凌然爆出手术步骤 随即开始分离上下腔静脉 贺主任还在一旁嘱咐 肝门处理麻烦无比 稍有不慎便会造成大出血 不料凌然突然蹦出一句 上下腔静脉分离完毕 贺主任顿时惊的瞪大了眼睛 凌然速度怎么能这么快 这哪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凌然这边也不轻松 虽然自己速度有把握 但还是泪出一头的汗 护士赶紧为她擦汗 防止汗液滴下去造成感染 擦完后手术继续 凌然大师急肝切除术发动 手下动作标准而又娴熟 仿佛已经做过千百次 在贺主任的配合下 手术也出奇的顺利 当然两名实习生也功不可没 只听凌然轻声说到 肿瘤分离完成 一切终于大功告成 巨大肿瘤无损切除 他们将其称重发现 竟然足足有二十多斤 大家都不停议论着 这应该是医院有史以来 切除的最大肝肿瘤 凌然此时不焦不燥 虽然肿瘤已经切除 但手术还没有结束 收尾工作也不能大意 正在讨论的两人收到命令 也顾不上讨论肿瘤 赶紧投入到收尾工作中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转眼就是五个小时 手术终于彻底结束 其实已患者肿瘤大小 如果不是凌然够快 估计再有几小时也完不成 而且整场手术下来 患者出血只有350毫升 连输血都不需要 一群医生纷纷道贺 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 这场手术做得实在漂亮 向学明在身后望着凌然的背影 感慨着凌一生真厉害 而且跟自己一样都是本科生 自己也得加倍努力 只有留在云医 才能有机会跟着凌一生学习 于是他找到医政科主任毛遂自荐 但事实却让他失望 因为今年留云医的名额已满 就算找他也没用 而且他只是本科生 医院现在原则上只收研究生 想要被破格留院 除非拿出硬实例 但他只是名实习医生 拥有系统帮助 怎么可能用实例证明 为了留在云华 向学明退而求其次 开始联系云华各大医院归陪单位 但现实总是这么残忍 三甲医院通通拒收 向学明的学历太低 最终只有八寨乡分院录取了他 好歹也算个区分院 跟大城市的医院不至于差别太大 一名老医生欢迎了他 毕竟这地方来个新人 可以算是一件大喜事 向学明客气地打着招呼 向老医生热情地介绍着自己 老医生笑着说道 分院现在加上你一共三个医生 老王刚回城处理离婚事宜 现在就剩咱俩 当然地方虽然偏 设备却是一样不少 完全达到一级医院标准 只要你想留下来 手术多到做不完 接下来的日子里 向学明也体会到了医生的感觉 各种小手术忙得不可开交 乡里乡亲的也都感恩 各种土鸡蛋老母鸡都安排上 向学明被人一声长一声短地叫着 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但他也有繁星之势 有位大爷问他能不能做大手术 这样八寨香的香明 就不需要再麻烦跑到市里 向学明顿时灵机一动 大手术他虽然不能做 但灵医生能做 只要手术前能把他请来就行 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 直接来到灵然家中 想要跟他商量这件事 但见到灵然他还是有点怂 毕竟人家家里的设备 比他八寨香医院的设备都好 哪有必要去他那边 灵然一边给病人缝合 一边问向学明来找他有什么事 向学明也不啰嗦 我来找灵医生是来求救 希望你能来帮我做做手术 灵然顿时来了兴趣 你想在哪做手术 说的具体一些 我现在被派驻到八寨香分院 那边医生资源短缺 您能否定期派俩人 到我们分院帮忙做手术 灵然细心地问道 你们的设备怎么样 有多少病床和护士 手术室建设如何 向学明老师答道 病床有20张护士5个 设备也足以支持开副手术 好才可以联系医药代表送 灵然顿时来了兴趣 20张病床也不算少 如果全部运用上的话 也能满足两名主治医生 向学明想到灵然的手术效率 20张床都不够用 他还得留点备用 赶忙改口现在能用10张 灵然自然是来者不拒 他现在只想多做手术 10张病床勉强能排满一天 不用白不用 那平时的普通案例 你想要谁 向学明咬咬牙道 最好能请到张安民医生 只要灵医生能同意 我这就去找张医生商量 求也要把他求过来 不料灵然告诉他 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 他应该没问题 很快灵然打完电话 张安民那边已经同意 你随时可以找他对接 向学明经的合不拢嘴 急诊科安排肝胆外科 灵医生一句话就搞定 简直强到不讲道理 灵医生您先忙 那我就先走一步 我带了些土特产放在前台 下班的时候您带回家 看着那只还活着的老母鸡 灵医生直接愣在了原地 好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到时间去医院 系统帮我算一下 目前来说我的胆囊 切除手术排名多少 系统回答您的排名 在云华来讲 是第二千三百八十位 再做三到十个手术 可以前进一位 云华的三甲医院 有二十多家 也就是说 有一百个人的胆囊 切除手术 水平比我厉害 看来我得继续努力 系统真是越来越高级 现在不仅能刷排名 还能开宝箱 说着就来到了张安民的办公室 林医生你来找我什么事 该不会是现在就要去巴寨箱 不是这个意思 我来是想告诉你 接下来的时间 多给我安排一些胆囊 切除手术 也没有那么多手术 可以都安排给你 不好意思张医生 我忘了你现在是边缘人物 是手术不太好安排 林医生你真是无情 我还没边缘化到那个地步 明天开始是肝切除手术 我现在马上给你安排 胆囊切除手术 于是当天晚上 林然就愉快地做了 三台胆囊切除手术 吕医生今天的肝切除手术 还有跟剑修补手术 咱们尽量快点做 老大你这么说 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安排 林医生还没来得及回话 就听见张医生在后边叫他 张医生你有什么事 我们订好的手术 不是安排在今天第三场 原来如此我就说 老大这是着急去肝胆外科做手术 林医生我来找你 是想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消化外科的邱医生 以前跟着他上过手术 林医生我看过您好几台手术 这次过来室友求于您 今天我们做了一台胃部手术 开复探查时 发现病人的肝脏开始大出血 用纱布也止不住血 林医生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 您看你能不能抽出三两分钟 跟我去看一下 你们能百分百确定是肝脏出血 不是消化到出血 林医生我敢确定 就是肝脏出血 消化到我仔细观察过 没有出血的问题 患者的凝血功能也不太行 跟我们进行手术之前偏差太大 胃部静脉曲张 八九部离时是门脉高压 这时消化科的邱医生 也说是门脉高压 更加证实了林医生的想法 这种情况下 病人是十分危险的 林医生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连我们主任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我才拜托张医生找到您 这么大的手术 让一个主治医生来做 确实是为难他 主任及别的都就不了场 却让林医生去擦屁股 有没有可能是留主任主刀 手术失败 想让邱医生来背锅 反应过来的吕医生 赶紧示意林医生不能去 可林医生这边明显就是已经答应下来 因为他已经打开手机 发出了手术推迟的通知 你别在这处着 赶紧去找余员 奈何林医生并没看出来 李医生的一丁点想法 早带我去看看 就这样林医生推迟了自己的手术 跟着去了消化科 走在路上林医生让邱医生 先打电话问问手术室那边 现在是什么情况 电话马上就接通 林医生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开了免提 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已经出了2000毫升血 我们装满了一个玻璃罐 走到手术室门口 邱医生赶紧告诉众人 林医生也在 来到手术室 只见林医生直接将手伸进患者的腹腔 直接看呆了众人 心里嘀咕着这难道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凌燃 二话不说直接就上手 怎么看都有点虎 只有邱医生小声询问 林医生怎么样 用不用我给您打个下手 林医生一脸淡定的说不用 我已经摸到了出血点 病人现在情况危急 尤其现在还是腹腔择期手术 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 必须马上判断出病情 只见林医生闭上双眼 启动了系统 寻求紫色药剂 技能药剂已出现 所有技能均加一 持续时间10秒钟 以前只有10秒钟的药剂 平时还真是不怎么用的 现在用刚刚好 看到了问题所在 林医生说左肝必须切除 众人都在疑惑 林医生只是摸了一秒钟 怎么就能判断出的全切 这些医生虽然级别高 但都没有经历过肝脏手术 现在病人的命要紧 没必要跟他们解释 他们这些人为了找到出血点 腹部开口已经被拉大 肝脏血管也被阻断 现在只能切干 林医生怎么一句解释都没有 上来就把患者的肝切开 这是什么操作 这速度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经过一番顺利的操作 患者的左肝成功被切除 速度之快也直接惊呆了刘主任 他自认为自己比较有见识 却从未见过十几秒钟 就将肝脏切除之人 林医生竟然直接用手 摸出患者的情况 十几秒钟就完成了操作 简直是离谱至极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接下来纱布甜色的工作 就交给你们 刘主任心里想着 幸亏病人没死在手术台上 邱医生病人送进ICU以后 告诉我医生 好的今天谢谢您了林医生 林医生直言不用送我 快回去给病人把手术做完 出来就让吕医生给医院打电话 询问他们那边的手术禁止 现在我十秒钟就可能救活了一个人 相信以后还能做得更厉害 吕医生你在这里磨磨叽叽 怎么还没给医院打电话 林医生刚才事发突然 没经过您的同意 给刚才您做的手术拍了个视频 林医生那这个视频 我能不能拿给其他人看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这手术可是以鸟来计算的 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急诊肝切除手术而已 又不是见不得人 可以给别人看 紧接着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医院 大家都感到无比震惊 据我了解不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也有传说中的医生 最快切除一个肝脏也得三分钟 真没想到咱们云华医院 竟然出了一个十秒切肝的活佛 现在科室里的医生跟实习生 都愿意跟着林医生上手术 再这样下去 不都成了他的人 是时候点点他们 把你们几个叫来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我要说什么事 我们肝胆外科现在可是弱势群体 你们不得多照顾照顾我们 现在做手术的人 开始长期被林医生分掉一部分 这小子才二十岁 天天抢着做胆囊手术 或主任要是退位 急诊不就落在了他的手里 可不是怎么着 竟然这小子还想见ICU 听你这话的意思 我们科室到时候会不会直接跟急诊合并 还是别去招惹他 到时候婉转一点说 我们科里手术室都比较紧张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他应该不能再打我们的主意 几天后医院走廊来了很多病人 都是一副在找人的样子 主任偷偷告诉您 我刚过来的时候 林医生应该也来过 这些病人或者家属 可能是来看林医生的 那天咱们几个开会的时候说的话 你刚没告诉他 主任我原封不动地阐述了您的话 林医生却更愿意待在我们科室 主任的话直接刺激林医生 在肝胆外科又做了一个月的胆囊手术 老大我感觉经过这一个月的练习 我的手术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宇文斌你刚刚是不是在走神 赶紧集中精神做手术 突然就听见有人急冲冲地大喊 林医生急诊有紧急事件 下一秒就听见霍主任吩咐 救护车十分钟后到急诊门口 所有人做好接车准备 是大型车祸 也就是说现在我只有十分钟 来完成这台胆囊手术 老大要不要叫张安明来做胆囊手术 急诊那边没人 我们先过去怎么样 我们先完成胆囊手术 张安明那边半个小时赶不过来 随着计时器的按下 手术即将开始 林医生精神高度集中 把太家给我 五分钟以后 林医生将太家拔了出来 手术操作基本完成 虽然见识过林医生的速度 但是怎么比感觉上还快 左医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 剩下的焦点你来做 我先回急诊中心 有什么事联系肝胆科 刚走出手术室 就听见余员说 一共四名病人 一名病危一名危重 另外两名重伤 林医生询问 现在伤者都是什么情况 病危患者有腹部开放性外伤 危重患者多处出血 另外两名患者全身多发骨折 这时林医生提醒大家 戴好双层手套 由于情况危急 来不及给患者咽血 千万不要出现职业暴露 这几名患者情况危急 赶紧联系骨科 神经外科医生来会诊 余员接到主任命令 立马答应下来 好的我马上联系 护士跑来告诉林医生 还有三名病人 三十秒后到急诊 这时林医生发动体格检查技能 立马看出患者皮破裂 还有肝脏破裂 老大患者转给普外 还是肝胆外科 凌然直接说不用 这个手术我来做 接着急诊室又送来第二名病人 同样也是皮脏破裂 阴囊破裂 打电话叫泌尿科会诊 最后一名患者也被送到 经过林医生的体格技能检查 他是伤得最轻的一位 送去处置室就行 我先去做那两个皮破裂的手术 凌然的技能练习之夜正式开始 病人因为失血过多 手术过程中出现了好几次休克 凌然在心里告诉自己 手术得做得快一点 这时左医生突然赶来 凌医生我来给你帮忙 左医生您来的正是时候 有你在我的手术能做得更快 手术时间过了十分钟 肝脏已经切除的差不多 林医生将收尾工作交给了左医生 肝脏切除手术好歹也是大手术 林医生竟然十分钟就能做完 真是飞机中的战斗机 这时手术室门口有人大喊 土外的人赶紧到隔壁手术室 闻讯赶来的林医生询问 另一间手术室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时住院医师郑培回答说 失血量已经达到1500毫升 郑医生第一次独自上手术台 紧张到浑身冒汗 林医生轻声安慰让他放松 经过仔细观察 林医生已经找到了出血点 随后便发动了徒手止血技能 他让郑医生把病人肚子刀口拉大 这话直接惊呆住了郑培 林医生解释说 情况比较危急 我们尽可能地节约出时间 帮他保住一颗膏丸 林医生你要是不说 我都忘了这回事 看来在独自处理急诊病人的问题上 我还要多多学习 在林医生快速处理完皮脏后 接下来就应该处理阴囊 这时林医生的手机铃声响起 不方便的他只能让别人帮他接电话 老大急诊科说又有一起车祸 一共三个人两重一清 几分钟后送到急诊中心 看来我是没有时间 来处理这个病人的阴囊 正可以打电话叫泌尿科的人过来处理 府外的人放下手里的工作 准备跟我去接车 医生救命救命 快来帮我看看 大姨您先不要着急 医生都在这里 他们会一个一个处理伤者 经过林医生的体格技能检查 伤者血压稳定 出血量也不多 联系骨科会诊即可 突然林医生看到了一位大姐 赶紧叫住了他 他让大姐躺下检查一下 大姐流着眼泪浑身颤抖 刚才急救员说 我没有外伤 没什么大碍就不麻烦您 您去忙别人就行 看起来是没有严重的外伤 但应该不只是擦伤这么简单 医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千万别笑我 那医生你快帮我看一下 林医生发动体格检查技能 发现大姐腹部果然有内出血 医生啥是内出血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就是你肚子里面有血在流动的意思 你现在躺在这里不要乱动 应该是撞车的时候撞到了皮脏 医生你说的我都听 但是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 您放心大姐 从现在开始 您就别说话开始保存体力 一会儿准备做手术 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货主任来上班 迎练走来两个其他科室的主任 林然这小子两起车祸安排的相当得到 这控场能力怎么着也得是个主任水平 这么说的话 以后晚上咱们几个能多睡几个甜美的觉 老霍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就说如果急诊的这种情况 每次都能被安排妥当 咱能省多少心 我可没空跟你在这拼嘴 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就先走一步 霍主任来到医生办公室门口说 小周医生你过来一下 霍主任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开口就行 昨天晚上林然把急诊室的工作 安排的妥妥当当 咱们得给他点奖励 这样你去找几个医药公司 给林然安排一些医学会议 周医生还不太明白 接着便询问霍主任说的是哪种医学会议 霍主任淡淡一笑 当然是能露脸那种 这小子天天替你们值班 自己也不知道多宣传 我都替他着急 周医生顿时心头一震 主任这是铁的心要推销林然 林然以后肯定能火 医药公司代表及时赶来 他按照周医生的嘱咐 带来了几个公司赞助的活动 毕竟要靠着医院吃饭 只要医生有要求 他们不但要能做到 还要做得快做得好 高猛当即给周医生介绍 距离最近的活动 是下个月心脏内科的学会 还有推广腹腔镜的会议 这两个都不适合林然 林然最拿手的项目 当然还是肝切除 有没有这类会议 高猛一脸苦涩地回答道 如果是别的手术 我拼命也能替您找到 但肝切除确实没有 周医生私存片刻 肝切除确实不好找 主要手术用到的耗材不多 医药公司没利润当然不会去搞 但这可是霍主任安排的任务 就算医药公司不想搞 这次也要逼着他们想办法 周医生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我看好你们公司的实力 选择你们是相信你们 高猛却是满头大汗 这种专业会议开销最少几十万 如果不在公司计划内 那就相当于白砸钱 但他也不敢拒绝 只好跟周医生商量 自己先回去研究研究 高猛起身离去 就连背影都蹉跎了几分 周医生这一开口 就是赔本的买卖 当天下午高猛接到业务员电话 说云医刚刚通知他们 暂时不接受他们公司的基础 高经理顿时心头一紧 赶紧大声质问道 为啥要停我们的药 是谁下的命令 电话那边战战兢兢地回答 是云医的周副院长亲口说的 具体原因还是一头雾水 高猛却是瞬间清醒 想到周医生说的话 点名要他们准备干切除会议 这里面肯定有关系 而且周医生刚跟我谈完 副院长就下令停药 难道这是医院高层的想法 要公司必将完蛋 这要是公司破产 自己怎么养家糊口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只要不听我的药 这会议就算白白扔钱也得办 还得大办特办漂漂亮亮的办 凌然这边却收到通知 来到待客室找周医生 周医生告诉她有美女找她 美女来自亚洲肝胆研究会议组委会 特地来邀请凌然 参加会议做肝脏示范手术 凌然心里也纳闷 这会议听的规格还挺高 怎么突然邀请我做示范手术 是谁发起的提议 贵院周副院长和霍主任全力推荐 得到我们组委会一致认可 大家都觉得交给林医生最合适 凌然一高人胆大 嘴上当然不会客气 年轻人能有出头的机会 谁会选择往后退缩 很快就到了大会开始时间 与会人员都有些疑惑 这次规格看起来很高 难道有国外顶级专家参加 高蒙紧张地指挥着手下 一边派人去催促设备调试 一边又嘱咐座位上的水千万别少 周医生也已到场 周医生说你得问左医生 左医生告诉他 林医生早已在手术室就位 只要时间一确定 立即开始麻醉手术 护士此时开口提醒 林医生准备戴耳麦 凌然听到麻醉完成 立即下令开始手术 切除肝内胆管结石 手术细节被投放到大屏幕 参会人员一眼就看出 主刀医生速度很快 但他们很快就心里一惊 这种硬化的肝 竟然直接顿性分离 这操作有点夸张 几乎所有人都面露震惊 这主刀医生的技巧 看起来已经炉火纯青 他们甚至想多看几场 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这时高猛适时提出 手术后还有会议 专门给大家都通用 看着观众们反响很好 高猛心里那叫一个高兴 恢复公药指日可待 凌然的手术很快做完 观众们纷纷出声 有提问也有夸奖 总之都对凌然赞不绝口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要把这段视频当作教材 回去给课里的医生好好学习 还有人直接邀请凌然 去他们省医院做飞刀 也有的想安排病人到云医 毕竟外省开展肝切除的医院不多 很多都是刚开始运作 凌然是一概不拒绝 做飞刀也行 送人来也可以 只要提前安排好就没问题 一句话竟然触发了任务 新获得一万人认可 奖励终极宝箱一个 但一万人数十有点多 系统莫不是是想累死自己 随着肝胆研究会议结束 外省陆续送来不少病人 都来做肝切除手术 看到凌然站在门口沉思 除了凌然语出惊人 竟是嫌病人少 但急诊中心都快装不下了还少 而且不止院里手术 就连五星一月二月 也把肝胆外科留出来 专门让你开飞刀用 凌然换了种说法 与其说少不如说是慢 这进度离任务还差得远 吕文斌这下彻底猛圈 老大说的怎么听不懂 又是慢又是任务 凌然突然开口问道 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能快速获得别人的认可 吕文斌说这多简单 只要老大整几个示范手术 整个昌西省就都能知道 凌然却不这么认为 他以前也示范过跟健手术 就连国外病人都不少 但离人近皆知还远得很 吕文斌突然叫住王家 王家你快过来 有个任务交给你 你仔细帮老大参谋参谋 想要快速得到别人认可 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王家说这还不简单 上电视台就行 我看好多名医 都是参加电视台节目后 才突然变得活起来 而且凌医生人长得帅 再穿上一身白大褂 展现高超的技术 那简直比明星还吸引人 凌然忍不住心理嘀咕 上电视可不靠谱 想想那些推销药品的医生 哪能得到别人认可 吕文斌开口说道 老大你也不用上电视 想想你出急诊时 治好的病人哪个不认同你 凌然文言心中一亮 吕文斌说的有道理 与其追求高难度手术 不如多做点普通治疗 摔断胳膊划伤脸这种小伤 治好了病人同样开心 这不就是我要的认可 我取得医生的认可 那么接下来我多出急诊 取得病人的认可就行 吕文斌文言一愣 老大你去急诊室 干切除手术怎么办 你可不能在急诊太久 凌然已经做了决定 急诊室他非去不可 如果手术实在太多 就安排到晚上来做 两人心里泛起了嘀咕 凌医生真叫人搞不懂 不过想想也是 能懂的话还能叫高手 凌然火速赶往急诊大厅 向值班护士打听 现在都有哪类病人 护士老师回答 都是些普通病人 摔破头磕破脚 要么就是腿上掉点皮 凌然也不挑食 随便要了个病人 打算去给他做青创 第一位是个小朋友 躲在妈妈怀里哭个不停 凌然一边跟小朋友聊天 一边青创快速缝合 小朋友渐渐安静下来 不一会缝合完毕 母亲一直夸赞缝得好 一看就不会留疤 紧接着凌然找到下一位病人 竟然是位大美女 好像还在开直播 美女看着凌然帅气的脸庞 莫名的突然脸红 评论区瞬间爆炸 要去认识一下 凌然此时浑然不觉 还在给病人看伤 发现只是单纯扭伤并不严重 她告诉女孩不必担心 给她开点药物外服 几天就能下地 结果美女不关心脚伤 反而问能不能和凌然拍个视频 凌然却是心头一震 任务进度突然增加了一百多 难道是她拍视频的缘故 于是她转头告诉女孩 拍视频没问题 但要小心别伤到脚 随即继续给下一位病人清疮 没想到还没清理完 任务进度又涨了几时 看来就是短视频的原因 一名护士着急地跑过来 大喊林医生林医生 怎么有什么事 那边有几个刚来的简单病情 流鼻血和鱼刺卡喉咙几种 下一秒凌然 直接无怨言地闪现在患者面前 有陆陆续续地处理 好多小毛病的患者 却不知身后的小女孩 将这一幕录了下来 我的天怎么看都帅 干什么都好帅 看着手机里的粉丝评论 眼睛被帅瞎肿了怎么办 不行这国宝级小哥哥 必须分享给更多人 转过身却发现身后的小姐姐还在拍 你怎么还没走 我这都准备要下班 怎么看起来病情又加重 医生没有没有不用担心 就是那个以后 我还能不能来找你拍视频 凌然拒绝小女孩 不行经常来急诊室拍不合规矩 她着急解释不会经常拍 但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偶尔请给我们讲一点日常 需要注意小常识就可以 而不耽误工作 又能帮到病人的话那也是行 还就这么愉快地说点 医生哥哥下次见 集美们以后能定期看到小哥哥 要记得要随时关注 短视频的威力真是巨大 亿万人的任务竟然这么快就达成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那就打开终极宝箱 宝箱打开之后究竟是什么 让凌然为之震惊 虚拟人这是什么新概念 还是AR技术做的虚拟人体 不如试试好不好用 凌然竟然让其虚拟成老左 哈哈哈哈 随后指令老左 抬起的胳膊让我看看 可是怎么越看越尴尬 没穿衣服的老左毕竟有点隔音 凌然不忍再看 还是恢复成原样 看着系统提示的的剩余时间 所以我可以让虚拟人 变成我想变的人 直到三小时59分以后 难不成也可以让虚拟人 和手术中遇到的情况完全一致 这样的话以我的速度节省一点 四个小时可以磨以八次手术 说不定还可以再多一点 凌然忍不住的夸奖系统 这次的奖品不错 但是下一秒系统直接蹦出任务 凌然吐槽还真是经不住夸 连续出任务系统 你最近可不一样 看来今天是不用下班 回头嘱咐护士站的小姐姐 简单病员继续接待 我晚上在这里值班 好的林医生 很突然但很林医生 接着又是忙碌几小时后 凌然心想应该看245个病员 可是系统却显示才看了三个患者 怎么任务进度才这么点 主要是挺期待终极宝箱 会不会是延长虚拟员的时间 那样的话就太好 左医生走进来发现凌然还没有走 凌然医生怎么在处置室值班 但是凌然却敏锐地注意到 老左手上有个伤口 激动地冲上前去 左医生你手上有伤 快让我来帮你处理 左医生看着凌然的举动 很不是不解 再处理好老左的伤口 系统显示已经完成四个 原来是这样 解除病痛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要完全没有疼痛感 才算完成任务 看来这个任务会很耗时 真是急不来 再一看老左 二人目光对视 而回想起这熟悉的画面 凌然好戏那个挖个地缝钻进去 老左不解凌然医生今天什么情况 幸亏凌然的手机响起 拯救下这个尴尬的局面 这是向学明发来的信息 恳求凌然帮水利局长 德夫人救治的信息 此时一辆急迟的汽车 高速的在马路上飞奔 向医生这可怎么办 血还是渗出好多 相信我云医的那位医生 很容易就处理好 水利局长夫人却说 打麻药影响智商 是绝不会打麻药 局长也是很为难说向医生这 请相信我说的话 那位云医的医生他绝对可以 向医生一到医院 就发现左医生早再次等待 左医生病人 只有一点的高血压 没有过敏史 也曾做过蓝尾手术 放心手术是早给你准备好 直接进去林医生等着 还有病人还要求不打麻药 怎么可能一点麻药不打 怎么说也是断指在指 爱有林医生在 手术一段时间过后 向医生走进来 凌然和向医生打招呼 您这样叫我都不好意思 爱对了病人他怎么样 必从麻醉马上做完 完美及断指在指和天法风和 对一个半离断的手指轻松至极 要是不怕疼不打麻药都可以 术后让病人好好复健 应该能够恢复原本 数个时辰后手术完成 巴寨香呆得怎样 挺好在家上有林医生 安排张安明来飞刀 解决好些问题 但是我们那边比较远 还是可以留下一下 蓝尾炎和胆囊炎的患者 腹腔静坐得如何 跟着张医生做了好几十例 感觉是学会了 其实林医生那个 我这次专程跟来 其实主要是想说 咱们云一每年那个下乡的一诊 就是可不可以帮我们 巴寨香申请一下 如果能落在我们 巴寨香分院最好 什么意思 俄派几个人去巴寨香做门诊 开两个星期的样子 代谢仪器麻烦的检查就送回来 能开药的开药 愿意入院的入院 一两个星期就可以 帮乡亲们接触很多病痛 放心我们会去做 那太太好了 回去等我消息就好 我会去找霍主任帮忙组团 凌然主动要求去一诊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应当鼓励 而且我们也可以一起参加 你们肝胆外科不一起去贺主任 老贺估计是想趁凌然走的时间 赶紧多做几台干切除 一群人哈哈地哄笑起来 老贺却是一言不发地不说话 只顾着吸烟 你们可不能这样说 我们凌然可没抢老贺的病源 现在来找凌然的患者 那都是个地方医院介绍过来 此话一出引得老贺转头查看此人 眼神极具轻烈 先不说这个 凌然没门诊经验年纪又轻 攒几个科室的老人去给他帮 接着商量一诊的行政和后勤方面 此后的一个礼拜中 霍主任可是鼠毛坏了 组织搬运气血 又忙着调试维修仪器 又在费尽脑细胞的计算准备耗彩 凌然看着大家 督骑大家出发 两辆车行驶在去巴寨乡的路上 向医生我们在路上 好的林医生马上去村口接您 向学明刚骑到村口 就看到来到的林医生等人 他激动地大喊林医生 可是看着这行驶过去的车辆 我的妈林医生你这是不是有点 望着一行人收拾的气息 这排场可真大 这怕是把云一级诊中心给搬过来 向学明你跑跑哪里去了 怎么可能我真的在村口 真的是去接你们 可是村口也没看到你 额向学明汗颜 那林医生他人在哪里 莫不是没有来 开玩笑老大 他肯定一到就先钻手术室 哦那那我先去找林医生 向学明刚开口 林然直接说放心 能带的我都带了 这次一诊没问题 他激动地要落下眼泪来 林医生你这么照顾 哦 设备都调试得差不多 走我们门去门诊 林医生您也负责看门诊 当然每个医生一诊 都分配有做诊任务 此时的门诊室内 许多人都挤在那里 快看有个大师哥医生 咱们就找他看 傻姑娘肯定得找老的 医生是越老本事越大 年轻说不定都是绣花枕头 也是中看一般都不中用 也是下一秒的老主任面前 瞬间被包围 一挤不进去的大爷 看见没人关顾的林然 再想想地里的活还等看看 要不就在这没人的地检查 医生帮我看看 我就偶尔吃饭后肚子疼 也不知道咋回事 就这样也看不出来 得先做体格检查 疼的话一定要说出来 怎么会疼现在还没吃饭 是不可能疼的 任何的刺痛胀痛等 都要说出来 有疼痛感别忍着 只见他伸手来到胃的位置 你是用餐后两个小时疼对不对 不是吧 这你都能猜到 你还真有点本事 你是胃溃疡 我再给你开两个检查 去做确诊一下 虽然不严重 但应该采用技术手段干预 怎么可能我天天下地干活 身体好得很 怎么可能得大病 紧张劳累饮食不慎气候变化或烟酒 都有可能引发和加重胃溃 要多加注意 如果不好好治疗 胃溃疡一旦出血或穿孔 可能要切除胃部 另外也有转化成恶性肿瘤的风险 胃溃疡是有癌变的风险 但概率比较低 一般在3%以下 建议你去挂一个消化内科 消化内科在那边 你去确认一下 医生确认过了 现在是胃溃疡初期不严重 现在治不会得癌症 你可真厉害 抹两下就和用机器测出来的一样 该怎么称呼你 这是林医生 是这次一诊的负责人 妈爷那就难怪 乡亲们快来这边 这林医生是负责人他看得准些 哎呦看吧 刚才就说找诗医生看 那我们快去 趁现在还没人赶紧 下一刻换成林医生被挤包 一天下来巴寨香就传满了凌然的名字 一日的休息室内 我们巴寨香的村民有福气 辛苦林医生来咱巴寨香坐诊 我们不用那么客套 说吧有什么事 额还被林医生看穿了 你这样哈哈你这个 林医生听说您 和护士的骨关节 与运动医学中心的住院室认识 是这样有什么事 就是那个那个能不能给做个介绍 介绍介绍什么 就是区长夫人的滑膜炎犯了 就去了治疗最好的的护士 结果人生地不熟 虽说托关系挂专家号 经过考虑要是能请住院室看一下 就更好 客户数住院室早就不坐诊 事实这些我都明白 要是林医生能请住院室看一下 区长他们也能安心一点 区长其实非找住院室也没必要 一个膝关节的滑膜炎而已 谁都可以做 按说是这么说 如果我们按着飞刀的价格走如何 飞刀你要知道住院室的飞刀价格可不便宜 估计有勤价都要七八万 八万八万也没问题 行那我发个消息帮你问问 哦好太好了谢谢你 晚上给您弄条鱼来 我们乡的特色绝对好吃 数小时候的护士城区 他就是区长夫人曹璐 滑膜炎患者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住院室 来看一下自己能不能坐上来 结果曹璐还是在儿子的搀扶下才能上去 磁共振CTX光都拍了 你莫不是一直在做保守治疗 是的现在主要是太疼 快要生活不能自理 中医西医都已经试过 现在连走路吃药都没有用 加大剂量的同时副作用会更大 手术要想恢复年轻的状态不可能 可日常行走和自理还是可以 住院室如果您觉得应该做手术的话 那我就做 滑膜炎手术很简单 关节净做伤口小恢复的快 可是我有一个疑惑即是凌然推荐过来 为什么不找他做 他的技术可是比我好得多 此话一出 坐在当场的区长夫人瞬间不淡定 直接惊呼出口什么 哈哈这可是不开玩笑 还记得刘微诚之前是我的病人 手术方案确定后快也是凌然主刀 挨压千里迢迢这么远跑到上海 就是想找个做得好的医生 要不你们再了解了解 还是想让我来做的话我就做 如果有其他想法然后再聊 住院室您辛苦了 希望您可别多心 我妈病人还请您多担待 那没事理解理解 下一秒两人飞速逃离 儿子快点回去 赶紧回巴寨乡找那个更好的大夫 几天后向学明说区长大人来参观考察 赶紧快出来 向医生热情地招待着区长 欢迎欢迎 区长感谢您百忙之中来看望我们 林大神医我代表 乡亲以及乡政府感谢您 不用感谢我 一诊是我们云医每年都在做的事情 看来林医生觉悟非常高 据说林医生在运动医学方面是特别厉害 还曾给刘微诚做过手术 认确实是给刘微诚做过手术 我还听说还给梅老做过肝切除手术 凌然听后只是淡淡微笑并没有说话 区长瞬间瞄懂 我们的林医生 接下来可能还要麻烦到你 哪里哪里领导 提前把病人诊断病例送过来就行 看着区长离去的车子 听说区长夫人的滑膜炎很是严重 可能会用膝关节静坐 林医生可有把握 不论关的大小要求都是极高 切不能掉以轻心 这三个技能对一个膝关节滑膜炎 相当于坦克对原始人 不可能出现纰漏 先不说这事 让我先看看任务进程的如何 只是进度快 还是继续坐诊 林医生来了快帮我看 我先来的我也排好久 医生救命救命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我们的林大神医救命 快救命 大胳膊被砍一刀 但没有伤及到动脉 快救人要死人要死人了 别那么紧张 病人生命迹象平稳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伤口 于远找个心态平静的询问病史 其余家属都去外面等候 只见林大神医 已划开病人衣服 露出血红伤口 孩子他爹 你要坚持住 以后什么当官的来我都不和你呢 你一定要活过来 只是皮外伤不会死 准备青窗缝合 就这样缝上真的能行 他胳膊是绝对不能坏掉 伤处没坏死已经处理好 放心吧 肯定没事 你丈夫包扎一下就可以 阿姨跟我去办手续 这人不是我老公 我不去办等人好再说 孩子他亲爹 你千万不能过去 以后什么当官的来我都不和你呢 信息量有点多 看得我都有点头疼 大家看到没有 要死的人凌染两三下就给治好 神医这就是神医 于员去处理剩下的事情 还有你别再八卦和我去坐诊 又是救济世间的一天 就在凌染刚想坐下休息时 医员忽然晕倒大姐大姐 医生赶紧奔跑过去 怎么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心脏骤停快拿出颤椅 今天有点怪 全是突发事件 快让开快让开 除颤椅除颤椅 于员心肺复苏 周围其他人让让 释放下空间 于员直接进入状态 一二三一二三挺住挺住 快快快插管 开放气道 神医也是人肯定不能逆天 生死有命 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倒挺住兄弟 来余员换我来进行复苏 仅用一个人进行心脏复苏是不行 护士快过来 肾上腺素对两针 老大要不要换我来 不用除颤一二百胶 进行除颤 本不可能的事情 在凌染的手下成功了 那人在阎王殿走了一遭 终于被拉回来 我来个妈妈也死掉 都快二十分钟 又活过来 真是灵大神医争牛 起死回生堪比神医犯愁 这真是活神仙 村民们忽然跪拜在地 称呼凌染为活神仙 活神仙 几人凝视着场面 而是不是太过夸张 别再继续发呆 还不快去让乡亲们起来 别这样乡亲们 快起来快起来 这只是现代医学 林医生让你们都起来 就这样林神医的名声 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乡镇 已经硬家二十张床 现在真没法家 已经极限中的极限 今年的一枕差不多就到这 我们该回云医 向学明一听凌染要走 直接居一宫 林医生我代表分院 以及债乡的乡亲们 谢谢您大家都不会忘记您 哎呀像医生这是干什么 明年还会再来 一枕圆满结束 云华医院的车 走在美丽的夕阳之下 林然你们回来了 来来这边拍照 你怎么站得那么远林然 过来站这里 好这下位置对了 大家看这里茄子 大家在留念这次的 八债乡的一枕圆满结束 就在林然刚回到医院 一男人直接上前 林医生可算回来 林然不解对方是谁 就是我妈的滑膜炎 您在债乡 我们也不好去插乡亲们的队 毕竟我父亲 哦原来如此 你的父亲是区长 林医生您看既然回来 是不是能给我妈做手术 可以你母亲就明天第一个做 鸡都还没打鸣 这么早就手术 真的是凌晨三点做手术 能做好手术不能 家属放心这个点 医生的状态是最好 再说还是林医生 虽说是听好多林医生的传说 确实没遇到过这种 喜欢半夜做手术 林医生会不会用这个时间点 来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哎呀想着这些真好烦躁 儿子你现在在干什么 哎你怎么出来吗 你这什么情况 林医生说这是小手术 办麻就可以搞定 现在已经做好 而且我感觉还挺好 我的妈呀这才多久 还小手术 上午林医生查房时 林医生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说 再说几分钟就做好 选林医就是最正确选择 看这边人家国足运动员 还在这里等林医生做手术 我听说林医生的跟健修补术 全国第一 全球也是排在前三 刘维晨那么大的手术也没多久 看着系统上的提示 跟见修补术的话 全球排名第五 到不了前三 你看你说的话 做手术快点又如何 你们也俩究竟在签什么 赶快给林医生到款 二人意识到自己的预言错误 林医生对不起 而何这是这么个事情 两天后的新闻发布会 国足运动员说自己做手术 只用一小时15分钟 恢复静止用一天 而且各项指标也是正常 感谢刘维晨介绍云华医院 林然医生给我治疗 他非常专业优秀 且全球第三 不不是第三而是第五 那个全球第五医生 给我做这么好的手术 相关治疗细节 接下来由林医生 给大家做讲解 可是下面记者们 左等右等 也没有出现林医生的身影 林医生人咋不见 哎我忘告诉你 林医生说他不出席发布会 另一边的林然 正在悠闲地整理资料 大王叫我来寻山 快看电视林然 那个国足运动员 在感谢你 现在大师教我 做有趣的东坡肘子 马上送来奖励你 不是东坡肘子 能怎么有趣 黑黑保密五分钟后 你就知道 医院的上方一架 直升飞机驶来 田大小姐原来是您 田小姐好 不用接待我 你们都去忙你们自己试去 林然快过来 自己来打开看看 林然朝着田小姐走了过来 嗯看着还挺不错 单论颜色是有些有趣 莫不是你亲自下厨 有很小很小一部分 是大师操作 他叫我要大火 做好就送过来 温度刚刚好快尝尝 香气肆意真忍不住想吃 芥末喂的也不错 这奥利奥味 确实有趣挺好吃 那你把它全部吃掉 好好好我的田大小姐 可是手机却不合时宜的想起来 林医生求您个事 我大哥家女儿产后大出血 当地医院止不住您能不能 产后大出血不是应该找妇产科 可是止血方面 我更相信您 您大慈大悲林医生 您就死马当作活马医 去吧去吧救人要紧 止血的大专家这边 他是妇产科主任方平竹 车载有两三分钟就到 再稍加等待一回 大专家您看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 还是直接送到手术室 病人肚子里怀有小生命 不论是进行何种手术 需要保的不光是母亲 还有未出生的婴儿 产科有空出来的就送到妇产科 血液再多准备一些 一会我检查病人 方主任要告知家属 患者病情危急 有必要的话可能会做子宫切除 如果要做子宫切除的话 就要麻烦方主任你 快快把病人抬进去 病人出血量多少 病人阴道出血400毫升 凌然严肃地说说腹部探查 方医生点头默许 只见一只手吃力地按压肚皮之上 忽然一只手拿着手术刀出现在肚子上 病滑了下去 我去妇产科的医生和助产室直接猛逼 看不懂这操作 方医生再想弄不好会有医患纠纷 因为产科平时手术切了 病人肯定不愿意 尤其是滑这样一条长口子 林医生这么长的刀口 小心被人堵在办公室骂 患者要是能堵看办公室骂 那刀口就没有白切 获主任教的学生 先救命后医病 可现在环境和当时获主环境可不一样 可是凌然并没有兴趣回复她 只是嘱咐助产室加快抽吸 随后把手伸入腹中仔细检查 难不成发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迹 无数也寻找出血点 但是下一秒凌然忽然顿主 不愧是专家这么快就找到 她简单回复没有出血点 这什么批专家 病人正大出血 你说没有出血点 确定不是来搞笑 这么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法 若是无法摸到出血点 那就说明不是腹腔出血 凌然又该如何应对 经过检查外露器官也没有出血 方主任看着凌然锁 那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由于病人的情况 我认为是弥散性血管凝血导致的子宫内肾血 那不就是要切除子宫 一注给我可吸收线 此话一出方主任很是惊讶 要缝合腹腔内都还有这么多无血 你这是要缝哪里 B-Lynch缝合术 这一十种子宫专用的缝合术 可以有效的止血 并且保留子宫的生育能力 凌然虽并莫实践过 但以大师及缝合术的技巧 处理起来其实不难 能叫得出这个名字的医生 缝合肯定是不用质疑 就在林医生就要缝合时 一只手忽然摁住 林医生你确定现在可以将其缝合 病人已经有一个孩子 如果怀疑子宫出血 现在最安全的做法是切除子宫 用B-Lynch缝合和子宫切除是相同的 但缝合的育后更好 况且子宫摘除会让女生瞬间进入更年期 你们急诊科不是先保命在治病 你不确定内部的出血范围 有可能是在缝合的范围以外 B-Lynch缝合的效果不差一样能保命 虽然几率很低 现在出血量本来就大 如果B-Lynch缝合不能止血 我想再多出一两百毫升的血 也没什么区别 是啊同样身为女人将心比心 别说是一两百毫升 就是多留一干毫升 我也愿意为了保留子宫试一下 在产科这么多年 没人会把一个手术做成两个手术 没人想着让病人试一下 看来林医生有着我当年进医院时 那种最纯粹的初心 不不能被情怀带偏 现在可是性命关天的时候 林医生还不能确定是否子宫内失血 如果这样做有羊水拴涩的可能 所以B-Lynch缝合有误诊的风险 方主任林医生 又多出三百毫升 加快速度抽吸 暴露树野 看着二人争执不停 这都不知道到底听谁的 但是方主任确然向后退去 B柱看着方主任 退出则表示让出权力 也让出责任 他已经明白这场手术的主导者 凌然加速的缝合 一柱也在旁边默契的配合 腹腔内出血一千八百毫升 注意补业补精 是以输胶体液一千毫升 精体液两千毫升 血浆四百毫升 可以供体注射卡前列素 安丁三醇 有利于产后出血 方主任这一点提醒的真好 紧接着一系列的操作进到终点 缝合完成凌然开口 二人紧张地看着床上的女人 可是血止住没有 好像还有出血 凌然说再就观察一下 心里却在想出血量已经很小 如果再大出血 那切除子宫就是 出血受到控制 这已经是大好事 接下来久等羊水拴色的检查 就诊室的电话铃声很突兀的亮起 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 方主任结果出来 没有找到羊水拴色的证据 很好 现在就只看出血的控制情况 所有人都安静地围在床边等待 一柱惊呼出声出血已停止 几人瞬间松了一口气 确认无出血渗血 盆腔放引流管关附 接着凌然又是一顿操作 一个刀口完美的缝合柱 我先回急诊室 病人再有波动就来叫我 方主任那病人的用药医嘱就交给你 好我来处理 刚走出就诊室 系统就提示凌然任务完成 获得初级宝箱 老红一看林医生出来赶紧上前 林医生手术怎么样 手术顺利做完正在关附 术中失血较多 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生育能力 那是说我侄女是救活了是吧 多谢您多谢您林医生 两天后谢谢你老红 解了我们急诊科的燃眉之急 这SV800的呼吸机老早就想买 但一直没通过设备科的审核 呼吸机你们随便用 出问题找厂商就行 对了老货林医生人在哪里 嗯他正在查房 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工作先过去 呼吸科还真是大手比 这老红就是会做人 主任呼吸科最多的不就是呼吸机 区区两台而已 得了吧你小周 得了便宜还卖乖 林医生你们说的我都已照做 我现在恢复的如何 今天是手术的第五天 情况很稳定 你继续复健没问题 马彦林这段时间就在这指导复健 指标有一场第一时间通知我 那林医生你能每天都来补 只要我有时间就来 但如果忙不过来 好的好的我懂我懂 就在林医生上电梯时 和另一个电梯间的人擦肩而过 主治医生查房真是马虎 我家天红可是裹脚 说这话的正是李天红母亲张姐 妈你别再说了 人家林医生说没问题 什么没问题 刚才你还说今天右脚的拇指有点痛感 罢了还是找孟医生问问 孟医生你得看一看 天红右脚拇指有轻微刺痛感 只是轻微刺痛的话 可能是长神经等情况 怎么没让云医的医生看一看 你不知道云医这边拽得很 妈你别扯看一点细节不放 术后恢复能是细节 你以后还想不想踢球 马彦林此时看不下去说 我们的术后附件也是有标准流程 李天红先生是裹脚 用你们云医的标准流程恐怕不妥 玩独子被绕进套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的术后恢复也是符合病人的需求 你们用的是早期活动负重还是晚期 东科的孟医生难道是那个孟山 你难道认识我 是的孟医生 以前看过你的论文 云医采用的是早期活动负重 会根据李天红的职业做出的选择 估计你们都是按标准流程走 哈哈有意思标准流程 我们的标准流程是 针对运动员的最佳优化设计 二者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 附件流程跟什么医院什么中心无关 就根据件的长度都是有文献资料 你说的文献别人做不出区别 但我却做得出来 件数撕裂4厘米与撕裂6厘来 区别可是不一样 我说这么多你能不能听清 我听得懂我是云医急诊科 林治疗组的马彦林 关于撕裂伤的范围 更是与手术本身相关 对术后影响不大 且我还以为是骨科主任 合着是一个治疗组组员 张杰李天红先生的附件 还是适合来我们门医院做 要是有需要您随时找我 说不过就拿身份押人东科梦山 刚才的较量应该是我赢 我战胜了梦山 够我这个小医生吹几年 不也许可以吹一辈子 慢着现在我所知道的一切 如果不是跟看林医生学 有怎么可能做到 我得跟着林医生才行 老左别走快帮我 你说老我要是不回骨科 就一直跟着林医生的组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肯定不能说 说了骨科肯定就不能放人 这是明白看人才流失 主任是要丢脸的那怎么行 才跟着林医生一年多学的东西 都可以怒梦山 看来还是能跟多久算多久 林医生今天有两个 跟健修补术的患者 我想试一试 可是今天我手术比较多 可能没时间过去 你自己可不可以 相信我肯定可以 行代找左词典给你做一主 此时的手术内 正字啊进行微创手术 对普通病人来讲 注意林跟腱修补术并无必要 用微创方式缝合跟腱就够 现在重新定茧断裂跟腱 就下来就是从腱周膜与 近端跟腱内插入 给我组织前 左医生你用纱布清洁外周 林医生你怎么过来 不是有很多其他手术要忙吗 我就是来看一眼 你不用在意继续做你自己的事 马彦林深吸一口气后 放松心情一定不可以出错 调整到位导针缝线 紧张的马彦林终于缝合完成 对了马彦林你继续接手 刚刚又有需要做跟腱修补的患者送来 今天有多一个 不是两个 怎么像过年一样 一天四个跟腱断裂 都是从月东来求医 有问题在找我 月东难道是东科的月东 也许是巧合 不说那么多还是先去看病人再说 你就是凌然凌医生 我们门要做注意林跟腱修补术赶紧安排 刚走进门的马彦林开口 我不是凌医生 你们应该不是专业运动员 不用注意林跟腱修补术 其他术士就可以 说什么废话 不是林医生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只做注意林跟腱修补术 听不懂就找院长来 先撤万不可和病人争执 这时的马彦林嘟着苦瓜脸来找林医王 后面送来的跟腱断裂病人 都要求做注意林跟腱修补术 而两人都是运动员 问题就在这里 不仅不是运动员 更是半百的老头子 既然不是运动员 没太大必要做开放性的跟腱修补术 那病人年纪 一位年纪48 另一位年纪52 此话一出凌然刚喝尽嘴的水 被刺激的直接吐出来 那做开放性跟腱修补术的理由是什么 是他们坚持要做 还说明不做微创手术 其中一个病人说认识记者 如果不肯做就曝光 可笑曝光什么 说曝光我们不尊重患者的意愿 可是他们二人都是越东介绍过来 说不定是谁教他们说话 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 不是我怎么没听懂林医生的话 不管背后有没有其他人参与 医生尊重病人的意愿的确要优先考虑 一旁的老左开口 可是林医生万一真有什么阴谋 这有什么好怕 我的手术又不会失败 再去确认一下他们真要做 我马上给他们做 手术开始了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林然神色添了几分认真 普通人的跟腱状态和运动员相比有些不同 但是做起来却更加酣畅 这时一名医生进了手术室来找林然 林然闻声抬头问她有什么事 那名医生表示又有两个慕名而来的月省的病人 林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问她几个人 男人语气不太美丽 又是两名 林然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让她照常收治就行 搞不定找吕文斌和于原 这件事连着持续了几天 于原默默表示累死了 她一脸控诉地看向林然 不能来什么病人做什么手术就给做呀 跟见修补术做的自己都想吐了 林然闻言笑了笑 叮嘱她回去好好休息一晚 这时左辞点跑了过来 月东又送病人来了 这次是个73岁的肝癌病人 高血压糖尿病 久经性脂肪肝 于原怒了 月东那边都过分了呀 林然表情没什么变化 静止朝着病房的方向走去 肝癌自己也一样切 一到病房便看到满屋的人 守着床上的病人 左辞点在林然耳边小声嘱咐 病人名叫七育全 要么有钱要么有钱 林医生有啥说啥 但是得收着点 床上的七育全看林然有些年轻 不入声色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林医生看着真年轻 听说是做肝这边最好的 做过多少次肝癌手术了 左辞点立马笑嘻嘻地介绍起来 林医生已经做了超过500例了 在云医都是顶尖的水准 七育全文言放心地躺了下来 我是比普通人有钱些 但得的病却不是拿钱能治好的 所以还要请您多费心 左辞点冷哼一声 他一个私立医院把金主往自己这边推 只可能是纯粹地坑了 想到这的他拉住了林然 你之前不是不爱做癌症吗 而且这人年龄大基础病也多 要不别收了 我去解释 林然笑了 正因为这样自己才想做这个手术 肝癌手术近年生存率低 复发率也高 但是这个病人的状况 应该会有理想的效果 所以这个病人自己收下了 回到办公室后 他让系统模拟出七育全的身体 很快自己面前便出现了一个虚拟的身体 每次他看到这个都觉得很特别 接着一把虚拟手术刀出现在他手上 他观察着病造形态 直径小于5厘米 就形态来说是情况比较好的小肝癌 但是癌细胞早期侵犯门静脉的 病人中了 侵犯周围肝组织和出现胃心灶的病人都中了 综合来说 他是患者中最倒霉的1% 再加上年龄和基础病 不说别的 就是想切干净肝组织顺利下手术台都困难 林然抬头看了眼 倒计时有些惊讶 光是抛出癌症的大致范围就花了5分钟 他闭了闭眼让系统先关闭虚拟人 他拿起一旁的病人检查资料 在私立医院做得很全面 病人情况确实复杂 这让他不禁怀疑东科 或许真想用这病人来谋划什么 不是他吹牛 就病人本身而言 还真很难找到比自己更合适的医生 而病人此刻最需要的是 尽可能切干净被癌细胞侵染的组织 并且少切组织 这两点如果没有虚拟人自己只有把握做到优秀 有了虚拟人 自己应该能做到顶尖 他再次让系统模拟出个七育拳 一场手术有条不紊的开展了 沉浸在手术里的他说了声抽吸 系统竟真的配合他做了抽吸 林然对此可是十分惊喜 他在问系统有没有显微镜等检查病理的设备没 接着一台虚拟的显微镜真的出现在他眼前 林然拿起再拨片对此十分满意 他将病理切片放在再拨片上 现在得寻找癌细胞以及他组织的边界 如果显微镜里边界清晰 那说明癌变组织已经被切干净了 病人的肝癌是早中期的水平 但是他的健康程度却是晚期 所以手术方案不能轻易制定 不过有了虚拟人 就可以随意切出来确定癌变组织的边界 这可就准确多了 突然他面色一喜 竟是边界找到了 也就是说可以给病人做手术了 他转头就给左磁点打去了电话 让他给七玉全做术前准备 左磁点惊呆了 真的要给他做手术吗 林然像是十分有把握 让他向病人和家属说明 手术方案是最有利于该病人的 左磁点文言只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而林然决定手术的消息也立马传到了孟山 孟山对此也是早有预料 毕竟他这样的年轻人一点刺激都受不了 秘书伸手扶了扶眼睛 这还是云医急诊中心和肝胆外科 一起搞的观摩手术 邀请了一些昌西肝胆外科的专家 孟山冷哼一声不慎在意 肝胆外科科这块昌西省不强 现在林然一军突起 居然把他们省的资源吃透了 他问秘书是现场观摩还是网上看 秘书表示符合资质的医疗机构就可以接入信号 我们可以看 文言他让秘书把时间腾出来自己要看 他坚信不可能有人能做七玉全的肝癌切除 自己可是研究了三遍 还请了专家会诊 下了不可手术的结论才有他去云医的 想到这的他一脸坏笑 林然这一局你们拿什么赢 第二天数前准备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门外的贺远征内心有些愤恨 再这样下去自己这个肝胆外科主任 就要变成胆外科主任了 霍主任见此问他发什么呆 贺远征赶紧找借口反问他给这种病人手术 他真的不担心吗 霍主任转身看向他 要是不担心自己就不来了 但是既然要做了 就大方点搞个观摩手术 这时凌然来了 看了众人一眼表示开始手术 手术刀飞快地划开了七玉拳的皮肤 进手术室前 凌然又用虚拟人确定了病人 癌细胞的最新浸润范围 时间不能耽误 现在是在跟癌细胞的快速扩张能力比赛 他让助手将刀口拉开点 先做肝门解剖 余缘文言立马用力拉开了一些 一条条命令清晰地下达着 门外的医生们眼都不眨地观察 手术即将到关键时刻 凌然让众人休息15秒钟 然后在集中精神处理左静脉 众人文言更加提起了精神 这时老大第一次让术中休息 这台手术是硬仗啊 肝左静脉与下腔静脉的距离非常近 一个不好就要出事 凌然开口继续手术 今天采用的是纯形切干法 凌然的手稳地仿佛一台精力的机器 终于到了闭合肝断面了 一名医生甚至直接贴在了玻璃上伸长脖子看 看着凌然切了那么短 众人展开了讨论 一个表示只能切这么多了 再多病人就受不了 另一个则觉得病人不耐受就不要做了 最后复发会要命的 他们的讨论丝毫没影响到手术室里的人 凌然让助手将组织送到病理科 确定癌细胞边界 手术室完观膜的医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只切这么点吗 凌然表示尽可能小点有利于恢复 那人继续问着 但是这样切不干净吗 一向严谨的凌然表示 还是等送检结果再看 另一名医生问她 如果检查结果显示没切干净怎么办 凌然回答那就再切一点 如果依然没切干净呢 凌然说真是那样的话 就多切一些结束手术 那名医生还是觉得不可行 这手术可没有那么长时间等待送检结果 或主任对她的想法十分赞同 肝脏缺血得控制在一个小时内才算正常 而三次检验报告就得一小时 与此同时孟山也在看这场手术 凌然既想尽可能少切除组织器官 又想尽可能切干净 因为患者同样不耐受化疗 凌医生是真敢想啊 做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做医生更是这个道理 这样的患者连美国的医生都不敢做着手术 这时视频里再次传来声音 送检结果边界不清晰 得到满意答案的孟山直接笑出了声 凌然文言没太大表情 仿佛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那再这么切一点应该没问题了 这时外面的医生开始建议慎重重些她多切点 二次送检就别了 然而凌然刚才是想卡边缘 石操却不自觉下刀保守了点 以后照着虚拟让成功时的切就行了 很快凌然就切下了一块组织 她让助手再次拿去送检 门外的医生们还在劝她再多切一点 凌然并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让助手快去 孟山见词吐槽她还是太年轻了 她伸手扶了扶眼镜 要是自己的话 现在就多切两厘米 然后缝合官复 免得把自己的症给丢了 第二次送检结果边缘清晰 就算她运气好 要是不清晰肯定得做第三遍 可七玉权可等不到结果 只能官复等消息 她笑得一脸阴险 这不就是给自己找事情吗 七玉权的儿女和她家的律师团队 可没一个是省油的灯 很快手术室里再次传来声音 孟山凑近屏幕期待起来 这出好戏的第二幕就要来了 王家接完电话 令人惊喜的消息 边缘清晰 孟山大跌眼镜 这是怎么回事 她真走狗屎运了 手术室外的一众医生惊呆了 这运气也太好了 这真的是运气吗 切那么短 也许是从病理上看出来的 霍主任提着的心终于落下 手术成功了 祥院士也关注着这台手术 这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还是有些弄险了 术中宋简自己以前也试过 当时完全行不通 而凌然不是个喜欢冒险的人 看来她是研究出方法来了 她叫来小郭 让她去把凌然请过来做个讲座 就讲刚才的这台手术 而此刻手术室里也已缝合完毕 于原连忙叫住了凌然离开的身影 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刚才切得那么薄 是因为判读了癌细胞的侵入程度吗 这是怎么判断的 凌然转头看向她 如果自己告诉她 是用虚拟人做了模拟手术 估计她也不信吧 凌然打起哈哈 自己就是感觉差不多能切掉吧 手感很好 于原被她的迷惑发言整猛了 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这种词啊 凌然看着她的样子 默默加了句估计的 就像是估算一样 于原皱了皱眉 也就是说今天的手术是不能重复的 凌然摸了摸下巴 确实比较难重复 毕竟这病人也是特殊案例 而且现在虚拟人使用时间不多了 于原失落地叹了口气 看来论文是没戏了 凌然笑着拍了拍她的肩 但是病人被救活了呀 她接下来几年的生活质量也有了保证 我们无法治愈癌症 但是给高龄患者做手术降低了复发率 对他们来说也是治愈了 想通了的于原看着凌然笑着点了点头 门外的患者家属看到左辞点立马上前问情况 左辞点笑着告诉她手术成功的好消息 但是需要在ICU里观察三天 能挺过去问题就不大 男人并不想听这些场面话 只问她到底是好转还是恶化 主要是做预防 等从ICU出来每三个月做个复查 没问题就能正常生活了 说完左辞点便要离开 让她去ICU那边 等她走后 男人忍不住给一个徐医生打去了电话 那人在听到主刀是凌然是惊呆了 他立马表示等着自己飞云华看看 这名徐医生是京城最吃香的肝胆科成员之一 经常出现在各种刊物中 此刻他正后继准备飞云华 好巧不巧的 坐他旁边的小郭也是要去找凌然的 两人下车后也是立马打车去云华医院 两人同时到达医院 感觉停桥也没多想 当两人出现在同一电梯口时 两人惊呆了 徐医生回过未来 这人估计也是找林医生的 小郭美好脸色的看着他 都是京城来的还都找林医生 是来抢生意的吗 两人谁也没理谁 禁止走进电梯 凌然一出门便看到了 守在自己门口的两人 两人在看到凌然出来时 立马扬起笑脸打招呼 凌然直接被这两人的热情整猛了 小郭看了一眼旁边的男人 像土匪一样谈合作 自己可丢不起老师的脸 让这土鳖自己先说好了 徐医生直接挤开了小郭自我介绍起来 林医生你好 我是京华六院的徐稳 凌然礼貌地跟他打了声招呼 徐稳直接说明了来意 自己想跟他学肝切除手术 凌然表示现在没空 小郭见此暗暗心惊 这土鳖这么直接 林医生也是真就一点面子不给啊 徐稳还在争取 表示自己不需要云医的编制 只要能跟着学习 凌然依然拒绝了 她转头看了眼身后的两人 抱歉我今天很忙 先走了 小郭一脸幸灾乐祸地看向徐稳 第一见见面就想学人家的绝活 这不开玩笑呢吗 凌然也一刻都没休息 先去ICU查了房 接着继续做了台手术 最后再帮三个助手做术后总结 很快一天变过去了 凌然得以空闲下来 她回到办公室发现徐稳居然还在等着 徐稳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问她什么要求 才能同意自己跟她学习 凌然问她是想学七育全那台手术吧 徐稳立马点点头 表示真的很震撼 凌然直接了当地告诉她她学不会 徐稳尴尬地表示自己学东西一向很快 凌然十分无奈 总不能告诉她是因为她没有虚拟人吧 徐稳见此路不通赶紧更换策略 那您计划让七育全多久出院呢 凌然耐心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明天可以转普通病房 顺利的话一周左右可以出院 徐稳文言表示到时候再说 一周后七育全出院了 徐稳再次来了 她心想既然林医生不愿教自己 那就换成方案B吧 等她再来到凌然门口得到时候 小郭居然也在 她整个表情都不好了 这哥们怎么还没走 凌然一出来便有看到了这俩人 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事吗 徐稳立马用自己的B计划 林医生能不能来金华六院做几台手术 做一下知道 小郭怒了 这土鳖居然直接腰飞刀 林医生答应了那不就耽误老师的事了吗 她心中做出决断 不能再顾及什么面子了 她立马挤开一边的徐稳 林医生要是愿意来京城的话 我们科最近也准备做个肝移植 您可以进团队试试手 凌然看着面前的两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她微微惊讶 系统好像有了变化 细提示任务完成 为三百名患者解除病痛 奖励终极宝箱 打开宝箱里面净视分支技能 完美及克里斯骨折复卫 急诊差不多每天都能见到克里斯骨折的病人 以前不擅长 所以常常转诊给了骨科 现在可以接手了 得去找护士安排起来 想着凌然便抬脚就要离开 忽然她意识到旁边还在等待的两人 告诉他们去找佐词点 这些是她安排的 两人一到佐词点 这看到的便是满屋子的人 他俩惊呆了 这还有一堆抢生意的呀 徐稳迅速上前挤开众人 都别嚷嚷了 这是医院又不是菜市场 谁比我早我都来了一个礼拜了 她上前扶住佐词点的肩膀 既然目的一样 那咱们就排个时间 我们精华六院最早就排第一个 其他人见此吐槽起来 这人谁呀 一来就打价格战 也有人开始计算成本了 另一个男人也开口了 我这里一台九千 我排第二 很快众人便自发排起了顺序 佐词点心想 最近林医生爆肝手术 床位很快就撑不住了 可以安排一些飞刀 他抬眼看向众人 既然都没有意义的话 就这么安排 你们可以交个表给我 徐稳立马自告奋勇 表示信息和表交给他 而越东的东科医院门口 竟有人在武师 而武师的调幅内容 让人大吃一惊 只见上面写着 东科医院吃人医院 黑心医生还我救命钱 八卦的路人 见此瞬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就在这时一个人 拿起喇叭大喊 大家别来这家医院看病 专坑老百姓的 我给你们仔细说说 办公室里的孟山 听着外面的动静十分无语 现在的一闹都开始 请武师对了呀 他看着手机上的热搜黑了脸 这又是网上造谣 又是武师赌门的 看来他们要的 不是十万八万的小钱 孟山叫来助理问查 倒是谁搞的事没 助理表示还在查 他叹了口气拿起电话 看来这事还是得找院长了 院长也知道了现在的情况 问他具体是怎么回事 孟山表示是小事 一个小孩一似感冒 接诊医生做了基本检查 开了化验和影像家长 贤贵没有权做 后来输了两天 也严重了 是病毒性心肌炎 他不自然地扯了扯领带 继续说 重新调整了方案 现在已经痊愈了 院长气得让他说重点 一共花了82万 对方很不满意 院长问他是点名 让他出面的吧 孟山连忙表示没有 他有些疑惑 不是该搞当班医生吗 难道是要搞我 院长怒了 这个武士队是七家所在的商会请的 你这都没查出来吗 孟山文言慌了 自己当时就给了他们一个建议 再说了七玉全 不是已经治好了吗 院长不想再听他瞎扯 这件事让他自己去解决 孟山心想完蛋了 也许只有凌然能帮自己说说情了 听说他去京城了 孟山当即决定前往京城 而此刻的京城 那群医生们已经完全折服在 凌然高超的技术下 而凌然为了今天的手术 耗费了25分17秒的虚拟人 他用了几次虚拟人后 一次比一次熟练了 每次使用的时间都可以比上次减少一半 可是自己再怎么减少 总时常还是在不断减少 也终有用时耗尽的一刻 这时系统发布任务 为100名患者解除疼痛可或虚拟人2小时 300名则是终极宝箱 两个任务任选其一 凌然看着两个任务 从长远发展来说 任务2的潜力更大 但自己不喜欢赌概率 要十拿九稳的 凌然伸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任务1 凌云从手术示意出来 一群医生变围了上去 他们忍不住夸赞起来 凌医生手术做得太好了 凌然谦虚地道谢 院长上前握住他的手 当时小徐要请你过来 我还有些顾虑 现在看完全是多虑啊 凌医生投身这个项目多久了 凌然笑了笑 表示刚刚开始 院长立马说 我们六院可以帮您来推广这个项目 凌然文言认真思考起来 一种手术方案要想让所有人都用 真的是需要推广 但是京华六院在京城完全排不上号 想要闯出辐射全国概率基本为零 论面积和人口 云医的辐射面可能还更强一些 而最重要的是虚拟人的时间有限 手术无法持续性开展 凌然笑着婉拒了 表示自己也是刚刚接触 还没到推广的阶段 院长还在积极争取 那也可以先搞论证 六院负责病人 您从这抽几个人也行 带自己的团队也行 凌然表示先暂停两天 自己想先做点别的 院长问她想做什么 急诊的轻疮 克里斯骨折或者按摩都可以 院长有些不解了 这算什么要求 全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了 凌然美滋滋的想的 却是反正是治愈一百人 在哪做都一样 徐文以为她是想去玩几天 表示自己跟急诊科主任说一声就行 凌然保证不会让他们急诊科难做的 自己这边三天就可以 院长最终答应下来 让徐文去安排 而凌然此刻又有个想法需要验证 得赶紧完成任务 拿到虚拟人的叙事了 另一边刚下飞机的孟山 想了一个通宵 也没想出来 怎么才能说动凌然帮自己 她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不敢如何凌然总比七家好说动 再不计就送她一辆车 毕竟她一个开解 打得应该很好满足 孟山伸手系上了安全带 这时孟山看着手机上 凌然在金华六院 开了一粒飞刀后 就停了的热搜 她勾了勾嘴角 这是出事故了吗 那这回可就轻松了 操作空间大了很多呀 说不定送车的钱都省了 孟山忍不住笑出了声 不过保险起见 还是想办法看看那个病人的情况 与此同时的六院人员拥挤 医生们争先恐后的填表 护士忍不住提醒大家保持秩序 凌然的手术患者是没有限制参观的 孟山惊呆了 除了医疗事故还要组织人参观吗 自己要看个究竟 原来他们是要看 林医生的手术视频 孟山简直要吐血了 凌然又是大成功 那他搞什么神秘停手术 医生们还在感叹肝癌手术做到这一步 技术上真是没什么可挑剔的 另一个附和他 林切除这一系列的手术处理都很有讲究 相当值得推广 孟山惊呆了 手法都有专业名称了吗 好大的口气 而且凌然有没在着 你们用得着这么舔他吗 忽然他意识到了什么睁大了眼 孟山心中暗道不妙 现在这么多人舔 他谁长船高 那求他办事的成本就要高了 他拿出了手机 自己就不信写 他的手术肯定有没被人发现的漏洞 录下来 好好研究研究 这是一名护士来贴上一张细则 林医生的下一场手术时间确定了 就在明天早上六点 孟山见此便决定看个现场吧 万一能逮个现行就更好了 第二天一早手术前 凌然打算再模拟一次 不久后助手来提醒他六点了 凌然便收起了虚拟人 手术台上 凌然他们默契操作着零切除 门外观摩的医生们嘖嘖称奇 亲眼看更加震撼 孟山忍不住骂骂咧咧 居然毫无纰漏 不多时手术便成功完成了 徐文忍不住夸奖 不仅顺利而且速度又比上一台快了 这时院长也过来了 表示接下来有为他举行的研讨会 放在几点合适 徐文言想给凌然争取些休息的时间 凌然白白手表示直接开始就好 院长文言立马让护士通知外院医生到会议室 很快医生们陆续进了会议室 凌然到达会议室后没有废话 就着刚才的手术直接开讲 众人文言瞬间感觉醍醐灌顶 角落里的孟山更气了 凌然的舔狗又增加了 很快讲解便接近了尾声 台下瞬间掌声雷动 为凌然高超的技术而鼓掌 孟山之不能再等下去了 不然凌然的语气得继续狂飙上去了 他捏紧了手里那张20万的卡 这时田七进来了 邀请众人一步隔壁餐厅就餐 孟山看清来人默默将银行卡塞了回去 问他是云丽的销售吗 田七微微一笑 不算是吧 自己就是简单的为林医生做点事 孟山坐在餐厅里看着盘里精美的餐食 这不是那入门集就得1.18万1千克的 西伯利亚寻七年生的鱼子酱吗 光是这些鱼子酱就比自己那张卡贵了 更别说这里其他的了 这时田七再次出现 提醒孟山别发呆吃好喝好 孟山此刻汗流加倍 这出手还是简单的做点事 那认真起来还得了 晚上走在路上的孟山有些懊恼 自己不该怂的 送礼有什么丢人的 明天说什么都得把卡送出去 于是几天过去后 他依然没把卡送出去 孟山简直要气死了 这几天别说道歉送礼了 自己连接触他的机会都没 身边一直都是一堆人 而且不是在准备手术 就是在做手术 这家伙不睡觉的吗 孟山简直那了闷了 孟山心累的躺在床上 可是自己的睡觉啊 他觉得好累好想放弃 然而一想到七家他又坐了起来 自己不能放弃 只能坚持 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就赶到了医院 今天说什么也得把卡送出去 这时他余光撇到一个人有些眼熟 看着他跟自己同一楼层下电梯 心中有了大胆的猜想 他不会也是来找凌然的吧 住院士一到就打起了招呼 王院长好久不见 我们林医生承蒙照顾啊 我正好过来开会就过来看看 王院长也谦虚地笑着 助老言中了 是凌然照顾我们才对 后面的孟山惊呆了 果然是找凌然的 不过他刚才说的 我们林医生是什么意思 难道凌然的身价又水涨船高了 住院士伸手拍了拍凌然的肩膀 问他今天还做肝癌手术吗 凌然表示今天已经做了两例了 住院士眼里充满了赞许 也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他想邀请几个朋友过来 一起看下午的手术 王院长立马答应下来 不知住院士准备邀请几位专家参观 自己这边好提前安排 住院士表示是地质研究所的度院士 体检查出原发性肝癌 但是不想做手术 凌然有些疑惑 直接让病人看手术合适吗 住院士闻眼只是笑了笑 等下午见了他你就知道了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 一个男人直接问凌然是哪一个 听到动静的凌然出声表示自己就是 男人一旁的住院士笑着介绍 这就是地质研究所的度院士 度院士没有废话 直接问凌然自己的肝癌 如果让他开刀 自己能活几年 凌然表示原发性肝癌 无转移的话再多活四五年 住院士在一旁疯狂咳嗽 暗示他话说得太满 凌然却不为所动 度院士满意地笑了 果然是不一样的医生 他再问出了一个问题 听说凌然开展了一个特殊的肝癌手术项目 为自己做手术 对他的项目有帮助吗 他笑得一脸和蔼 表示自己没别的意思 只是希望能发挥点余热 对医学发展有贡献 死了也不算浪费 住院士也明白了 他提出要看手术不是不放心 而是想的这个呀 而一众医护感动的热泪盈眶 老一辈同志的觉悟真是太高了 凌然文言笑了笑 直言你活下来对项目会有帮助 住院士便开口让凌然去准备 自己则带老度去参观室等他 而此刻的手术室里 田七在校对设备 凌然看到屋里的人有些惊讶 王院长表示 是为了让渡院士方便看手术 直接安排更新设备 田七一边记录一边回答凌然的疑问 只有我们公司能最快处理这项业务 现在是在对接手术室的视频系统 林医生需不需要介绍 凌然文言有些好奇 他去做医药代表了吗 田七文言微微一笑 自己只是买了家医药公司 设备调试完成 田七一脸笑意地告诉凌然 可以放心使用手术室了 凌然也笑着点了点头回应他 手术室外的住院士提醒 杜院士手术开始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自己 而一旁孟山也设法混了进来 手术的整个过程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一旁的门外和杜院士问 杜院士手术顺利吗 住院士笑着表示 当然杜院士文言有些疑惑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住院士傲娇地表示 主刀顺不顺利 那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时住院士开口提醒老杜手术要结束了 手术室内凌然松了口气 让他们缝合 杜院士再也忍不住通过话筒问凌然手术成功吗 凌然点点头表示很成功 杜院士问他认为这个病人还能活多久 凌然淡定的回答应该会超过十年 杜院士叹了口气 自己其实也不在乎这五年十年的 就是希望能多活两年把手里的项目做完 这样就此生无憾了 凌然表示自己的病人手术后 不被相同的癌症杀死 十年很高的概率 杜院士文言激动起来 决定让凌然给自己做这个手术 晚上金华六院的特需楼灯火通明 两名护士正在收拾一个病床 王院长叮嘱他们两个杜院徒是国家栋梁 能把手术定在我院士大家的荣誉 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拿出最高水平 两名护士立马表示院长放心 带杜院士住院后 他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 做手术选了这么个小医院有些担心 甚至不想让他做 一旁的王院长叹了口气 自己这里的最高配置 在别人眼里依旧不够格 真的是很失败啊 凌然这时来提醒杜院士该休息了 一旁他的学生对此有些不满 杜院士笑了笑 让学生们都回去 林医生要给自己做检查了 闻言那些学生才陆续起身离开了 待人们都离开后 凌然让系统把虚拟人更新为杜院士 很快杜院士的虚拟人便出现在他眼前 门静脉受到癌细胞侵染 合并有脂肪肝 肝硬化和高血压 躺在床上的杜院士 看着凌然面向自己闭起眼 手掌还朝着自己张开 默默表示林医生的检查真特别 一旁的王院长表示自己看不懂 但大受震撼 凌然并没有发现两人的异样 她发现杜院士还有胃溃疡和肠炎 心脏部分的冠状动脉硬化也比较严重 大致清楚的凌然让系统把虚拟人收了 杜院士见凌然睁开了眼 便问她是不是检查完了 结果如何 凌然笑着表示没问题 叮嘱她好好休息 王院长说有些医生想来探明天的手术 冯志祥也会来 你是想做示范手术还是封闭手术室 凌然对此不甚在意 做示范手术也可以 王院长文言表示自己去安排 第二天医众医生早早地坐在了电脑前 凌然也深知今天和以往不同 药品参数不是随便搞搞看就行的 一旁的医生提醒助理再检查一遍手术用品 凌然则站在手术台前闭着眼睛 独自演练手术过程 助理见此以为她是在练习什么乐器 旁边经验丰富的医生解释 那是在脑海中模拟手术场景 很多医生都这样 徐稳这时来提醒凌然一切准备就绪了 凌然认真的看着众人 今天手术的风险点在于病人的门静脉受到侵染 加上病人高龄 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做完手术 尽可能少输血 王院长立马表示林医生希望少输血 但我院的血液准备充足 以防万一嘛 杜院长卓有声望 我们更希望他可以重回岗位 冯志祥院士文言没理他 只是低头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林燃启用了所有能用到的 大师级和完美级的技能 手术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 他提醒徐稳注意一下出血 徐稳这时提醒他没有肾血点了 林燃表示没有出血可以继续了 冯院士点了点头 林切除比在网上那次更加纯熟了 祝院士也松了口气 看来手术相当顺利 哪知这时检测一气忽然响起急促的滴滴声 众人惊地站了起来 左磁点一脸凝重 血压忽然升高了 林燃有些惊讶 他抬手让所有人都先停下 这时变故再次出现 一处镜忽然飙射出鲜血 徐稳按道不妙 血管居然破了 肝脏手术最怕血管破裂了 得赶紧堵住 林燃抬手阻止了徐稳的动作 示意他先不要动 他闭眼沉思起来 明明使用模拟人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血压怎么会升高呢 血管又为什么会破裂 找不到原因的林燃低头仔细观察起来 祝院士死死地盯着里面 林燃居然有五六秒钟没有动 王燕长吓得满头冷汗 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 这时林燃好像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抬头让徐稳先抽吸 把喷出的血液清理掉 林燃伸手指向了一处 这里的血管酥脆了 加上被癌细胞侵蚀 之前有其他组织压迫着没事 现在失去了压迫 血就喷出来了 徐稳简直要惊掉了下巴 血管居然都酥掉了 他一脸崇拜地看向林燃 所以你那时候就知道原因了吗 林燃表示当时只是推断 抽吸之后就确认了 他看着徐稳说酥掉了也没关系 缝合好一样可以用 只是缝合的难度比较大 数后用药也得注意 先缝酥掉的血管 林燃拿着止血前开始缝合血管 很快血压开始逐渐降低 失血也停了 一共输了880毫升血 林燃文言表示有些超出预期 但是没关系 王院长不自然地摸了摸后脑勺 全靠林医生临危决断了 祝院士笑着松了口气 这种意外要是换了其他医生 病人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了 冯院士拿过话筒问林燃 剪下来的血管残片 没用的话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 大家都比较好奇 林燃文言让他们派一个人进来取 王院长笑着招呼大家一起来看看 很快助理便将血管残片拿了出来 冯院士给护士要来一个镊子 他先加了几下试试镊子的手感 然后轻轻加起了血管碎片 冯院士暗暗心惊 这酥的比想象中更加糟糕 旁边的几名医生问他这到底什么情况 一名医生已经跃跃欲试了 您不说我们可就自己上手试了呀 哪知他刚加住那血管竟直接碎了 他简直惊呆了 这是什么鬼血管 祝院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桃苏血管 那名医生暗暗佩服 果然精英医生的手上功夫 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众人又开始观摩起手术 此时也到了关键时刻 切除癌变组织 凌然切下一块癌变组织 让助理送去病理科检验 凌然不仅擅长其岗位所在的急诊 对肝胆外科的技术也擅长得他糊涂 京城应该是没哪位医生技术能有他这水平了 今天的肝脏随检 是非常真有创造性的临床技术开发 结果是不是和上次一样 冯院士可谓十分期待 很快检验科那边便传来消息 边缘清晰 众医生惊呆了 这技术真的没话说 在高龄高危病人这一块 林医生应该在全国都是最前面了 术中随检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王院长心想要完全复制这种手术 技术难度太高了 其他人也是意犹未尽 连忙问凌然还有几台手术 自己还要跟着观摩 凌然一出门 度院士的学生们便一脸担忧地围了上来 凌然笑着表示手术非常顺利 但是度院士身体弱 需要在ICU待两天 如果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几人听到这好消息瞬间激动了起来 这时一名女人过来 问她们是不是请来了什么高级专家 说着竟直接朝她们跪了下去 求她们让专家也给自己的老公看看 凌然见此问一旁的王院长 这家病人得了什么病 王院长低头想了想 是胆囊癌晚期 有肝转移 逢院士文言表示自己也经常做 正好大家都在 问凌然要不要一起研究研究 凌然文十分期待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住院士倾咳一声 表示自己也一起 王院长期待地问凤院士 要不要拿走这台手术 凤院士笑着表示没必要 手术就在京华六院做 王院长立马开心地表示没问题 自己马上就去准备会诊室 几个小时后 院长带领众人来到了会诊室 凌然拿起病历和片子认真的看了起来 混入其中的孟山愤愤不平 凌然现在不仅和两位大佬平起平坐 居然还成了全国前列的高级专家 他不由怀疑自己的卡还送得出手吗 这时住院士也发现了他 他看了孟山一眼 这是专家会诊室 无关人员赶紧出去 孟山见被发现了立马溜了 住院士见此提醒王院长要注意安保啊 王院长立马点头哈腰地表示 接下来一定小心 这时住院士接到电话 老杜居然醒了 还要跟凌然说话 住院士开心地将手机递给了凌然 凌然顺势接过电话放在了耳边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虚弱 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杜院士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点 活到凌然评选工程院院士的时候 自己一定要去给他投一票 两名大佬文言惊呆了 这老伙计是真敢想啊 冯院士欣慰地表示 这也许就是我们做医生的意义吧 冯院士拉回话题 他问凌然如果他是主刀 准备怎么分配任务 凌然思考起来 自己做主刀的话 会注意根据助手的能力 来做适当的分配 而现在的他对于胆囊癌的经验相对匮乏 凌然抬头看着冯院士 如果由自己来分配 我应该会让自己先看书 冯院士笑呵呵地看着他 你应该没做过胆囊癌的手术吧 跟着我做一注吗 凌然表示自己切过127例胆囊 冯院士拿出一本书让他看看 注意看看胆囊癌手术的分期 多看看图片 一会手术有个对照 王院长见此尴尬地笑笑 林医生现在看书还来得及吗 冯院士笑了 你当他是新手啊 王院长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质疑专家是我的问题 冯院士转身先进手术室了 让凌然早点来 不多是凌然便收拾好抱着书进来了 冯院士转身看去有些诧异 这么快就看完了 凌然表示没有 他将书递给一名护士 请他帮忙拿下书 一会让他翻页他就翻页 护士一脸开心地举着书 表示乐意之志 冯院士有些无奈但也没说什么 既然人齐了那就开始吧 先打开腹腔看看情况 说吧冯院士便开始慢悠悠地开腹 他叮嘱着凌然 开腹虽然是个简单的步骤 但还是要谨慎对待的 而且这个过程可以帮助医生进入状态 下一步就该做腹部检查 他让出位置让大家上手试试 今天的病人比较典型 都来摸一摸 凌然也伸手感受了一下 他知道冯教授的意思 很多患者第一轮腹部检查 就发现扩散超预期 只能官复结束手术 看着其他医生还在仔细观察着 凌然一时有些无语 冯院士看出了凌然的异样 他让凌然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 凌然直截了当地表示 他手术做得有点慢 冯院士也没脑 笑呵呵地问他探查到了什么 凌然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个病人必须清扫到一头后淋巴结 冯院士点了点头 那至少没有转移到胰脏 只是扫淋巴的这个工作量就比较大了 他邀请凌然一起扫淋巴 凌然上前发动了完美级淋巴结清扫术 一旁的冯院士惊呆了 这也太快了 他叮嘱凌然扫淋巴不怕慢不怕错 就怕没注意 所以不要着急 凌然知道教授的意思 扫淋巴很考究功力 一不小心就会漏掉 清扫淋巴就是预防万一 若癌细胞残存下来 那手术就等于是白做 不过自己的完美级淋巴结清扫术 绝对不会漏掉 他抬头问冯教授 一头那边要不他来扫 冯教授惊了 肺部的已经扫干净了吗 他低头检查了一番 确实是干干净净的 凌然再次问要不他来扫一头 冯教授闻言回过神来后退了一步 他看着忙碌的凌然 将剩下的都交给他了 冯教授看着凌然有些震惊 也有些欣慰 看来医学界新一代成长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 手术很快结束 两人一同出了手术室 家属看到后立马围了上来 冯教授笑着表示手术非常顺利 已经都切干净了 接下来只要恢复得好 命就能保住了 女人闻言感激的 直接对着两人跪了下去 嘴里一直说着谢谢专家 结束后凌然来到了下一家医院 东黄区医院 当下车的凌然就发现 住院士和冯院士都在 他不禁有些疑惑 冯院士笑呵呵的表示 他们两人就想和他一起研究研究 不欢迎吗 凌然闻言也笑了 连忙表示不会 一旁等候多时的院长邀请几人里面请 他问凌然还是先去急诊科吗 凌然点了点头 走着走着凌然像是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他扭头看了过去 只见那边的座椅子上坐着一名男人 他闭着眼睛满头虚汗 像是十分不舒服 院长发现凌然停下来后连忙问怎么了 凌然也没有犹豫 直接伸手指了指那名男子 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怀疑那位病人有心的 我能给他检查一下吗 院长也知道马虎不得 赶紧叫住护士问起那名男子的情况 护士表示那人是手受伤了 今天来换药的 人多我就让他先等会 这时急诊科主任金腾雄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他问院长怎么了 院长严肃地告诉他凌然的怀疑 让他赶紧去处理一下 金腾雄也没犹豫上前问男人哪里疼 男人虚弱地抬起手指了指心口 说这里有点不对劲 金腾雄上前一碰他的肩膀便按道不妙 这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 那基本就是确诊了 他连忙通知护士去拿硝酸甘油和推车 拉心电图 再打电话通知介入科 金腾雄低头问男人最近有没有做过手术 男人表示就是摔了手 金腾雄问还有没有其他的 男人满头虚汗像是随时要晕过去 但还是告诉医生没有其他的 金腾雄还问有没有高血压 病人状态越来越差 像是没听清医生说了什么 只能表示自己不知道 金腾雄半蹲下来 还想问什么 病人却回答不出来了 他便让护士来给他测量一下双侧血压 护士闻言连忙抱着血压剂跑了过来 凌然见此脸色不太好 这东黄区的急诊科水平很一般啊 医生和护士的经验都不及云医 那医生还在叙叙叨叨地说着 最好马上打电话叫你家里人过来 然而那病人此刻已经闭上昏了过去 没了任何回应 他的手也失去力量捶了下去 金腾雄大惊 这是停泊了 他急得站了起来 大喊把行床拉过来 把病人抬上去 衣服脱掉准备心脏起搏 接着他转身解开了男人的衣服开始急救 金腾雄双手交叉放在病人的心口处 开始心肺复苏 凌然见此直接皱起了眉头 金医生这频率和力道 一看就是很久没有做过了 他拦住一名护士让他给自己拿件白大褂 护士有些疑惑 金医生不是接手了吗 凌然一边脱下外套一边让他先拿一件 解释自己有多次超长心肺复苏的经验 最长超过两小时 可以帮忙 凌然接过外套连忙套上 让金腾雄现在开放气道 打肾上腺素到第二静脉通道 金腾雄文言十分不满 这是在叫自己做事吗 不需要开气道 他让护士打肾上腺素到第二静脉通道 凌然表示需要尽快开放气道 这样有利于接下来的操作 高级气管管理 对所有需要心肺复苏的患者都有收益 金腾雄看了凌然一眼有些不满 这是院内心肺复苏 就不要插手了 凌然文言不再争辩后退了几步 不过壮年男性突发心梗问题往往更加严重 能不能在几分钟内恢复心率 说实话不太好确定 这时护士提醒三分钟了 金腾雄点点头表示换人继续 很快又过去了三分钟 依然没有任何起色 金腾雄接过手继续狂按起来 就这样循环了几轮 金腾雄心泪的叹了口气 宣布死亡时间了 凌然见此立马挤开他 不急于一时 我再按一轮吧 让护士打肾上腺素 护士文言看向了金腾雄 眼神询问他的意见 金腾雄摆了白手 他要救给 凌然手上的动作依然没停 让护士加大通氧量 金腾雄不满了 这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凌然严肃地看了他一眼 是的 病人还没有完 住院士和冯院士两人见此相视一笑 院长见此有些欲言又止 住院士解释凌然本质就在急诊科 心肺复苏方面他也很有经验 下面还有个心肺复苏小组 好像是有三例超肠心肺复苏就回来的案例 凌然此时发动了完美级心肺复苏技能 二十多分钟过去后 病人终于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凌然摘下手套看向金腾雄 告诉他可以把病人送去ICU了 一旁的院长可是激动坏了 专家不愧是专家 接下来的邀约手术更加期待了 见没事了 住院士两人上前问他现在怎么安排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 凌然转头问院长病人准备好了没 院长表示早就准备好了 这不刚才耽误了 凌然表示那现在就去手术室 不过在手术室 我需要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重新想一遍手术过程 院长闻言立马表示没问题 来扫手术室的凌然开始扫描病人的身体 光看片子不接触病人本人 就没办法使用虚拟人 凌然伸手触碰到病人的皮肤 这应该是虚拟人最大的弊端了 凌然将多次运用虚拟人手术的经验 和感觉全部汇聚与双手 他要更多的验证自己的分析与猜测 这次要做点不一样的 很快他便做完了虚拟手术 刚才下刀的范围还行 浸润范围也和他猜测的偏差不多于一厘米 凌然有些开心 看来高磷肝切除逐渐变得有法可循了 这样一来推广的难度应该有所降低 并且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同类型手术中 自己也可以尝试不试用虚拟人了 凌然让系统把虚拟人收起来 准备正式开始手术 他拿起手术刀利落地划开了病人的皮肤 手术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场外观察浦艾科主任徐锦衣对这一切叹为观止 冯教授则表示今天这些操作对凌然而言 都是很普通的手法 住院士文言笑了 看过了就不新鲜了是吧 送检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边缘清晰 也就是手术很成功 凌然文言表情依旧淡淡的 准备官复吧 徐锦衣此时再也忍不住疼地站了起来 两位教授听到动静一脸疑惑地朝他看去 徐锦衣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表示自己太激动了 他上前来到冯教授身旁 想拜托他请凌然给自己做手术 冯教授文言转过头问他干出什么问题了 徐锦衣低下头来 在本院体检出了站位 位置不好 体检的同事没有公布我的病情 冯教授文言问他具体是什么想法 徐锦衣表示联系的李老师 他推荐在国内做手术 同事办手续去安德森癌症中心做后面的化疗 经大看了林医生的手术 自己就想请他来做 但跟他素不相识 希望冯教授帮忙说一下 冯教授问他打算在哪做手术 徐锦衣表示去李老师的医院 复二院 冯教授说可以帮他说说 但是凌然愿不愿意收下自己无法保证 徐锦衣文言连连道谢 手术结束后 凌然的心情不错 今天手术是对使用虚拟人活切的实操 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都很顺利 这是他身后传来冯教授的声音 凌然转过身去 冯院士表示今天要请他和住院士吃饭 凌然怀疑只是吃饭吗 被猜透的冯院士笑了起来 我还给你找了个好病例 他伸手助凌然 咱们到了饭店再慢慢说 凌然点了点头 京城北海访善饭庄里 冯院士表示这是京城最有名的宫廷菜馆子 问凌然吃的习惯吗 凌然端着茶杯点了点头 自己并不挑食 冯院士笑呵呵的介绍起旁边的人 这是复二院普外科的李源李主任 李源顺势笑着跟凌然打了声招呼 接着他便直奔主题 表示自己和李主任都带过一个学生 就是徐景义 他查出了肝癌 想让你帮忙做手术 住院士有意帮他推脱 徐主任还不到六十 即使做了肝切除也不能保证不复发 与其为了选主到医生浪费时间 不如你们两个先帮他把手术做了 冯院士摆了摆手 让我把话说完吗 徐景义的打算是 做完手术后去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 做后续治疗 而几人也跟他好多天了 肝切除这一块凌然现在是国内最好的 凌然依然不为所动 但这还是不能保证生存率 冯院士觉得徐景义满意不就行了 等他化疗回来继续工作 那就是凌然竖在京城的一块招牌啊 住院士依然有些担忧 自己得好好为凌然把把关 不能让他被人坑了 他看向两人问代没带徐景义的片子 自己帮凌然看看 李源立马拿出电脑递给了住院士 住院士认真观察起来 病造位置不太好 是个比较典型的中期肝癌 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做 凌然表示徐主任这个年纪 几乎肯定会遇到癌症复发 所以自己做还是其他医生做 没有多大区别 李主任摇了摇头 这话他可不认同 在他看来差别很大 比如凌然做的肝切除 和其他人做的没有巨大的差别 大家何苦请他飞刀呢 凌然文言认同了他的说法 确实有很大差别 李主任文言激动起来 这么说林医生你同意了 凌然没有回答 只问徐景义要在哪做手术 李主任表示在副二院 放在他的科室 他徐景义前两天就开始 树叶做饱肝治疗了 明天就可以进行手术了 凌然擦了擦嘴 不过自己得先见一下徐景义 最好今天能和他们医院的 手术组做一次配合 得到想要的回答的李主任 开心极了 什么要求都能答应他 问他想做个什么手术 自己马上安排 凌然想了想 做断指手术吧 两指以上的断指在指 说吧凌然便表示吃饱了 一起去医院吧 副二院的三号手势内 传来阵阵感叹声 手术组此时 已经完全折服在凌然的技术下 这样的血管都能救起来 缝合好强 手术结束后 众人纷纷表示 和凌然一起手术 真是太舒服了 从来没觉得手术 能这么轻松过 走廊里等待良久的李主任 问凌然磨合得怎么样 凌然无奈地表示一般 那人要是更专心一点就好了 李主任连忙表示自己会说他 凌然表示不必了 他自己带医住 李主任这边要上手术的人 就负责拉钩吧 李主任文言犹豫片刻 便答应了下来 凌然接着朝着李主任 伸出五根手指头 他决定将徐主任的肝切除手术 定在明天凌晨五点 李主任哪敢拒绝 立马表示没问题 晚上凌然躺在床上沉思起来 虚拟人用惯了一下不用 还有点不安心 睡不着的他坐起身来 拿出徐锦衣的片子看了起来 这时他看着片子瞪大了眼睛 自己白天居然没有发现 徐锦衣的胆囊管变异了 前螺旋状黏附在了肝总管左侧 凌然越看越兴奋起来 这变异结构让明天的手术 有点挑战了 不过他稍微有一点失望 就这一个地方有挑战了 凌然看着片子继续反复研究起来 这时他忽然意识到 刚才自己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 也就是说挑战好像又没了 第二天一早 富二院的手术室内忙碌了起来 凌然看向被自己喊来的左辞点 问他写准备好了没 左辞点点了点头 富二院给准备了2000毫升 随时还可以调用3000毫升 接着左辞点向凌然介绍旁边的两人 这时富二院的两名富高 凌然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接着便说手术开始吧 手术很快就顺利完成了 三天后徐景毅也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他的妻子十分庆幸老许 这次主刀选的好 其他同事也赞同的点了点头 三天就能转到普通病房 的确很厉害 另一个表示 所以想来认识认识这位大佬 一旁的护士弱弱的提醒 房间里不能有太多人 让他们分批次来探视 然而并没有人理会 身后进来查房的凌然 见此直接怒了 她一脸严肃的看向屋里的人 让他们都出去 沉浸在崇拜里的一名同事 上前想要认识一下 护士连忙拦住表示 人多不利于病人恢复 大家快出去吧 医生要做检查了 徐景毅十分歉意地看着凌然 哪怕身体十分虚弱 还是给她道了歉 凌然温和地表示 你现在很虚弱 不要说话我给你查个体 检查完凌然表示 各项指标都没问题 徐景毅很快就可以去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了 闲下来后 左词点表示自己看了行程表 凌然今天没有安排手术 自己要不要去东黄区要点 凌然想起东黄区医院的医生 心想就算没手术做 也是能重新整理一下院改什么的 但那超出了飞刀的权限 这时系统发布了任务 训练新人提升一名医生的技术等级 凌然见此就先把左词点当新人好了 她看着一旁的左词点 心想给她提升那方面比较好呢 缝和练起来有点慢 医生医术这种事是急不来的 所以凌然决定出去逛逛换下思路 她看向一旁的左词点 今天不做手术 咱们去逛长城吧 左词点简直要惊呆了 自己有生之年 竟能看到凌医生不做手术去闲逛 然而长城上人流传动 凌然被堵得动不了 这简直浪费时间 她觉得还不如回去做手术 身后的左词点笑呵呵地劝她 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气 你只有休息好了做手术 才更事半功倍 再说了来都来了对吧 没有得到回应的左词点 看向前面的凌然 只见她眼睛直盯着某处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一名女孩竟直接爬上了城墙上自拍 很快那女孩一个重心不稳 像是要掉下来 下一秒女孩便脚下一空 直接向后仰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凌然和左词点见此连忙朝着那边赶 不停地对着路人说 大家让一让自己是医生 凌然迅速地来到女孩这里蹲下 问她摔到哪里了 女孩抱着手臂痛苦地表示 自己好像摔到手了 凌然闻眼转头 现在确诊的是左臂克里斯骨折 凌然伸手抓住女孩受伤的左手 她现在先要做的是手法复位 她叮嘱受伤的女孩 小妹妹接下来可能有点疼 左医生你注意我这里的压迫方向 很快凌然出气不意地抓着她的手指用力一拽 手法牵引复位 女孩痛得直接叫出了声 接着凌然表示她的手已经复位了 让小女孩试着动一下 女孩轻轻地动了动手指有些惊讶 居然真的能动了 凌然这是建议她不要再爬长城了 去景区医务室处理一下 这个得包扎的 女孩闻眼有些不解 自己这不是能动了吗 怎么还要包扎 左辞点闻眼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的孩子 两人站起身来无奈地看向女孩 表示两人现在带她过去 包扎好后很快女孩的朋友便来接她了 女孩靠在朋友身上 嘴里还不停地感谢着凌然二人 朋友无奈地安慰她不再长城玩了 咱们换个地方玩 女孩顺从地点了点头 左辞点见此再次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的孩子 被这么一折腾 本来就想走的凌然现在更有理由了 咱们也不逛了回去吧 此时的云华医院 霍主任叮嘱护士送自己到酒店就好 再帮自己租一辆车 心想必须得让凌然早点回去 不然急诊中心都要翻天了 两个小时后 霍主任终于到达东皇区医院 刚到医院门口 她便看到了凌然和左辞点站在那 凌然见到霍主任十分惊讶 问她怎么来了 霍主任忧愿地问她怎么还不回云华 霍主任说自己过来开会 如今云医的病床空出来了几天 医症科见凌然不回去准备把病床给其他科舍 凌然文言脸色也不太好 他们怎么能拿我的床 霍主任叹了口气 你人不在咱们没底气啊 医症科的就协调把病人留到我们急诊中心 自己也不能一直空看病床拒绝 现在每天都有批条子过来要床位的病人 还有其他医院急诊科的都去咱们那学习 王家他们忙前忙后的 工资奖金比你在时少了一大截 全都要撂挑子不干了 凌然文言也叹了口气 京城联系的飞刀速度很慢 想快也没办法 霍主任表示病例提供的不及时 就先回云医好了 等他们搜集够了病例 再过来开飞刀就行了 实在不行也可以让病人到云华来治病 凌然显然是没想到这个方法 忍不住感叹主任说的好有道理 他问霍主任什么时候回去 霍主任表示明天一早就回去了 凌然二人文言不禁有些怀疑 主任今天当来明早就回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日常工作模式 霍主任已经喜滋滋的拿出手机订票了 表示自己都是两个小会 露个脸就行 凌然方便的话 自己就改定商务仓 今天晚上都能走 此刻凌然还有什么不懂的 这哪是来开会啊 这不就是来催自己回去的吗 凌然其实也想回去了 他笑着看向霍主任 我们这就回云华 云华机场的T2行站楼门口 女人正已在车身上 见人出来后 他立马站起身打招呼 凌然这边这边 原来是田七来接凌然的 凌然看着面前的人有些惊惊讶 自己都还没点开打车软件呢 而身后的霍主任 则朝着田七眨了眨眼 田七笑眯眯的 其实自己和霍主任早就商量好了 这时霍主任伸手 搭上凌然的肩膀拦住他 你要是回医院就先去理个发 凌然扭头看向霍主任 有些不太理解他的意思 霍主任一脸正惊地表示 弄精神点霸气点 回去给依正科那伙人一个下马威 凌然文言直接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这时医院里的护士发现凌然居然回来了 全都脸色微红泛起花痴 凌然没有丝毫犹豫 叫住王家去数床位 再让他把排班表给自己 马上就重新排班 撑腰的人回来了 王家简直要开心死了 立马点头如捣算地答应下来 田七见此问他刚回来就要工作吗 不先得自己放松个三四天 对他了如指掌的同事调侃 他在哪都没在手术室里放松 他继续说着床位让王家自己去数 自己这边有个蓝尾炎 病人要求开赋 问凌然要不要做 凌然文言点了点头要做 手术是理 凌然表示片子自己已经看了 直接麻醉吧 马燕林在一边汇报着病人的各项指标 病人有高血压 此前没有治疗也没有服药 凌然文言点了点头 表示手术开始 蓝尾很快就找到了 凌然示意马燕林做切除 很快手术便结束了 凌然让他做官赋 这时系统提醒凌然训练新人的任务已完成 凌然有些惊讶 这项任务竟是被马燕林给抢先完成的 任务完成的奖励是虚拟人增加四小时 凌然对此十分满意 不由感叹还是在云医好啊 这时左辞点忽然冲了进来 凌然手术完了没 没完就交给下面的人自己做 你赶紧去顶楼停机坪准备出海 令人有些惊讶一时没反应过来 反应过来的凌然也深知事态紧急 他嘱咐马燕林收尾就交给他了 一会王家那边也让他去对接 马燕林连忙答应下来 两人一边走凌然一边询问情况 左辞点解释元宝礁附近货轮和渔船相撞 有船员情况严重 来不及送医院需要我们前往急救 直升机旁 霍主任递给凌然一件白大褂 先锋队应急保障队紧急救援队都已经过去了 只等咱们了 直升机很快变到了目的地 霍主任一下飞机便问情况如何 病人在哪 男人表示病人全部都在甲板下层 凌然连忙问有没有手术室 条件怎么样 船员表示手术室在主甲板的下方 一共有两个 都是在全件晃动最小的地方 目前的位置远离风暴区域 手术条件应该是有的 手术室里这时传来医生紧急的吼声 霍主任表知道这手术不太顺利 船员尴尬的笑笑 所以才要劳烦你们啊 两人见词也没有犹豫 直接就要去手术室 两人刚进来 霍主任便知道这个病人快死了 他不能让病人死在凌然手上 他伸手拦住了想要过去的凌然 你不要着急 这里应该是帮不上忙了 我们去旁边的手术室吧 凌然最终还是走上前 告诉主刀医生找错地方了 找到出血点就没事了 凌红后文言瞪了他一眼 这是救援现场 不是耍酷的地方 凌然并没有理会他的看清 表示出血口应该在脾脏附近 凌红后更生气了 要是脾脏出血谁找不到 谁不知道脾脏出血多 我都搜了一圈了 凌然直接脱下白挂走向门外 凌红后并没有理会他 现在可没时间给他装 凌然此时已经换上了手术服 虽然通过完美级的徒手止血术 已经判断出了出血的方式和位置 但现在容不得半点披露 为了保险起见 他让系统生成虚拟人 经过他进一步的检查 果然没错 出血口就在脾脏 这时他发现病人甘蔗里也有问题 情况自己已经完全理解了 他看向凌红后问自己能试试吗 凌红后文言一时没有说话 没得到回答的凌然直接伸手捅了进去 他启动了完美级徒手止血术 让一旁的凌红后快点缝合 反应过来的凌红后立马动手缝合起来 见识到凌然的技术后 凌红后朝他道了个歉 霍主任这时轻壳一声 大家来救人的 都有善一点 凌然文言以为霍主任在说自己不友善 立马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 他认真地看向凌红后 以你的水平我不道出血点是正常现象 不用不好意思 霍主任无语了 我不是在说你 而且你这话一点也不友善 凌红后怒了 行行行您水平高 你多指导 凌然表示自己就简单指导一下 单就刚才的冯和来说你的手法粗糙 腹腔内的解剖结构明显不清晰 霍主任此事原地实话 默默地请求凌然别说了 这时凌然想起来光顾着指导他了 都忘了病人的肝还有问题 说着他便埋头开切 凌红后猛了 怎么回事 怎么还要冻肝 凌然没有理会他 让护士将切片送往病理室 护士文言问他是怀疑病人有癌症吗 凌然点了点头表示有点像 和最近做的几例肝癌手术中的情况很相似 说着便让他快却 凌红后表示就算真的是癌症 这船上的条件也不适合做手术 凌然解释这位病人大出血严重 要是拉回室里开刀 生存率断牙式下跌 现在不做的话 回去就没法做了 这时检验科也传来的结果 死恶性肿瘤 凌然心下了然 开始准备切游离肝韧带 他抬头问凌红后是休息还是来帮忙 凌红后表示不需要休息 凌然文言便开始指导着他进行肝原韧带减断 双手打劫等一系列的操作 哪知这时遇上了风暴 整个船舰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手术遭到了巨大的干扰 凌红后大惊 只见一时不查病人竟又出血了 凌然见此直接上前把止血钱甩到了一边 准备自己亲自来 如凌然猜想的一样 他上船时就料到船会有不稳的情况了 他让一旁的护士准备持针前 装可吸收线 那护士显然是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整猛了 凌红后再次吼了他一声 他才回过神来 很快凌然便松开了手 出血点已经被他轻松缝合完成 他转头又问了一下护士病人现在的血压情况 一切正常 凌然放下心来 低头继续进行刚才的切干手术 一小时后 手术成功完成 凌然问船上有ICU没 没有就送去特护病房特级护理 这时护士收到消息 直升机即将转送两名重伤员过来 一名疑似颅骨骨折 另一名双臂骨折 还陷入了昏迷 这时左辞点几人也来了 告诉霍主任病人送到了 霍主任点了点头 脱下了白挂 既然增员来了 这两名病人就交给他 周医生给自己打下手 凌然和吕文斌去隔壁手术室 小左负责机动协调 两件手术室里 众人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救病人 这时护士再次收到消息 又有个危重病人送了过来 接机需要帮忙 左辞点文言立马表示自己去帮忙 病人很快被抬了下来 随行的男人一脸急促 这是他们的副队 被绳索抽中了身体 然后反复多次的摔伤 急忙问左辞点送哪间手术室 左辞点帮忙抬着往里走 但是现在还不能送手术室 得先等着 男人哪肯等着 自己副队马上就要不行了 他等不起 他见左辞点不送 他就要自己去送 左辞点连忙拦住了他 自己也知道他们副队的情况十分紧急 但是想要救他的话只能等着 男人对他的话显然是一脸的不相信 见他有些冷静下来 左辞点继续解释能救他的只有林染 他是多次创造出奇迹的医生 男人妥协了 他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请他们一定要救副队 那绳索本来要抽中的人是自己 要不是副队把自己推开 他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本来躺在这里的人该是自己的 左辞点见此语气坚定地安慰他 所以他更要将自己的副队 送到林染手上才行呀 手术室外等待的数分钟 就像过了几个世纪 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 男人因为着急太过焦虑 已经出现了幻觉 感觉天国的门打开了 而从里面出来的林染 就是前来拯救自己脱离苦海的神 浑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左辞点见他呆愣住了 连忙拍了拍他肩膀 自己现在要送他们副队进去 他得去血经济症药来血型 男人文言连忙点头 手术室门口 他还是没忍住 对着里面的林染喊了一句 你们一定要把副队给救回来呀 手术室里 林染两人一边交接 左辞点一边转述着病人的情况 林染文言心中有了计划 这可是场大手术 自己得服用精力药剂 林染没有犹豫喝下了一瓶精力药剂 接着发动了自己完美 及X光阅读技能 仔细观察着病人的情况 检查很快就做完了 肥骨和肋骨骨折 这个之后再处理 自己先给他做个体格检查 再优先处理病人腹腔内的问题 不过他的体格检查不太好 皮肝肾都有挫伤 还有血泥 左辞点大惊 问他是不是血不够 林染点了点头 他让左辞点再去看看 霍主任在做什么 如果不忙的话就把他请过来 左辞点文言有些不解 林染没过多解释 让他把病人的情况说清楚 肝和皮自己都可以做 不过肾的部分最好 让霍主任来处理 左辞点这才想起来 林医生确实还从来没有做过肾脏手术呢 他连忙转身朝着另外一间手术室走去 另一间手术室里 霍主任见他一进来就问他 不是让你在外面激动吗 进来这里做什么 左辞点解释林染的病人肾脏挫伤 请他过去会诊 霍主任文言点了点头 让他把出去休息的周医生喊进来 自己这就过去 带一进林染的手术室 被需要的霍主任一脸开心的表示自己来了 林染见主任来了 那自己就准备开赋了 霍主任表示开赋就不用等自己了吧 这时汇报出血量过高 已经到4000了 另一名护士文言立马挂上了血带准备输血 霍主任有些惊讶 居然没有血液回收机 创伤这么多 不准备血液回收机难道要靠血带撑下去吗 林染转头问护士还有多少血 护士表示还有4代 每代400毫升 林染心下了然 看来这手术得加快速度了 霍主任见他准备提速 便想上前跟他一起缝 林染默默地表示自己缝的速度更快 霍主任文言一时有些汗言 这时系统发布了任务 救活副队奖励解除酸痛贴 林染表示他不出任务自己都得救活病人 不过他有些好奇解除酸痛贴是什么东西 但是眼下自己可没空管这么多 埋头继续做起手术 这时助理汇报病人体温下降很明显 林染丝毫没有慌 让助手先控制一下体温 助手文言表示要不要调高室内的温度 霍主任问他船上有没有电热毯 拿过来处理一下 给包起来什么的然后送过来用 护士文言立马出去找电热毯 林染见此看来肾脏还得再等等 霍主任问补给船什么时候能到 血有没有再送过来 助手急得满头大汉 最近的补给船再有两个小时才能到 B型血只带了1600cc 霍主任文言不由有些担忧 其他病人也得用血 这四代完全不够用的 灵红后文言立马问发动船员怎么样 船上怎么也得有10名左右的B型血 一人400的话就够4000了 后续再让案上补充应该是够用的 霍主任文言有些犹豫 现场的救援还没有结束 船一案可能还得连续高强度救援工作 但是如果不采血 这病人能不能救活都难说 更何况后续再来的伤员呢 这时霍主任想到了办法 给补给船的船员说明情况 希望他们献血采血 很快来献血的快艇便先一步到达船舰 护士准备给他们采血 叮嘱他们坐10分钟再离开 船员立马表示放心吧 而手术室内 凌然提醒霍主任该处理肾脏了 这时手术室的门口忽然打开 进来了一群人 一进来便说我们是省理 霍主任忙着手术没有抬头 大声斥责管他们是什么省理领导 手术室里不能进这么多人知道吗 门口的人严肃表示自己不是省领导 是省理派来救援的 霍主任文言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 那你们去二号手术室帮忙吧 众人文言又浩荡荡地离开前往二号手术室了 为首的男人回过神来十分无语 都是来救援的 怎么霍从军一赴自己领导的派头 不过自己也懒得跟他计较 现在是救人要紧 医生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忙碌着 争分夺秒地从死神手里抢人 几个小时后 凌然这边的手术也完成了 凌然看着系统奖励的接触酸痛贴 好奇这贴上之后能管多久 系统表示一个月 并且贴的期间不会产生新的酸痛 凌然有些惊讶 那贴着洗澡会不会掉呢 系统表示不会 这时或主任问他发什么呆呢 累坏了吗 但是新的病人到了 凌然立马回过神来点了点头 他伸手揉了揉脖子 连续这种强度的手术 哪怕服用了药剂人是有精神的 但是身体却会酸痛 他伸手将解除酸痛贴贴在了自己的颈椎位置 这下酸痛瞬间解除 凌然十分愉悦 现在自己又是最佳状态了 救援任务也就这样 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 货主任终于开心起来 救援任务总算是圆满完成了 灵红后也十分开心 他们一共救了67个人 21个重伤 吕文斌兴奋地搭在周医生肩上 送来的都活下来了 成就感满满 岸边的记者早已长枪短炮严阵以待 争取获得一首消息 吕文斌偷偷地在凌然耳边说 老大你又不喜欢拍照 咱们快回医院吧 我有个感受一定要到院里跟你说才有感觉 凌然文言无奈地笑了笑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回到医院后 吕文斌来到凌然办公室 表示这两天救援下来自己对肝切除有些疑问 他一脸兴奋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时凌然微微一愣 原来是系统提醒他训练新人的任务完成了 奖励终极宝箱 很快凌然便懂了 吕文斌的肝切除术从无升级到了入门级 凌然打开宝箱满意地笑了 将一项基础技能提升至完美级 这次自己选了什么好呢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最能给自己提高的 应该是暴露和分离这两个项目 最终凌然抬手选择了分离 而在分离中 凌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组织分离 此时吕文斌还在兴奋地问他 自己对肝切除是不是有点理解了 凌然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已经入门了 以后试着多接点相关的手术 不懂得随时问我 吕文斌文言立马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早凌然来问佐词典今天的安排 佐词典表示今天安排了克里斯骨折的病人 凌然本来今天想带他做肝切除呢 这下泡汤了 这是周医生从会诊室出来叫住凌然 周医生指了指屋里的人 刚到的病人 说突然腹痛得厉害 要不要给你 凌然文言猜测莫非是蓝尾炎 那正好试试完美级的组织分离 周医生让他说说自己的情况 病人表示自己就是便秘 有三四天了 凌然的眼神瞬间有些失望 不是蓝尾炎 病人伸出自己的小拇指 不过也有拉这么一小丢丢的时候 周医生无奈服额 这种小的不算 你再想想 没有正常排便到底多久了 病人仔细想了想 那应该有二十几天了 周医生看了身后的凌然一眼 他应该是不想接 那就给他转去埔外吧 他们做的比较专业 他走到门口随便拦住了一名医生 让他把病人带去埔外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原来是于员忽然跑了过来 此时他双眼放光 我听说有便秘的病人 屋里的两人被他惊呆了 同时指了指门口 表示人刚走 于员瞬间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 凌然见词表示 如果他想做埔外的手术 可以去埔外晚几天 于员忧愿地叹了口气 自己现在是在住院总等 把这个时间熬过去再说 这时门口有人在叫于员 原来是一名护士在找他 他松了口气 还好于员在 这里有急诊 他不好意思地指了指外面 事宜于员跟自己过来 护士红着脸解释 刚送到的48岁男性 灯泡塞进了职场中无法取出 于员的表情变得兴奋起来 于员上前掀起病人的衣服 问他灯泡是完整的还是碎裂的 病人捂着脸表示是完整的 他问能不能不做手术 于员有些犹豫 如果实在取不出来的话 只能做手术了 男人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自己死也不做手术 做了就得安甲肛门 不光没用而且臭 于员表示自己明白了 不过得先去拍片 他问凌然要不要一起 凌然立马白手拒绝表示不用 这是一名医生急匆匆地赶来找凌然 原来贺主任找他是有个十分棘手的病人 问他要不要一起看看 凌然文言立马来了兴致 表示自己这就过去 凌然一到贺远征便拿出片子给他看 这个病人十分特别 要不要给他做手术 贺远征还在考虑 凌然立马表示送我们急诊吧 贺远征有些犹豫 毕竟这个病人情况确实有些特殊 凌然想着自己的完美及组织分离 十分确定将人送到急诊 贺远征心想该说的都说了 手术做不了就不是自己的问题了 他转头让安明去帮凌然办一下手续 接到病人后 吕文斌调侃的亏我们组长愿意结 雷伯寒彪表示自己知道 来之前都查过了 林医生是省内的肝切除专家 凌然让他们别闲聊 自己先做个体格检查 他让系统虚拟出一个雷伯寒 动手切开了他的肝脏 看着里面不断蠕动的物体 看来情况比凌然想象的还要糟糕 这时护士来找他 说贺主任在找他 凌然转头让吕文斌先给病人加做几项检查 贺主任叫来凌然 是自己看了那病人的病例 不想让凌然逞强 他让凌然交个底 这手术有几成把握 凌然自己觉得没什么问题 贺主任见他信心十足便也相信了他 那就开直播做 让所有人都看看 带着众人前来医院 竟是安德森癌症中心的专家们 他们这个外科团队 从主刀到一住二住 再到麻醉师和护士都是齐全的 没想到他们来这所医院 只参与三场手术 三天内完成并开直播 护士们全都惊呆了 国外有名的专家进降临到医院 并且开直播做简直是荣幸 于是一众医护人员越发匆忙 毕竟他们要抓紧时间调试设备 等待片刻后 医护人员迅速调试好设备开直播 刚巧徐主任带人前来观察 徐主任打算带他去看手术事实 他却疑惑上面的手术直播是发生在哪里 医护人员只好前去仔细观看 并且给予他回答昌西省云华医院 徐主任瞬间呆愣在原地 没想到竟是云华医院的林医生 此时林医生还在认真工作 毕竟患者是胖子 没有把握绝对不要触碰肝脏 一定要尽量少用电刀 注意抽吸的时候也不要碰到 这种都要烂丸的肝脏 血管早已直接裸化 竟解剖得如此清楚 劳埃德医生看着直播画面 手却情不自禁地学起来 但他们早已该去手术室 可是他看直播入了迷 并打算看完再去做手术 这手术应该还得做一两小时 不如先做了手术 他可以让人录下完整视频 可劳埃德医生却不这么认为 同时直播的话应该比不过人家 避其锋芒吧 徐主任却讨好他 林医生虽然厉害 但跟您的名气是不能比的呀 与他的直播也不会有所冲突 显然劳埃德医生不听阿谀奉承 这个问题不用再多说 我不要和他同一个时间 徐主任只好让护士通知下去 我们要延迟两个小时做手术 国外专家们早已看得目不转睛 他们急忙提醒劳埃德 直接内正在做阻断门静脉 徐主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但劳埃德却不满地提醒 病人有补偿的侧链循环看不到吗 难道是多了一条静脉吗 要是没注意到的话 坐到这里就已经出医疗事故 这位病人的静脉比较细 这位林医生果然非常谨慎 他的专业外科团队急于肯定 是的刚才他停了两三分钟 第一波判断 就断定是有侧链循环的静脉 这位医生的却很厉害 但他们突然被画面吸引 没想对面竟在徒手掰肝 徒手掰肝不是重点 重点是病人的肝脏烂成这样 要是力道不对直接碎成渣 而这位医生却丝毫不差地给掰开 我要去昌西省云华医院拜访 他的团队伙伴们纷纷附和 等这里的手术做完他们也要去 此时他们的对话还未结束 林医生直播手术已经完美完成 一众医护人员同时松了口气 终于结束了这场手术果真貌人 林然刚结束这场手术 却听见一旁的同事很惊讶 于是举起手机告诉他 六七家医院联系您做飞刀 苍平区医院的膝关节禁药的最急 霍主任这时走向前来 探查林然做的手术完成情况 他抽出整理的时间向主任说明 这台手术经过共同合作顺利完成 霍主任爽朗地笑起来 合理安排一下 去贺远征他肝胆外科好好做门诊 结束一场无比好神的手术后 林然竟还打算安排好了就去做诊 后面的同事惊呆了 要是他估计已经挂了 这火酒没有停的时候 于是林然接着跑完七个飞刀 便快速来到肝胆外科 但专家门诊的牌子要批准 霍主任昨天说的今天来不及 毕竟林然这边的病人不多 忙不转也可以转给他的门诊 同事不爽地回到房间 现在看病的人谁还挂普通门诊 他们早都变换了思路 纷纷挂号专家门诊 果然林然忙碌一天后 进入普通门诊后室外竟很凄凉 霍主任早已察觉到不对劲 暗示跟随他的医生帮忙寻找人情 于是护士们纷纷出动 亲自为病人之路对面的林医生 林然是我们医院肝脏外科最厉害的 他的门诊就在那边 刚巧有位有病人前来打听 林然医生挂号房间的位置 他表示是别人的介绍找他看病 据说他的能力无人能敌 没想到院内竟陆陆续续有人前来 请问林然林医生在哪里 医生们同时看向对方 眼神中竟凸显莫名的意见一致 还未等他们回答 一位病人带着资料寻找门诊林医生 医生护士们急忙点点头 表示他们所说的一点没错 林医生的却在门诊 病人不好意思地绕绕头 看来消息没错 自己来给他捧个场 护士无奈地站在原地 捧场这话好像没错 可又觉得哪里不对 显然病人越来越多 医生便打算带他们过去排好队才行 此时专家门诊的医生很不解 外面怎么会有很多病人在排队 于是他好奇地悄悄探头查看 竟然是普通门诊排起长龙 他瞬间变得悲痛不已 小丑竟是他自己 果然过了两日后 林然有普通门诊升级到专家门诊 林然带着同事走到门口 不禁顿时有些愣着 前两天还是普通门诊 老大就该是专家门诊才对 林然并未言语 动作迅速地将要打开门 但同事却拦住了他的动作 眼神示意让他稍等在进门 里面情况有些不对劲 他仔细地观察后得出结论 里面和之前都不是一个味道 老大有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不是医院平常的味道 林然本就丝毫不在意 迅速拧开把手 还是先进门再说吧 没想到房内的变化很大 竟然让三人同时呆愣愣地看着前方 只见有一个精致的书架 地面被拖得亮闪闪 房顶上的灯换上了漂亮的壳子 就连桌子和凳子都是全新 两天没来门诊竟然会大改造 贺主任都干了什么 不是做了什么措施要花重金道歉吧 但他却觉得光是贺主任 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林然却都无所谓 只要能给病人看病 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开号吧 突然他接到任务 耐心细致对五名病人 每人进行三十分钟以上谈话 于是他看向对面的同事 提醒他自己只要十个病人就好 病人缓缓向门内走来 没想到是这么年轻的医生 可他挂的是专家号 林然听到他的小声询问 表示自己就是这的看诊医生 于是他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 病人直接说明胆囊炎 检查下就做手术 他认真的核对病人的情况后 开给他一张单子缴飞住院 果然是个好病人 这么好说话的病人 我脸都要笑烂 但林然却意识到 这连一分钟都不到吧 任务果真没有任何进展 他只好迅速看诊下一位 没想到竟是两位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双眼亮晶晶 好似不是来瞧病 林然并不会八卦病人 轻声询问是哪里不舒服 美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假装自己的胃很不舒服 可这里是肝胆外科的门诊 并不能查看胃病的情况 于是田七悄悄伸手替他挪动 假装自己胆很不舒服 美女痛苦地捂着肚子 表示自己的胆突然很难受 林然配合地看向他 那是怎么样的不舒服 会伴有真痛的感觉吗 美女显然被问题难住 田七快速为他解围就是特别疼 美女狠狠表示赞同 自己现在的胆的确超级疼 她有时候吃完饭胃疼 有人就说她的胆肯定不好 你给她开个检查吧 林然表示自己了解 于是快速摁起电脑先做B超 田七拉起难受的朋友 我们先去检查 然后再拿检查回来找你对吗 她突然询问林然 这个门诊的装修满不满意 悄悄观看的医生恍然大悟 她就说贺主任没这本事 人和人确实有参差 田七开心地笑起来 没有整改意见就当你满意了 林然好像个大直男 脑海中只有病人和手术 这位病人做的是高磁场和磁共振 大量的小节节病变硬化 肝部有再生节节 应该是酗酒导致的 与此同时的周医生 满足地拿起水杯 表示自己毕竟忙了一阵打算摸鱼 突然房门被猛地撞开 主任竟在大声地呼喊她 没想到周医生被吓了一跳 手中的杯子差点被自己甩出去 有一波外国医生到云华来 想来咱们医院看看 周医生你去接待接待 周医生瞬间反应过来 哪个国家的医生要配翻译吗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的 我记得你英语还可以对吧 他们指明来找凌然 可又没有那边的联络 所以先不通知医院 但老外部都是这样 总不能让安德鲁癌症中心 给出一份公函吧 可身份证明总是要的 你先领到邵家管子招待 确定情况后再给院领导报告 周医生满脸无奈 表示这件事包在他身上 于是他找到横幅匆忙出门 亲自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 劳埃德医生向前问好 身后跟着他的外科团队 一时间全部心思各异 周医生带领他们去酒店 稍作休息后再带他们去吃饭 或主任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之后肯定会见到的放心吧 周医生则表示去的餐馆很有特色 肯定能成为你们的美好回忆 但他们吃饭什么都无所谓 莱云华主要是想见见凌然医生 劳埃德医生迫切地想要认识 今天能否介绍凌然医生给他们认识 没想到外国人这么直接 怪不得老货基景成那样 是得小心才行 他表示在直播上看到了手术很惊奇 所以特意过来寻找林医生 毕竟直播里看得不过瘾 就想到现场看一看 周医生心想只是来看手术 那就简单了这是好办 还是先去吃饭吧 于是带他们来到邵家馆子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劳埃德医生率先发言 表示自己不吃油腻 外科团队成员不好意思笑笑 表示自己不吃内脏 另一位成员四处张望 还不忘解释自己不吃坚果 周医生询问完毕后 便在门口大喊少老板迎接外宾 这时成员急切地想要进门 皮鞋走在地面上突然滑倒 一时间所有人顿时紧张 急促地想要去扶住伙伴时 男人却不受控制地向前栽取 自己只好使用膝盖减轻擦伤 但他忘记了地面很硬 跪到地面后伴随着咔嚓的声音 男人痛苦地捂着膝盖 根本无法再支撑着站起身 目测男人估计不能动 于是急忙招呼少老板 拿出他的救护车内的医疗箱 少老板听令迅速打开 没想到车内果然有医疗用品 劳埃德医生很震惊 这就是你们中国饭店常被设施吗 但解释起来有点复杂 还是让他理解为民间急救队吧 另一成员找到劳埃德 神情严肃地表示很严重 搞不好得截肢 周医生在一旁听得仔细 但也无话可说 受伤男人大发脾气 千万不要剥叶尔做手术 他只会让人截肢 劳埃德医生无奈地左右看看 表示不要再争了 到了医院再说 于是一行人赶到医院拍片子 猜测的没错 半月板破裂 半月板和韧带的事交给凌然 周医生去肝胆外科叫凌然回来 如果是凌然做的话 豹曼医生在术后 便能恢复的与常人无异 此时二号手术室 凌然装扮上装备后等待手术开始 豹曼却害怕截肢 毕竟自己经常打网球 偶尔也会远足 凌然无奈地向他解释 谁告诉你的需要截肢 但病人现在过于紧张 根本不方便做手术 还是麻掉吧 医生迅速拿起呼吸器 急忙给病人带上后 静带一段时间后 只见病人早已被麻烦 逐渐地失去意识闭上了眼睛 他们正等待合适的机会 直到指针到位可以开始手术 凌然则迅速发动技能 完美及关节静下半月板成型术 没想到凌医生不只会干切除 关节静手术也做得这样熟练 可病人的半月板碎得厉害 不能触动太多的阻止 多冲洗要做到术也足够清晰 如果换做是他做半月板切除术 也能做到林医生这样速度干净 但人家要让鲍曼恢复如常 和他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那人却说鲍曼太冒险贪心 这受伤程度应该做半月板切除术 凌然对场外毫无所知 并且还迅速做完手术准备收尾 男人再也控制不住的凑向前 这个手术完成得也太快了 劳艾德等人无比好奇 在万分确定什么都不动后 霍主任才带他们去观察 他信誓旦旦地举起神 表示他们一定不会乱碰设备 于是一行人换好无菌服走进来 给他们看看膝盖里的情况 凌然只好拿起装备 轻轻地戳向病人膝盖处 劳艾德医生赞赏的点点头 做的是真的不错 谢谢您 然而男人却很诧异 竟然真用形成术做到了这种程度 劳艾德医生突然心花怒放 林医生您什么时候做肝切除手术 凌然无奈地低下头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 霍主任赞赏的竖起大拇指 我来安排手术 凌然做给他们看 果断拒绝 毕竟急诊中心人手很足 他觉得霍先生误会了 因为林医生治好了爆慢 他们就想做点什么以示感谢 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级医疗中心 抽几个专家给我们算很大的人情 于是霍主任心思活跃起来 如果会诊的话能不能开直播 劳艾德则表示没问题 他瞬间放下心来 大手一挥便让于员带人调试设备 于员果然实力强大 三两下瞬间完成设备调试 信号完美接入进去 专家开始分析病情 可能是低分化的肿瘤建议切除 中医院做器官移植方面很保守 估计也没钱做这么大的手术 另一专家并不这么认为 现在选择的切除位置过于谨慎 切除的位置也很奇怪 主导医生是怎么考虑的 劳艾德看向笔笔画画的凌然 凌医生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凌然古怪地回头看去 他要做手术怎么能分心讨论 劳艾德热情地举起双臂 你可以站过来一起讨论 凌然无奈地站在原地 神情淡然地表示自己都可以 但凌医生选择预切除的范围很小 是否直接做肝断切除比较好 凌然却向他们解释 肝断切除太多的话 我怕病人醒不过来 煞时间专家们都沉默不语 安静地看着对面的凌医生 这几个肝断都有癌细胞侵入 减少切除的范围会切不干净 所以肝断切除会更为稳妥 患者肿瘤有8厘米 活下来就得感谢上帝 其实风险还是很大 他更建议把病人送到安德森来 他们或许可以找一个基金会 专门做这件事情 凌然无奈垂谋 这样会诊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 于是他提醒于员帮忙 把直播会诊的声音调小一些 说罢便伸出手接过手术刀 做好一切准备后马上开始手术 上腹部的Mercedes切口 这是最常见的又肝显露的入路 双侧肋下切口中线延伸 对于这种入路 专家年轻时也喜欢 其实不用着急的 他们应该充分讨论好后 再做手术比较好 凌然只好分心提醒助手 声音还是要再小一些 劳埃德无奈地站在原地 毕竟主导医生说什么都对 专家们已经可以看到肿瘤 希望分化程度高一点 凌然少了干扰后速度变提升 现在从肝门做胆囊床游里胆囊 果然下枪静脉暴露了出来 劳埃德却很震惊 林医生手术判断很惊人 而且神速应该比我快 高级专家们也纷纷凑向屏幕 果然肝短静脉全部被分离 肝右侧静脉用束带环绕 是很标准的做法 他年轻时也喜欢这样 这时一名专家惊呼 你们是不是看漏了什么 出血量很小很小 的确是这样 比起我们做过的肝切除 这个病人的失血量少了很多 我们林医生做的肝切除手术 失血一般都是这个量 专家无比惊讶 失血量一向很少有数据支撑吗 我们有给林医生的病人做随访 还有一篇国际论文发表在国际论坛 专家瞬间恍然大悟 迫不及待地拿起平板查看起来 于员低头看电脑时 却发现直播视频被转播 次数一下到了40 这时助手医生告诉林然 机器内显示病人的边缘清晰 林然轻轻点头表示清楚 现在可以开始清扫淋巴 连线专家却很不解 卡着癌细胞浸润的边缘来切除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的 但声音观的太小没有听见 只见专家不断地大力挥手 于员无奈调大音量 让林医生能够清晰地听到 果然林然瞬间有所反应 疑惑地回头看向屏幕内的专家们 专家是在问他的判断 是怎么判断癌细胞浸润的范围的 林然不知如何解释 只好说明自己经常做这样的手术 看来林医生的手术 与我们一般干切除认知不太相同 如果他没有理解错的话 安德森专家的话背后 定藏着一个让人欣喜的事实 专家医生您的意思 是说我们林医生的手术方法 是世界首创吗 专家医生有些汉言 从方法上来说的话 的确可以这么讲 于员双眼亮晶晶地询问 其他几位专家也赞同吗 一位专家率先含糊地发话 可能的确差不多吧 另一位专家则双手抱胸 肯定地表示就这种感觉 然而女专家却保持怀疑 手创的方法并不一定是好方法 但于员根本不在意 感谢大家证明了林然医生 手创了世界级的干切除方法 于是世界手创这一词 转播数开始飞速增加 林然却毫不在意地认真清扫淋巴 对身后的声音似乎充耳不闻 既然转播数在爆炸式增长 不如趁机推广一下下 林医生术中随检的干切除术 已在多家医院开始推广 大家有兴趣可以联系我的邮箱 专家医生也很感兴趣 尽让劳艾德尽快将资料交给他 他们应该找个合适的机会 和林然医生一起研究这个课题 显然这些声音很乱哄哄 可能会影响林然的手术 于是瞬间拿起遥控器 默默地把屏幕的声音调到最小 这么复杂的案例一周就自由回家 林医生简直是神仙 但现在才是万里长征的开始 还要做六轮以上的化疗才行 病人知足的笑笑 自己已经得到最好的治疗 非常感谢林医生 林然却开心不起来 尽管再努力也只有三年嘛 要是在手术的过程中 能有再提高生存时间的方法 他还在不停思索时 身后一道甜美的声音响起 果然是田七 小叔特别空运了厨师和牛排 说要送给林医生吃 林然无比疑惑 这些字能听懂但连起来令人费解 田七小叔前几年比赛摔伤膝盖 最近严重了想动手术 小叔怕请你去做手术不情愿 所以刻意空运了一头牛 还有三个厨师过来 但小叔身体不适合飞过来 他们只能坐私人飞机去巴西 林然医治病人没有意义 但不能马上出发留点时间 田七高兴的想要飞起来 必须得让他们好好准备一番 于是三天内昌西省多家医院 病房被全部塞满 田七一行人早已到达机场 等待着林然前来出发去巴西 只见林然轻装上阵 随意的穿搭竟显出帅气的少年感 田七难受的揉着额头 坐了一天多再不下飞机的话 我就要晕机了 没想到林然像是直男开窍般 主动伸手轻柔的帮田七按摩 田七感觉幸福的快要化掉 小脸通红的向她表示感谢 她欢快的向林然介绍 这个农场是小叔自己的 你要是喜欢以后有空都可以来玩 林然似是被她感染到 心情愉悦的向她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田七好奇询问她有什么感觉 大直男有种看了雌共正片 但是剖开看到的那种感觉 她不满的嘟起嘴巴 原来不是和她在一起才开心 但她却无比满足现状 毕竟这才是她熟悉的那个林然 喜欢喜欢还是好喜欢 于原二人甘大的站在后面 突然看向车来了便打算上车 田七听到后却有些不好意思 尴尬的表示他们的确得快一些 于是一行人来到农场 竟看到无数其他的医生纷纷进门 他愤怒的点击手机 小叔只跟他说了他在这里 医院也看了医生 林然在他身后置举 神情淡然的表示自己无所谓 刚巧田国正的管家赶到现场 恭敬的向他们行礼欢迎 田先生是准备在这里手术吗 那这里有相应的设备吗 这家国正慈善医院是田先生捐助 如果有需要可以订购新医器 田七处迅速凑向前 小叔为什么还找了其他医生 小姐您也要理解国正先生 膝带的伤一直让他很犹豫 希望参考多加意见 显然田七还想辩解 却被身后的林然打断 病人有权力挑选医生 管家暗自松弃 那各位医生先到会议室吧 于是医生们纷纷走向前 但谁都不敢大声说话 毕竟田小姐的样子 是不想让他们多插手的样子 林医生的手术他们看过 云丽那个视频转播系统 每次看都收获良多 胖医生向林然伸出手 终于有机会见面 我的心情很激动 我是来自英国的华莱市 林然身后的二人惊呆了 没想到竟还有个外国大佬 房门突然响起声音 迅速被人缓缓地从里打开 田国正不好意思地笑笑 邀请了好几位医生 想着你们人多力量大 能多给几个治疗方案 管家恭敬地抱着先生的资料 十分礼貌地递给每位医生 田国正突然期待开口 大家看完资料后都怎么理解的 众医生纷纷推荐林然 想让他来当这个出头鸟解释文件 林然俯身检查体格 悄悄让系统召唤虚拟人 让他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果然在他的神识中 虚拟人已经开始有所行动 动作迅速地检查男人 但田国正却一脸稀奇 林然医生不是要体格检查吗 快些开始吧 林然悄悄收起技能 果然只是简单的半月板损伤 应该是软骨碎片引起疼痛 这个要30分钟左右的手术 如果现在做的话 用餐前就能快速结束 田国正狐一地假装大笑 牛脸询问一旁的华兰士医生 华兰士医生尴尬地咧咧嘴 林然医生说的没错 可田国正却在沉思 之前的医生可没有讲得如此简单 但以患者的角度来说 我们肯定得告诉他没有简单手术 原来是这样的医生话术 外国医生为了避免责任 所以故意说的很困难 于是他抬头询问林然 我其实应该早点手术对吗 林然非常肯定地点点头 你是应该早点做手术 这林然医生很自信 不过也不能他们说什么就信 还是眼尖为时比较好 他打算找几个类似病情的病人来 他们做几例手术后再说 林然则表示完全没问题 就按照田先生的意思来 我随时都有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病人就送到 林然医生你们安排接一下 林然瞬间安排好助手帮忙 预约你们去接病人 我先去手术室 但膝关节损伤用的这直升飞机吗 田七小姐家的画风估计都这样 手术早已迅速开始 林然认真拿器械擦拭病人身体 随后注入盐水 紧接着拿起递过来的镜子 仔细操作后 便让助手扶起来 田国正等人站在窗口观看 发现还真是小手术一点都不难 他暗含深意的开口 林然医生他手术做得好吗 华莱是不敢撒谎 林医生这流程可以录下来当教材 虽然不知道病人之前的情况 但就这台手术而言 只要正常复健活动没问题 田国正放下心来 吩咐管家去农场挑选最好的牛 给林然医生好好做一顿 但用最好的就只有一头 用了之后几个月 都找不到能继任的牛 既然林医生技术好 那就上好牛 让他吃好喝好后 专心为我准备做手术 于是餐桌上便出现上好牛排 等着人们享用 田七满足地吃起来 自己来农场多次 第一次吃这么好的牛肉 林然也觉得很好吃 仔细地擦拭干净嘴巴 便打算做手术 他迅速拿起医疗器械 开始注入生理盐水 田国正此时还很清醒 你们把屏幕偏过来一点 让我也能看得到 虽然已经见过无数奇葩病人 但这么奇葩的要求 还真是第一次 但林然果断地拒绝他 并且还要打麻醉剂 于员动作很快 分分钟便完成局部麻醉 华兰是迅速举起手机 林然医生的手术 今天怎么都得录下来 显然手术没有任何难度 对于林然大牛来说更没问题 手术完成后 管家急忙前来提醒林然医生 田先生说要好好地感谢您 希望你多待些日子再走 林然却不好意思地拒绝 田先生的手术完成 我想尽快回国 但田先生可以介绍巴西球星给你 如果是林医生要求的话 毕竟他以前开过party 显然林然的思路常人不理解 但他有什么要求先生都会安排 这时田七换好服装走进来 急切邀请林然陪他一起骑马 林然安全地坐到马背上 可是自己不怎么会骑马 田七要教他吗 他回头询问林然 如果让你常年待在牧场 你愿意吗 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 根本不带有一丝纠结 田七感动得捧起脸颊 天哪他愿意 田七你这是成功了吗 但林然后续说的常见问题 田七竟是一个字也没听到 只见他开心地骑马向前行走 头发随着心情自由自在地晃动 忽然飘起毛毛细雨 他打算教会林然骑马 毕竟他这么聪明 林然无奈地看向天空 可是现在已经下雨了 他看着空中的雨滴 毫不在意地表示小雨没关系 这时天空下起暴雨 然而他只想和林然骑个马而已 林然无奈回头看他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回去吧 田七看向大雨点 心想还是回去吧 不能让林然领感冒 男人骑马迅速向前赶去 身后的牛群竟蜂拥而至 那位男人是小叔牛场的牛仔 他们得将牛群驱赶到安全的地方 但这种暴雨天气 驱赶牛群的话不是太危险吗 田七却认为不会的 他们都是专业的马仔 反而是你必须要跟进我 直到他们把马送回马场后 林然站在原地安抚马的状态 田七迅速擦干净衣服后 便急忙找到男人帮他擦拭头发 林然并没有躲闪开 只是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神情竟变得奇怪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 是不是有些太过于主动 于是害羞地垂下了头 一不留神就对他很亲密 看他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突然把毛巾扔给林然 动作别扭地让他自己擦干净 田国正把他们的行为看在眼里 我们家七七也有这种时候啊 声音很快传到田七的耳朵里 他害羞地指责小叔不要胡乱说话 一整夜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 田国正担忧地看向窗外 这语看来一时半会停不下来 但华莱士医生们早就离开 是派了他们的直升机 他们也得准备去镇上 于是庄园内的仆人开始收拾 大包小包的东西堆放在大厅 于原他们表示非常不解 下场暴雨而已怎么像搬家似的 因为现在不走过不了多久 这整个一楼都会被淹掉 他们震惊地看向先生 这怎么可能会淹掉整个一楼 显然林然他们也不太清楚 小叔却让他们赶紧收拾 去库巴镇上集合 没想到现在的城市周围 人们纷纷收拾东西跑到了小镇上 此时库巴镇被围的水泄不通 警长和镇长只好出面安排 田国正一行人来到镇上 没想到镇上成了这样 便赶紧派人帮忙 林然很担心外面的情况 毕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 所以打算去帮忙 然而田七却让他看向窗外 居然又是牛仔 这两天刷新我对牛仔的认知 只见街道上很多的牛仔 目光冷静地站在一旁观看 田七却好奇在他的印象中 西方的牛仔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很配合地思索片刻 以前都以为他们只会决斗的 就像记忆中的牛仔们 站在对立面手中拿着武器决斗 这时医院内的病人只能做手术 没想到医生果断地拒绝 那名医生转头向门外跑去 只留下后面的病人苦苦哀求 于是林然再也忍不住 神情无比严肃地向医院门口冲去 田七并未看到那个画面 目光好奇却无法阻拦住他 田国正看到后却突然感慨 林然她是我见过最医生的医生 她向小叔表示自己要去陪林然 所以小叔只好重新安排人接应 他们扶着病人走进医院 没想到里面竟然留下了这么多病人 这时林然也接到任务 救援30名伤员后便会获得终极保箱 林然的带来的医生赶到现场 气喘吁吁地表示也来帮助他 这种情况有点像末世 估摸着有100个伤员 全都需要紧急处理 没想到医生却哈哈大笑起来 搞得林然满头问号 林医生你是被外面的氛围带偏了 这不就是国内大型三甲医院的日常吗 林然又开始暗自思索 突然用力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田七表示手术室还能用 现在有两个护士 外面留一个手术带一个 我就临时充当台下护士 护士们要去整理和清洁病房 给库房的药品和耗材做一个清单 并要建立和外界的联系 但现在还有很多的病人 全部都在等待着医生的拯救 那位病人的情况是腹部受伤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X光机 林然向前检查病人的身体 突然想起来他们还差一位麻醉医生 可那位医生早就跑掉了 这令林然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医生助理震惊看向周围 不是吧没有麻醉医生要怎么搞 主要是林医生也不会麻醉 还是得让护士去找一本麻醉学书 护士疑惑地看向他 找到麻醉书以后要做些什么呢 医生助理只好直指林然 表示他可以翻书照着做 护士比起手势表示自己明白 他现在就去寻找麻醉书 林然无奈地看向四周 毕竟到了这种时候 得有备选方案才能解决 毕竟积攒了好多初级宝箱 万一运气好开出麻醉技能书了呢 于是他召唤系统 把他囤的初级宝箱拿出来 之前还想搞一千连抽就算了 他看着前方缓缓而来的宝箱 语气急切地表示要全部打开 他看着第一个出现的物品 不会全都是精力药剂吧 林然纠结地看向前面的卡牌 暗自发示赌概率的事情 以后不会再干了 他仔细地翻找后 还真有两本跟麻醉相关的被翻出来 但第一本仅限于局部浸润麻醉 第二个仅限于麻醉的护理配合 他只好回神看向赶来的护士 他气喘吁吁地递过来两本大后书 病人有些不解看书是什么意思 护士只好解答医生要翻书照着做 病人惊恐地想要逃走 一个准备自学麻醉的医生 这手术他才不要做 填期突然变得不爽 你觉得林医生没法给你看病 你看不起谁呢 于是他递给病人一张支票 如果林医生把你一坏了 上面的金额随便填 此时林然已经研究完成 随后迅速地合上书本 你们刚才在聊些什么 填期迅速把支票藏在身后 一行人假装无事发生的样子 林然举起手中的书本 我们来试试看吧 就用静脉麻醉 他们一行人便赶到手术室 他的助手便开始前期准备工作 病人也配合地躺在台上 等待着麻醉药的注射 神情却变得无比紧张 医生助手疑惑地看向病人 现在病人应该是被麻醉了吧 护士立刻向前查看 非常肯定地对他们点点头 第一步顺利完成 接下来我们用尽量短的时间 对病人的伤口做处理 以维持生命为主 但术后注意尿量 出血量和冲洗量也一起报一下 可是多少才算正常呢 按病人体重每公斤每小时 正常尿量应该是1毫升 但不排除其他因素 注意的是尿量有无减少 护士二人就等着一刻 他们要现在开始做手术了吗 可林然却让他们等一下 毕竟现在病人是刚被麻醉昏迷 他凑近去检查病人 必须要等尽可能保证深度麻醉 如果病人在术中清醒过来 他看着医生正在切割他的身体 持续疼痛中他却不能说话摇头 那将是感知的地狱 于是几分钟后 病人已经进入深度麻醉状态 可以开始手术了 此时病人的腹部长损伤 要再次清洁缝合伤口 再接着清洁和灌注抗生素 不容易点的插持 随后便放置引流管 腹部手术才能彻底完成官服 腹部完成后 他又迅速看向病人 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做肩膀的手术 显然速度慢了下来 林医生几乎没怎么做过肩膀 现在套着读书时的储备吧 完美及克里斯骨折 他的解剖副位技术用在这个地方 的确刚刚好 手术很顺利 他要等待病人苏醒 没有麻醉医生的情况下 由他来看护 医生助理让他放心 他会帮着护士一起清洗手术室 过了十几分钟后 仪器显示数据稳定 林然才常常松了口气 这时门外有人推开房门 巧声呼喊前方的林然医生 刚才的病人手术顺利 后面的病人知道老大你能行 外面全乱套了 林然让他放心 一个一个来外面不会乱 而且还有田七会处理 此时田七站在前面 现在知道我们林医生厉害了 你们的病他都会治 大家都到我这里拿号 时间等得久了 每小时有100美元的补贴 不严重的尽量去后面排队 医生助理奇怪的看向门口 外面似乎的确是安静了许多 田国正焦急的寻求帮助 但现在的条件 直升飞机连空窗7都找不到 救援负责人卢西奥站在暴雨中 现在库巴镇的救援 怎么都要到明天 林然却在库巴镇的医院内 一台又一台的做着手术 他的动作却不嫌缓慢 一直都是严肃且认真的执行任务 这台手术刚做完后 他发现十几台手术下来 麻醉练得有些熟练了 但过了十几分钟 他推门查看怎么没有送来病人 没想到医护人员都睡着了 他俩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棒了 他忽然想到外面站岗的田七呢 他应该是没这样受过累 他不敢再胡乱猜测 迅速向外面冲去 身上的医护帽掉了都没发现 林然迅速赶到门口后 气喘吁吁的声音也渐渐放慢 原来田七只是睡着了 难得他有如此甜静柔美的样子 林然看向他的身影 眼神中却流露出一丝宠蜜 随后便淡淡地笑起来 他疑惑地询问病人 你们就要这样等着 为什么不把他叫醒 他们都是轻微小伤 医生你们也很累了休息吧 把衣服盖在田七身上 抬头向病人表示今天就先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救援便出动 他们开始直升飞机在上空救援 前来救灾的雇佣兵队长 表示他们先下去 等后面再叫上方的人 队长安全降落后 在确认无任何的危险后 便让他们下来 队员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口 丝毫不敢看下方是什么样子 队长看着上方的队员 突然瞳孔放大暗道糟糕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 队员已经心意横眼一臂跳下来 队长只好在湍急的雨水中 迅速地跳跃向他抱了过去 队员害怕得大口喘气 不断地向自己的队长表示感谢 可是他却忽然发现队长受伤了 但队长却表示干我们这行的 都是家常便饭 没想到这人不是他的队员 这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做爆炸新闻 遍地的尸体灾后再生疫情 妥妥的人间炼狱 真实报道出来绝对是巨大流量 于是队长带领他们执行任务 新闻记者手拿相机咔咔照相 队长显得有些着急 希望那个中国医生别挂了 毕竟他们可不想白跑一趟 等到医院后 队长便迅速地赶进去 寻找中国医生 没想到雇佣兵队长竟然原地呆住 暗自心想这些是什么 怎么会有违和感强烈的画面 只见病人们纷纷排排坐 耐心地等待着医生的救援 田七疑惑询问他们来看病吗 但穿得看起来像是救援的 雇佣兵队长并未回答他 只确认中国医生还活着吗 田七突然不爽起来 我们林医生在努力治病救人 莫名其妙地你咒他 队长瞬间扬起了笑容 他还活着快带我去看他 田七气鼓鼓地不动弹 没想到这人说话如此难听 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 表示自己不是说话别计较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他 然而到了门口后 队长突然惊呼你是中国的林医生吗 凌然不解地看向门口 这位又是什么奇葩的病人 还是奇葩的救援者 队长立马向他表示是来救援的 凌然瞬间打起精神 道路打通了吗 能运入物资吗 但现在唯一的方案 就像我们这样用冲锋舟出入 我建议是暂时留在这里 凌然却突然走向前 救援者看着像是受伤的样子 队长无所谓的撩开衣服 都是些小伤经常会有的 如果是在条件完备的医院 确实只是小伤 但在这里队长被他的话语吓到 紧张的思索是什么意思 他已经感染了 但还不知道治病菌的类型 这里剩下的抗生素不多 种类也不齐全 可是他们经常受伤 一般使用急救包里的药品 再去医护室都不会感染 所以你要堵概率吗 艾滋病人用过的针头戳一下 远远大于避孕套的中标概率 而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 能不堵概率的时候 尽量不要堵 队长表示自己清楚 凌然要给他做一个局部清疮 伤口里的树枝碎片处理了 但是还是要去手术室治疗 队长更加惊讶了 为什么还要手术 其实清疮缝合是小手术 而且手术室的环境更干净 我们现在条件不足 如果你感染了麻烦的病菌 我暂时无能为力 于是三两下帮他处理好后 他开心地表示感谢 救人的竟然被救得及救了 没想到凌然也获得了宝箱 居然是完美级单项技能书 可这本技能书确实练了术 当代最常用的痔疮结扎切除术之一 男人吐槽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医术 虽然不喜欢但还是得收下 雇佣兵队长突然坐起身 我们还带了卫星电话 你有需要吗 凌然侧谋轻声提醒他 联系室里派专业的麻醉医生过来 过了一会与室里联系之后 巴西的医生不肯承担责任 没一个麻醉医生愿意来 但这样的话 我们减少手术量吧 不是必须的手术就不做 于是他拜托队长帮忙 麻烦他去镇上弄点消毒液 有抗生素最好 凌然便迅速向门口走去 并要求助理陪同一起去查房 他查看病人恢复情况时 病人却觉得都还好 但是后面比较难受 他仔细观察病人的神情 的确表现得很痛苦 没想到是痔疮犯了 巴西本来就热 突然暴雨山洪他们泡在水里 来到医院又久坐 他突然吩咐后面的助理 所有病人都要查看 看有多少人得了痔疮 半个小时后助理跑过来 十个人离九个痔疮 严重的必须要动手术 马彦林有些惊讶又不解 您还会做痔疮手术 我们都不知道吗 他开心地举起手 表示自己要做助手争取学会 就这样过了好几天 凌然带着助手不停地做痔疮手术 男人不断地斥责大骂 可是他不是在到处拍照吗 男人痛苦地流眼泪 为了素材几天泡在水里 痔疮复发了难受的要死 马彦林愣正片刻后 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他带男人来到医院直呼火酒店 鸭蛋大的痔疮 凌然肯定没见过 凌然只好让男人趴下检查 这个痔疮还真是比较大 男人羞涩地捂着屁股 那现在就能安排我做手术吗 凌然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 你必须要去后面一次排队 男人表示自己都严重成这样了 凭什么不能在他们中插队 凌然只好戳他的痛处 你的是鸭蛋大 那边几位都是鹅蛋大 马彦林再次惊呼出声 没想到还有更加大的痔疮 在过了大半天后 男人便开始了手术 由凌然亲自操刀 虽然刚才已经看过几例 但这种大痔疮冲击力真强 凌然却觉得无所谓 使用手术刀仔细完成手术 他冷静地表示母质分离完成 剩下的时间他可以休息一回 于是他叮嘱马彦林做最后收尾 但一定要清理仔细不能一弄 如果是鱼元不是在镇上帮着救灾 他应该喜欢来收这个尾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鱼元人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 凌然刚刚走出手术室 竟被一群人围上来 询问他是不是做完了手术 他们家里都有亲戚帮忙救灾 身体每天泡在水里 也是犯了痔疮 凌然早已非常疲惫 但他还是选择帮助他们 于是他做了一个星期的痔疮手术 人们纷纷夸赞中国林医生 拯救了他们整个城镇的治疗 记者表示万分怀疑 竟然一个人都没死 中国医生这腰牛的吗 于是表示镇上也不用再帮忙 还是赶紧回去找林医生 此时痔疮男人趴在床上 解释自己为了稿子素材 才会遭如此大罪 面前的胡子男并未说话 因为他觉得痔疮男说的很有道理 但这一刻他再也忍不住 为什么队长在喝酒吃烧烤 难道他这么舒服吗 胡子男异常愤怒但也未说话 毕竟根本无法反驳不是吗 记者们纷纷来到医院 手里拿着照相机咔咔一阵乱拍 凌然不爽地看向同事 我最不擅长应付记者 让他们去找别人 中国医生你们在这种条件下 是如何做出零死亡的奇迹呢 马彦林害羞地摸摸头 这个当然是靠我们的凌然医生 此时田国正带领他们离开 州长要给林医生开表彰大会 被称作无敌圣手的林医生 和在他身旁的田七街愣正在原地 久久都未出声音 林医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留在医院 为我们巴西的病人诊治 体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 也让我们见到了高超技术 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 林医生不想上台讲两句吗 他并未注意田七的骄傲神情 只是非常冷淡地表示不喜欢这些 于是死神克星中国林然出名了 新闻也飞速地传回国内 同事们看着手机不停讨论 林然在巴西又上新闻了 果真是太厉害 贺远征主任向他们走过来 举手示意林然回国后 都要去给他接机 同事们马上大声应喝 接机那是必须要去的 然而有些医生很不爽 这个林然还真是会大出风头 田国正为林医生准备的礼物 等他回国后去七七那边去收获 林然表示非常疑惑 这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还送什么礼物 田国正确觉得并非如此 于是高兴地让田七替他说明 小叔送了他一些牛 会装机运到云华 直接送到云华他的牧场赞养 林然突然有些好奇 你在云华还有牧场吗 回去了一定去亲自看看 他跟着田七走出房间 忽然回头向田先生道别 田国正有些赶伤得挥挥手 下次我们有缘再见 他悄悄地看向窗外 心里期盼他要对七七好一点 但这些话只能在心里藏着 毕竟要是当面说的话 林然那小子会不好意思 管家突然恶趣味地表示 林医生那种的样子有点想看呢 此时内地机场同事有些不耐 四人飞机都还能玩点不科学 旁边同事警告他赶紧闭嘴 小心被老货听到 另一个同事突然蹦蹦跳跳 林医生真的向他们走来了 贺远征眼神期盼地看着前方 心里却不断吐槽可算是回来了 只见林然一行人走在场内 打算直接去医院时 却突然发现主任带人来接机 贺主任拍拍他的肩膀 给我们云一大大的长脸 接机又算得了什么 林然却只听到还有庆功会 但他只想赶紧回医院 一群人突然围上来 听说你们去巴西遇到了洪灾 国外的条件肯定很好 其实手术的钱和国内差不多 只是在那边牛肉吃得好一些 贺主任奇怪地走来走去 林然人呢怎么回医院就不见人影 于原急忙向主任解释 林医生回来后就去了手术室 他向主任无奈地摆摆手 主任也在旁无奈地叹气 他只好来手术室寻找林然 说好了给你开庆功会 你怎么就跑手术室来了 他表示太久没做医院的手术 这个手术就是给自己的庆功会 反正他们老家伙喜欢的庆功会 年轻人都不喜欢 那回头一起聚餐 主任前些天凶的要命 这可是林医生你回来后 他脸上才有笑容 因为你出国就积压了好多病人 配置都是按有你在的情况来的 每周求诊 肝切除的就一堆 谁叫林医生是抬柱子呢 此刻收的病人都等着呢 几天几夜都做不完 林然突然双眼放光 有这么多看来得加把劲了 这久违了的状态全开的林医生 果然还是他回来的好啊 于是林医生快乐地肝完了一夜 一日一大早记者们纷纷前来 积极地想要采访他 但通稿不是都给了他们吗 还一定要采访什么 记者却丝毫不满 你给的稿子太官方 这么藏着是不是有隐情 主任无奈地掐眉心 你们这些激将法对我没用 记者们不再跟他废话 打算自己挨个手术室去找 但主任突然来了精神 林然还真在手术室 不能让他们去闹 于是他突然伸手阻拦 让记者们不去打扰林然的庆功会 记者们奇怪地向后看去 纷纷指着自己惊议不定 没想到是主任要带他们参观 去看林然刚救灾回来的手术现场 但你们发的关于林然的文章 要给我过目同意后才能发 主任却有些心虚 就这么几个人不会打扰到他吧 但林医生刚从巴西回来 又开始做手术身体受得了吗 林然就是这样 他把爱好当工作的 你们记者应该都知道 记者们看向窗内 这是林医生回来的第几台手术 居然是第三台手术 林医回来就没有停过 直接通宵做到了现在 此时外面全是敬佩的感叹 显然林然是听不到的 他还在认真的工作 但是这么助手们就很痛苦 一个个盯着黑眼圈想要休息 他终于良心发现 表示这个手术是最后一台 做完就休息 医生助理突然在旁边感叹 太好了终于活下来了 记者们却忍不住呼对讲 林医生能说说您在巴西的情况吗 林然却表示巴西牛肉味道不错 鱼也很好吃 但天气比较差 女记者直接闭嘴 心想自己不是想问这些 于是轮到男记者出场 林医生洪灾期间的病人 手术能详细聊聊吗 林然却更加不肯告诉外人 都是简单的手术 没有什么好说的 男记者突然冒出冷汗 心想今天的绩效都要全扣完 但现在这台肝切除手术很复杂 可以等手术完再详细作答的 林然都说在巴西手术简单 不如你们多拍拍这台复杂的 还实在一些 记者们觉得很合理 于是纷纷拿起相机咔咔拍照 两个小时后 肝内胆管结实的又肝切除术 完美又顺利的完成 记者们也觉得林然手术很厉害 于是都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主任向手术是呼对讲 林然你不能再这样下去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懂不懂 林然摘下手套看向主任 表示自己很清楚这些情况 从巴西回国这么远 周车劳顿的 不要太着急了 休息好了再回来 林然很听话乖巧的走出去 打算换上便装回家休息 但身后却有人阻拦 同事有些好奇 你们出国这么些时日 回来了有什么感觉 他认真的思索后 却觉得和以前差不多 没有什么变化 但您知道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吗 是设备仪器还有床位都不更新 这肯定不行 咱们科室的仪器设备 真是好几个月都没更新 于是同事示意他前去查房 果然他气冲冲的打算看一圈再说 他们马不停提检查急诊中心 尤其是临组病区彻查一圈后 得出必须再建一个特护病房 这里毕竟是主战场 不能有一丁点懈怠 同事表示交给他 一定会更新到最合理的状态 天色逐渐到傍晚 一群人正在夸赞林然父亲 该他享福的时候到了 林然疑惑的四处观看 怎么叔叔伯伯阿姨们全在 他父亲却让他赶紧坐 他刚回国街坊 邻居们都来接风 其实是看到了巴西的新闻 他父亲在请客向众人嘚瑟了 他们在悄悄谈话时 却被父亲发现 示意他赶紧坐下 伯伯走到他的面前 你到巴西去园外 不厉害的是不会去的对吗 林然让他有话直接说 心想还得是亲爸 这一做就不可能没事 他表示家里有叔叔想做手术 林然能不能帮忙给看看 他对这些可不敢打包票 立马询问是哪方面的情况 居然是十几年的胆结石 这次是疼得不行就想着切掉 但胆囊切除术他的确会 他的等级是最低的专精 感觉有点拿不出手 如果是确诊胆结石的话 我可以介绍一名医生给伯伯你 但伯伯却只相信他 都上央视新闻了 被人还能有你做的好吗 他父亲也在一旁劝说 都是街坊邻居的来求你 这面子不能不给 林然却满脸不爽 心想主要是老爸你的面子吧 他只好听众人的应付下来 门诊日让他来做检查 切记只能是门诊日 他父亲开心的竖起大拇指 交给我儿子就对了 他母亲却愤怒地盯着老公 心想遭老头只会给儿子找事做 于是时间很快来到门诊日 伯伯带着亲戚来到了门口 林然错愕地看向来人 不敢置信地询问伯伯 这就是你的叔叔吗 只见邻居的叔叔小陈摸摸头 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只能午休耽误医生吃饭 林然早就准备好了手套 要是要先给他检查一下 小陈只能请两天假假周末半天 不能手术的话 只能继续保守治疗 胆囊手术现在普遍 可好歹是个手术 三天可以出院 七天才能正常工作 但他真的请不了假 这个工作不容易 还有什么办法呢 林然却暗自思索 七天到两天半嘛 难度不是用挑战能形容的 男人的项目跟高铁联动 一慢下来其他项目组也会受影响 他的同事兰尾炎都保守治疗 所以他的情况只能特殊对待 林然让小陈躺好检查 自己则神识呼唤系统虚拟人 要想术后快速恢复 首先得减少术中损伤 切胆囊胆管旁边的肝脏要小心 这些都是关键问题 胆囊年连分离和胆管解剖 手术的进程都涉及到术后恢复 但病人体质不错 如果将每环节做到极致 恢复时间缩短是可以做到的 于是他提醒病人去办理住院 一切顺利的话 周五下午六点钟进行手术 差不多两天内就可以恢复 但也不能百分百保证 只有七八成的概率 刚巧同事走向前 他可以带他们去办理手续 伯伯也在旁边竖起大拇指 小然就是帮你先忙 病原胆囊动脉有明显变异 过早分支成两支或双胆囊动脉 胆囊切除数先得将胆囊动脉阻断 这些情况还得再充分考虑 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加住动脉 试了还有胆囊水肿有炎症 还得考虑其他情况 胆囊管与肝总管并行一段后 显然他还没有思索完 门外就传来主任大声呼喊 这种挑战真要做吗 凌然则重重向他点头 表示自己一定可以做到 主任拿起报告观看 这种小手术交给普通医生 还有两天当恢复期 有点过分了 凌然却并不这么觉得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提高 主任却更加的不解 这种话从何而来呢 提高预后减少恢复时间 可以看作是胆囊切除术后 他的一个发展方向 腹腔镜下的胆囊切除术 毕竟是自己练的 其实没有太多思路 恰好任务局限于腹腔手术 也就是胆肝皮和蓝尾 还要在60小时内恢复 主任看他若有所思的样子 心情顿时不美丽了 他在想些什么 凌然表示在想术后的护理 麻醉手术器械和耗材好一些 估计会更好 其实他说的这些能搞出来 就面向那些长期加班后 加出病来的员工们 毕竟这搞互联网的 好像都挺有钱的事吧 凌然却非常无奈 主任好像想到奇怪的地方了 但主任却打算弄一个项目组 他可以安排人去填几个申请 再弄点资源给他们 于是凌然只好召集伙伴 我们又要成立项目组 念向大厂员工有意见吗 他们表示没问题 搞互联网的天天做电脑前 是不是都有痔疮 于远想要学习治疗痔疮技术 倒是让凌然无话可说 其实他也听到传闻 就是要求两天半恢复的 采用电铃勾吸引器 再结合超声刀分离粘连 恢复效果是显著的 虽然超声刀的价格更贵 但凌然却直接肯定下来 一会便告知病人 他还要给医症科写报告 这个属于超规格使用器械 林医生得先打个招呼 这时一名医生冲了过来 表示也要参加新项目 一定要带上他才行 凌然无奈并未出声 左医生在后面竟偷偷笑起来 他愤怒地开始质问 左医生你笑什么 是不是新项目组没有他 马医生却说他太夸张 所有项目都要参加 你是有多差钱 还是在寻找什么 并且林医生刚成立项目组 还没两分钟哪有排班表 张医生狐疑地左右观看 那现在就排 把我的班先排好 张医生只是个被压榨的工具人 在林医生身边他内心才踏实 于是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到周五下午六点 手术即将开始 丙博芬和瑞芬泰尼连用 他的用量降低后 能缩短患者术后的恢复时间 但下次自己心里要有术 这个顺阿曲酷安要把控好 又美托密定更要注意 没想到做手术这么久了 还是第一次见苏家福被教育呢 毕竟麻醉方案是全凭静脉麻醉 这台简单手术的配置不是一般的高 而且林医生的手法和要求 也完全跟以往的大不相同 真是一场严肃的手术 手术开始后 林然观看屏幕却发现 超声刀频率得再调整 一旁的助手开始吐槽 这是林医生第几次超声刀调频 但再次调整后 林然开始手术时又再次强调 超声刀频率还得调整 一旁的医生吐槽太多 导致调整设备的医生无比崩溃 林然再次调整太佳 不然关了腹 胆管和其他组织挤到一起 很容易产生并发症 一旁的助理医生狠狠点头 表示他们认真地记下了 于是手术很快完成 只见他神情淡然地操作官方 时间过了片刻后 小陈在手术台上缓缓睁开眼 马医生第一时间走向前 轻声询问你是醒来了吗 这里是苏醒室 一会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就给你转到普通病房 但病人伤口还是默默的 于是他让苏医生给病人解释 苏医生更加淡定了 这不就是麻醉还没过吗 时间又过去一会后 苏医生表示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一旁的病人也很好奇 陈哥动完手术后的情况怎么样 小陈看到人怪惊讶 老飘你不是刚上了通宵吗 真不怕猝死啊 老飘表示早就习惯不重要 快说说你到底感觉怎么样 小陈也觉得自己挺好的 总分十分可以打到八分 老飘更加好奇 喝醉的八分还是喝咖啡的八分 小陈则思考逻辑不对 喝醉的人才说自己没醉 那没醉的人无法证明自己没醉 但你就不能跳出来写个程序 或者做个数学符号测验 护士突然出现制止二人 刚做完手术就工作 不想要命了吗 小陈突然反应过来 老飘是拿他当作试验品呢 老飘表示自己栏尾炎很久了 反反复复的加班怕致癌 小陈立马把头撇到一边 两天后再来看自己的情况吧 时间果然那过得很快 转眼间便来到了两天后 小陈和亲戚坐在一旁 担忧地等待医生的诊断 病人果然可以出院了 短时间的工作应该可以 但还是要多加休息 小陈急忙招呼亲戚 帮他办理一下出院手续 小陈立刻拍了张字拍照 表示自己说到做到马上归岗 于是小陈的这条消息 很快在个大厂的裙被转爆了 他们向小陈解释 在他手术前大火就等着信呢 这不一看可以大火都来了 没想到同事们来到很快 当子的痔疮是个小手术 肯定很好请假 小陈则有些震惊 都是来找林医生的 他还能做痔疮手术吗 其实林医生连妇科手术都会 后面应该有女同事要办手续了 小陈突然一阵后悔 早知道自己连痔疮一起割了 他看向一旁的同事们 他们有的是长眼有的蓝尾 小部分人是痔疮 他们觉得大家要拉个表 看看他们程序员都是些啥病 第二天一大早 于是拿着手术表观看起来 没想到二号手术室内 致单纯切除手术 执行医生凌染马燕林 于是怒气冲冲地赶过去 心里早已把马燕林碎尸万段 明明之前说好了的 回国后的痔疮手术 林医生一起教我们 你却想要独吞 马医生不解就非要学这个吗 可万一他辞职去民营医院了呢 痔疮手术难度不高 互联网病房里有不少病人 于医生可以去学 于员愤怒地敲敲马医生 中午到食堂一起好好商量 虽然林医生觉得痔疮难度低 但他觉得也有很多研究的地方 马医生正在吃饭中 想让他不要说得这么具体 但一会又要手术 现在不讨论的话 下午的手术怎么进步 马医生却突然感慨 表示自己已经进步 现在可以独立煮刀 可他能不能独立煮刀还带定 说实话于员不去他没法做 马医生却开始思索 自己是归陪医 理论上还没拿到执疑症 于员突然变得认真 表示自己要做煮刀真正的煮刀 不是只签字的那种 那还得看马医生做手术 他绝对不藏私 念到林医生同意后就能煮刀 于员让他做三例手术 然后给他试一半 可以的话就去找林医生 但三例有些太少 可于员只能给他五例手术 要他自己掂量清楚 于员得到马医生的肯定后 双眼亮晶晶的直视前方 痔疮手术我要来了 这时主任走向前来询问 提前收到了什么好消息 笑得这么开心 马医生蹭的站起来 表示他们刚做完手术 不知道有什么好消息 但主任却把他按下去 这是食堂又不是开会 你站起来干嘛 主任突然微笑起来 小马这次在巴西干得好 你想要的那个会帮你申请 于员疑惑地看过去 主任到底在跟他说些什么 马医生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急忙拿起来仔细观看 主任像是知道些什么 拍拍他的肩膀让他慢慢看 没想到竟是直医症过了 接下来他就是正式住院医 马医生看着手机无比激动 眼角的眼泪都快要落下来 于员看他的样子便猜到了 便提一下午的手术分他一个 于是下午的手术室内 众人正在准备着开始前的工作 马医生开心地在旁工作 身边的空气好似开出花朵 这时合作医生看不下去 小马你要想吃卤长头请你吃 别对着病人长子笑了 但马医生却开心地要请客 就在那家出名的少家馆子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聘上 我和林医生不一样 再说我以前是骨科很不容易 甭管骨科还是什么科 没有林医生都是扯淡 林医生去哪里他都跟着 手术也马上结束 林然询问手术谁来收尾 还在上闲话的二人急忙举手 双方都想自己做这份收尾工作 林然让他们自己看着办 他要去看看隔壁手术做得怎么样 他发现这也是程序员 果然在互联网上班老得快 病人找他是想赶紧恢复 他急忙装备好后 便询问病人具体是什么情况 病人慢性胆囊炎超过十年 胆囊功能丧失 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好 他突然查看自己的任务 算上刚才的蓝尾炎 做完手术的已有六个 那么做了这个病人后 理论上就可以完成任务 于是他迅速回过神来 眼神严肃地叮嘱对方 与医生注意操作准确度 直到第二天凌晨五点 林然带着众人前去查房 他仔细检查病人的情况 没想到病人刚刚从梦中清醒 于是他不让病人不用起床 给他做个大师级体格检查 手掌的动作不断滑动 检查过了几分钟后 的确恢复得不错 如果病人愿意明天就能出院 病人惊呼声响起 没想到自己一天半就能好吗 真是太棒了 林医生又把话说满了 可不能给病人奇异理解空间 其实不是完全恢复的意思 林医生允许出院 是表示你不需要再住院观察 但是任务显示完成 也就是说病人确实完全恢复 于是他提醒病人 您身体底子比年轻人好 不用担心就是完全恢复了 病人没想到十年晚级 一天半治愈 医生真是神仙啊 在查房完毕后 林然便让系统将宝箱拿出来 他获得的287只初级宝箱 两只终极宝箱都要打开 没想到开出了四小时虚拟人 还有肝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数 都是完美级的奖励 但要做肝总管十二指肠吻合数 得找还未上班的张安明安排 他只好打给左医生 张安明医生上班后 第一时间来找他 这时查完房的另一边 于原众人严肃地向前走去 突然有人拉住医生的外套 想要给他说些悄悄话 果然是同事悄悄地拉他 想让吕医生赶紧过来有事商量 他目光急切地看向吕医生 你是大师兄 这样下去可不行的 林医生刚才又问张安明 他做的肝胆科的手术越来越多 这样张安明就很重要了 他以前可是边外人员 人家说不定要后来居上 遇到这种事 无非就是一个压一个捧 咱们这么小的治疗组压不住 不如把张安明捧起来 捧他做肝胆外科的腹高 到时候林祖这边还是咱们 男医生此事保持怀疑 毕竟在主任眼里 他同事可是老大的人 但怎么说也是大主任 他又不用听林医生的 今日不同往日 咱们林祖现在可是相当有钱 难道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对吧 拿钱给张安明买腹高吗 左医生忽然捧腹大笑 咱可以申请见个肝胆二科 一个月清空三次病床 咱们组有的是钱 要见肝胆二科的话 贺远征主任想拦也拦不住 而且他做了腹高以后 门诊能收的病人亦多 用起来可比贺远征方便 林医生绝对高兴 可老左说的这些骚操作 却让他觉得甚是很有道理 于是他们专门站在门口 等待着张安明来到他们面前 果然张安明看到了他们 心里却感到有些不对劲 有事的话怎么不打我电话 只见他一脸抗拒地拒绝 表示不要和他们商量事情 自己还有手术要做 但左医生却说出一句话 让张安明不再挣扎着想要离开 他现在处于兴奋和意志之间 左医生看到计谋得逞后 便悄悄地在张安明耳边细细说道 这么大张旗鼓的稿 贺主任会不会反而来回拖呢 但也就那样了 我们有钱有人支持 肝胆外科少做一半的手术量 奖金就得少四成 他不会和钱过不去的 张安明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毕竟左医生说的太有道理了 左医生露出了坏笑 这几天咱们来慢慢运作 但林医生刚才让你去找他 可张安明不是还有场手术 没想到他果断地推掉去找林医生 此时刚来的曲雪莲 是最想留在急诊中心的实习生 正在等待上级的吩咐 对面却换来呼喊的声音 让左医生旁边的人快来帮忙 曲雪莲恭敬地向周医生问好 表示自己是林祖新来的实习生 但此时此刻没工夫自我介绍 要他给十四床拉个心电图去 病人要是心梗可就麻烦了 曲雪莲急忙向前走去 还不忘回头解释自己会看心电图 还好这个病人没问题 但他的声话也要催一下 最好再带去做个B抄 曲雪莲不好意思地摘下口罩 表示家里有人想看个病 想带他跑跑 周医生急忙摆摆手让他快去 心想只要别找我就行 还想摸会鱼呢 实习生只好解释是痔疮 马医生和于医生说他们可以做 但你们林治疗组 现在连痔疮的病人都要吗 怎么不是是林医生做呢 于医生和马医生最近做得多 痔疮手术也做得挺好的 林医生在做肝切除 没想到这位医生的话好多 实习生急忙装作听不见跑出去 周医生却欲言又止 林兰给张安明站台 在一号手术室呢 刚才二院的普外主任都来了 估计是张安明做肝切除让人参观 而且张安明要做腹膏的事 你不会这都不知道吧 可张安明肝切除都没接触多久 凭什么主刀凭什么生腹膏 如果大拿给你兜底 让你几个月学会某个术室就够用了 显然这个医生丝毫沉不住气 气冲冲地要去查看对面的情况 他快速看向窗内后 没想到竟然还真是张安明主刀 张安明乐呵呵地笑着 肝切除手术能做得这样顺 真是太不可思议 林医生从入路到步骤 再到突发状况全部都教过他 做起来跟开挂没区别 这台手术于他而言 没有任何压力 只好他三两下完成了剥离 那位医生也有些赞赏 主刀医生是第一次做吗 还真是做得很不错 另一位却不服气 现在说还太早毕竟是新人 出什么奇葩失误都不奇怪 可出了失误也不怕 凌燃止血可是一绝 另一位医生蹭地站起来想看 他傻乎乎地想看失误 甚至觉得这样的话 不就可以看凌燃止血了吗 医生愤怒地闭上了嘴 心想自己就不该提这么一嘴 张安明的第一手术 只想着普通的完成手术不行的 还得要做到优美做优秀 凌燃看着他现在的操作 心里却止不住的震惊 全都是自己教的步骤 但他心里惊讶归惊讶 却没有主动开口阻住张医生操作 现在提前做血流阻断的话 他的操作步骤会更加顺畅 这个操作稍微偏离林医生教的 虽然偏的不是很多但有风险 以前跟贺主任的手术 稍有一点不按他说的做 就是一通披头盖脸的骂 这是医生的铁则 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的要求 但林医生没有阻止他 他感动地看向林医生 让他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瞬间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瞬间 因为这个瞬间 将能证明他是个普通货色呢 还是个独特的好医生呢 他突然意识到出了神 淡定地看向林医生 果然还没有插手 此时监视器的声音 还和之前一样是拖长音 现在参观室的医生们 他们的眼色也没有变化 于是张安明突然兴奋 也就是说自己没错做的可以 其实他改变步骤之后 后边的每一步都要修正 还得在林然交的步骤上来 总的来说出了树野混乱点 出血多了点 纱布塞的多了点 其他都还行 接下来该掰干了 他又会怎么做呢 会继续想要突破自我吗 但徒手掰干是林然绝技 至少这几年他是不会想要尝试的 果然张安明没有冒险可以的 重要环节是得求稳 张安明淡定的操作手术 毕竟内心的紧张 哪能对外显现呢 参观室的医生询问他的名字 这个主刀医生做的可真爽啊 看热闹的医生很不爽 自己怎么没个林然这样的人 追着喂着给饭吃 张安明以后应该是富高 我们云一急诊中心 准备和肝胆外科展开深度合作 肝胆外科和急诊怎么合作 这些事情他们怎么都不知道 但还要等他们磨合好 证明了该模式的优越性以后 再邀请大家前来参观 他们光顾着听他们合作的事 主刀医生的手术都做完了 张安明内心无比紧张 但还是理智战胜紧张完成手术 静静等着凌然查看 这室门外的医生们鱼挂而入 纷纷向张安明对面走去 今天在场的都是一线工作者 但切除手术的技术难度不多说 周院长觉得最满意的一点 是张医生完整规矩做到官复 体现了张医生做事认真 周院长发言结束后 室内忽然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张医生看正式结束后 便提议自己去苏醒室守着 等待着病人安全醒来 毕竟是他的第一台手术 还是需要全天跟踪的 凌然提醒他把病例补全 他要再找一个合适的病例 自己安排时间 病情要尽可能简单 基础疾病尽可能少 追求尽可能好的育后 按照一周两到三例的标准 他表示自己当然可以 张安明刚能完整的做完 应该算是入门了 要将他培养到专精很困难 张安明疑惑的看向他 为什么突然问这些 显然他得不到答复 只好无奈先行离开 林医生要是有事随时叫他 林然不可能为了一个任务 全部精力都用来教徒弟 于是到了下周一 张安明已是肝胆外科的副主任 现在不算林医生的话 这是挂的第二个专家门诊牌子 张安明急忙伸手开门 左医生别在门外面说 进屋细细的聊天 张安明刚坐到位置上 就要给他安排25个号过渡 左医生把实习生带来 让他帮忙打个下手 正好再学习一下 张安明突然谈起来 也叫张主任 叫张医生就行低调低调 门外的病人却开始吐槽 咱们这边排排还算好 那边可就不一样了 那边都得找黄牛才挂得到 前边那个老头听说花了两三千 老头表示钱多花点无所谓 但愿这医生和传闻中一样神 真能给自己看好病 老头还在胡思乱想时 时间很快便来到他面诊 于是抬脚快速进去 他颤抖地递给医生报告 他确诊肝内胆管结实 却一直没有做手术 毕竟做手术花钱吗 这次又不舒服挂水都没用 看是不是真得做手术 凌然神情瞬间严肃 这是一个月之前的片子吗 大爷表示没错 是在县医院拍的 之前都是在做保守治疗 但凌然让他再拍一张CT 急忙叮嘱左医生带着大爷开一个 大爷心里却不想再去拍 毕竟之前的片子不就可以了吗 左医生提醒他是得拍 但病人的家属呢 大爷表示就自己来的 儿子他们工作忙 有啥事直接说不会怕 凌然正在纠结此事 既然病人都这么说了 那就告诉他吧 其实根据刚才的CT片 能看出来肝脏有站位 大爷对这些听不懂 只是目光疑惑地等待医生解释 我们现在往好的方面考虑 但在做手术之前尚未可知 良性恶性或者癌症 大爷瞬间被病情吓到 如果是癌症这可要他如何是好啊 但等CT拍了确认后 如果确定那就建议尽快手术 大爷早已预料到这些事情 但自己还是想零医生给做手术 可是零医生基本不做癌症切除 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个其他医生 大爷蹭地站起身握紧拳头 我就想零医生给我做 不然我花两三千挂他号干嘛 左医生只好安抚病人情绪 有的癌症不需要手术 或者不适合做手术的 大爷表示知道零医生做手术 他还给一个院士做过肝癌手术 这时零然突然站起身 向他们二人缓缓走去 他拍拍左医生的肩膀 示意没事不用这样 随后便看向病人 但零医生相信病人不会发怒 他可不能不防地走开 手术不一定能解决癌症问题 及时完整切除后 依旧有很高的概率复发 大爷根本听不进去 院士的命是命 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 零然只好让他快去做CT 拍出来确定的话 就入院准备手术家属签字吧 与此同时的张安明 在经过半天会诊后 觉得有点小累 零医生收的肝癌的病人 切除难度更大 相反地位更高 张安明快速冲出门 要知道贺主任能够坐得稳 完全也是靠的零然 他打开门向门内询问 听说零医生收了的肝癌的病人 但是一名老年患者 零医生心软才答应的 门诊就是这样子 张医生刚升腹高 又想学零医生的肝癌技术 你是想要主角及待遇啊 左医生直接回绝他的想法 也一想天开的给别人留条路 张医生觉得自己是腹高 零医生要做大手术首选的助手 怎么可能不是自己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张安明早早坐在工位上 等待做零然的助手 实习生向他摆摆手 张医生先忙我们上手术去了 张安明正在脑内模拟 今天给零医生当助手要做的事 时间过去了好一阵后 为什么自己还没有被召唤过去 他匆忙起身冲向前 打算先看一下排班表 不知道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竟让张医生崩溃的跑出门 只见他瞬间换好衣服 慌张的打开手术门看向里面 难道是开始做肝癌手术了吗 为什么不要自己帮忙做助手呢 实习生肯定的点点头 正好排班表排到了自己 所以就抓紧过来了 于远也疑惑的看向他 张医生你今天不应该休息吗 张安明假装听不懂的样子 表示自己不知道要休息 既然来都来了帮把手吧 他的心理却很心虚 做了副高以后 压根没有过休息的念头 凌然对此来者不惧 他提醒张安明来当医助 但操作时要仔细 张安明感动的走向前 千好万好还是林医生最好挖 凌然提醒众人有转移脏 必须得切掉了 我们要加快一些速度 这时男人在医院内左顾右盼 像是焦急的想要寻找些什么 男人瞬间拉起一旁的医生 我爸他好像得了癌症做手术 能不能帮自己找一下 他现在根本联系不上母亲 父亲已经去做手术 求医生帮帮忙吧 在急诊中心做肝癌手术的 不用想也是凌然 他的是同事们都懒得看 但肝癌手术急诊科别说主治 就是主任医师都基本不会碰 所以没见过的东西就是想看 于是医生摆摆手表示去看看 他迅速来到参观室内 没想到里面又是这么多人 有人质疑林医生做得也不快 但这做得快又不会让人活得更久 此时现场直播的数量飙升 短短一分钟就有42人观看 现在有42个单位在观看手术 林然就做个手术 还这么喜欢炫技吗 可他这是什么话 以前做肝切除手术 林医生常面临很多情况 在这方面他是权威的 吐槽的医生被堵得哑口无言 只能在旁边听林然的伪计 手术室内传来声音 机器内显示边缘清晰 林然暗自点点头 瞬间严肃地看向手术台 现在可以继续手术 参观室的人大喊不愧是林医生 咱们可要看仔细 能多五点什么就赚了 吐槽医生表示不是酸的时候 他是来看肝癌手术 又不是来看林然 于是两个多小时过去后 经过医生的严谨操作 手术顺利结束 参观室内的人们大喊 终于结束了 林医生简直不是盖的 这时医生突然想起 忘了病人的儿子 现在估计人都等疯了 他急忙打开门向外冲去 赶紧告诉那人手术成功的消息 没想到他再回来后 周围都看不到男人的身影 医生切而不舍地寻找 终于在转角嘎啦 发现了二人 他担心地冲过去 你们不在医院内等着 跑到这里干什么 男人表示找到了母亲 他之前担心父亲手术 就跑这里哭来了 他突然询问医生 他父亲的手术 是不是没啥问题 医生满脸无奈地站在原地 还不忘告诉他们手术成功了 只见二人开心地松了口气 果然是没啥要担心的 医生们没骗人 医生更是满头黑线 这次又算自己白忙活一场 到底图的什么 张安明忙前忙后的操作 这可是他第一个肝癌病人 一定要照顾好 主任突然找上门 他立马心虚地解释 刚有个病人送过来 他跟着看一下 这话引起其他医生的不满 ICU的医师 你们现在还信不过吗 肝癌切除凌然做也就算了 你张安明也想来奋一杯羹 还不能教训你吗 一个科室就做好一个科室的事 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ICU的事 自己去做不就好了 小张你也跟了我几年 我的要求就是做事要专心 别说做肝胆的 不要去搞ICU的事 这时吕医生突然闪现出来 我们林医生说张医生可以做肝切除 我们林医生说了 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林医生还说了 主任只好摆摆手让他们闭嘴 神情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 凌然一伙地抱团了 看来张安明以后也算是惹不起了 张安明看他走后才松了口气 一副劫后余生地表示得救了 他们在旁鼓励张安明 我们林族可不是随便能欺负的 时间很快来到一周后 张安明疑惑地看向空空的床位 没想到被送回普通病房 但肝癌切除最少要住两三天吧 原来是病人家属强烈要求的 他们在经过手术后已经没钱了 可林医生签字免掉了很多费用 但ICU的费用无法全免 下时间张安明情绪低落 垂着身子不断地思索些什么 那个肝癌病人一没钱搬出ICU 怎么说都是他做的第一个手术 心里怪不是滋味的 这个确实没办法 好些人一年赚的钱 也就够住几天ICU罢了 张安明瞬间爆炸 这么高额的费用 咱们不能再给减免一些吗 但云医也是财政差额拨款单位 再要多的必须得霍主任点头 张安明瞬间失落 让霍主任同意还不如自己出钱呢 这时林然却来到他们面前 疑惑地询问要霍主任答应什么 左医生开始怂恿他 你就跟林医生说 不说就真一点机会没有 于是张安明很听话 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然 林然表示自己清楚 病人恢复的障碍就是经济 那就按你说的办 填报告给霍主任 张安明满目崇拜 林医生真是救世主 世界上的大好人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 张安明总算熬到正式聘用 但断了他的奖金去了抽成 本质上也不是急诊中心的人 他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张医生基本就没回过家吧 现在身上的味道 差不多和长等组一个味道 张安明掀起衣领秀秀 真有那种味道吗 我怎么闻不出来 显然他对此事不关心 倒点了今天的手术上完再说 他穿戴好装备便来到手术室 没想到面前的竟然是吕医生 吕医生解释自己能独立煮刀 老大就把手术交给他亲自做 张安明敬佩地竖起大拇指 你专心做七八年 肯定有做不完的手术 吕医生不好意思地笑笑 知道你是在找老大 我这里没有问题 于是张安明便来到隔壁 寻找他那亲切的凌然林医生 凌然神情淡然地看向他 你终于来了马上开始手术 张安明此刻却很高兴 自己拿到了聘书副主任医师 凌然还在做着术前准备工作 但也不妨碍他向张医生表示恭喜 刚巧他的系统内送了宝箱 于是直接让系统带自己收进去 张安明凑向前来 这台是什么手术 咱们要用啥术式 凌然刚想向他说明 却发现他身上好大的异味 张医生你现在不适合手术 张医生突然痛哭流涕 为什么自己不先洗个澡再来 于是凌然独自飞速完成手术 刚准备想要离开却看到洪主任 洪主任笑眯眯地向他走来 身后还带着人想要给他介绍 对面的老嘴友好的伸出手 凌医生你好我叫求红 说起来我们还是校友呢 凌然也向他伸出手 校友难道是下沟小学吗 求红甘大的笑笑 凌医生好幽默 我是云华大学老三届毕业的 凌然只好向他附和 学长你好找我什么事情 他儿子求辉毕业在云医实习 他想在凌医生手下继续归陪 那个孩子成绩不错的 他说凌医生技术是顶尖的 就求我来问问看 凌然突然变成痘痘眼 淡淡地询问他能加班吗 求红被这话问得一愣 呆呆地看着前方不知道要说什么 红主任只好偷偷提醒他 求红这才大喊当然能 他加班绝对低名 凌然有些感兴趣了 每天加班到晚上十点也可以吗 求红表示那必须的 九百九十六是福报吗 我儿子那刻苦精神不是吹的 但凌然手下的归陪医 凌晨四点半到医院比较合理 只要凌医生吩咐 他不回家都可以 我给他做这个主 红主任在旁听的心惊胆战 这些是不是有点过分 凌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明天直接让他到左医生那报道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求红便来到医院找到左医生 请他多多指教 左医生表示小事情 急诊科升格到急诊中心后 只有我带你们 他们来到周医生办公室 没想到周医生又站着睡着了 他向周医生介绍归陪求红 林医生今天没几台手术 所以带到这给您帮帮手 周医生突然扭脸看向一旁 那个谁刚才说确认的赶紧过来 对面的医生急忙挥手 表示他们这里会要备用的 左医生看着事情交接完毕 于是挥挥手便打算离开 现在又是两名警察执勤中受伤 从郊区过来大概35分钟 这时女警察慌张地跑进来 她的队友被歹徒用鱼杆抽到腰 恳求医生快些救救他 医生只好赶紧阻拦 女警察你也别动 你也得躺一个行床 女警察躺下去的瞬间 想的竟然是能见到林医生 男警察是被顿气所伤 去拍个CT抽血检查一下 观察一天再逐步治疗 周医生让女警察稍等 等检查完一个才可以检查他 女警察别扭地向医生解释 我想请林医生给我看病 周医生正想摸鱼 于是她吩咐龟陪生去叫林医生 求辉带领林医生前来 还在认真地给她汇报这些事情 女警察瞬间坐起身 羞涩地表示又要麻烦林医生了 只见凌然根本不看她 牛脸吩咐去催一下检查报告 紧接着她戴好手套装备好后 走到男警察身旁做体格检查 她按着警察的肚子 询问是不是肠胃经常不舒服 男警察丝毫不敢怠慢 自己的确偶尔有点胀气 凌然面色不变继续查看 有没有感觉肌肉紧张 男警察心惊她还真神 是没什么胃口受了快食尽了 凌然只好再次确认一番 仔细地观察病人的身体后 她扭头叮嘱求辉 让她去联系病人的家属 并让他们赶紧过来 女警察感到一丝不对劲 忐忑地询问林医生什么情况 林医生向前对她解释 体格检查怀疑可能是胃癌 具体情况先看CT结果 女警察却觉得不可能 您才检查几下就按了按肚子 会不会是检查错了 但大师及体格检查的判断 出错概率很低等CT结果吧 这时球灰拿着报告单走来 飞快地递给他们 但神情却显得无比担忧 女警察看到报告单后 反复确认同事还真是得了胃癌 现在林医生没说话 应该还是不想做癌症手术 得帮她推了才行 于是左医生走向前 现在胃癌的恶性程度很低 我们普外的欧阳主任技术很好 但男警察觉得林医生最好 我也是想请林医生给我做手术 左医生急忙想要拒绝 林医生不是普外科的医师 也不会做胃癌手术 林然突然开口提议 先去请欧阳主任来 后续的事情后面再谈 欧阳医生检查报告单 位置还行尽快手术吧 但具体怎么做还得再思考 女警察把林然拉到一边 您的手术效果最好 我知道您不喜欢做癌症手术 但能给老徐做手术吗 老徐虽然有房有车有存款 但是交去老房子 是政府给劣势子女的照顾 而她的存款则是父母的抚恤金 其实她是对理内心最苦的那个 可是林然也很无奈 想要做胃癌手术 除非能开出技能书 于是她使用神识召唤系统 将最近传的宝箱全都拿出来 314只箱子就开出一本技能书 这么低的比例出的技能 如果不是能马上用的说不过去 没想到竟是综合技能书 包含胃大部权胃半胃胃豆腐切除术 等综合技术太好了 女警察突然打断她 林医生您考虑的怎么样 能帮老徐做手术吗 林然现在一输在手丝毫不慌 无比淡定的对她表示可以 女警察顿时心花怒放 林医生为了我答应了好开心 林然急匆匆找到欧阳主任 她考虑以急诊中心为主做手术 她肯定的向主任表示 自己完全就可以胜任这个手术 病人老徐听到后也很开心 毕竟是谁不想让高级医师手术呢 刚巧系统内发放出击宝箱 病人的由衷感谢是最大的褒奖 欧阳主任有些怀疑 林医生自己做胃癌手术有把握吗 如果欧阳主任愿意帮忙的话 我的把握肯定更大 欧阳主任内心呐喊 开什么玩笑我一个专家打下手 再说之前没听说她会啊 你如果坚持的话 我给你打个下手也行 林然真诚地表示感谢 于是便吩咐老左 带病人去急诊中心的病房 于是林然要做手术的消息 瞬间在医院内撞开 主任也疑惑地找她问话 林然肯定地点点头 欧阳主任也答应给我打下手 但欧阳看这么好说话先不说她 你是怎么样想得突然做手术 林然淡定地直指病床 自己组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贺主任无比生气地忍住 显然林然是在转移话题 于是林然转述老徐绅士 所以我愿意给她做胃部切除手术 贺主任不再阻拦 看来她的急救中心 又多个癌症切除的项目了 手术当天的术前会议 方案是腹腔镜下做胃癌根治术 不行不行风险太大 病院目前还处于早期胃癌状态 有足够的切缘损伤也小 我淋巴清扫做得很好 这说明你也知道这些问题 彻底清扫未周淋巴难如登天 左医生急忙出来劝导 不如先以此为基础 继续看看后续怎么样 可腹腔镜下淋巴清扫非常麻烦 连腹腔镜和开腹无法达成一致 后续又有什么用 余阳算是听明白了 欧阳主任没看过手术扫淋巴对吧 她迅速找出一个视频 先给我们欧阳主任看看 这也是京城多家医院推行的 目前也在英国等地被推广 命名为零食肝切除术 欧阳主任看向淋巴清扫过程 最近有人能做到这种地步 医生对腹部的解剖 对病人的无比了解 才能做出这样的操作 于是凌然只好向她解答 自己的技术在下沟诊所所学 左医生在旁案子偷笑 主任别问就算是问人家也是天才 欧阳主任让把视频关掉 方案就选腹腔镜下的胃切除术 可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难道还要再次冒险做手术吗 凌然则表示主刀由自己来 并设想从其下放刺入气腹 凌然详细说明操作步骤后 护士麻醉医生开始术前准备 这时无数脚步声响起 纷纷来到手术室内 欧阳主任无比震惊 麻醉科都出动大队人马了吗 你们急诊中心这参观室 当真是比任何一个科都气派 蒲埃大主任维青也来了 毕竟这是云医的第一次 腹腔镜下的胃癌切除术 凌然表示不再废话 全腹武装好后 便开始今天的手术 腹主动脉和肠细膜没有发现转移 并且干面无比干净 一线横结肠细膜无侵犯 并且腹膜后淋巴结无侵犯 如果腹腔镜做出气膜 再发现转移并转成开腹手术 那将造成更多感染 为主任有些不满 年轻人是真冲动 老货你也不帮忙拦着点 就这条结肠带得检查多久 多大的带率检查也检查不出来 或主任让他别管那么多 看屏幕里的手术就是了 于是凌然众人把胃网膜又血管 和结肠中动脉淋巴群处理后 现在肠细膜上动脉上静脉找到 暴露胃网膜又静脉根部结扎 但血管接着和切断的速度 真是快得有点不正常 做惯了肝部血管后 没想到胃部血管对凌然来说 已经到了不算各式的程度 从结肠动脉开始 找膜上动脉就不容易 再想摸到上静脉就更难 如果是开腹手术 顺藤摸瓜的爪环相对容易 他怎么会做得这样快 凌然可没工夫解释 认真且严肃地提醒欧阳主任 马上观看下视野 欧阳主任也很心惊 凌然这技术真是没得说 自己服好镜就行 凌然忽然目光一宁 接下来遗脏做解剖标志 手术很快过去一小时 整台手术最大的难点来了 开始清扫淋巴结 这是欧阳主任状态不对 因太久没服劲 疲惫导致位置不对 凌然也意识到这点后 贴心地询问需要换人吗 手术时间比较长 需要休息的就提出来 中间也可以吃饭 欧阳主任很快调整好状态 表示自己没事明白了 凌然看所有人进入状态后 不换人的话我们继续 没想到这不算难点 我们急诊中心没啥难点 你们普外才有难点 于是接下来的手术中 两人配合在没差错 手术很快完成 凌然刚打开手术门 病房外的家属蜂拥而至 他只好解释手术很顺利 等病人苏醒可在ICU外面看到 病人身体状况比较好 现在送到ICU能够更好护理 亲属们纷纷表示听医生的 能够治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名警察拦住林医生 打算晚上请他吃饭 毕竟手术那么辛苦 凌然刚要拒绝 警察表示地方已经定好 一个大包厢所有人都去 女警察也在旁边附和 激动的想要立刻跟他吃饭 左医生向他们摆摆手 我们就不去了 林医生不喜欢出去吃饭的 货主任突然走过来 大声命令众人 所有人都要去 警察钦佩地竖起大拇指 还得是货主任敞亮 于是众人来到大红国 云华之名火锅店内 警察要帮林医生涮毛肚 这个黑毛肚涮八秒就行 再熟就没那么好吃 凌然急忙拿起筷子 我自己涮就好了 队长你不用帮忙 其实队长是真相感谢他 老徐家里没有管事的 只能他来帮着跑跑 说把他像坐下去时 腿上却传来剧烈的疼痛感 凌然震惊的睁大眼睛 队长你的膝盖好像有伤 队长不好意思地解释 这个伤好多年了 没见有啥问题 大家都敞开了吃 这时女警察夹起一块肉 开心地想要递给凌然尝尝 其实老徐做了手术 还要继续化疗 早起胃癌的复发率虽然低 但后面会增加 队长表示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能管多少算多少吧 女警察不甘示弱 迅速夹起一块肉又递过去 凌然立马礼貌拒绝 她只对处队长的伤感兴趣 难道这膝盖没看过医生吗 队长其实看过 只是医生说要做手术 有点害怕就拖着没做 果然凌然很感兴趣 急忙询问诊断结果是什么 半月版啥的她也搞不懂 反正不管她也凑合能用 半月版损伤你找林医生 国外病人专门找林医生治 队长突然惊呼出声 我还以为你们这种大专家 是专攻癌症的呢 凌然看着碗内的肉片 无奈地表示实在吃不下了 于是几天后队长动手术 她竟然想要办嘛 想看林医生手术风采 吕医生只好赶紧提醒 其实你什么都看不到 凌然突然抬头四处观看 于员于医生去哪里了 这时于员匆匆地赶来 慌忙的挥手表示自己到了 凌然向她解释 毕竟很难得 所以让于员过来观看 吕医生更加不解 什么叫很难得 难得在哪里 病原膝关节内部一片稀烂 这些是比较少见的 队长难受的看来看去 我现在选拳麻还来得及吗 虽然是小手术 但半月版有纵形撕裂 还有后脚撕裂 情况比较严重 膝盖就像房子 膝关节半月版损伤 就类似房间的天花板塌了 凌然马上开始手术 神情严肃地向李医生示意 一定要服好劲 随着时间的流逝 病人缓缓缓地睁开眼睛 手术做完了吗 医生赶紧附和式的 手术挺成功的 现在要给你做个检查 果然没什么问题 他再留一个小时回去 目前看恢复得挺好 医生则只向一旁 一会把你们几个一起送过去 楚队长顿时惊呆了 全是凌医生做的吗 他一口气做这么多 他突然感到无比轻松 自己果然找到了一个好医生 凌然早早下班走出医院 忽然发现路边的豪车很眼熟 果然美女在旁等着他 询问他怎么这么早就下班 他解释今天都是小手术 做关节镜什么的做完了 甜妻吃味地吐槽他 加班加点地做完 留出时间好去和小姐姐吃饭吗 凌然却表示非常不解 什么小姐姐 你到底在说什么 看凌然这反应 他都不知道我在说谁 那就是对那人没什么印象 只见他快速地扬起笑容 自己已经在心里原谅了他 于是他提议去吃烧烤 他的牛在庄园都养肥了不少 他们很快开到云华市郊外 甜妻的专属农场内 凌然惊奇地四处观看 没想到云华也有牧场 丝毫不输巴西的环境 他忽然蹲下身抚摸小草 为什么会有一间牧场 甜妻无所谓的解释 牧场的话最初是因为有一片地 所以种了菜 后来又养鸡啊鹅猪等小动物 在后面家族里有人开了餐馆 凌然摸着一头小牛 这就是你叔叔给的巴西牛吗 甜妻肯定的点点头 本来说做烤全牛 但师傅说好看不好吃 凌然也很给面子 表示先尝尝今天的菜系 甜妻也很尊重他的选择 你想自己烤还是师傅帮忙 前方两位师傅正在烤串 愉快地分割上面的牛肉 甜妻指了指一旁 其实这是非肉烤肉的师傅 做牛杂的师傅在那边 他果然很关心凌然 最近还是很忙吗 是不是又做了很多很多手术 但你做的手术比其他医生多 做那么多手术是什么感觉 凌然只好解释感觉不错 如果人的胃有四个就更简单了 可是四个胃的人 那不是成了牛人吗 凌然你真的是好动 他开怀大笑的同时 忽然倒在了凌然的肩膀上 他们仿佛按住了暂停键 随后甜妻急忙大喊要吃烤肉 于是几日后的病房内 容光焕发的储队长找到队友 他敲咪咪地凑向前 表示自己有个事要合计一下 我们队里膝盖有伤的不少 想到安排来零医生治病 还是得合理分配 人多了想法也就多 是得先想好规矩才行 没想到队长突然掏出本子 表示自己已经定下三条原则 再列一个表出来 老徐惊讶地看着他 全都想好了还找我合计个啥 队长很快弄好明白 先是老王这几个队员来 老徐也很震惊 没想到队里受伤的人这么多 队长则表示肯定多 所以要分替来吗 先是这几个再是那几个 老徐有些无奈 搞得像买卖人口一样 又像犯罪分子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门诊外边传来谈话的声音 林医生每天只看十个号 你们得稍微等一会 加了号才能看病 这些警察们纷纷感谢左医生 以后抓嫖遇到了一定放过你 您要是被抓赌的逮到了 就报他们的名字 还有打架和出车祸 左医生更加无奈 谁家好人会做犯罪的事情 这是一个老头走向前 听说您几位被加了号对吗 老头则表示自己从外地来的 想让几位老哥云个号出来 他们身为警察是得为人民 但是他们也是来看病的 老头得寸进尺地走向前 侦察力很高 老头这个动作是啥意思 没想到老头竟是黄牛 八百一个号 于两个市场加一千八 于是警察们迅速站成一排 掏出手中的警察证 想让老头一起去聊聊 老头对此惊呆了 没想到自己竟找到了警察 他突然一溜烟跑掉了 还不忘向警察表示歉意 他们二十多分钟做完一个 今天来的一下午就全做完了 有了林医生 咱队再也不怕有人受伤了 听说恢复的也很快 但一夜过去后的吕医生 一晚上手术就四台 得去小食堂弄点吃的才行 他顶着两个黑眼圈走向前 迷离呼呼的思索要吃什么 忽然一个厨师走过来 举起手中的勺子 表示要为他做饭 他是云立公司的厨师 并且建议要代表人 吕医生则表示随便弄完米线 味道不要太咸 熬了夜只想吃清淡了 厨师马上挥挥手中的勺子 这个饭就包在他身上 但过了五分钟后 这么就还没弄好 要是自己弄已经吃上了 忽然在他身后传来声音 丁主厨师以后必须加强 此时厨师把锅碗辉冒烟 无比肯定表示下次一定 吕医生震惊地坐起身 居然是田小姐和老大 你们什么时候在的 田七表示一直都在 随后便温柔地看向凌然 丁主他慢点吃 这时主任却找上钱 慌忙寻找凌然的身影 凌然看向霍主任 你也这么早吗 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霍主任白板手表示不用 自己给他说两句话就走 随后便递给他一个简介 这是秋线的普外主制 主要想学富强境 虽然领主永远都缺人 但突然来得高成熟的 对他们来说威胁很大 吕医生身为领主大师兄 难道即将要被内人换下去吗 所以他不能下班回家 得亲眼看看这个家伙 于是吕医生喝了很多红牛 和在一旁凑热闹的医生一起 等着静修医生前来 静修医生人旗站在众人面前 表示自己很吃苦耐劳 就算是熬到凌晨也可以 左医生丝毫不屑 听起来这货85%没背景 吕医生却很不爽 在我们组做到凌晨式机操 算什么吃苦耐劳 张医生暖脸不耐 只要他别分我的手术量就行 于员却丝毫不感兴趣 还不如回去吃个饭 扭脸向后面走去 凌然认真观看简介后 你过来静修想学哪方面 是要让我亲自教你吗 人气表示能在这里学习 就是修来的福分 能学到一丁点都乐意 林祖众人酸的牙都掉了 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 和老左是一个赛道呢 这家伙比我更拉得下身段 如果我只是在县医院 肯定算是我的敌手 更重要是林医生不吃马屁 这家伙能走多远 还真是未可知呢 胆道威胁的吕文斌 丁策策地问他现在主要做什么手术 人气转头看向张安明 这又是哪位大神 不过反正笑就对了 他笑咪咪地表示常见的蓝尾炎 长灯足胆囊炎 也做过肠癌 为大部切除术这些大一点的 就基本普外的手术都在做 张安明惊了 这人做的还不少 人气表示县医院就这样 就是听领导安排有啥做啥 张安明有些怀疑 他的技术这么全面吗 心想得套下他的底才行 技术这么全面 得套下他的底才行 他笑咪咪地表示我们林医生的技术 两个月学完恐怕是不太可能 转头就问他什么做的最好 人气表示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蓝尾炎胆囊炎这种 林然文言决定先让他做做看 转头让左词点去安排 他先做助手 左词点问他手术 做到晚上六七点钟可以吗 人气立马表示可以 自己以前做手术 都会做到凌晨一两点钟的 当天下午 林治疗组便分别开始了手术 人气看着鸭雀无声的手术 是有些惊讶 云医做手术都不说话的吗 他转头看向林然 主动提议自己要不讲个笑话 自己在县医院做手术的时候 都喜欢边聊边做 认真手术的林然并没有理会他 碰了一鼻子灰的人气 见此默默闭脉了 二十分钟后 林然终于开口了 手术完成 一旁的人气终于松了一口气 第一台结束 算是人气完成融入云医的第一步 不过他还是很不喜习惯 他抬头问吕文斌 接下来还有手术吗 吕文斌文言忍不住笑了起来 人气对这情况是一头雾水 你们在笑什么 吕文斌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你没发现林医生已经走了吗 人气往旁边看了一眼睛了 刚才那么大一个林然去哪了 其他人默默比了个三 在三号手术室 人气立马转身赶往三号手术室 一进门连忙道歉 吕文斌表示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 林然看向人气 问他做过开腹的肝切除眉 人气表示就实习的时候跟过一台 不过他实习也是在云医 林然文言有心让他试试 肝内胆管结实 要切除左肝 让他试试二主 人气文言立马答应下来 林然问他看得懂合磁共振片吗 人气表示会看 自己医院也有台合磁共振仪 林然文言点了点头 让他先看磁共振片 然后再上手术 不过优先看T1轴状面 不用都看完 叮嘱他速度快一点 说着便让助手放两套磁共振片 人气文言猛了 那都是什么 自己要怎么看 两三分钟后 林然问他看完了没 或者先开始手术 人气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自己要是看得懂合磁共振的原片 胃毛要进修外科 进修影像科不好吗 吕文斌让他有话就说 林然手术期间不喜欢说话 很多是术前就得说好 人气尴尬的表示 自己一般看的是合磁共振的报告 刚才自己以为林然问的也是报告 吕文斌文言心中有些好笑 中午把自己说得那么全面 还是有点水分的 那威胁算是接触了 他问人气看报告还需要问了 人气刚大的脚趾抠地 附和道说的也是 他表示在自己县医院 能看懂报告的也没几个 他是真没想到 真的有看得懂磁共振原片的外科医生 吕文斌骄傲的表示 林医生是我们院的影像大拿 看片可是一绝 林然开口打断了二人 已经耽搁几分钟了 开始做手术吧 吕文斌连忙点了点头 数小时后 林然做完了四台手术 他摘下手套准备先去吃饭 剩下的就交给吕文斌了 吕文斌看向人气 人一生你跟四台都是二主 要不你来官复 人气立马答应下来 人气上手喜滋滋地开始 做最后的官复 吕文斌见此催他快一点 做完了好吃饭 人气有些不解 现在已经八点多 就不在食堂吃了 做完这台手术下了班 自己回去吃 吕文斌十分无奈 谁说做完这台就下班 林然习惯饭后再做一台手术 说是有助消化 人气更加不解 自己记得中午说的是 说做到六七点就下班了 吕文斌气笑了 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人气彻底猛了 他到底在说什么 吕文斌叹了口气 看来这会是真不懂 他直接明说 今天林然为了教他 才特地慢了许多 六七点是他正常手术的下班时间 人气惊讶地张大了嘴 可灵医生的手术时间 比自己认识的县医院 那些领导要快太多了 就这还是他特意做慢的时间 那他认真做的话 简直不敢想象 人气彻底服了 时间来到十点多 林然饭后的手术也终于完成了 人气揉了揉发酸的脖子 感叹总算是下班了 左辞点上前搭在他的肩膀上 问他能适应这工作时长吧 人气连忙点头表示能适应 左辞点满意地点了点头 嘱咐他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可以早点过来 人气表示没问题 顺便问了一嘴 大家一般早上几点过来 左辞点老神在在地表示 比林医生早来半个小时就行 人气问他大概几点 左辞点背着手 说出的话却如寒风般刺骨 早的话两点多 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你明早三点或者三点半 人气文言简直要疯了 快十一点下班 三点就要上班 已经第三天了 天天凌晨两点多起床 人气不幸只有他一个人觉得累 在县医院快十年 他自认算个努力的人 来云医才发现 自己那种程度在别人这里 什么都不顺 人气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他一边换衣服一边问吕文斌 这种手术节奏大概要持续多久 吕文斌表示自己也说不准 也许十天半个月 也许就这两天 人气文言心想看来是自己来得不顺了 要是再单个几天再过来就好了 吕文斌文言以为他也跟凌然一样 喜欢手术到狂热 人气欲哭无泪 再喜欢也得有个度啊 吕文斌心下了然 看来刚才是我们彼此误会了 他以为人气嫌手术少 结果是嫌多 等再过十天半个月 他肯定会怀念现在的几天 因为这几天是最近两个月 手术量最少的时候 人气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时他发现下午的手术 是单孔腹枪劲 只要学会了这个 回到县医院他也能开发新术室了 他心中暗暗决定不管多难熬 自己都得学会单孔腹枪劲 下午吕文斌调侃人气 这是第一次见他下午精神这么足 人气尴尬地表示慢慢习惯了呀 这时凌然发话这台手术 让马彦霖主刀 马彦霖立马上前准备开始手术 人气睁大了眼睛认真观看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操作步骤 自己都已经记住了 这时他突然猛的一顿 以为是病人开始出血了 凌然看了他一眼 没有出血指标正常 不要自乱阵脚 人气连忙道歉表示自己看错了 人气看着手术 有凌然的指导家托底 这手术做得真是踏实 看得他自己都想上手做了 这时手术越来越顺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凌然见此让人气来福尽 人气立马受宠若惊地答应下来 这时马彦霖问凌然没有出血 自己要留置引流管了 凌然点了点头 顺便告诉了他刚才手术的错误 人气表示又记住了一个细节 手术在凌然的指导下圆满完成 人气一边下楼 一边回忆巩固刚才凌然指导的要点 这时他一时不察脚下一滑踩空了楼梯 关键时刻凌然及时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 人气连忙道歉 自己刚才巩固记忆手术要点 没看脚下 凌然开口问他决定好进修方向了没 人气笑着点了点头 他早就想好了 他想学单孔腹枪镜 人气回答蓝尾言切除 凌然有些好奇他为什么选蓝尾言 他明明会做的 人气表示自己没做过单孔腹枪镜的 就想学一学 凌然文言也思考起来 单孔的效果目前来看是逊色于传统腹枪镜的 人气有些无奈 单孔手术切口隐蔽 没有疤痕 现在的年轻人只关心这个 那自己的与世俱进才好 凌然文言点了点头 同意了他的想法 人气笑着点了点头 就先去做下一台手术的准备了 人气的选择也给了凌然新思路 自己一路练习的专精级胆囊切除术 后面不管怎么挖掘深度 也没有达到大师级的倾向 如今看来广度也很有必要 凌然心想一直做开腹的胆囊切除 却忘了做单孔的胆囊切除 看来自己是时候调整方向了 说干就干 他打电话给左词点让他找点胆囊炎 最好是要做单孔腹枪镜的 这时系统也发布了任务 将自己的胆囊切除术提升到大师级 凌然见此笑了 看来系统和自己越来越有默契了 这时他大先提升到专精式终极宝箱 提升到大师级为什么也是个终极宝箱 这不科学啊 然而系统却毫无反应 大度的林医生不和他计较 让系统先收起来 现在去普外才是正式 与此同时普外的手术室里 善全凶巴巴的教训其他医生认真看 别马马虎虎的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 有人站在门口 善全一脸不爽的看过去谁啊 莫名其妙的 这时候进手术室干嘛 手术中闲人免禁不知道吗 助手连忙表示 那是急诊中心的凌然林医生 善全立马一秒变脸 语气十分和善地问凌然来 这有什么事 凌然直截了当地表示 自己想学习一下单孔腹枪劲 善全看了一眼身后的学生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善全表示他可以去找主任 凌然说自己问了一圈 都说善主任的技术最好 平时自己听惯了的话 从凌然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这么让他舒坦了 他也不吝啬开口 就要给凌然讲 凌然打断他表示 自己先看他做手术就行 善全闻眼也不恼 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就转身 继续认真地做起手术 凌然仔细观察着他的操作 里面有相当多的细节 他估计单拳的 单孔腹枪劲的技能 是有大师及水准的 善全见他看得认真 满意地点了点头 普外年轻一辈里 没有人看手术 有他这样认真 难怪凌然能在急诊 那边脱颖而出 很快手术终于完成了 旁边的助手松了口气 总算结束了 这手术做得跟参加 国际会议一个标准了 凌然问他自己 还能来看他手术吗 善全闻眼点点头 表示当然可以 助手欲哭无泪 也就是说以后 不定是有这么累的手术了 第二天一早的普外手术层 善全吹着口哨 准备去手术 旁边突出有人说您迟到了 简直把善全要吓死了 他伸手扶了扶 自己差点掉的帽子 我堂堂普外科主任医师 会是迟到的人吗 凌然表示 今天的手术时间是九点 现在已经八点五十五了 善全吹语地表示 自己洗快点就行了 不过他怎么这么早 就来看手术 凌然认真的点了点头 自己昨天跟他讲过了呀 善全悠悠地表示 可昨天他说的是有空再来 这时左词点突然出现 问善全后续的手术 是否要肾炎 善全表示不用 这台手术做快点就行 左词点点了点头 那自己给麻醉科沟通 跟他们说下手术时间可能变化 善全这时才回过神来 左词点怎么也在这 左词点表示 自己主要是给凌然服务 凌然想来看单医生的手术 那自己就过来做做后勤 善全文言不解了 做手术要什么后勤 很快他就想通了 凌然是院长 都点名要优待的精英 有点特权也正常 自己犯得着去操心嘛 于是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清晨 善全专门提前了十五分钟到 这下总不会被年轻人说迟到了吧 然而当他再次走到拐角处 凌然居然没在 善全无奈地叹了口气 自己跟他叫什么劲 没人盯着总算是不用绷紧了 再说做到主任医师 爽的不就是自由吗 想到这的善全再次哼着 割潮手术室走去 然而他刚打开手术室的大门 凌然竟早已等在里边了 但医生您来了 我就知道您今天肯定不会迟到 善全感觉晴天霹雳 这小子怎么还在 而且不按套路出牌啊 凌然表示看了两天手术 今天想给他当助手 善全表示自己这边的助手 其实就是扶一下镜子就行了 凌然点了点头 但是上手和在一边看 还是会有不同的感受的 善全文言也没再坚持 既然他想服就服吧 善全一边手术一边 开始耐心的跟凌然讲解起来 手术很快完成 善全问凌然接下来还看吗 凌然摇了摇头 今天有事就先不看了 拿到手机后 凌然立马给左辞点发消息 让他给自己安排窃皮手术 从善全那里学的的东西 凌然转头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了人起 待他做完自己的手术后 就继续跟善全的手术 这几天里这种情况仍然在持续 这天正在手术 善全的助手便接到了电话 电话那头问他凌然是不是在他呢 他说是在这里 电话那头文言表示让凌然快来会议厅 凌然刚走到门口便得知 云大的吴院长他们等候多时了 凌然文言进去先给他们打了声招呼 吴院长笑呵呵地表示自己过来看看他 让他快坐过来 凌然刚走近便被院长拉住了手 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厉害 真是没想到现在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接着表示自己今天来是有个不情之情 凌然客气地表示院长严重了 吴院长也说明了来意 他想请凌然给自己的父亲做肝切除手术 但是他父亲有点抗拒一般的医生 多意想请他以云医学生的身份来做 凌然有些震惊 老吴院士肝癌了 记忆里的老吴院长是云医和云大的创始者之一 他理应一想天年才对 提起自己的父亲 吴院长的心情有些低落 自己父亲对云大感情深厚 凌然要是以云医学生代表的身份 他应该容易接受得多 凌然思考片刻 表示手术可以做 只要病人愿意 接着问拍了何词共振媒 吴院长连忙将片子递了过去 凌然仔细看了看片子 不过等病人办理了入院手续 自己得再看看病人 于是老吴院士很快被安排入院 吴院长笑呵呵地给他介绍凌然 坚持住普通病房的老吴院士表示自己有印象 不过他还年轻争什么低 你们不要捧杀他 吴院长连忙顺着他的意思 不捧杀不捧杀 您和凌然聊聊吧 老吴院长一脸和蔼地看向凌然 让他来瞧瞧自己的病 凌然上前表示要先给他做个体格检查 待检查完毕 吴院长一脸紧张地问他情况如何 凌然表示基本符合手术指标 如果要做手术就安排在明天早上吧 今天做好数前准备 说吧凌然跟二人招呼一声便去查房了 吴院长安慰父亲是早期 凌然的技术也厉害 他可以放心了 老吴院长无所谓的笑笑 好不好都是我的命 不过你可以把凌然请到学校去 给学生们上几堂课 吴院长文言激动地点了点头 凌然是云大毕业的 请他真是在合适不过了 云华大学里 小刘晚上化了个精致的妆 准备去图书馆排队 他刚收到消息 明天早上九点凌然回学校 起早看到消息惊呆了 另一名女生有些不解 明天才来 你们现在去排队吗 小刘让他们信自己一次 现在不去明天绝对没位置 起早表示等他换衣服一起去 一夜没睡 起早感觉自己要死了 靠在小刘的肩上问他几点了 小刘表示应该快了 在校领导长篇大论之后 终于轮到凌然上台了 台下的学生在看到凌然后 瞬间激动起来 场面堪比粉丝见面会 凌然上台打了声招呼 表示今天的演讲 主要是为接下来的讲课做准备 所以他接下来会以医学专业知识 为主讲的内容 小刘脸颊微红 学长要给我们讲课 起早感觉要幸福死了 在田小刘的提醒下 他们火速打开了选课系统 凌然像是早有预料 微微一笑表示选课系统 没有添加我的课程 我要先试讲三节课 然后根据学生的成绩表现 来决定名单 台下的学生们懂了 这得卷起来 不过能上云大 谁又不是卷出来的 吴院长见此欣慰地表示 要是所有课程 学生们都这样积极就好了 开课当天 凌然先讲的肝脏解剖学 他在台上拿着自己 科室肝脏模型 认真的讲了起来 接着他又播放了 自己的手术过程 台下纷纷感叹好 干净直接的玻璃 起早再也忍不住 泛起了花痴 被一旁认真录像的小刘打断了 凌然一口气 讲了15分钟的肝脏分断方法 但是他觉得这样讲不太清楚 在场的同学 有愿意去淫医实习的 可以在下课后报名 起早文言立马站起来举手 大喊选我选我 一旁其他年级的学生 文言表示也想去 于原连忙上前维持秩序 大家课后再报名 林医生目前是 零治疗组的负责人 我们计划收入的 实习生是3到5名 大家课后 先在网上申请就好 于是一下课 众人便挤到讲台处踊跃报名 于原大声念出 三名入选同学的名字 具体是一会短信通知 起早对于自己落选有些失落 但是自己的母亲 和云医症科有关系 他开心地笑出了声 第二天凌晨2点4时 4名同学准时出现在了云华医院 郑远东有些担心 自己不会是被耍了吧 王瑞摆了摆手 毕竟是凌然给发的消息呢 起早文言转身 义正言辞地看向王瑞 不要直呼林学长的名字 要么喊学长 要么叫林医生 王瑞十分不服 名字起了不就是给人叫的 郑远东拍了拍他的肩 人家不仅是学长 现在还是老师 更是带我们实习的领导 这时语言轻咳一声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来得都挺准时 起早看了王瑞一眼 这就被吓到了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呀 于原走到手术门口后 扭头嘱咐几人 你们是林医生的校友 在医院要好好表现 准备好了就去手术室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前问 几人惊呆了 是要做真的手术吗 于原文言笑了笑 今天你们看就行了 以后你们有的是手术做 本以为要做手术的 四人文言瞬间松了口气 手术室里 众人都在认真地观察着手术 起早则直勾勾地盯着林然 这样近距离看林学长 比上课强多了 他感觉自己幸福的都要冒泡泡了 这时左辞点忽然进来 八寨乡突发泥石流 有重伤员正在往这送 急诊中心的所有医生 都被要求待命 没经历过的几名学生 文言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林然抬头问他救护车 还有多久到 左辞点严肃地表示 二十分钟 不到半个小时 林然低头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二十分钟时间足够了 一旁的起早惊呆了 林然的手都快出残影了 真是太厉害了 做完手术后 林然一路小跑 带着众人来接车 郑远东有些不解 这么大灾害 怎么这么点伤员 起早连忙凝了凝他 那是泥石流啊 被袭击的最倒霉的那部分 另外三名同学则帮忙接车 起早立马喜滋滋地跟了过去 这是和学长组队啊 泥石流万岁 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 起早连忙道歉 十几分钟后 起早感觉要累死了 这和上课时感觉太不一样了 老师讲的时候 还以为很轻松呢 林然也注意到了她的一样 告诉她自己休息一下 起早文言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回过神来的起早无比后悔 自己应该跟学长说一点都不累才对 这时林然过去给货主任做助手 两人的默契配合 让货主任轻松起来 果然有只小子做助手 手术都开始变得轻松了 手术刚结束 林然就接到了向学明的电话 八寨香分院撑不住了 请求给个支援 货主任文言便让林然带人去 急急诊中心有他们在绝对没问题 八寨香分院 向学明的同事问她支援什么时候来 向学明郁闷地点了根烟 自己哪知道 同事烦躁地抱住头 来不来都没个信 这么高我真要挂关离人了 向学明叹了口气 人家就说了句知道了 自己人不确定会不会来 他们要是忙得过来 上午那个心肌梗塞的三大爷就不会走了 向学明抬头望天 乔冲断了车过不来能怎么办 自己要是在云一也来不了 这时他发现天上有什么东西 待他定睛一看 是云立的直升飞机 没错的话 该是林医生来了 从飞机上下来的起早默默表示 自己这第一天的实习 感觉出去能和人吹一辈子 向学明激动地上前 林医生你能来 我和八寨香的乡亲们都要感谢您呢 林然连忙抬手制止了场面话 问有没有重伤员 可以和直升机一并送回云衣 向学明担心地服了服眼镜 乡亲们的收入都不高 他们怕是做不起直升机 林然表示不要担心 不收费的 飞机前他们林治疗组来出 他认真地看向身后的人做分配工作 于援去做愿感预案 吕文斌给病人分级 左辞点代妻早把手术室和病房整理出来 这时上空传来动静 林然抬头看去 居然还有飞机 原来是填气来了 他怕伤员太多 一架不够送 所以又带来一架 他表示费用不用担心 我们自己可以报 一旁的七枣眼神变得八卦起来 这是谁呢 和林学长很有猫腻友 于是林组成员分头行动 于援指挥医生搬运医务 吕文斌匆忙找到同事 组织给病人分级规划 医生们纷纷赶到病房内时 却发现里面竟散发阵阵恶臭 病房设计是六人间 现在病人加上家属 足足三十多人 在这种病房别说养伤 不被感染都算运气好 但田七表示不用担心 只见他瞬间拨通电话 去附近租三栋楼 不用考虑钱的问题 其他医生顿时被惊呆了 哇塞也太好了吧 田七吩咐好后 便回头让左医生不用担心 一会就绝对管够 可是病人们不同意 他们家里穷真住不起 更交不起那些垃圾管理费 但田七肯定的通知病人 所有房间全免费 你们就放心住进去 其他医生掩面哭泣 这条件好的我都要想住进去 大爷表示家里房子压他了 别您的免费房两礼拜到期 医院没病床可咋办 左医生觉得很有道理 老乡的话是不假 但是怎么说呢 家里房子不能居住的 可以申请最多延长三个月 我们公司实力有限 于是病人们纷纷举手 着急忙慌的想要报名 这位慈善家小姐把乡镇工作做了 她究竟是图的什么呢 李医生无奈的操纵电脑 这些也看不出来啥呀 凌然忽然走向前 这位病人平时脸都这么白吗 病人虚弱的解释 最近几年是有点脸白 可能太阳晒得少 但凌然不觉得是这个原因 病人好像的确有点贫血 于是她瞬间明白一件事 立马吩咐给病人做截肠镜检查 随后扭脸吩咐护士 去把于原于医生找过来 于原急匆匆地感到 愿感问题挺多 不过有云立的人帮忙 凌然找到并不是有新情况 而是让她来做截肠镜 于原瞬间没开眼笑 好似刚刚的疲惫感消失了 她在旁注视着李医生的动作 并指示她现在积住654到2 只见她快速地戴上口罩 1%的卡因棉球已塞入 准备开始 病人长时间贫血和虚弱无力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消化道出血 但病人腹部柔软 没有压痛肛和反跳痛 也没有肌肉紧张 可凌然却发现不对劲 刚才好像看到了东西 于原再次探查后 却发现里面一切正常 但凌然却让她继续推 没想到镜头很晃不平稳 他们在这里完全看不清 凌然接下一旁的操纵器 修长的手指快速上下旋鸟 于原顿时目光一鸣 没想到林医生操纵后 视野宽敞了 病人的肠道中 居然有一个闪亮亮的东西 于是他肯定地表示 那闪过去的东西不是屎 绝对不是屎 李医生得到命令后 大手用力向前快速推去 凌然果断调整角度 随后便调节打光方向 于原瞬间瞳孔放大 视条超过四五十厘米的掏虫 凌然让他给实验室说一声 分前找一下虫乱 确认一下类型 病人疑惑地抬起头 你们看到啥了 怎么就是好东西呢 凌然表示是一只寄生虫 抓出来再吃些药就好了 你先躺好不要动 于原急忙递给他义务钱 促使他能快速抓出寄生虫 但成虫是拉出来了 剩下的就是处理虫乱 这块不如给我做 凌然果然很干脆果断 直接摘下手套交给于原来做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他们终于分好房间 田七现在要去找凌然吃饭 左医生向他摆摆手 田小姐其实不用管我们 我们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 这时身后的小医生忽然震惊 这些话让他头脑风暴 果然哪来那么多慈善家 原来是因为爱情 不过太劲爆了 凌然很快赶到这里 今天工作基本做完 大家累了一天早点休息 于原等人顶着大黑眼圈 步入蹒跚地走入医生宿舍 宿舍能比病房好点吗 但这些田小姐早就考虑好了 真不愧是学长的女朋友 又有钱又漂亮又坐视面面俱到 其他人完全没机会 田七不好意思地走向前 这里只是简单收拾一下 能当办公室用吧 凌然目光带有关心 你好像也累了一天 早点去休息好了 田七柔柔发酸的脖子 只好不情愿地印下 凌然不断地翻看资料 若能一路连台到明早 大部分外伤病人都能做完 可惜非认的基础条件太差 没法做连台手术 也没有疑难杂症 于是凌然打开门 打算再去手术室看一下 今天有点手忙脚乱 明天手术室的管理得加强 先就这样吧 第二天一大早 凌医生半夜给他们发消息 术前要用的得提前放置备用 医生们表示术前要用的包布 器械包都到位了 踏脚蹬也背了三个 但这些小事都让林医生操心 还是我们不够细心啊 左医生忽然想起来 还得补充麻醉品 减少进出手术的评刺 各个方面都得做好 这不仅关系到林医生 更关系到云医 其他医院的医疗救援队 昨天也陆续进驻八寨厢 大家都叫卓静呢 这时的手术室内 病人从高处跌落 左臂克里斯骨折 凌然直接断定两指半离断 再加一个骨折 可只有单人双目显微镜吗 李医生不好意思地解释 主要我们也不太做断指再指 这显微镜的确没他常用的方便 凌然对此无比肯定 助手向他提议 要不要把你常用的送过来 反正现在直升机没有任务 但拆卸设备太复杂 不能影响急症中心运作 常用的设备也不易拆卸 李医生崩溃的白白手 我们八寨香氛院买不起新的 既然他们买不起那租借吧 于是他让凌然先忙自己去打电话 毕竟让我们凌然手术不顺手 这种事我根本忍不了 于是十分钟后 田七开心地走进手术室 他表示都谈好了 设备最快今晚都能送到 但估计都是比较小件的气血 李医生在旁不断感慨 有钱真是可以为所欲为 手术室内经过争分多秒后 凌然看向显微镜告知手术完成 但又有医生前来通知 香味生院那边撑不住了 准备要送病人过来 凌然有些疑惑 什么病人什么时候到 没想到是肝脏外伤 感医生做主送 也就是说医疗救援队不想送 香味生院住的是哪个医院 医生浑身冒冷汗 但还是乖巧回答 是省力和中医院 果然是感医生害怕出事 就想把病人送到云华 毕竟云华是昌西第一 省力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第一 可感医生直接表示 他们这边不收 病人送去云医就好了 凌然暗自思索片刻 甘切除送云医也是他回去做 这病人他收下 刚巧院内来了一辆车 缓缓地平稳停在门口 没想到竟是省力的主治医生 蔡琼询问面前这位是谁 左医生只好向他解释 病人我们收了 给您找个地方休息吗 蔡琼果断摆摆手 我们想去手术室看看 学习学习林医生的技术 但他们去手术室可以 得先去那一边换衣服 他们走进去却很惊讶 乡下怎么会有CB机 监视器和超声高 这些设备不是八寨香分院的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些 他们是下乡支援 随身带这么多设备他才不信 显然林然并不搭理他 只关注病人的血压和病情 等到病人血压达到80和40后 又提醒助手注意补业 只见他边说边伸出手 直接插入病人的身体内 左医生向他解释 这是徒手止血 我们林医生的成名绝技 蔡琼表示他技术不错 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没想到他截到了门静脉 和我们省力的术室完全不一样 单手在远端做阻断 这得是多熟悉肝脏的解剖 才可以做得到的 林然忽然看向吕医生 打算把这里交给他 他来盯着后续操作 吕医生经过多台手术 手法已经熟练地操作起来 就让蔡琼很吃惊 到底什么情况 云医去哪里搞来的厉害医生 左医生愤怒地站在他身后 心想刚来的时候不是挺能吗 于是他凑向前轻声打探 林医生和他的助手手术怎么样 蔡琼表示我们条件不具备 你们这全套设备你说是吧 左医生顿时化身小狐狸 得意心想场子算是找回来了 时间很快过去 吕医生还在认真地操作手术 他突然提醒医生帮忙 及时补业2100 林然肯定地点点头 做得好可以官妇了 吕医生完全服从命令 迅速低头仔细地穿针引线 紧接着他很快拿起镊子 神情不慌不忙地取出绷带 蔡琼心想官妇的手法也不相同 他要偷试一下 他们显示引线再取绷带 在官妇即将完成时 林然忽然询问有特户病房吗 李医生却有些纠结 毕竟刚切除了以后 不是要进特户而是进ICU 如果没有特户病房的话 现在就抓紧整理一间出来 左医生率先答应下来 随后快速吩咐收拾房间 此时分院背面二楼病房区 有哪间病房是比较好清理的呢 其实房间都差不多 但这个房间不行 里边病人恢复得很慢 林然完全搞不懂 任何病人进入这个病房 都会恢复得很慢吗 李医生却表示不是 但是大部分病人进入后 有几个伤口怎么都长不好 左医生顿时来劲了 还有这种玄学吗 我们马上着手调查 可我们是来整理特户病房 不是来这破案的 病人没有时间后 林然果断地指向那边 就这间整理好后 通报一下情况 蔡琼一脸严肃的思索 事分轻重缓急 这零一声零的轻 于是第二天大清早 又一辆车来到院内门口 没想到这次竟是省力邓主任 只见他一脸严肃地看向前方 对面又是左医生正在工作 他表示病人手术很顺利 要带家属上去 病人的确没事 这边还给改了特户病房 咱们全都遵守规矩 邓主任忽然喊话老蔡 你跟我出来去抽根烟聊聊 于是他们来到一片空地 但谁也没有主动说话 蔡琼忽然打破宁静 谄媚地递给主任一根烟 没想到主任竟直接伸出手 竟只把烟撇向一边 只见他愤怒地看向蔡琼 抽个毛线抽你神经病吗 蔡琼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主任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 邓主任开始不断怒斥 吓得蔡琼连连后退 蔡琼你的毛线你 不是让你把病人送去云华吗 为什么让凌然把手术做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那意思是让你到这走过场 然后就把人转回云华 蔡琼让他别甩锅 凌然把手术做好了 你丢面子就来找我麻烦 邓主任表示昨天的事不说 上面要求夏晨就派你去 蔡琼一直内心的不爽 派我夏晨去哪里 邓主任抬起自己大鼻孔 不懈地警告他即将要去黄寨 八寨香在云华属于鸟不拉屎地 而黄寨更是最穷最差最偏远的 只见邓主任拍拍他的肩膀 老蔡到了那可要好好工作 等候便扭头离开 独留下蔡琼一人愣在原地 他竟然又去了医院 想要找医生要昨天的录像 医生根本不想理他 邓主任却神情期盼 要问于医生的话他在哪里呢 医生不爽地回头提醒 就在你的身后自己去看 邓主任马上转身回头 不停地仔细观察后 却没发现于医生在哪里 于员不爽地向他大喊 自己在这里 怎么会看不到呢 邓主任发现他之后 却看到于员气鼓鼓地站在一旁 邓主任你想看手术录像 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什么需要钻研的吗 他表示这个病人从他那转出去 自己稍微有些不放心 录像时长一个多小时 我给您找监防自己去看 但你不能带走不能拍摄 他马上伸出手去接 表示自己肯定不拍摄不拷贝 这种典型肝切除手术 自己看得多了去了 但凌然这个像一场表演 他还看得入迷石 房门竟被人推开 邓主任忽然站起身怒斥 谁让你擅自进来的 没想到是省力李主任 他不是没被派到这里吗 怎么会突然跑过来 显然李主任比他淡定 静止坐到沙发上看手术不说话 李主任看完后不断感慨 好家伙做得真是漂亮 于是一个多小时后 这云一在八寨乡不断出风头 上面让他来看看 凌然的操作神乎其神 手术的确做得好 我们不用和他比手术质量 李主任忽然站起身 表示他们愿得另提西境才行 他站起身提醒邓主任 我们现在要做公共卫生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